有这么一部老剧 没有高科技的画面 也没有刺激的场景 更没有狗血的剧情 但其质朴 纯真 无时无刻击中你的内心 看着看着就会泪流满面 这部剧1974年上映 80年代电视台放过 曾荣获最佳意志片《飞天讲经讲》 如果唤醒你美好的回忆 请在评论区给我一脚 它叫查尔斯 因为搬来森林的人越来越多 造成食物匮乏 它卖掉房子 土地和牛 买来一辆马车 一家五口外加一条狗 前去印第安人的地盘 寻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安家 途中出现一条湍急的小河 查尔斯赶着马车走了下去 汹涌的河水几乎要把他们推翻 挥动着马边艰难地前行着 马车里的女儿被吓哭了 狗狗见状跳进河里帮忙 却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 走到一半马而止步不前 把方向盘交给了妻子 立马跳进了河里 差点就被河水冲走 好在死死地抓住车轮 才没有被水冲走 解开了马绳走在前面引路 妻子不停地挥动着鞭子 一前一后 齐心合力把发动机重新打着火 安全地到达岸边 两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赶紧抱成了一团 二女儿劳拉却问狗狗在哪 母亲只关心他们有没有事 玛丽说没事只是有点怕 劳拉又问父亲狗狗在哪 查尔斯找到半夜也没有找到狗狗 失望地回了一句没找到 劳拉认为父母不关心狗狗 赌气走路不坐马车 晚上卡罗林责怪查尔斯 好端端地搬什么家 才四天就闹得全家不开心 查尔斯说不走的话只能勉强温饱 自己只是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劳拉走过来承认了是自己的错 希望父母不要吵架 这时传来一阵响声 原来狗狗没有淹死 找了主人两天两夜 女儿抱完狗狗又轮到父亲抱 三人泪流满面 温馨的一幕解开了劳拉的心结 半个月的长途跋涉 总算找到一块衣衫傍水的好地方 丈夫弄来木头巨端 妻子用斧子开挖 齐心协力把房间 长期干苦力妻子有点吃不消了 丈夫心疼不已再也不准她帮忙 往后自己一个人完成 有一天找到了一个邻居 答应过来帮忙建房子 这家伙什么都好 就喜欢叫劳拉吐口水 而且和女孩们非常玩得来 和这个跳完舞 又抱起另外一个 一个单身汉对小萝莉如此热情 当母亲的不得不提心吊胆 所以她并不喜欢爱德华 早早地赶女儿去睡觉 劳拉恋恋不舍又无可奈何 房子建好了卡罗林却心乱如麻 往后孩子们该怎么办 没地方读书就算了 而且这样的环境 孩子根本不能健康成长 吐槽完一看到愁眉苦脸的丈夫 马上又笑脸相迎 后悔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丈夫也不介意 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 建好了住的房子 又建家处住的地方 劳拉整天缠着爱德华 学她的独门绝技 当母亲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查尔斯上山打猎补充食物 不料被十几头狼追杀 眼看着逃不掉了 赶紧放下猎物找机会脱身 在他们的地盘抢时真不容易 三更半夜狼群过来报复 她守在门口依靠火光 才保住家人的安全 第二天给房子装上了房门 去镇上弄来两头牛 这样孩子们就有牛奶喝了 前脚刚走两个硬帝安人闯了进来 划破枕头把羽毛搞得满屋都是 躲在床底的小女儿当场吓哭了 母亲生怕他们伤害了女儿 拿一盒烟丝打发他们 可他们并不满足 吓得她连连后退 又拿起食物递给他们 他们接过食物又抢走了刀 这才扬长而去 母女紧紧抱在一块都快被吓尿了 查尔斯弄回了两头牛 走路还一瘸一拐 她也就没有跟查尔斯说起印第安人的事 圣诞节那天爱德华提着礼物 差点就被冻死在河里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扮演圣诞老人 给女孩们送上礼物 一人一个杯子 糖果 还有烤地瓜 这可是方圆百里也挖不到的宝贝 卡罗林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对爱德华的厌恶也就烟消云散 冬去春来查尔斯买回了更林 开荒种地 日子也在一天天地变好 家的方向却燃起了熊熊烈火 不停地用水浇在房子上 房子耐不住高温的灼烤 四处开花 牛兰也跟着燃烧了起来 全家的力量根本无法抗拒这火海 眼看着一片苦心将要化为灰烬 一场及时的大雨 却给了他们死灰复燃的希望 然而灾难并没有平息 屋外鼓声喧天 印第安人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拿着喷子守在门口 一刻也不敢松懈 突然鼓声停止 又传来了马蹄声 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印第安人 原来是印第安人的酋长 带着一位翻译过来 其他部落的人要将安德华赶出领地 火也就是他们部落放的 而酋长对部落的人说 赶走白人换来的却是被屠杀 从而阻止了其他部落的行为 意思是往后大家和睦共主 查尔斯收起枪跟酋长握手言谢 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一家人无忧无虑 继续开荒离地 播种等地里的庄稼 有了好的收成 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这天来了两个警察 交给他一封文件 原来其他部落的人写信到华盛顿 举报他侵占领土 所以他要离开了 多日的付出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 爱德华含泪给他们送别 这一家人又踏上了聚无定所的日子 男人带着家人漂泊了两年 终于拥有一块七身之地 也没多大 才一百英亩 相当于五十六个国际标准足球场 他白天到镇上上班 用工钱换来木材 晚上挑灯建房 经常工作废寝忘食 只为尽快给家人一个温暖的港湾 入住当天妻女都高兴坏了 这比草原上的小屋好上不知多少倍 房子分上下两层 有两个房间 铺的是木地板 装的是玻璃窗 还有可以上锁的大门 但妻子也明白见这栋房子花光了积蓄 也就没钱购买更离和种子 查尔斯说别担心 自己有办法 于是来镇上的商店设更离和种子 有了收成之后再双倍奉还 本来奥利森打算设给他 但太太根本瞧不起这些乡下人 押住丈夫不给说话 找了一大堆理由拒绝他 没办法他又去了第二间店 发现老板的仓库都快坍塌了 自己正好是木工能手 于是找老板谈合作 老板设给他更离和种子 他帮老板修好仓库的屋顶 老板不愧是做生意的 如一算盘打的啪啪响 又加上了两个条件 每天帮忙把货物搬进仓库叠放整齐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半个月内完工 而且拿家里的两头牛作为抵押 他别无选择 也就跟老板签下了合约 就这样他每天早出晚归 修屋顶搬货物 成了老板不花钱的奴隶 其余时间全在地里忙碌 天黑完了才回到家 累得他连饭都没吃倒头就睡 妻子心疼不已 而且礼拜天也不休息 妻子做完礼拜回来 看到这一幕非常气愤 其实妻子是在担心他的身体 希望他能好好地休息一下 查尔斯当然明白 不过男人就要多吃苦 这样家人就会少吃点苦头 第二天上班路上碰到医生的马车坏了 他主动帮医生修好了马车 医生为了感谢他 扛着一龙鸡送给他 想要拒绝但医生死活不愿意 而且木材老板说 病人没钱看病都是给医生送鸡 而医生根本不会养 劝他帮医生解决这个麻烦 所以他也就接受了 房顶已经修好 货物一到搬进仓库就完工了 于是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去郊外野餐好好地陪陪家人 孩子们都高兴坏了 连裤子都跑掉了 在放风筝的时候 突然而来的一阵风把风筝吹到了树上 他沿着大树爬了上去 不料从树上摔了下来 查尔斯的四根肋骨被摔断了 需要静养十天时间 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三天后就是约定的时间 木材老板说都这样了 有什么事等康复了再说 他跟那位老板谈就行了 就这样妻子扛起了重担 牵着两头牛在地里忙碌 可没想到那位老板知道查尔斯病了 趁他病要他命 拿着合约把牛给牵走了 查尔斯知道这事 不管妻子怎么劝 他再也坐不住 这两头牛可是家里所有的希望 他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到镇上找老板 拿到合约看了一下 才知道老板提前牵走了牛 而今天才是约定的最后一天 他不想多说来仓库搬货 搬完了也就履行了约定 两头牛自然也就回来了 这一幕被木材老板和医生看到了 他受伤的身体根本吃不消 搬了几袋麦子 就从上面掉了下来 两个女儿赶紧冲过来照顾父亲 然后女儿齐心协力搬麦子 而肥头猪耳的老板有些气愤 可他乱乱没想到 自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重分 镇上的男人全跑过来帮忙 女孩第一次上学 妈妈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 这是她小时候读书的课本 如今归女儿们了 打包好了午饭 他们走路去镇上的学校报名 哪里像现在需要专车接送 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父母五味杂陈 小女儿比父母更不舍追了上去 来到学校看到一群同学在玩游戏 两人忐忑不安 当姐姐的拉着妹妹咬牙走了过去 果不其然被同学们重重包围 一个小屁还说他们穿得像个土爹 当场给他们起了一堆外号 什么鸡鸭狗的 老师摇铃上课才解了围 但这女孩又来捕了一刀 他们走进教室 同学们全都虎视眈眈 老师笑脸相迎他们才没那么害怕 在介绍新同学时 下面一片寂静 老师发火了 同学们才死气沉沉地说欢迎 但这女孩始终一声不吭 因为她只会说这四个字 老师把自己的小黑板借给他们用 等买到了黑板再还给她 放学回家劳拉就一顿吐槽 同学内力讨厌死了 老管她叫乡村女孩 父亲交给她一块钱买黑板 所以来到了奥利森的商店 两个讨厌的家伙 一见到他们一堆外号随口而出 奥利森气得面红耳赤 根本就管不了儿女 姐妹的钱只够买一个小本本和黑板 但还需要一支石板笔 没钱的女孩只摇头 奥利森让他们先拿去用 等你爸进城再付钱 老拉坚决不干 因为爸爸的教规很严格 也就拒绝了奥利森的好意 可是没有笔也不行啊 劳拉说父母都没钱了 我们不能要求的更多 怎么办呢 而他们的母亲卡罗琳 拿着一篮鸡蛋卖给奥利森 太太说让我来收 奥利森只能躲到一边 她用兰花纸掀开盖部 发现有两种鸡蛋 棕色的少四美分 白色的正常嫁收 卡罗琳说有七个双黄蛋 太太说要卖就卖 不卖滚蛋 无奈卡罗琳只能妥协 回到家跟丈夫一顿吐槽 有其母必有其女 她终于明白劳拉为什么这么难过 要好好的出这一口恶气 她又提着一篮鸡蛋来卖 太太用同样的招式来压低价格 不料她带的全是白色鸡蛋 她说棕色的卖给了木材老板 而且价格比这里要高三美分 说完提起篮子就走 卡罗琳看上一匹华丽的布料 太太赶紧递给她一匹麻布说 这才合适你的身份 明显瞧不起她这个乡下人 她坚决买下华丽的布料 气得太太摔门而去 卡罗琳加班加点缝制衣服 天亮时送女儿一人一件裙子 让她们在作文会上更加自信 内力摔仙朗读自己的佳作 每一行每个字都是在炫富 听得老是眉头紧重 母亲却高兴坏了 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到了劳拉上场 她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 这篇文章道出了当妈妈的不义 也道出了当儿女的心声 收获现场热烈的掌声 但这些只是劳拉的心里话 纸上的文章不过短短几个字 母亲带着她回到教室 把写的文章交给老师 看完后老师深感愧疚 因为劳拉根本不会拼写 老师说往后彼此再努力一些 相信不久劳拉一定会掌握的 在你眼里这是填饱肚子的麦子 在她眼里这是发家致富的戾气 因为她有100英亩的麦子 相当于我们600亩地 于是给上学不久的女儿出了一道题 每英母产35普世 每普世可以卖到75美分 一共能卖多少钱 一会功夫两个女儿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这意味着即将苦尽甘来 女儿们总算可以穿新衣服了 妻子的脸上也可以刷腻子粉了 这只张着嘴巴的靴子也该换了 想到这每个人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然而夜里电闪雷鸣 吓得不止是轻盘大雨 还有比鸡蛋还要大的冰雹 查尔斯惶恐不安 不管不顾冲出家门到地里拯救麦子 而妻子搂着受惊吓的小女儿 却不知丈夫已经出门 她担惊受怕守在门口 好在查尔斯平安无事 可地里的麦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起点 强忍着眼泪安慰着妻子 失败是成功之母 地里没了希望 查尔斯只能收拾行李外出打工 方圆50里都没有收成 估计找工作的人也不少 也许要去到100英里外才能找到工作 就这样她穿着破烂的靴子 无奈地离开了妻子和孩子 路上结识了同样找工作的杰克 两人结伴而行 一路上有个照应 不久遇到一个鸡肠碌碌的大壮 查尔斯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她 为了感恩大壮送她一双靴子 同是天涯沦落人 这温情的一幕打动了杰克 也就不再隐瞒 他跟采石场的老板很熟 如果不嫌弃可以帮他们找份工作 而且报酬相当可观 虽然有些冒险 但查尔斯别无选择 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 三个臭皮匠来到了采石场 面试的时候查尔斯忐忑不安 这一锤子下去 如果没打中钢灶 就会把队友给打残废 好在自己干木工出身 每一锤都精准无 两人互换角色 大壮扛起了锤子 查尔斯首付钢灶 好在大壮手下留情 全都打在了钢灶上 要是被他干一锤子那还得了 两人也就通过了面试 而卡罗林也没有闲着 到地里查看麦子 大部分的麦子都已发霉不能实用 但仍然有一小部分可以抢救 立刻召集村里的留守妇女 告诉他们一整套拯救麦子的方法 先到地里将好的麦子绑起来 自然风干 再脱力 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同意地请举手 为了不被饿死 大家纷纷同意 必起到地里忙碌 只有这位大小姐怨天尤人 无论老人小孩全都参与进来 用力甩打麦干使麦子脱力 然后将麦子装进巨大的容器中 上下摇晃进行人工筛选 去掉多余的麦干和叶子 就能得到干净的麦子 然后打包运送到每家每户 不但解决了粮食危机 还有多余的麦子可以出售 年末将至工人即将返乡 老板举办了一场开矿比赛 查尔斯和大壮以最快的速度胜出 拿到了第一名50美元的奖金 两人迫不及待找杰克分享 不料下一秒 就这样杰克化成了一团白烟 查尔斯拿着杰克的薪水和五绪金踏上归途 第一站是大壮的家 一只狗狗兴奋地跑来迎接 而大壮的妻子手抱婴儿冲出来 两人迫不及待地搂在一块 夫妻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只有经历过才深有体会 下一站是杰克的家 查尔斯把杰克的遗物交给夫人 儿子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之妖头 而夫人抚摸着包神色凝重 儿子跑到一边偷偷抽起 不明白心目中像神一样的父亲 为什么要抛下他 查尔斯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男孩 说自己家跟这里只有十英里 以后会经常过来看他 当然也欢迎他来家里做客 男孩擦干眼泪说 女孩患上肺炎 痛苦地满头大汗 家人全都担心坏了 尤其是爸爸 偶遇到了喝到烂醉的爱德华 女儿见到这家伙一定很高兴 所以不管不顾把他扔进马车 拼命往家里面赶 爱德华醒来后一脸懵圈 查尔斯让他等着 卸完货带他回家 万万没想到爱德华的臭毛病 竟然成就了一段奇缘 就这样双方记住了彼此 回到家查尔斯摸着女儿的脸蛋 要送他一个小惊喜 然后一个脑袋伸了出来 女孩高兴坏了 以为再也见不到爱德华 紧紧地抱住他 爱德华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仔细观察确认劳拉发烧了 着急地问查尔斯为什么不找医生 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 查尔斯说医生早就来过了并无大碍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爱德华这才说起痛苦的往事 他曾经有个幸福的家庭 也有个跟劳拉一样天真活泼的女儿 有一天妻女都得了天花 草原上方圆千里都没有医生 所以眼睁睁地看着妻女死在怀里 她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 后悔带家人到鸟布拉屎的地方安家 更恨有眼无珠的上帝 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化解爱德华心中的执念 给爱德华介绍一个寡妇 于是查尔斯推荐爱德华到木材厂上班 因为对面就是邮局 被他吐口水的寡妇就在邮局上班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爱恨交织也就产生了兴趣 卡罗林给他们的爱情火上浇油 让爱德华每天到邮局看一下 把自家的心带回来 爱德华很乐意 郑愁没有跟寡妇搭讪的理由 所以她一天过来问三次 还故意用酒坛当水壶 当然里面装的是清水 自己干的是高风险工作 试探寡妇会不会关心她 果不其然寡妇趁她不在 悄悄过来窥探酒坛的秘密 当场被爱德华逮个正招 她装疯卖傻说邮局那边没水喝 却把木材老板吓得不轻 一个女人竟然高举酒坛倡议 简直震碎了自己的三观 爱德华又想到了一个绝招 让劳拉帮忙写一封信 而且用香水喷得香香的 中途将邮局的车拦了下来 自己给自己寄了一封信 这封信也就到了寡妇手上 闻了一下香气扑鼻而至 心里嘀咕着到底是哪个狐狸精 居然还会看上爱德华 窗外的爱德华突然问候一句 把她吓了一大跳 赶紧把信地给了爱德华 她坐在窗边拆开信件 看着两张白纸读得津津有味 寡妇时不时地偷瞄她几眼 她也装模作样的像是在读着情信 寡妇觉得再不出击 恐怕就要当一辈子寡妇了 于是下班又跑过来喝水 放出话跟她一起到查尔斯家吃饭 她顺势回应一句干脆到你家吃吧 但彼此都还没有了解对方 怕人家说闲话也就到了查尔斯家 查尔斯拉着小提琴给他们半月 跳着跳着就跳到了寡妇家门口 只是送她回家而已 并没有那么快修成正果 两人相约好明天一起去钓鱼 不料劳拉用了爱德华的香水 寡妇也就明白了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往后轮到寡妇一天跑来喝三五次水 还把爱德华弄回家吃饭 不过得知爱德华不到教堂做礼拜 她的脸色大变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 也就拒绝了爱德华的约会邀请 卡罗林得知这事 试图打开爱德华的心结 不去做礼拜 这不是在惩罚上帝 而是拿过去的事情折磨现在的自己 不给未来任何空间 听到这些爱德华苦思了一夜 第二天她来到教堂 扫了一眼人群 找到了寡妇特意为她预留的位置 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乡村学校 她十五岁了才有书读 全班就属她最高大威猛 老师偏偏把她安排在最前排 因为这样她能学得更快 但同桌好像不欢迎她 却有个女孩一直盯着她看 老师叫她上讲台朗诵课本 劳拉毫无反应 他拿着课本读着田野的风光 眼睛仍然盯着约翰看 似乎再读给她听 可约翰满脸嫌弃 扭头将目光扫向女孩的姐姐 但玛丽并不给她好脸色 她失望地低下了头 放学的时候 劳拉硬是拉着约翰同行 玛丽不愿意又无可奈何 当姐姐的可谓操碎了心 劳拉跟约翰没聊上几句 约翰就显得不耐烦了 走过去跟玛丽喋喋不休地聊了起来 劳拉被气得直摇头 晚上她问起妈妈和爸爸是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妈妈说当时不确定爸爸是否喜欢她 所以主动出击邀请爸爸去野餐 爸爸说我不介意 在那次野餐中发现彼此秩序相投 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眠 问姐姐觉得约翰怎么样 姐姐说啥也不是 他却觉得约翰像爸爸 姐姐说拉倒吧 根本没法比 他睡不着又跑来问爸爸 当时妈妈邀请他野餐时是怎么想的 爸爸说如果我不同意 妈妈会心碎而死 同时也希望他是个好厨师 掌握这些他亲了爸爸一口 心有成足总算睡得着了 第二天放学老师留下约翰擦黑板 同学们都走了 劳拉坐在原地盯着约翰 有些话始终不敢说出口 老师问他怎么了 他才回过神来 祝老师周末愉快赶紧溜了 但他还是不甘心 让姐姐等他一下 冲回教室邀请约翰明天去湖边野餐 也不等约翰回应说完就溜了 约翰一脸懵圈看向老师 老师微微一笑看出了劳拉那点小心思 他想到约翰没有回应又折返回去 说自己是个好厨师 在问他接受邀请吗 约翰的回复跟爸爸一模一样 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一回到家就抱着爸爸致血 爸爸和妈妈又是一脸茫然 第二天早早地在湖边等着约翰 等了半天从不穿鞋的家伙这才出现 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玛丽怎么不在 劳拉的心凉了半截拉着他去钓鱼 然后感叹此情此景的美好 试探双方是否志趣相投 可没想到这家伙在睡大觉 回他一个字都算烧高香了 就这样一人一狗 收获了几条鱼回家了 然而第二天约翰来了 他高兴地甩下装鸡蛋的篮子 火速往家里面跑 爬上二楼 来到房间 用口水涂抹在头发上 精心打扮出来迎接 但他又失望了 约翰不是冲他来的 而是来拜玛丽为诗学单词来的 他当然明白约翰的真正意图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爸妈的也就明白了劳拉是怎么回事 卡罗林专程来找老师 老师也看出了劳拉的不对劲 最近学习成绩也退步了不少 不过两人根本就管不了 只有靠劳拉自己走出困境 但事情越演越烈 劳拉跟姐姐闹翻了 回家的路上都是一前一后 而约翰始终缠着玛丽 劳拉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甚至在家里吵了起来 妈妈把他拉到一边 抽丝剥茧打开女儿的心结 有时候逼着改变自己 拼命去讨好一个人 这是错误的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放下 不出几天又和姐姐杠上了 责怪姐姐是在诋毁约翰 跑来湖边偷偷地抹眼泪 爸爸追出来递给他手帕 他将心中的苦恼倾土而出 爸爸说等劳拉长到了18岁 就会有一百个比喻汉好的男生 当初你的妈妈就是这样 老人的生活有多无奈 这两位奶奶住在一起 相互解闷 相互关心 相互治愈 可一封书信的到来 却打破了所有美好 80岁的生日 纵然子孙满堂竟无一人回家 信件从他手上慢慢滑落 最后掉在了地上 老奶奶伤心过度去世了 旁边的奶奶发现后伤心不已 就这样化作了一泡黄土 可笑的是家人全都有空回来参加葬礼 奶奶站在远处一顿吐槽 劳拉觉得这太没人性了 这句话击中了奶奶的痛楚 回到家抱着三个孩子的照片被胆思念 眼泪一点一点打湿了眼睛 没出几天奶奶就一病不起 医生就有点纳闷了 竟然查不出半点毛病 奶奶有气无力地安排着身后室 请求医生通知家人回来 还有查尔斯帮忙请神父办葬礼 这是将死之人最后的请求 两人当然不能拒绝 可没想到两人刚答应 奶奶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 静止跑去打开窗户 两人被气炸了 拍桌子不干了 痛斥奶奶的行为犹如上帝 奶奶说要改掉这个愚蠢的习俗 只是想在生前见一下所有家人 有些孙子孙女她见都没见过 孩子一年一两次的来信 说的全是这些话 尤其是小儿子 参军十五年咬无音讯 是生是死自己都不知道 只有举办葬礼 他们才会回来 因为不来这是罪过 两人听完眼睛红红的再也无力反驳 奶奶嘱咐查尔斯不要吝啬开支 要举办盛大的守灵仪式 卡罗林得知这是要亲自去说服 不按套路出牌的老奶奶 这俩妇女的动作很有意思 女儿跟着父亲有样学样 守在外面静候卡罗林的消息 结果卡罗林大败而归 新安情愿帮奶奶做生日蛋糕 举行守灵仪式那天 全村的人都来了 卡罗林精心备好了生日蛋糕 有些人就感到非常好奇 人都死了还做什么生日 卡罗林懒得跟他解释 转头走进了房间 请示奶奶下一步计划 奶奶盖上了黑纱 出来偷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基本上人们都给她点赞 第一个道场的是奶奶的女儿 带着丈夫和几个外孙 跟乡村们一顿酗酒 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 总算见到了所有外孙 第二个道场的是大儿子 虽然她单枪匹马 但这些年来都是她在 负责奶奶的生活开支 能见到她奶奶当然很高兴 蜡烛烧过了一大半 仍然没有等到小儿子回来 奶奶的心里非常失落 打算将真相公诸于众 小儿子却突然出现 当姐姐的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诉说着多年不见的思念 还有兄弟之间的重逢 家人总算全部到齐 奶奶终于揭开了面纱 愤怒地问候了一句 现场全都安静了下来 怎么突然间就诈尸了呢 大儿子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她说等一下再找你算账 将矛头对准了小儿子 责怪她忘恩负义 怎么能忘记自己的母亲 还以为儿子死在了战场 15年来自己流了多少次眼泪 都没有等到半点消息 如今我死了你才跑回来 女孩走路一瘸一拐 是个高低脚 同学们都排斥她 不愿意跟她玩游戏 她满脸不甘心 默默地坐到一边 却又无可奈何 但她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明知道同学内力 邀请她参加生日派对 不过是为了敷衍了事 就算爸爸不让她参加 怕她受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可她坚决要去 没想到这次聚会 将会彻底改变人生 她安静地坐在角落 看着内力去迎接刚来到的同学 姐妹送她一束花 作为生日礼物 中间的女生 送她亲手做的玩偶 内力当场就把礼物给丢了 三人又气又恨 只能相互安慰 内力拿出妈妈 送的洋娃娃出来晒 声称这才叫礼物 直接把劳拉看呆了 伸手去抚摸洋娃娃的布料 内力妈妈闻讯而至 抱起洋娃娃心疼不已 不分青红皂白 当场训了劳拉一顿 将所有人扫出了家门 完全不管劳拉摔倒时 扭伤了脚 奥利加搀扶着她 劳拉问她的脚是怎么回事 她说天生就是这样 劳拉觉得她挺可怜的 又没有同学跟她玩 也就带她到河边摸龙下去了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 也就玩到了一块 之后奥利加蓬头散发回到家 跟奶奶分享交了一位好朋友 奶奶都替她感到高兴 但父亲不相信 认为同学把她安排在角落 一如既往地排斥她冷落她 劳拉父母得知 女儿在派对上吃了亏 所以举办派对 弥补小小的心灵 有女儿们自主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 两个小家伙高兴坏了 要把女同学全都请到家 因为劳拉要展开一个天大的计划 劳拉腿脚不便由姐姐邀请奥利加参加 而劳拉请爸爸帮个忙 有一次她看到奥利加一只脚踩在木板上 另一个脚在地上 走起路来竟然不瘸了 也就是说给奥利加订做一只高一点的鞋子 就能跟正常人一样走路 爸爸答应了 专程过来把这件事告诉奥利加父亲 可没想到男人却是这样说的 查尔斯看到一瘸一拐的奥利加 无法做到做事不管 请求男人给他一双女儿的鞋子自己来做 男人更恼火了再多说一句 就把他脑袋给开花了 查尔斯跟妻子一顿吐槽 怎么也想不明白 天底下竟然会有这样的父亲 这时奶奶带着孙女过来 希望查尔斯不要责怪自己的傻儿子 其实儿子很爱奥利加 自从奥利加的母亲去世后 他只想保护奥利加 甚至不让女儿去上学 说完把鞋子交给查尔斯 说干就干 查尔斯用木板测量出合适的高度 加班加点赶制出一只鞋子 因为答应过劳拉要在派对前完成 可不能让女儿失望了 举行派对当天奥利加穿上这只鞋子 果不其然走起路来和正常人一样 奥利加被感动到一塌糊涂 一头扎进了查尔斯怀里 紧紧地抱着如同再生父亲的查尔斯 这一幕让家人都忍不住抹眼泪 然而奥利加父亲摩拳擦掌找上了门 说查尔斯多管闲事 上来就想送她一个盒饭 还没等查尔斯解释就被死死包裹 放倒在第一顿猛锤 屋外的女孩们玩着游戏 传来了欢乐的打闹声 男人看到这一幕 简直难以置信女儿竟然可以跑起来了 而且完全融入了朋友圈 男人老泪纵横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一家人很奇怪 每个人都是一脸坏笑 就连小女儿也是如此 唯有妈妈被蒙在鼓里 赶紧问发生了什么 爸爸憋不住了说给妻子放几天假 两人去度第二次蜜月 妻子说开什么玩笑 这三条话古龙怎么办 女儿纷纷说你就放心去旅游吧 家里的是他们全包了 连小女儿也表示赞同 这一幕让当母亲的更加不舍 但查尔斯早就料到这一点 已经跟格雷斯说好帮忙带几天孩子 卡罗林只能妥协 查尔斯去接格雷斯过来 不料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 格雷斯喉咙不舒服 说话的声音就像鸭子在叫 没办法旅游计划也就泡汤了 卡罗林并没有感到失落 反而很开心 这时爱德华吹着哨子来了 三个女孩立马跑过去 求着他成全父母这桩旅游美事 爱德华怎么忍心拒绝也就答应了 跟两人打包票 一定会好好照顾三个孩子 让他们放心去旅游吧 就这样两人踏上了旅程 爱德华全然不知噩梦开始了 第一顿饭就搞得他头大 不管怎么哄小女儿就是不张嘴 爱德华洗碗的招式也是很别致 放到桌底给狗狗舔的一干二净 然后将盘子过一次水就算大功告成 还问孩子们需要干什么活 玛丽说还要割草喂牛 爱德华走后 劳拉立马拿着他刚洗过的盘子 刷了又刷 然后用毛巾擦干水分 这才算完工 爱德华打着哈欠回来累得像狗一样 姐妹让他先讲个故事 还要做完祈祷他们才能睡觉 讲故事就免了 让他们赶紧做完祈祷 但这还没完 还要亲吻他们的额头 到晚晚安这才算结束 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不料三更半夜小女儿又哭个不停 赶紧起来问他怎么回事 是不是肚子饿了 小女儿说是的 没办法只能给他弄吃的 可没想到弄好了饭 人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在房子里面一顿着 结果发现在床上睡着了 这顿饭又便宜了狗狗 卡罗林做梦都在想 家里的鸡蛋还没收 查尔斯一顿安慰 才让他安静下来 早上姐妹上学迟到了 因为爱德华没叫他们起床 日晒三单爱德华才起来洗被单 刚想挂上第二张晒单 不料第一张却被小女儿扯掉在地上 又白干了 又得重新洗 这个麻烦今一刻也没消停 爱德华总算是服了 而这两人小日子过得相当舒适 下馆子 逛商场 看歌剧 除了夜里会想念孩子 其他一切安好 爱德华可就惨了 小女儿硬是要听故事才肯睡 劳拉教给他一本故事书 可他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办呢 他把书还给劳拉 要考考他识不识字 劳拉接过书也不拆穿他 翻到一个短篇故事读了起来 没想到故事还没讲到一半 爱德华这家伙竟然睡着了 夜里电闪为明 劳拉想到了鸡蛋还没收 两人来到了鸡窝收鸡蛋 鸡叫声惊醒了爱德华 以为家里来了偷鸡贼 抄起喷子要把他们给灭了 好在姐妹回来得早 要不就酿成了悲剧 爱德华扛着桶接水 凝视着被崩开的屋顶只摇头 第二天有活干了 正修着屋顶小女儿又不见了 从上面爬下来到处找 找了很久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 也没有看到小女儿的影子 她急坏了坐在床上 明想到底会在哪 姐妹放学回来 却看到妹妹在屋顶上面 这下担心坏了 生怕妹妹从屋顶掉下来 爱德华托着小女儿逗她开心 姐妹刚回到家也骑了上去 还没走几步 咔嚓一声发动机报废了 女孩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她说这条老妖第二次被伤到了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 让女孩们保密 不要让爸妈知道这件事 那样爸妈会很不开心的 劳拉提着鸡蛋来卖 却看到爸妈回来了 她求奥利森帮忙拖住爸妈 火速往家里面赶 立马收衣服 打扫卫生 给妹妹换身干净的衣服 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舒西打扮好冲出来迎接爸妈 爱德华扶着木桶满头大汗 强颜欢笑 苦苦支撑 总算毫无破绽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却得到了这个奖励 打在老腰上差点要了她的命 最后灰溜溜地跑了 从没见过这样的熊孩子 拿着一条舌下的女生仓皇而逃 连马都被舌下到了 仰天嚎叫急迟如箭 老师想要控制车速 但毫无作用 一个颠簸将她甩飞出去 翻了几个跟头当场摔断了腿 所以镇上最有威望的人们 专程过来请卡罗林出山 重操就业接替老师一职 本来卡罗林不想干的 但奥利森太太并不相信她的能力 而且会偏袒自己的两个女儿 卡罗林咽不下这一口气 众人表示热烈欢迎 只有太太显得非常蔑视 晚上卡罗林始终有些担心 毕竟这么久没教书了 质疑自己是否能让奥利森太太打脸 查尔斯给她加油打气 她的信心直接拉满 第二天就遇到了难题 给同学们打招呼 下面却一片寂静 有个学生质疑她的能力 根本不配当她的老师 卡罗林没有生气 好生好气地问她最擅长什么 男孩炫耀着说打棒球从来没输过 也没有一个人比她打得远 那好 卡罗林就跟她比这个 叫上所有同学到外面见证 男孩率先打出了好成绩 洋洋得意让老师上场 没想到卡罗林一棍子 将球打到了十万八千里 所有人当场哑口无言 全都被惊呆了也就相信了老师 回到课堂抽查朗读课本 好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 当轮到亚伯时她却哑口无言 同学们都在嘲笑她 亚伯受不了冷嘲热讽 当场离开了教室 女儿这才告诉她亚伯根本不识字 也很少来上课 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才第一天就弄丢了学生 卡罗林心里无比自责 前来跟摔断腿的老师请罪 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错 而是亚伯非常自卑觉得输给一帮小屁孩 很丢脸也很干大 所以逃出了学校 掌握这些信息 卡罗林来做家访 第一步说服亚伯的父亲 亚伯重返教室 发现亚伯有一门好手艺 能捏出五花八门的艺术品 就从这一点入手 夸赞她能做出栩栩如生的手工艺 又有什么事能难倒她的 这句话唤醒了亚伯的信心 也就答应回来上学 在亚伯回来前卡罗林做足了准备 召集学生问第一个问题 亚伯有没有伤害过你们 同学们纷纷说没有 第二个问题愿不愿意帮助亚伯 同学们都说愿意 第三个问题你们想不想当亚伯的老师 同学们都说想 就这样卡罗林将力量凝成一团 课堂上又回到了学前班 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 一人拿着一个字母 一边展示给亚伯看 一边大声朗读发音和祖词 亚伯也就跟上了节奏 第一次在课堂开口 卡罗林感到非常欣慰 卡罗林提着鸡蛋来卖 这一次太太笑脸相迎 主动把回收价提高了四美分 卡罗林有点不解难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原来太太想让女儿内力来当班长 才故意提高回收价讨好她 卡罗林说监管工作更适合内力 因为这个职位专为不爱学习的人而设 太太一听就不爽了 也就对卡罗林怀恨在心 所以来到教室指责卡罗林教的什么玩意 让她去教幼儿园好了 这些话伤到了亚伯的心 觉得自己成了老师的负担 再次离开了教室 卡罗林的一片心血毁于一旦 在黑板上留下同情心三个字 问在场所有人懂不懂其含义 被气得罢工回家不干了 因此镇上德高望重的人 又跑来请她回去 躲在奥利森身后的太太 却没有这个意思 也没有听到一个字的道歉 所以她也就拒绝了 跟丈夫一起磕爆米花她不相骂 为什么要回去受着窝囊气 太太以为自己很牛逼 亲自担任老师一职 摇了半天上课 林一个孩子也没来 责怪自己的两个话骨龙 怎么没通知其他同学上课 卡罗林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亚伯 原来是查尔斯让她在这里等的 但不管卡罗林怎么劝 亚伯铁了心不回去学校 为了补偿老师 做了一套字母送给她 求她回去继续当老师 不管亚伯怎么劝卡罗林都不回去 两个人一样的固执 因为卡罗林在等亚伯说这句话 在卡罗林的悉心指导下 亚伯的成绩突飞猛进 不但学会了拼血 还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成为了班上最努力的学霸 老师康复了卡罗林 也就退出了江湖 亚伯念着感恩信欢送她离开 女孩放学回家 却发现草丛藏有一只浣熊 一旁的狗狗狂叫不止 似乎在提醒女孩不要管她 可女孩不管不顾 把浣熊抱回家送给了妹妹 却不知不久将闯下弥天大火 爸爸刚回家看到浣熊脸色大变 这玩意可不是阿猫阿狗 不同意劳拉拿来当宠物养 此言一出家人全都闷闷不乐 身为一家之主这可是死罪 所以也就同意女儿留着浣熊 但有一点不准浣熊进家 要将她关在杂物房 从此劳拉跟浣熊寸步不离 用家里的鸡蛋投喂 浣熊也似乎能听懂她的话 被冷落的狗狗也就不爽了 老子为了这个家差点连命都没了 却被你这熊小三拳搞乱了 看我不咬死你 没办法人就是这么臭不要脸 有了新欢就会忘了就爱 有一天全家都去做礼拜了 浣熊偷偷溜出来见鸡就抓 把鸡吓个半死四处逃命 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甚至从窗户钻进了房间 在厨房到处翻箱倒柜 守在家门的狗狗今又进不去 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回来了以为狗狗在发神经 劳拉率先打开家门 浣熊趁机逃了 他将目光扫向里面吓得他也跑了 查尔斯气炸了拿一个麻袋 将浣熊打包 骑上马车送浣熊上路 纵然劳拉有万般不舍 却又无法挽留 走了很远终于停了下来 解开袋子让浣熊回归自然 可没想到马安当放好 却发现浣熊比他还要快 早就回来了 还给他行了个大礼 查尔斯再赶走他良心上也过不去 于是坐了个笼子把他关起来养 狗狗又不爽了小三又回来了 对着他一顿狂喷乱叫 浣熊也不是个善茶 咬了一口劳拉 冲出笼子和狗狗决意高下 抓伤狗狗之后逃走了 劳拉赶紧追出来寻找浣熊 只有玛丽关心着狗狗的伤口 劳拉求姐姐保密不能告诉爸妈 那样他心爱的浣熊就永远不能留在家了 姐姐扭不过也就答应了 晚上浣熊冲进鸡窝大开杀戒 鸡的惨叫声伴随着狗叫声惊醒了所有人 查尔斯看到满地死鸡愤恨难平 到处搜寻浣熊的踪影 刚伸出个脑袋浣熊突然冲了过来 查尔斯抄起二师兄的兵器 捅了浣熊无数个窟窿 劳拉后悔不已 责怪自己给浣熊投喂鸡蛋 酿成今天死了好几只鸡的局面 但这只是小儿科 查尔斯说死去的浣熊有狂犬病 而玛丽说过浣熊抓伤了狗狗 所以要将狗狗拴起来静观其变 第二天玛丽看到狗狗被拴着 想要帮他解开绳子 查尔斯立马阻止他 告诉玛丽以后要远离狗狗 浣熊抓伤了狗狗可能得了狂犬病 这一刻玛丽终于绷不住了 哽咽着问爸爸抓伤人会得狂犬病吗 爸爸说会的 医生仔细看过了伤口 用一把糖浆劳拉骗了出去 在一个月内狗狗会比人先发作 请留意观察 往后的日子一家人都在担惊受怕中苦苦煎熬 狗狗的每一次叫声都能把他们的心给撕碎 妈妈不撕茶饭跪在十字架前 祈求上帝保佑劳拉平安无事 而劳拉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不管未来的结局怎样 都希望姐姐不要有任何内疚 这时狗狗不停上跳下窜狂叫不止 种种迹象表明狂犬病发作了 查尔斯拿起老家伙 心中纵有万般不舍却又无可奈何 走进了狗狗仍然狂叫不止 他慢慢地打开保险 狗狗闻讯躲到后面摇尾起连 发出阵阵求救的尼南 查尔斯还是把枪对准了他 正想扣动扳机 身后一只浣熊突然出现 做出了这个熟悉的动作 查尔斯当场热泪纵横 总算松了一口气 放下枪立马跑回家 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 原来之前杀死的是另外一只浣熊 而不是劳拉收养的那个 也就是说劳拉平安无事 这太太一看就不是好人 竟然提出要给教堂送个大钟 而且外加一块自家的牌匾 村民一听就不爽了 教堂的一砖一瓦都是大家奉献的 难道还有人想把教堂占为己有吗 但有些村民表示支持太太 因为大钟昂贵 咱们农民也凑不出钱 所以造就了两边岛的困境 太太想多拉些人支持自己 问老师赞成自己的做法吗 老师说当然赞成 教堂和教室都是同一所方子 以后上课就可以用上大钟了 没想到太太当场发飙了 因为一个大钟村民们都闹翻了 以后也不来教堂做礼拜了 甚至孩子们都站在父母的立场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玩在一块 但有一个人想到了解决办法 他是个修波补盆将 而且还是个哑巴 看琼斯怎样挽救村民之间的关系 他每天做一些工艺品送给孩子们 把村里的孩子都吸引过来 因为孩子的父母立场不同 孩子自然就会产生争执 他趁这个时机拿出两个士兵相互厮杀 又拿出一对小的继续互相伤害 意思是想告诉孩子们 We're acting just like our parents 孩子们意识到这是错误的 也就主动道歉 相互体谅 孩子们的心领成了一团 琼斯展开了下一步计划 在铁板上画出一个大钟 他需要孩子们帮忙一起打造 但内利要把这个计划告诉母亲 玛丽和劳拉立马回击他 如果告诉母亲以后再也没人跟他玩了 内利无话可说也就加入了阵营 琼斯画出一张分工合作的工程图 有锯木取柴的 也有收集材料的 还有烧炉熔铁的 齐心协力就能打造出大钟 于是孩子们除了上课 其他时间到处搜寻柱中材料 什么破铜烂铁锅碗瓢盆 小镇上只要是金属的东西 全都一扫而空 有些孩子帮忙搭建熔炉 建造大钟的模具 也有些孩子聚目取柴 准备好熔炉所需要的柴火 开炉当天教给孩子一个不知名的力气 把熔炉加热到合适的温度 将收集的材料放进去融化 但熔完了所有锅碗瓢盆 铁水的分量远远不够 穷丝一咬牙将所有珍藏多年的金属艺术品 全部扔进了熔炉 但铁水还是不够 孩子们见状全都跑回家 把自己的金属玩具全都拿来 甚至挂在牛上面的小铃铛也不放过 将收集到的玩具一并扔进了熔炉 总算凑足了铁水 敲开熔炉的盖子铁水喷涌而出 沿着木制的高速公路 流进了巨大的模具当中 冷却过后孩子们满怀期待 一起见证辛苦付出的劳动成果 一个崭新又结实的大钟诞生了 孩子们纷纷拍掌称快 晚上穷丝独自一人 利用滑轮把笨重的钟挂到教堂门口 第二天一早教堂传来了钟声 太太一脸蒙圈 到底谁破坏了她的好事 一旁的孩子笑而不语 所有人纷纷跑来教堂 有些人问是谁付的钱 也有些人问是谁在搞收藏 玛丽站出来说这全是穷丝的主意 这样村民之间的争执就会停止 就能回到以前一样相亲相爱 听到这挑起事端的两个家伙 相互对视惭愧不已 穷丝解释这不单单是自己的意思 也是所有小朋友的心声 没有孩子们的辛苦付出 自己一个人根本无法打造出这个钟 所有人都看向自己的孩子 连孩子都懂得本事同根生相间和太极这个道理 而作为家长羞愧难当 请求牧师带领大家重返教堂 为自己犯下的过错忏悔 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乡村学校 老师特意设立一个大奖 愿意参加考试的同学 得分最高者将获得这本厚厚的字典 同学们都高兴坏了 尤其是玛丽这双迷人而坚定的眼睛 这本字典非她莫属 回到家跟妈妈打包票 自己一定能拿下这个奖励 妈妈却是这样说的 她跟老师借了一本历史书 争分夺秒的复习 拿着这本书爱不是手 在回家的路上看 妹妹睡觉了她还在看 灯光影响到妹妹无法入睡 所以等到妹妹睡着后偷偷爬起来 提着油灯到骨仓继续复习 然而不知不觉睡着了 一个翻身把油灯踢翻在地 瞬间点着了干燥的麦干 一旁的马发出了吼叫声 才把她叫醒 看到眼前燃起的大火 她心急如焚 迅速用棍子把油灯甩到一边 不料油灯又把另外一边点燃了 吓得她赶紧跑回家喊妈妈 爸爸刚出差就搞出这么大阵仗 妈妈也被吓到了赶紧让女儿去打水 然后冲进火海将牛马解救出来 狗狗坐在地上爱莫能住 最后三人齐心协力把火给扑灭了 玛丽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哭着给妈妈道歉解释 可是气在心头的妈妈 根本就不听她的解释 有生以来第一次宠她发火 还要把这件事告诉老师 但第二天冷静下来 妈妈又给她道歉 这让玛丽的心里更加难受 她只想弥补妈妈 尽可能帮妈妈多干些家务 却在燃烧过后的残垣中 找到那本毁了一半的历史书 这可是跟老师借的书 她答应过老师要好好保管 这下该如何是好 隔天发现奥利森的商店在招工 得知每周有50美分的报酬 干三周就能买一本历史书 回到家跟妈妈商量这事 妈妈允许她到商店帮忙 但家务活不能落下 作为对火烧骨仓的惩罚 另外还要她保持学习成绩 就这样除了上学 她就到商店帮忙 回到家还要帮忙干家务 一直忙到睡觉时间才能停下 她顾不上休息熬夜 做作业和复习 妹妹见她可怜劝她放弃考试 她说老师对她寄予厚望 自己不能辜负了老师 再说了考试拿到了第一名 妈妈也会很自豪的 时间长了她累得无精打采 上课都在打瞌睡 考试时间迫在眉睫 总算熬过了艰难的三周 拿到了报酬买下历史书 把崭新的书归还给了老师 还把多出来的50美分报酬给了妈妈 这让妈妈非常疑惑 但那三周才这么点报酬 这个理由妈妈当然不信 第二天跑来质问奥利森 才得知女儿买下了一本历史书 这一刻才明白女儿的苦衷 自己不帮女儿解决问题就算了 反而给女儿落井下石 害女儿受了那么多的苦 她来到学校问劳拉姐姐在哪 劳拉说在里面考试 她走进教室看着女儿掉着眼泪 也就明白女儿已经尽力了 果不其然在公布成绩的时候 那本字典被搬上一个男生拿走了 玛丽掉着眼泪心如刀割 当场逃离了学校 躲在一棵大树底下偷偷地抹眼泪 而妈妈脸带微笑向她跑来 她这颗受伤的小小心灵 也急需一个温暖的港湾 她一口气生下三个女儿 如今又怀孕了 丈夫得知这是激动地哭了 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这一次她一定会为丈夫 绷出个儿子 但二女儿劳拉不开心了 爸爸一口一个儿子看着就烦 倒希望妈妈怀上的是妹妹 她该怎样引起爸爸的重视呢 第二天她故意跟爸爸 说完男生的游戏 她打败了所有男同学 大家都说她是个假小子 到了生产那天 查尔斯紧张地握拳擦掌 这时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她守在门口无比激动 这温馨的一幕让女儿都很开心 唯有劳拉助力在门口闷闷不乐 劳拉故技重演主动帮爸爸扛面粉 以证明自己是个男孩子 可是爸爸总是视而不见 夜里卡罗林想搂一下丈夫 却搂到查尔斯的相当脚 原来这家伙三更半夜不睡觉 抚摸着儿子的小脚鸭入了迷 两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幸福 到了儿子洗礼那天 奥利森太太来给他们祝贺 但往往狗嘴吐不出象牙 不久小儿子身体逐渐衰弱 乡村医生查不出半点病因 责怪自己就是个废柴 查尔斯安慰着妻子 明天带孩子到大城市看病 一定会有办法的 睡觉前大女儿给弟弟祈祷 希望上帝帮助弟弟渡过难关 而轮到劳拉祈祷 却对弟弟只字不提 姐姐就有点纳闷了 问她在搞什么飞机 第二天暖心的查尔斯铺好了软座 好让手抱婴儿的妻子坐得舒服些 三人踏上了求医路 但很不幸医生见过无数病例 孩子血液中的红细胞急剧下降 已经无力回天 查尔斯抽气着问孩子会走得痛苦吗 医生说不会 他会睡觉的 医生走后两人抱成一团悲痛欲绝 就这样三个人去 只有两个人回来 不用说家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玛丽止不住问了一句 劳拉坐在河边喃喃自语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弟弟 他避开家人独自来教堂 问牧师上帝是不是万能的 牧师说如果你努力祈祷就有可能 他冲出教堂找爸爸 以前玩过的游戏全都要来一遍 爸爸当然有求必应 如今他对女儿们的爱欲加炙热 却忽略了劳拉说这些话的意思 晚上劳拉留下一封书信 说自己干了一件坏事 要去寻找上帝弥补过错 狗狗看着小主人离去的背影 趴在门上发出恋恋不舍的呢喃 早上爸妈看过书信 到处找不到劳拉的踪影 问玛丽这是怎么回事 劳拉到底说过什么 玛丽这才说出之前祈祷那件事 劳拉认为爸爸只在乎弟弟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查尔斯终于搞懂是怎么回事 让玛丽好好照顾妈妈 对妻子说不用担心 一定会把劳拉安全带回来 她去了劳拉长区的地方寻找 也问遍了所有的邻里街坊 都没有劳拉任何消息 她找到爱德华帮忙 骑着马阔大地狱搜寻 因为牧师说过你离上帝越近 她就越有可能倾听 所以劳拉盯着一座山信以为真 天黑了查尔斯一无所获 返回家给油灯加好了油 继续和爱德华出去寻找 第二天劳拉在山上醒来 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外套 一个站在阳光下的男人问她睡得好吗 劳拉以为她就是所谓的上帝 乔纳森说不是 只是给她熬了点粥喝 乔纳森一步一步套她的话 也就搞懂了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于是做了一个十字架送给她 并且在上面刻下劳拉的名字 然后带她到河边洗澡 一不小心十字架掉了 沿着河水被冲走了 查尔斯找了两天两夜 也没有半点消息 估计劳拉已经遭到不测 想到这她再也绷不住 爱德华看着她自己 也在偷偷地抹眼泪 不过不到最后一刻 他们都不会放弃 打算往下游继续寻找 无意间看到一个十字架 上面正好写着劳拉的名字 找了这么久总算有了一点头绪 两人立刻沿着上游寻找 乔纳森给劳拉出了一个办法 找一些柴火升起浓烟 或许上帝就能看到她的诉求 查尔斯他们看到了白烟 沿着大山找了上去 不久劳拉看到了他们 立刻想要躲起来 乔纳森一把抓住她 告诉她上帝已经做出了回应 所以她派爸爸过来 因为她知道你爸爱你 不然你爸又怎么会找到你 当劳拉想要感谢乔纳森 奇怪的是山上都找遍了 也没有发现乔纳森的身影 劳拉更加坚信 这就是上帝给她的回应 你知道一百多年前 美国的圣诞节是怎样的吗 第一圣诞数必不可少 第二在袜子中 塞满各式各样的糖果 第三摊桌上 必摆的一道火鸡大餐 但这些只是基本操作 重要的是在送礼物环节 因为这是表达爱的最好机会 所以这一家人 都在为送礼物而苦恼 爸爸数着这几毛钱直叹气 见妻子过来了 立马手忙脚乱将钱藏起来 拿出小提琴装模作样 因为她要给妻子一个圣诞惊喜 她出门后 妻子赶紧打开保险柜 铁盒子都发了的底朝天 只倒出一毛钱 她大师所望 圣诞礼物该怎么办 两个女儿各自拿出八宝箱 数了又数也是只摇头 送爸妈的礼物该怎么办 甚至小女儿也没有闲着 从巨大的盒子中 找出了一毛钱 别看她是个小屁孩 她送的圣诞礼物 轻松碾压所有人 目前缺钱是第一难题 而选礼物就是第二难题 大女儿玛丽整理爸爸衣服时 发现衣服上有个老鼠洞 所以她第一个想到 亲手做一件衣服送给爸爸 妈妈提着满满一篮子鸡蛋来买 只为凑钱准备圣诞礼物 奥利森太太也很客气 回收鸡蛋价格不变 但店里所有商品售价全都涨了一倍 这个时候不宰你什么时候宰你 妈妈看中了一个炉子 家庭主妇就喜欢这些东西 一看价格立马打了退堂股 而这一幕都被丈夫和女儿劳拉看到了 玛丽偷偷来到布料区 拿出一匹有格子的布料 选定了这就是给爸爸的礼物 可没想到妈妈的想法跟她一模一样 也是看上了这匹布料 要给查尔斯亲手做一件衣服 查尔斯答应了奥利森 帮忙修复几个车轮有8美元的报酬 刚好够买下炉子 所以她加班加点工作 争取在圣诞节前拿到报酬 经常工作到三更半夜 累得她连饭都没吃倒头就睡 妻子心疼不宜帮她盖好被子 在她额头上留下了爱的印记 而玛丽天天往裁缝店跑 一边帮老板娘的忙 一边学做衣服 争取在圣诞节前做好 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唯有劳拉无所事事 因为她的礼物来得相当轻松 同学内力看上了她的座器 所以找奥利森讨价还价 忍痛把自己的座器卖了 这样就有钱送妈妈炉子 圣诞节前务必让奥利森保密 还买下一捆毛线 给爸爸织了一条围巾 查尔斯修复了车轮 他不要工钱只要这个炉子 奥利森显得很为难 说有人订了炉子不能再卖给他 没办法查尔斯问奥利森 弄到了近货地址 自己想办法搞炉子去了 不久奥利森送来了快递 一个大大的箱子 查尔斯以为是自己订的炉子 却不知劳拉在一旁偷笑 夜里妻子激动地睡不着 问查尔斯家里来了 两个一模一样的大箱子 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查尔斯没有多想 回复他这是个惊喜 明天就知道了 圣诞节当天 劳拉率先送爸爸一条围巾 这个没有雷同一切正常 而妈妈送给玛丽一件真皮皮肩 简直美爆了 也不知这衣服花了多少颗鸡蛋 玛丽拿出了礼物送给爸爸 这是她亲自做的衣服 妈妈难以置信 扫向自己要送给丈夫的礼物 确认女儿没有拿错 既尴尬又有些开心 然后偷偷将自己的礼物 关进了小黑屋 接着查尔斯送给劳拉一件礼物 打开一看是她朝思暮想的马鞍 但家人都不知 劳拉的坐骑已经卖掉 她强颜欢笑一把抱住爸爸 下一个轮到大箱子 得意洋洋的查尔斯让妻子赶紧打开 看到是自己想要的炉子 她满脸幸福看向查尔斯 两人非常疑惑 这么贵的炉子劳拉是怎么搞来的 奥利森的到来也就给出了答复 他们是来牵走劳拉的坐骑 卡罗琳想要阻止 查尔斯却拦住了她 奥利森把马牵走了 搞得妈妈心里过意不去 一家人也跟着不开心了 这时小女儿提着礼物出现 将大家拉回了圣诞节的气氛当中 女人的手指摔骨折了 看这医生是怎样无痛修复的 首先把一瓶棉花放到桌子上 从里面拿出一点棉花 沾上一些酒精涂抹在受伤的手上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不就没事了吗 可没想到女人尝到了甜头 竟然提出给她的大脚板也来一下 医生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请求也就答应了 女人看着医生表情显得怪怪的 果不其然女人盯上了医生 刚康复就四处跟踪她 发现医生不但可以给人治病 而且还是个兽医 能遇到如此有爱心的男人心里乐开了话 对着大冤肿就是几遍 谎称马把她给抛弃了过来蹭饭 医生拿出绅士那一套招呼她坐下 一直站在她身后摆裤 足以见得医生对她也有意思 医生送她回家 女人笑着开门见山 问她连着两天偷偷过来看她是什么意思 医生害羞地闪烁其词 女人也不追究 抛出邀请自己明天去兜风 却被姨妈撞剑打断了 姨妈看出了两人有问题 拼命叫侄女回家 可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侄女又怎么会听她的 当着姨妈面继续追问医生刚才的问题 人家女孩子都不介意医生也不装了 邀请她明天去兜风 就这样一辆马车两个人 一次野餐 互诉中长 天黑归来 送花告别 难分难舍 姨妈早在客厅等着她 直接问医生爱上你们吗 她说希望如此 姨妈坐不住了 医生不过是个兽医 又老又丑又没钱值得吗 再说了像她这样才貌双全 家境优渥的女孩 要什么男人没有 姨妈拿她没有半点办法 谁叫她是自己心爱的侄女 还答应帮她举办盛大的聚会 之后两人走得更近了 去到哪里都是形影不离 甚至出诊也在一起 他们相爱的是在小镇传开了 医生鬼鬼祟祟的挑选礼物 却被查尔斯逮个正着 医生说只是随便看看 查尔斯说这女士吊坠不错 还有那订婚戒指也很好 可是就死扶伤的医生哪有钱买 平时替人看病基本上都是免费 回到家拿出了祖传的项链 两手打造了一个戒指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项圈 但意义非凡 也是医生拿得出手的家当了 女人很感动 让医生帮自己戴上 之后在宴会上宣布两人订婚的消息 查尔斯这家伙做梦都在笑 宴会上医生那个紧张的样子 卡罗林问他两人真的合适吗 查尔斯云淡风轻地说 两人真心相爱着没什么不合适的 第二天查尔斯和医生钓鱼回来 看到凯蒂和女儿玩着游戏 忍不住说那就是你的准新娘 像个孩子一样跑来跑去 这句话击中了医生的痛楚 开始反思这段感情变得闷闷不乐 而劳拉给他继续补刀 说爸爸很期待儿子 孙子和曾孙 期待被一大帮子孙后带围绕 这些话再次击中医生的软肋 他这个发动机即将报废的人 是否能给凯蒂一个完整的家 他变得夜不能寐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反复抚摸着脸上的皱纹 一次又一次 他回归工作对凯蒂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而凯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过自己坚信炙热的心能打破一切困境 陪着医生帮忙给年轻的妈妈接生 三人相互配合孩子顺利降生 在抱孩子出生时间的时候 年轻的妈妈不由自主地问 也就是说两母女都是医生接的生 见证了两代人的到来 听到这些凯蒂掉着眼泪 也就明白医生为什么冷落她了 回来的路上医生一直在睡觉 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喋喋不休 纵然深爱彼此 何不成全彼此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遭老头子坏得很 为着良心低价抛售被老鼠砍过的玉米粉 男人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回到家让妻子一次做出两个大面包 一家人好好地饱餐一顿 不料儿子持续高烧好几天 也没见有半点好转的迹象 一时半会医生也找不出病因 让男人去买冰块回来给男孩退烧 这时男孩的母亲也出现呼吸困难 支撑不住也倒了 医生赶紧把她抱到床上 旁边那袋玉米粉早已布满了熟枣 医生将冰块放在被班中 然后像婴儿一样把男孩裹住 男孩被冻得瑟瑟发抖 而男孩的母亲抵抗立场 比儿子先走了一步 医生也就得出了初步结论 他立马跑来教堂告诉众人 一种名叫搬诊伤寒的急性传染病 正在袭击这个小镇 让大家各自回家待着 不要跟任何人有接触 无所事事的查尔斯出门打猎 却在中途遇到一辆自动驾驶的马车 走近发现是一对奄奄一息的老夫妻 他管不了那么多救命要紧 把他们送到了医生的诊所 如今又多了两名案例 医生断定了这就是颁诊伤寒 而查尔斯也就成了密接者 医生让他回家跟妻子说一声 然后回来到前线 两人把教堂改造成医院安置病患 查尔斯离家远远地让女儿不要靠近 回去把妈妈叫来 查尔斯说要离开家一阵子 去帮医生的忙 要妻子照顾好自己 嘱咐孩子们要努力学习 替妈妈多分担一些家务 搞得就像在交代身后事一样 要改成医院主动下海组成了三人救护小队 查尔斯负责搜寻感染者以及挖坑的工作 医生和牧师在教堂照顾病患 查尔斯来到男孩家里 却发现人去床空 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他们 男人手抱着死去的儿子恋恋不舍 如今一家人就剩下他一个 嘴里说着疯疯癫癫的话 精神崩溃也变成了疯子 查尔斯路过爱德华家 爱德华请他到里面吃玉米面包 查尔斯让他别过来 把班诊伤寒的事告诉了他 爱德华二话没说想上前线帮忙 却被查尔斯拒绝了 不过爱德华很快就会横着进教堂了 几天时间教堂里面已经有十几个病患 他们能做的只有用兵给他们退手 还有尽快找出病毒的源头 查尔斯好不容易挤出一点时间回来看望家人 他的晚饭就这样被放在地上 没办法疫情期间家人也是很无奈 卡罗林觉得他很疲惫 担心他是不是感染了 查尔斯说每天都在挖坑埋人 甚至有些人都不认识 十字架上都没有写他们的名字 为了缓解这沉重的气氛 查尔斯说了一些情话都妻子开心 他回到教堂才发现爱德华也得病了 立马去地下室弄来一大袋冰块 给爱德华退烧 第二天爱德华的病情有所缓解 无意间谈到了玉米粉的事情 查尔斯这才恍然大悟 因为每个感染者家里都有老头家的玉米粉 两人跑到老头家的仓库查看 可是大门上了锁 查尔斯冲上老头的房间 撞开门发现老头已经奄奄一息 两人丢下丧尽天良的老头 在房间里找到了钥匙 打开仓库被吓了一跳 一大批玉米粉成了老鼠的家园 他迅速关上门 一把火将仓库化为灰烬 解决了病毒的源头 医生在教堂点燃硫磺进行消毒 在这次疫情中 爱德华侥幸活了下来 其他感染者全部隐恨黄泉 小镇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他们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查尔斯邀请爱德华一同回家 好好感受一下有家人的滋味 这个骗子手断绝了 围绕着两个小女孩一顿夸 夸她们就像两只可爱的小精灵 逗得女孩们哈哈大笑 接着带她们见识一下 这幅画上的金刚 真相即将揭晓女孩们惶恐不安 随着画不断的上升 这哪里是高大威猛的金刚 分明是一只小星星 姐姐意识到男人是个骗子大失所望 可是妹妹却鬼迷心窍 男人吹得天花乱坠 她被惊得目瞪口呆 男人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晚上男人展开计划 让动物在马车上到处乱窜 发出惊慌的吼叫声 把一家人全都吵醒了 查尔斯提着喷子过来 问她怎么回事 男人说小偷袭击了她 那恶棍打断了她的几根肋骨 查尔斯带她回家包扎好伤口 男人也就展开下一步计划 她说自己的宝箱中有一件宝物 所以才会遭到小偷袭击 越说越过分 她的宝物能治人和动物一切疾病 当场拿出一包药粉给女孩们演示 还表演了一个失而复得的小魔术 女孩们都被惊呆了 她把药粉倒进杯子一饮而尽 被打断的几根肋骨过两天就会好的 让女孩们保密不要说出去 这些把戏怎么会瞒得过夫妻的眼睛 一看就知道她的伤势装的 只是不想拆穿她而已 但小孩子就不一样了 把药粉的事告诉了汉森 汉森一直在犯头痛 吃了医生的药没有半点好转 只有死马当活马医 找男人喝下了药粉 不料第二天汉森的头痛病竟然好了 一见到医生就说是个庸医 医生显得很无奈 因为汉森根本不配合治疗 他找查尔斯吐槽 你我都知道药粉是个骗局 马锡精打出了名气 就会收割村民们的韭菜 这歪打正着的查尔斯也懒得管 男人得知奥利森太太得病了 假装过来买糖 抱起地上几十斤重的物品 故意展示给奥利森太太看 以证明自己的腰好了 再加上汉森的大力宣传 太太也就信了她的药粉 不久医生按捺不住了来找马锡精 奥利森太太得的十兰伟严 再不做手术命就没了 让马锡精跟她回去 亲自跟太太坦白自己是个骗子 好让她接受手术 人命关天男人也就答应了 太太躺在床上疼得直飙冷汗 一看到马锡精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赶紧问她要药粉 男人没有揭穿自己是骗子 拿出药粉冲水给她喝下 然后利用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太太接受手术 不久医生出来了 虽然手术很顺利 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查尔斯问她怎么回事 医生说太太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不赶走马屁精 恐怕下一个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所以查尔斯揭穿了男人药粉的配方 下了逐客令赶走了马屁精 劳拉回来没看到马屁精心情有些失落 爸爸给一些零钱打了他们 而劳拉带上狗狗去买零食 不料在外面等着狗狗 却看到了一只猫 想要追它却被一辆马车当场撞飞 倒在地上无法动弹 医生看过狗狗了 没有骨折只是有几处伤口 能不能挺过来全看天意 劳拉却想到了马屁精 如果有她的药粉狗狗就会好的 爸爸告诉她马屁精是个骗子 可是劳拉不信 妈妈也说她是个骗子 劳拉还是不信 生气地跑到了楼上 无奈查尔斯出门把马屁精找回来 妻子有些不解 查尔斯是这么说的 晚上查尔斯把她带了回来 劳拉高兴坏了冲过来抱住男人 赶紧拉着她给狗狗治病 男人用了少量的药粉为狗狗喝下 接下来的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唯有劳拉胸有成竹 冲过来抱着爸爸 查尔斯把男人叫到了外面 不是说好跟劳拉坦白自己是个骗子吗 男人说实际未到 不想剥夺劳拉仅存的一点希望 查尔斯沉默了 深夜劳拉守在狗狗身旁睡着了 突然狗狗醒了过来 发出阵阵呢喃吵醒了劳拉 她高兴坏了赶紧喊爸妈 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劳拉冲进男人的怀里 感谢她的药粉救下了狗狗 男人怀着沉重的心告诉劳拉真相 承认了自己是个骗子 劳拉问她为什么要骗人 她说不是为了骗钱 而是自己一个人很孤独 只有碾压别人的智商来换取快感 想不到在这里栽了跟头 早上男人准备去往下一个小镇 查尔斯说如果再次被人揭穿 实在混不下去了 这里的大门永远为她打开 这是为人父母最扎心的一幕 小男孩才八岁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 家务活他一个人全包了 而爸爸呢整天就知道喝酒 回到家还没喝过饮拍台拍灯 到处翻箱倒柜找酒喝 没有找到就冲儿子发火 男孩胆战心惊地说 你说要借酒我就把他全包了 男人被气炸了 拿起一旁的皮带紧紧地握在手里 吓得男孩连连后退 没妈的孩子简直惨不忍睹 即便被打得全身是伤 男孩仍然带着熊猫眼来上课 周围的同学全都投来一样的目光 他用手遮住脸上的瘀青 但细心的老师还是发现了 带他来诊所处理伤口 男孩背上的一道道伤痕 让人既气愤又痛心 老师说这个月已经是第四次了 一次比一次打得很 照这样下去不被打成植物人才怪 医生说男孩的父亲一定有心病 查尔斯可不管这酒鬼 他只想拯救小男孩 趁着礼拜天教堂人多 查尔斯连和大家批斗酒鬼 约翰连牧师都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一群歪瓜裂走 当场叫嚣有胆量地放马过来 众人一听纷纷打了退堂 唯有查尔斯挺身而出 约翰给他几分薄面 问为什么要干涉他的私事 查尔斯先让男孩到外面玩 约翰不准 儿子就得待在这 那好查尔斯问他为什么虐待儿子 约翰当场笑成了无比 反问他有什么权力管 查尔斯说自己代表整个小镇 要将男孩从他身边带走 约翰一听就想上前开战 儿子一把抱住父亲对众人说 一个怨打一个怨矮 大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不久男孩没有来上课 之前都是风雨无阻 想必出了什么事 老师把这些告诉了查尔斯 他丢下手头上的工作赶去男孩家 却发现屋内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打斗过的痕迹 而男孩躺在地上晕迷不醒 他赶紧抱起男孩送去诊所 而约翰手抱着酒瓶睡得特别香 医生处理完伤口 男孩能不能苏醒过来 这全靠他的意志了 这时约翰找了过来 问他们在搞什么飞机 是不是想偷走他的孩子 气得冒烟的查尔斯真的很想揍他一顿 但理智战胜了冲动 告诉他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打到不行人世 约翰不敢相信自己完全断片了 查尔斯把他逮进去 亲眼看看自己的杰作 他来到儿子身旁呼唤儿子的名字 却毫无反应 他追悔莫及抱头失声大哭 一遍又一遍祈求上帝拯救他 而这个艰巨的任务 大家一听都不想自讨苦吃 有的人说约翰就是个怪物 也有的说酒鬼不值得同情 只有卡罗林点到要害 如果不解救约翰就等于毁了孩子 因为男孩爱他唯一的父亲 医生说约翰心里有病 派个人看着他给予正确的帮助 就一定可以将他拉回正轨 好家伙这包袱甩来甩去 最终又甩给了查尔斯 而且还不能拒绝 查尔斯满脸委屈地说 就这样兵分两路 卡罗林负责开导小男孩 查尔斯帮助约翰借酒 不达成目的两个家庭都不能团圆 男孩刚开始要回家赌气不吃饭 不过卡罗林总有办法制服他 难搞的是查尔斯这边 叫约翰把家里的酒全拿出来 他还扭扭捏捏不配合 查尔斯发火了 这才把第三瓶酒拿出来 查尔斯让他拿出去倒掉 他的脸上写满了不舍 但还是无奈地照做了 夜里他就噩梦缠身 吓得他疯了式地冲出家门 查尔斯紧紧地将他抱住 他才没那么害怕 第二天两人改造家园 投入大量的工作减少约翰对酒的依赖 过程必然痛苦喝水的手都在颤抖 而男孩就好多了 有玛丽这个小姐姐陪伴 不但学会了喂鸡 还指着一个公鸡说将来会下一吨的蛋 把玛丽给整蒙圈了 给他上了一节鸡客 最后男孩跑到鸡窝没有找到鸡蛋 就说母鸡是个公的 夜里还挑灯在牛棚忙碌 主动帮卡罗林分担家务 卡罗林心里一阵暖和 但男孩却想爸爸了 请求卡罗林放他回去看爸爸一眼 卡罗林拒绝了 约翰这边也在努力配合 修屋顶修马车匹柴火 家里已经搞得有模有样 争取早日和儿子团聚 男孩也没有闲着 自己动手做了一个鸡窝 以后家里就有一吨蛋吃了 卡罗林跟男孩混熟了 也就找到了约翰的心病 原来男孩一出生母亲就死了 约翰很爱妻子所以戒酒消愁 牧师把这消息带给查尔斯 他直接问约翰是不是把妻子的死怪在了儿子身上 约翰感到有些意外说没有 查尔斯继续分析 为什么每次醉酒打儿子都告诉他母亲的死因 约翰这才恍然大悟 一切都是喝酒惹的祸 他一喝醉就什么也想不起来 害儿子受了那么多的苦 夜里他偷偷爬起来 把藏起来的酒拿出来 打开盖子闻了一下 然后全部到了 跟在他身后的查尔斯总算大功告解 第二天查尔斯返回家中 两个女儿纷纷向他扑来 一头扎进他的怀抱 而卡罗林小别胜新婚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这温馨的一幕让男孩无比扎心 男人带着全村人的钱去购买种子 没想到再回来的路上 马越走越快根本不听使唤 速度太快 链接螺丝都崩掉了 两匹马丢下负载扬长而去 男人失去控制连人带车滚下了山坡 村民的地已经翻好 却迟迟没等到玉米种子 有些村民问查尔斯怎么回事 查尔斯安抚着大家说 货物太重或许晚上才能到呢 库尔特被马车压住了腿 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根本无法自救 更可恶的是乌鸦飞过来吃种子 这可是村民的希望 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他捡起石子跟乌鸦打场酒战 第二天种子还没到村民们都慌了 责怪查尔斯好端端的 带大家种什么高产量的玉米 查尔斯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骑上马车出去寻找 进城的路有两条 偏偏选了另外一条 跟男人错过了相遇 而库尔特好在有一瓶水撑着 就算不吃饭也能熬好几天 但乌鸦越来越多 都在等着吃他这顿美餐 村民们聚在一起讨论 把气撒在了库尔特怀孕的妻子身上 两姐妹找到了倒在地上的孕妇 赶紧通知医生过来抢救 查尔斯一直找到了镇上 也没有找到库尔特任何消息 她沿着第二条路往回走 途中问到一个老太 前几天是有这么一辆马车经过 想必那个人就是库尔特了 可是查尔斯从上面经过 并没有发现滚到下面的库尔特 饿了好几天的库尔特根本叫不出声 眼看着查尔斯越走越远 这一刻他是多么的绝望 而村民不出去帮忙寻找也就算了 一直在背后发牢骚 查尔斯提出种玉米的想法 库尔特负责采购种子 如今两个都不见了 想必是合伙骗大家的钱 你一言我一语分析的天衣无缝 连奥利森太太都听不下去了 拿个扫帚把大家赶跑了 查尔斯问了一个农场主 本来他想撕吞库尔特的两匹马 但这人命关天也就告诉查尔斯事情 查尔斯立马往回赶 终于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库尔特 村民们越演越烈找汉森吐槽 打算去库尔特和查尔斯家一扫而空 汉森按捺不住了 说他们这群猪脑子 有哪个男人舍得抛家弃子 而且一次还涉及到两个家庭 也不动脑子想想 这时男孩带来了消息 玉米种子已经送到了库尔特家 他要去找医生过来给库尔特治病 听到这些村民羞愧难当 库尔特康复后和妻子收拾好行李 决定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查尔斯前来给他们送别 也知道自己说不动他 不过临走前请他们先看一样东西 这一家人旅游归来 却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寒风刺鼓动的妻子瑟瑟发抖 查尔斯赶紧让妻子到马车里面避寒 自己冒着风雪继续负重前行 为家人找到了一个庇护所 房子虽然破酒 但有火炉 只要修好窗户 取暖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没有柴火 查尔斯拿上斧子砍柴去了 在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暗处一直盯着他 解决了柴火心的问题又来了 这场暴风雪不知道要下多久 准备的食物根本不够吃 查尔斯早早起来做装备 争取在暴风雪再次来袭前打到一些猎物 妻子想要给他做早餐 他却阻止了 前脚刚走就下起了暴风雪 他用斧子在树上做记号 避免找不到回来的路 很快他就打到了一只猎物 背上沉重的猎物往回走 可是风雪太大路都看不清 在白茫茫的大山里迷路了 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找到回来的路 他又冷又饿坚持不住睡着了 三个女儿在干饭 卡罗林根本吃不下 站在窗边一次又一次为他祈祷 突然有人来敲门以为是查尔斯 却是一位快被冻成冰棍的警长 卡罗林问他有没见过查尔斯 警长说没有 外面天寒地洞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而查尔斯被一个印第安人救下 搀扶着他送他回家人身边 不料警长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位大山就是他苦苦寻找的仇人 当场下了大山的枪 查尔斯说大山救了自己的命 可警长哪里管这些 直接把大山绑了 查尔斯良心上过意不去为大山喝下食物 对妻子说本来打到了猎物 因为迷路把猎物弄丢了 如果暴风雪再不停下 就要杀马冲击了 这些话被一旁的大山听得一清二楚 深夜大山拿起一根烧得通红的落地 烧断了绳子 悄悄拿上自己的枪和刀溜走了 寒风惊醒了警长追出来就是一枪 查尔斯及时撞倒警长这才打偏了 警长气炸了 把枪口对准了查尔斯 不过寄人篱下他也不敢开枪 而且目前食物已经见底 暴风雪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查尔斯觉得不能再等了 提枪来到隔壁房子打算杀马冲击 这是一个身影挑果 原来是大山扛着一头鹿给他们送吃来了 查尔斯很感动给他致血 邀请他到屋里暖和一下 他摇头拒绝表示里面有个不欢迎他的人 查尔斯只能助他好运 离开的时候却被警长看到了 追出来给了他一枪 当场阴生倒地 查尔斯赶紧跑过来查看 子弹已经取了出来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恢复过来 警长问查尔斯到底想干嘛 他若有所思跟大山打了16年 最终得到了什么 再说了大山想要他的命如探囊取物 暴风雪退去后 警长的人找了过来 他说大山已经被他给灭了 让手下在原地等着 他跟恩人道完别 马上过去跟他们会合 查尔斯眼含热泪递给他帽子 大山跟警长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 一家人踏上了归途 远处的大山给他们置信 这父亲简直难以置信 儿子第一次放牛 就把自己弄成了这富贵样子 读书读不好 干啥啥不成 还特别喜欢钻牛脚尖 一气之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这样他捡了几件衣服跟同学们说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然后来到木材厂 问爱德华有没去大城市的马车 爱德华说想都别想赶紧回去读书 既然这样他只好走路去了 查尔斯告诉爱德华 约翰父亲说的是气话 一定要把他给劝回来 爱德华摊上这么一道硬菜 将会陪了夫人又折兵 使尽了所有招式也劝不了约翰回家 只好把他叫上马车 等进了城再找机会让他回家 晚上约翰父亲到处找儿子 找到了查尔斯这里 查尔斯让他放心 已经让爱德华想方设法把约翰弄回家 两人到了大城市 爱德华去办事让约翰在这里等着 初来乍到约翰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尤其是见到风情万种的小姐姐 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 口水咽了一臂 小姐姐也不含糊拿捏这种愣头青 只需使出葵花宝典中十分之一的功力 就能让他眼含热泪 掉净水草也毫无察觉 爱德华来找牌友帮个忙 打牌时故意让约翰赢 然后合伙再把他的钱全部赢回来 就当是给他的人生上一刻 没有钱约翰自然就会回家了 既然小姐姐也听到了 请求他加入这个雷锋阵营 帮助约翰回到家人身边 小姐姐问有什么好处 爱德华问他想要什么 他说一碗螺丝粉 就这样小姐姐一口一个小帅哥 把约翰撩得心仰难耐 可没想到约翰赢到了九美元收手不干了 去找小姐姐聊天去了 留下四人面面相娶 爱德华以为约翰赚到了钱 就会拿回家给父亲炫耀 让约翰赶紧回去马厩等他 三个朋友输了钱 把爱德华抬到了外面一顿走 带着一个熊猫眼回来说明天一起回家 约翰却说自己有钱了 要继续环游世界 不管爱德华怎么劝他就是不听 这顿毒打算是白矮了 第二天小姐姐找约翰卖菜 她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女孩 已经八十年没回过家了 每当听到小鸟歌唱特别怀念故乡 约翰问是什么鸟 他带着她来到一间店 指着一顶帽子说就是这只鸟 言外之意就不用多说了吧 就这样小姐姐戴上了帽子 约翰一秒回到了解放前 身上仅剩一块钱 爱德华问他钱到哪去了 他很满足地说 爱德华带他返回商店 那顶帽子又摆放在原位 老板告诉他 米米小姐来退货拿了钱走了 米米小姐正笑着数钱 爱德华他们找上了门 约翰非常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缺钱 心爱的帽子都急着拿去换钱 米米也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当场施展葵花宝典中的卖彩仪式 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 一边倾土对爸妈的思念 爸爸身患失级废落 妈妈已经哭瞎双眼 因为没钱买车票回家 所以才把帽子给当了 他这个不孝女只想尽快凑钱 这幅煽情牌一打出来 连经验丰富的爱德华都招架不住 更别说约翰这个愣头青了 约翰到处找工作 只为尽快赚钱给米米小姐回家 可人家根本不招他这个废产 爱德华让他回家结束这里的一切 约翰就是听不进去 而米米小姐又戴上了那顶帽子 牵着一个老男人柔情似水 爱德华一把将老头拽过来 再缠着我的小女儿就把你的腿打断 米米小姐顾忌重演 但爱德华开了挂免疫了 无奈只能把钱归还给约翰 爱德华拒绝了 爱德华又找那三个老朋友 还是跟上次一样让约翰赢 但这一次的钱他自己出 朋友只需要配合演好这出席 所以约翰在牌桌上又赢到了九美元 第一时间跑来给米米送钱 问他差多少钱才凑够车费 米米说差九美元 刚好一毛不胜全部给了他 不过米米在收下这笔钱 约翰必须回家 这样他的良心就会好过一些 约翰依依不舍地送走了米米 随后跟爱德华踏上了回家路 而在拐角处的米米小姐下了马车 爱德华完好无损地将约翰带回了家 却没能换来一声感谢 查尔斯问他十六美元 是不是买到了新的喷子 他装疯卖傻地说 镇上要举办创建者庆祝活动 家人都在劝查尔斯参加 查尔斯说这是妇女联盟 他只适合当观众 女儿似笑非笑白了他一眼 不久查尔斯将会改变这个想法 因为他遇到了这根老刺 他叫吉姆有三十多年伐术经验 比光头强过之而不及 所以一路上喋喋不休 指点查尔斯伐术的基本功 以及句子怎样使用不吃力 身经百战的查尔斯不耐烦了 一句实战才是硬道理 两人就这样杠上了 看谁才是最强壮的男人 两人谁也不服谁都在死撑 绝不承认自己是个怂活 拉了一天俱累的他们上气不接下气 老板汉森很难分出谁强谁弱 不过建议他们在创建节上一绝高下 自己站住一块手表作为冠军奖励 两人在回来的路上都在掩饰疲惫 吉姆看到查尔斯走远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走路有气无力东倒西歪的 查尔斯也好不到哪去 刚回到家饭都没吃就躺床上了 上一秒还在说着话 下一秒就没有回应了 晚上妻子用神油帮他推背 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不过吉姆也好不到哪去 一样要妻子帮他推背 创建节那天镇上所有人都来参加 第一个活动是跳绳一声枪想拉开了比赛 查尔斯家由玛丽出战 奥利森家由威力参战 其他的都是来凑人头的 因为比赛持续到第十二分钟就剩下他们两个了 玛丽渐渐出现体力不支 而威力越跳越猛 最终玛丽败下阵来 而且还扭伤了脚 威力也就拿到了冠军 下一个游戏是劳拉对内力 一声枪想拉开了比赛 相信这个游戏很多人都玩过 就是不知道这游戏叫什么名字 有人知道的帮忙打在评论区上 最终内力拿下了冠军打败了劳拉 看着内力拿到奖励 劳拉的心里气愤不已 爸爸看出了她那点小心思问她怎么了 下一个项目除神争霸 卡罗林对战奥利森太太 牧师首先品尝奥利森太太的手艺 夸赞她做的食物太好了 接下来品尝的是卡罗林的 牧师同样说太棒了 但冠军却给了一个老太 两人也就打成了平手 下一个游戏拔河比赛 查尔斯对战奥利森 双方谁也不让谁 谁都不想变成洛汤鸡 可实力悬殊 奥利森第一个掉进了泥浆中 查尔斯这一头当场捧腹大笑 奥利森这边趁机赢下了比赛 查尔斯跟奥利森借了一身衣服 接下来到了三角比赛 卡罗林母女对战奥利森太太母女 一路上跌跌撞撞 非常考验两个人的配合程度 很快卡罗林母女掌握了技巧 速度越来越快拿下了冠军 总算拿到一份奖励 而奥利森则怪太太 有她的比赛总会拿鸡蛋 接下来进入最重要的环节 用斧头披竖装 谁最快披端就能胜出一局 三局两胜就是冠军 查尔斯每一斧子都能撬开一块木头 速度相当惊人 可即便如此 第一局还是输给了吉姆 第二局查尔斯来真的了 使尽了浑身解数 而吉姆出现体力不支 发挥不如上一局了 查尔斯也就胜出了第二局 休息的时候 吉姆太太来找查尔斯 说吉姆每天都想证明自己是最强的人 但每天都变得越来越难 一个奖牌和一块手表 对你来说代表不了什么 但对于吉姆而言 每天抚摸着她就是此生最大的慰藉 听完查尔斯没有做出回应 吉姆太太伤心地走了 第三局查尔斯仍然全力以赴 不过她却换了一把破旧的斧子 即便再努力也难砍断梳妆 所以吉姆也就拿下了冠军 劳拉看出了爸爸换过斧子 有些不解来问爸爸 这个家庭穷得只能吃野果冲击 全家都在等着工程款的到来 这样就可以还清所有负债 可万万没想到建筑公司破产了 必为这一年的付出打了水漂 爸爸拉着忧伤的小提琴 琴声倾诉着她的绝望和无助 这一晚两个女儿失眠了 多么希望自己能帮助爸爸 找回那张曾经熟悉的笑脸 但生活还得继续 查尔斯厚着脸皮跟债主实话实说 奥利森声明大义 同意继续设给她柴米油盐 帮助她挺过难关 但奥利森太太坚决不同意 欠了三个月了还想继续薅羊毛 想都别想 除非她的妻子卡罗林 跪下来给她磕头 直到她满意为止 太太说一家都是穷鬼还死要面子 狂妄自大 不知所谓 不失抬举 无奈啊 穷就算了还欠了一身债 连亲妈都会看不起你 就更别说外人了 查尔斯只有拼命挣钱 不管什么工作她都干 有了钱才能一雪前尺 求着铁匠弄到了一份清理马厩的工作 毕竟蚊子脚那也是肉啊 她到处找兼职 看到奈凯的墨房被水淹了 她有办法让水消失 而且这些水还能二次利用灌溉农田 也就说服了麦凯 又拿到了一份挖水渠的工作 她算了一下大概要三个月才能完工 也就是说三个月内没有任何收入 家里往后的开支都要现金支付 她苦恼的是怎样才能撑得过来 却不知家人早就有了应对方案 大女儿玛丽找裁缝店老太谈过了 同意她全职过来帮忙 每周支付她薪水 爸爸当然不准她退学去工作 玛丽保证不会荒废学业 妹妹劳拉帮她带回作业 并把家务活全包了 那样她下班回来就有时间学习 做作业 一定能跟上同学们的进度 劳拉也跟着说 就这样爸爸干的是又苦又累又脏的活 打两份工两头跑一刻也不烧停 玛丽在裁缝店用灵活的双手 创造一件又一件新衣服 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在地里忙碌 希望地里尽快产生收益 小女儿也扛起家庭责任 使尽了吃奶的劲在拔草 牧师过来找查尔斯 差点就被工作认真的查尔斯买了 牧师是来转达奥利森的意思 她没能帮到查尔斯感到非常抱歉 希望不要对她的妻子怀恨在心 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 只是太太的优点有些难找而已 查尔斯没有怪他们 也没有生气 觉得这是上帝给自己的考验 但奥利森太太可没有她这样的胸怀 看到她浑身脏细细的 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马氛味 满脸嫌弃 劳拉两天没交作业了 老师询问才知劳拉没有钱买作业本 带她去商店打算给他们姐妹买作业本 劳拉不敢进商店在外面等着老师 这时奥利森太太的两条画骨龙 一唱一和当面羞辱劳拉的爸爸 说她那个穷鬼老爸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去干清理马粪和蛙泥的工作 老师上门送作业本 途中碰到了查尔斯 以为劳拉在生自己的气 希望查尔斯帮她说几句好话 然后交给查尔斯两本作业本 查尔斯回到杂物房 听到楼上有人在哭泣 她问劳拉怎么回事 劳拉不肯说 她一步一步套到了原因 那两个画骨龙只说对了三分之二 体面的工作这点说的不对 一个人干任何工作都可以取得成功 只要她努力工作尽力而为 就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将汗水放在男人身体里 她努力工作就会净化自己 并感到自豪 勤劳的人只对某些人有意味 谁受不了只能将鼻子伸向空中 解开了女儿的心结 并将小本门交给她 明天到学校好好地感谢老师 玛丽上班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她估计有不低于一美元的报酬 搞得劳拉都想去上班 替爸爸分担重担 玛丽说这笔钱妹妹也有份 帮她干了那么多的家务 她才有空去挣下这笔钱 劳拉这才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但内力再次羞辱她的爸爸 说的话一次比一次难听 她忍无可忍一巴掌伤了过去 鼻血都打了出来 把爸爸说过的话对内力说了一遍 之后扬长而去 玛丽的工作态度得到了老太的赏识 支付1.45美元的报酬 外加25美分的额外奖励 这完全出乎玛丽的意料 高兴坏了一把抱住老太之血 查尔斯看到妻子在田里忙碌 帮自己分担生活的重担 心里面实在过意不去 只有说些情话逗她开心 让甜蜜冲淡心中的苦涩 查尔斯的工作态度打动了麦卡 帮忙一起挖水渠 进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很快就挖好了水渠 释放了墨房里面的水 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地里的土豆也有了收成 也收获了一笔勤劳的回报 查尔斯算着这些钱 越算越开心 这笔钱足够还清所有的债 而且还有多余的 这段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 家人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当前递到奥利森太太面前 脸上的表情瞬间来得大转弯 对她们客客气气 再也看不到以前那张臭脸 奥利森非常羡慕 查尔斯有个幸福的家庭 遇到困难孩子们会齐心协力 反观自己的家庭实在对不起上帝 这个小女孩有多刻苦 同学们早就放学回家了 她还在抄黑板上的笔记 老师心疼她让她赶紧回家 她才恋恋不舍跟老师道别 但一回到家又抱起书复习 一直奋斗到三更半夜 然而不管她怎么努力 考试成绩仍然不及格 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 以为考杂一两次也算正常 但细心的妈妈觉得不对劲 平时女儿是个学霸 每课稳拿第一 如今连挂两课肯定出了问题 她找老师了解情况 问女儿是不是谈了男朋友 老师说没有 最近玛丽听不懂讲课 学习进度完全跟不上 最简单的问题居然答不上来 很刻苦却又什么都学不会 想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晚上爸爸想找玛丽谈一下 发现她被一道数学题难倒了 于是教她怎样计算结果 可是玛丽根本看不清石板上写的什么 走进了才能看清石板上的字 这一刻爸爸的心非常难受 再次在石板上写下几个数字 让女儿读出来 玛丽很努力了 看到的仍然是一片模糊 爸爸将她搂在怀里 安抚着女儿的情绪 第二天跟乡村医生打听到了 最好的眼科医生 带上女儿赶去城里检查眼睛 医生做完一系列检查 说玛丽的眼睛是疲劳引起的 戴一段时间眼睛就会恢复过来 回来的路上玛丽就像重见光明 一路上感叹着大自然的美好 妈妈一见到玛丽就夸她戴的眼睛很漂亮 就像个老师一样 玛丽高兴坏了 她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老师 但有些人天生就是欠揍的命 一看到戴眼睛的玛丽 当场喊她四眼天机 而威力更很直接唱起了四眼动物之歌 气得劳拉不得不举拳振住这只妖孽 玛丽让劳拉不要管他们 但内力却没有放过玛丽继续人身攻击 更毒的是 连同玛丽心中的偶像一起打击 说老师戴着眼镜显得又老又宠 有哪个男人会看上她 玛丽终将和她一样孤独终老 听到这些她只能忍了 可没想到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全班都在喊她四眼 老师发火了同学们才停下 但同学们觉得好玩继续写纸条打击她 玛丽将目光扫向老师 想到了内力说过的话 再也不想成为老师这样的人 就算妈妈再怎么鼓励 她也提不起兴趣 不久两个讨厌的家伙 拿着两个玻璃盖子继续嘲笑她 玛丽再也受不了 偷偷跑到一边抹眼泪 将眼镜藏在了枯树里面 回到家对爸爸说眼镜丢了 爸爸说没关系 自己努力赚钱再帮她配衣服 玛丽感到有些内疚 又不愿说出实情 只好说自己没有听爸爸的话保管好眼镜 所以不值得再为她花钱 爸爸说我会考虑一下 然后对她说了这些话 很快到了报名考试的时候 玛丽却放弃了考试 她知道爸妈会非常难过 坐在草地上闷闷不乐 这是一个手拿鲜花的男人出现 说她是个蓝眼睛的小美人 夸得她的心里美滋滋的 原来她是来找老师的 玛丽说老师在教室里面 男人送了她一朵花去找老师去了 她冲进教室果真印证了心里的想法 男人就是老师的男朋友 坐实了内力说的话都是谎言 心中的烦恼瞬间烟消云散 玛丽拿着奖状凯旋 考到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 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爸爸问她怎么回事 她从口袋掏出了眼镜 他们接了一单大工程 给银行家建议索银行 赚不赚钱不重要 关键是要银行家开心 以后贷款投资就不用愁了 所以用上了最好的木材装修 配合精益求精的打磨技术 银行家验收挑不出半点毛病 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合同准时完工 足足晚了半个小时 要扣他们三天工钱 汉森再也笑不出来 不过查尔斯还是想讨好银行家 请他来家里吃饭 搞好关系带点钱多买40英亩地 普斯顿先生根本不给他这个面子 自己独来独往习惯了 不需要结交任何朋友 查尔斯出师未结变得闷闷不乐 不管结果怎样都要去尝试 第二天拿着田产去抵押贷款 普斯顿说收成不好田产不能抵押 显然这是信不过他 查尔斯说我在镇上名声很好 你可以去问问别人 普斯顿却是这样说的 放款的是他要考虑考虑 这时奥利森太太来了 拿出浑身解数讨好普斯顿 说什么两人都是商人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夸普斯顿有品位 一看就知道受过良好教育 听得普斯顿眉头紧簇 普斯顿说自己三年级辍学 17岁还没到过大城市 如果是来拍马屁的 等他跟查尔斯谈完业务再说 气得奥利森太太灰溜溜地跑了 搞得查尔斯夫妇肚子都笑疼了 从没见过奥利森太太 这么灰头土脸的 奥利森太太一见到普斯顿 就火猫三丈 劳拉带上狗狗去钓鱼 不料狗狗看到陌生的普斯顿 追上去不停地狂叫 吓得马儿发疯断地狂奔 将马车怼进了树丛 才停了下来 劳拉真诚地给他道歉 他接受了 让劳拉带着狗赶紧消失 没想到喜欢钓鱼的 他们又碰到了一块 劳拉问他钓得怎么样 他一条没钓到 怪天怪地怪劳拉 让劳拉到一边凉快去 劳拉也懒得跟他扯 默默走到一边 挂上精心配置的面团 一会功夫就连抽树干 一旁的普斯顿看傻了眼 劳拉问他要不要 试一下诱饵 他不屑一鼓 劳拉也不勉强又钓了一回 足够一家人的晚餐收工了 而普斯顿仍然没有开张 劳拉把诱饵拿给他试试 他还在装模作样 钓鱼的年头都比三个劳拉长 书中说的钓鱼方法永远不会错 劳拉说可惜于不会读书 阵上很多学生没有课本上课 老师组织所有妇女 前去不同的地方募集捐款 奥利森太太负责找普斯顿募捐 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力不从心 提出跟卡罗林交换 所以卡罗林来到了银行 普斯顿得知他是查尔斯太太 以为他是来帮丈夫说好话 争取拿到贷款 让他回去不要在这耍诡计 虽然卡罗林心里有些不爽 但还是把募捐计划说了出来 普斯顿当场拒绝了 他是个银行家 不是慈善家 镇上的首付都不捐 其他人也跟着不捐了 劳拉天天跟普斯顿一起钓鱼 普斯顿用上了劳拉制作的诱饵 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 可是劳拉并不知道 普斯顿就是那位讨厌的银行家 在他面前一顿吐槽 普斯顿也为自己的立场找借口 劳拉觉得银行家很可怜 爸爸说他总是担心别人会算计他 不相信任何人 在这个小镇上没有任何朋友 这说到了普斯顿的心头上 不过他早就习惯了 有一次放学普斯顿从学校经过 劳拉跟他打了声招呼 内里感到很奇怪 问他为什么跟全镇最讨厌的银行家打招呼 这一刻劳拉才知道真相 气匆匆跑来钓鱼的地方 质问普斯顿为什么欺骗他 普斯顿说你也没有自报姓名 这不扯平了吗 劳拉报出了姓名 普斯顿也就知道了 她是查尔斯的女儿 想必这是查尔斯的主意 故意派女儿来讨好她来获取贷款 劳拉伤透了心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自己一心只想交个钓友 仅此而已 回到家劳拉哭湿了好几个枕头 以后再也不敢真心去交朋友了 爸爸劝了半天才把他哄睡着 第二天气匆匆来找银行家 普斯顿以为他是为了贷款的事而来 正要告诉他贷款的是免贪 他却为了女儿来讨公道 劳拉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他把你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而你伤透了女儿幼小的心灵 查尔斯说我为你感到难过 除了钱你一无所有 这些话击中了普斯顿的痛处 他想起了家人 想起了有家的感觉 想起了有朋友的好处 不久一个木箱子抬进了教室 里面装的全是崭新的课本 有一本是劳拉最喜欢的书 当场明白是谁送过来的 拿着这本书跑来钓鱼的地方 问普斯顿钓到了多少鱼 他提起一串鱼向劳拉致血 女孩在井边喝水 突然一只老鹰从天而降 他跑来告知邻居 老鹰要抓他们家的鸡 男人抄起一块石头砸过去 命中了鸡舍 没有吓退老鹰 他又捡起一块石头 砸中了同一个位置吓退了老鹰 查尔斯被这一目惊的目瞪口呆 这不就是苦苦寻找的投球手吗 拉着杰克来场地试试伸手 医生拿着球杆见证奇迹 爱德华作为接球手 劳拉让杰克像砸老鹰一样 把球扔给爱德华就赢了 双方做好了准备杰克开始发球 杰克投球的速度快如闪电 有了他的加入今年的棒球赛 一定能碾压隔壁阵 但他们完全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这位牛高马大的迈克 就是隔壁阵打棒球的猛将 能功能手手段摆出令人闻风丧胆 此次前来就是哄奥利森太太 买下核桃阵营的赌注 又跑来汉森的木材厂 汉森当然也买核桃阵营 而且比奥利森太太下的注还要多 还帮爱德华下了两天功前的赌注 说这是在捍卫自己镇的尊严 有了杰克这个神头手 奥利森太太以为十拿九稳 对杰克妻子说了赌注的事 马格丽特大发雷霆 绝不允许丈夫参与任何鼓励下注的游戏 给杰克下了一道圣旨 当丈夫的哪敢不从 家庭和睦才是重中之重 也就跟汉森他们坦白了自己的苦衷 不去参加这场棒球赛了 所有人都感到很失望 查尔斯还想劝一下杰克 但一看到马格丽特那张臭脸 只好打了退堂鼓 爱德华坐不住了 责怪汉森把他两天功前拱手送人了 汉森比他还要难受 吓得赌注是爱德华的一百妹 卡罗林认为马格丽特是对的 就当是给吓住的人一个教训 查尔斯说这个教训有点贵了 卡罗林说那就取消比赛 查尔斯说那可不行 这可是关于核桃镇的尊严 卡罗林还是搞不懂 明知道对手是一支强劲的棒球队 为什么大家还是踊跃参加 查尔斯说如果这次打败了对手 我们就能抬起头来 而他们也不会甘心当失败者 所以卡罗林想到了一个办法 说服马格丽特让杰克参战 如果比赛赢了 下注的人得到的奖金 全部捐给教堂和学校 奥利森太太不服气 卡罗林说如果杰克不参赛 你的钱就打了水漂 奥利森太太无话可说 牧师支持卡罗林的意见 将黑的变成了做慈善 玛格丽特也就不再阻止丈夫参赛 牧师说查尔斯娶了个精灵能干的妻子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杰克重返球赛 查尔斯一直盯着妻子 越看越开心 比赛当天奥利森给每个队员发一顶红帽子 让他们看起来更像一支球队 这是妻子的意思按本钱收取费用 大家也不跟他计较 比赛开始双方派出最强的人打头阵 牧师为裁判 杰克为投球手 爱德华为接球手 戴绿帽的麦克手拿球棒 第一球从杰克手中迅速飞出 麦克还没反应过来就输了一球 第二球仍然快如闪电 麦克打了个寂寞又吃了鸡蛋 现场一片欢呼都在叫好 三姐妹给杰克加油打气 再来一球送走麦克 杰克也没让他们失望 第三球麦克依然吃了鸡蛋 麦克怎么也想不明白 杰克到底是何方神圣 接下来队友一个一个被杰克打扮 红队暂时领先绿队 第二球轮到绿队投球 直接变成了功夫棒球 用球狠狠地往红队身上砸 砸上一个算一个 爱德华斥责麦克在搞什么飞机 可麦克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越来越过分 用球作为挡箭牌 从背部一招重击又放倒一个 甚至把球往肚子上面撞 疼得医生在地上暴度打滚 下一个轮到爱德华提棍上场 格雷斯激动坏了鼓掌给他加油 麦克瞄准他发起攻击 却被爱德华一棍子将球打到了场外 两个绿队的家伙直接撞上了 这把格雷斯给击坏了 让爱德华赶紧跑起来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迅速跑了一圈回来 扳回了一局 格雷斯激动地跑过来 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 爱德华几乎喘不过气赶紧让他松手 这么猴急干什么 有什么事等到了晚上再说 麦克继续释放英招将球浸在水里 让球变得又笨重又结实 迅速将球砸向对手 查尔斯一击击中 却把精心打造的球棒给弹爆飞了 绿队越来越放肆将目标锁定杰克 直接冲过来将他撞倒在地 负伤的杰克也就失去了百发百中的能力 造成了连输几场 绿队比红队领先了三分 比分是8比5 最后一局红方想要胜出简直难以登天 但查尔斯没有气馁 抓紧球棒打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现场热血沸腾 绿方千方百计阻止查尔斯跑回阵地 几个人将他按倒在地 队友上前解救 瞬间两队人马打成了一片 棒球赛完全变成了武艺切磋 这时牧师出来喊停 说麦克球已经丢了 山坡上有一栋老房子 香船里面住着一个阿飘 三个小朋友怂恿一个小女孩 有没胆量过去摸一下那栋房子 劳拉不想被他们说成胆小鬼 也就中了他们的诡计 走进了他紧张的直咽口水 门前的花树早已枯萎 房子的窗户被木板牢牢封死 整栋房子透着阴森恐怖 他伸手去摸栏杆 劳拉被吓个半死 对同学们说要回家干饭赶紧溜了 回到家饭都吃不下 问爸爸那所旧房子是不是有鬼 爸爸说扯淡 里面住着一位孤独的老人 他是最早一批在这定居的人 好奇心使他再次来到这栋房子前 这一次他带来了一员猛将 突然一只猫出现 这位猛将一马当先杀敌去了 他顾不了那么多打开了房门 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凌乱的物品堆积了一地 蜘蛛网挂满了房顶 而另外一边更阴森 墙上挂着一位女人的画像 这时更奇怪的事发生了 楼上传来了狗狗的叫声 他忐忑不安地走上了二楼 紧张的额头上直飙冷汗 他来到一个房间打开一看 这个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床上放着一个布娃娃 桌子上摆着一个八音盒 他情不自禁跟着节奏翩翩起舞 这时主人回来了 听到脚步声拉着狗狗躲了起来 不料狗狗碰到花瓶溜了 老人也就发现了他 以为他是个小偷一把将他拽出了门 劳拉又是解释又是道歉 但还是被老人赶了出去 他说老人是个刻薄自私的家伙 生气地跑了 但仔细一想又后悔对老人说了那些话 向爸爸申请再去一次老房子 老人站在女人的照片下面 开着八音盒喃喃自语 幻想着他在一旁翩翩起舞 希望他能尽快回到自己身边 这些话都被劳拉听得一清二楚 劳拉先跟老人道歉 然后说房子一团糟 如果画上的女人回来了 看到这里的一切肯定又会跑 老人觉得有些道理 也就信任了劳拉 两人齐心协力打扫房子 你打水来 我洗地毯 你擦窗户外面 我擦玻璃里面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 爸爸担心劳拉来接她回家吃饭 见到派克没啥恶意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劳拉又跑来帮派克搞卫生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画上的女人莉莉小姐 她跟派克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莉莉是一位明星 由于不习惯乡村生活抛弃派克回了城里 派克以为她在大城市玩宴了 就会回来跟她长相厮守 所以派克一直在苦等 得知这些劳拉跟爸爸去了一趟城里 帮助派克完成这个心愿 爸爸说都过去了那么多年 都不知道莉莉是否还在那家剧院 劳拉可不管这些偷偷跑去剧院 问到了一个导演才知道莉莉得了霍乱 已经死了二十多年 这个消息派克知道后一定会很伤心 劳拉还是忍不住告诉派克真相 可是话还没说出口 派克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 直接冲进房间 打开所有的八音盒 这些都是莉莉最喜欢的音乐 劳拉告诉她莉莉病了 派克说劳拉在撒谎 就跟当年的医生一样 之后劳拉变得闷闷不乐 以为是派克在生她的气 每天放学站在救房子前看很久 拿着一本圣经在研究对策 爸爸明白了劳拉是怎么回事 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而是派克爱得越多 受伤的就越多 不敢面对莉莉病死的事实 劳拉在圣经中发现一句话 或许能帮助派克走出困境 她把这句话圈出来 放到救房子前面的枯树里面 看了派克一眼跑去上学了 派克打开圣经听着八音盒 读了无数篇劳拉圈出来的这句话 当音乐停止她也就释怀了 走到莉莉的墓地前 仔细清理着坟头草 看着墓碑上熟悉的名字 她老泪纵横 劳拉放学回来 却看见枯树里面放着一个熟悉的八音盒 拿着她走进了旧房子 三位同学看到这一幕简直不可思议 派克说不应该带莉莉到这个地方 她就像八音盒中的洋娃娃 若不经风 所以她病了 我无法让她好起来 谢谢你帮助我相信这个事实 这个小女孩又要搞事情了 盯上了一位男生 男孩看了她一眼 她害羞地转过身去 然后又把头扭回来继续看 一直看到保围纸 出了学校又撞见这一幕 姐姐竟然也找到了舞伴 就剩下她这个光感撕裂 没人邀请她去春季舞会 她不能坐以待毙 继续撩亨利这件大番数 故意放出话自己很喜欢跳舞 没想到亨利一句再见就没了下文 她跟妈妈诉苦 春季舞会就剩她跟奥利森这两个奇葩没有舞伴 格雷斯也按耐不住了 你可以把我这个寡妇加入到奇葩列表中 卡罗林有些不解 格雷斯说爱德华去年就没有邀请她 如今舞会将至也毫无动静 卡罗林觉得爱德华飘了 用两张白纸喷一点香水就搞定了格雷斯 太便宜了反而不懂得珍惜 要弄一个假的追求者横跟于彼此 这样爱德华就会再次重视你 当初他对查尔斯就是用了这一招 才修成正果 格雷斯说上哪去找一个大冤种 总觉得这方法有点不妥 但劳拉听的是醍醐灌顶 用两颗弹珠收买了威力 冒充自己的男朋友 当着亨利的面秀了起来 相约在情侣小树临处见面 而且在威力脸上留下了印记 两人去河边钓鱼 亨利还没有到 威力就失去耐心跑了 他迅速收拾情绪梳妆打扮等着亨利 两人的谈话渐入佳境 突然威力又跑回来了 亨利失望地躲到了一边 而劳拉又想到了一个损招 给亨利机会邀请他跳舞 这一招伤了亨利的心 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格雷斯在商店碰到了爱德华 他试探着对爱德华说 要做一件适合跳舞的裙子 格雷斯又气又恨 看到对面的家伙就烦 这时医生来取快递 他看了爱德华一眼 当场施展卡罗凌胶的绝招 不知不觉头就晕了 医生赶紧扶他到诊所检查 在门口突然间就站不稳了 倒在了医生的怀里 爱德华的午餐瞬间索然无味 格雷斯继续装模作样 向爱德华投去蔑视的眼神 他越看越不对劲 逆逆歪歪的两人竟然走进了房间 他再也没有心思工作 时刻关注着对面的一举一动 看着心欢怒放的格雷斯 感觉头上的帽子要变颜色 差点就被查尔斯的马车撞了 医生把查尔斯叫了过去 好家伙这下三个人待在里面 半天不出来他的心凉透了 查尔斯一出来 他着急地问为什么在里面待那么久 查尔斯说按医生要求定做一个衣帽架 他问有没看见格雷斯 查尔斯说看到了 他是不是生病了 查尔斯说没有 他好得很 这下再也高兴不起来 看到他们两个出来了 他看天看地装作毫不在意 躲在一堆木头探出脑袋继续观察 格雷斯在他的伤口继续撒盐 终于爱德华受不了了 问他为什么跟医生走得那么紧 是不是生病了 他说是的 医生检查完说没事 开了一些不要 既然没事为什么要做两天的检查 他跟医生都是老朋友了 当然有一些事情要谈 爱德华生气了 说这又不关自己的事 只是过来看看你是否安好 格雷斯想要挽留 但气在心头的爱德华又怎么会听他的 医生过来取一帽架 卡罗林精心摘了一些花 让医生帮忙送给格雷斯 查尔斯也就明白 爱德华为什么魂不守舍了 卡罗林洋洋得意懒地跟他解释 医生拿着花转交给格雷斯 门口外面鬼鬼祟祟的爱德华 坐实了两人有问题 格雷斯才不管他怎么想 挑出一朵花回送给医生 爱德华跑来兴师问罪 却被格雷斯请吃饭轻松化解 没想到饭没吃成 却撞见这扎心的一幕 两人赶紧解释 格雷斯眼睛进了沙子 医生帮他处理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爱德华连日来多次坐实两人的行为 再也听不进去 与格雷斯的关系走到了危险边缘 查尔斯提醒卡罗林 教女人如何诱补一个男人这是不对的 卡罗林说你别管当初对你就很有效 查尔斯说当初我也很生气 就跟现在的爱德华一样 难道你忘了吗 卡罗林这才想起来 最后是自己主动邀请查尔斯参加舞会的 而不是他的绝招产生的作用 所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劳拉和格雷斯 让他们停止伤害对方 并承认过错 抛弃传统观念 主动一点邀请对方参加舞会 格雷斯对爱德华坦白了真相 现在他不管那么多了 邀请爱德华参加春季舞会 你去还是不去 有这么一个爱自己的女人 爱德华怎能拒绝 用行动回应了格雷斯 劳拉用弹珠结束了威力的纠缠 而这一幕被亨利看到了 劳拉想对亨利坦白真相 亨利说有什么事跟你旁边的威力说就行 追上了亨利 说自己这么做的目的 都是想和你一起参加舞会 但你却是个大猪体 现在我邀请你参加舞会 你却还是不去 这是一根杀人不眨眼的铁丝 女人不小心碰到了她 脚上被划出一道血红的口子 她以为没什么大碍 来河边泡了个脚 顺便清洗一下伤口 取一些面包 用清水泡一下 挤出多余的水分 敷在伤口上进行包扎 然后继续擀面做点心 平时干这些活油刃有余 但今天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这时医生过来找她丈夫修马车 但很不巧 查尔斯带孩子去露营了 医生看她光着脚丫 而且满脸通红 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 她说在考着点心 天气有点热而已 这时来了一位星级的村民 她的孩子从阁楼上摔了下来 把医生叫走了 所以她错过了救治的机会 晚上屋外下着轻盘大雨 她发着高烧不停飙冷汗 迷糊间听到了牛叫声 冒着大雨想要把牛牵回牛棚 但牛皮气泛了跟她死磕到底 本来她就发着高烧 又被这冰冷的雨水洗了个澡 她再也撑不住晕厥过去 而丈夫和女儿们成了落汤鸡 却依然没有减少对露营的乐趣 不知过去了多久 她被雷声惊醒 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 升起火炉换掉湿透的衣服 因为丈夫说过最近偷到猖獗 为了安全她把门反锁起来 看着脚上的伤口发炎起弄 逆时逐渐模糊倒在地上晕死过去 早上牧师过来取点心 敲门却没有任何回应 以为她做好了典型 跟着丈夫一起去露营了 敲门声惊醒了她 但她身体虚弱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艰难地爬到窗边推开窗户 然而牧师刚好离开 她扶着椅子将身体支撑起来 伸手摸到了擀面杖 砸碎了窗户的玻璃 可是牧师已经走远 绝望的她只能自救 扶着餐桌使尽所有力气 再次将身体支撑起来 打开橱柜拿出一瓶药水一饮而尽 这才恢复一丝力气 打开房门取一些柴火 回来升起火炉 捞起滚烫的毛巾 敷在伤口上进行消毒 为了活下去在唐爷的咬牙挺住 反复敷了十多次 脚都被烫得通红脱皮 伤口仍然在发炎流浓 怎么办 她翻到了一本书 上面写着 思考片刻从抽屉拿出了一把刀 查尔斯见到了牧师 问她为什么没把卡罗林接来 牧师说家里锁着门 以为是查尔斯回头接走了她 查尔斯只好回去把妻子接过来 卡罗林将腿绑了起来 把刀放进火中消毒 完了 她是不是要干傻事 查尔斯回到半路 一个村民拦住了她 让她把自家的牛牵回去 这一刻她才知道妻子出事了 以最快的速度往家里面赶 几乎把马车给干散架了 查尔斯跪在床前祈祷 希望上帝能拯救她的妻子 第二天奇迹出现了 妻子的手搭在了她的手上 这是当老师最开心的一刻 她的学生考到了全是第一的好成绩 并且邀请这位学霸参加省级考试 跟全省的学霸们一决高下 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喜讯 女孩迫不及待回家告诉爸妈 也让爸妈开心开心 但贫穷击碎了美梦 信上没有提到资助餐室的费用 家里根本拿不出车票和住宿的钱 万般无奈之下 即使女儿正在收拾着行李 爸爸也只能劝她放弃参赛 第二天女孩对老师说不喜欢数学 要放弃省决赛把名额让给别人 老师劝说无果 也只能尊重她的决定 在回家的路上 妹妹跟姐姐说忘了拿石板笔 跑回学校将姐姐的苦衷告知老师 晚上 老师带着镇上的大老板汉森前来拜访 代表学校董事会做出决定 资助玛丽到省城参事 爸爸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想要拒绝 老师说学校这么做不是出自善意 很多学生都是由家乡赞助去参赛 如果玛丽拿到了第一名 我们小镇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报纸上 这是我们核桃镇的骄傲 就这样妈妈陪着女儿 顶着整个核桃镇的压力 踏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而家里爸爸去上班 劳拉扛起了妈妈的重任 照顾着妹妹这个小麻烦 却忘记了一旁煮开的咖啡 把厨房搞得一团糟 妹妹一刻也没消停偷偷溜了出去 好不容易静下心来煎个饼 妹妹却把鸡蛋当成了玩具 这边的事还没处理完 那边的饼又烧焦了 夜里还要讲故事哄妹妹睡觉 帮爸爸缝制新衣服 家庭主妇的活还真不好干 一天下来累得她够呛 坐在摇椅上睡着了 第二天提着一篮鸡蛋去换生活费 哈利特看她小想坑她一笔 她学妈妈的招式 要将鸡蛋卖给大老板汉森 哈利特这才乖乖按原价收 妈妈带着玛丽报名进入考场 会堂上坐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学霸们 考官宣布完考试的注意事项 正式进入刀光剑影的省决赛 玛丽绞尽脑汁打体 务必要拿下第一名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在外面等候的妈妈们 心情比儿女更加紧张 知道毛衣一错再错 熬过了艰难的两个小时 玛丽显得有些失落担心这次会考杂 妈妈说尽力就好赶紧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紧张的时刻来了 考官宣读本次考试的冠军是 在回去的列车上 玛丽始终闷闷不乐 不管妈妈怎么劝她也高兴不起来 考到了第二名 她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父老乡亲 越接近家越忐忑不安 突然传来了欢庆的乐器声 镇上的人们全都出来迎接她 看着这一幕她更加惶恐不安 如果你看到地上有十块钱你会怎么办 这个小男孩选择告诉铜桌 没想到铜桌将她推倒在地 捡起钱把她占为己有 男孩气不过跟铜桌扭打在一块 为了一个涅币关系彻底破裂 老师告诉他们钱为万恶之源 然后找到涅币的施主 把钱交给了玛丽 男孩站立在柱子前闷闷不乐 两人来河边钓鱼 没想到鱼没钓到 却发现河里有大量闪闪发光的金沙 他们高兴地活蹦乱跳 老师说过财富为万恶之源 所以两人都要保密 甚至亲生父母也不能告诉他们 这时下起了大雨 两人商量好明天一起掏金 劳拉默然回首不由感叹 当晚劳拉做了一个美梦 一位衣着华丽的侍从 驾驶着一辆豪华马车送她和姐姐去学校 两人一身高贵雪白的裙子 像极了童话中的小公主 老师亲自站在学校门口迎接 这一幕让身后衣衫蓝绿的姐弟羡慕不已 劳拉用一栏红苹果犒劳老师 旁边的侍从对两姐妹马首是瞻 小心翼翼地扶他们下了马车 而内力满脸不甘心 盯着劳拉不屑一顾 掏出一个烂苹果讨好老师 老师白了她一眼 直接就把苹果扔了 失望的内力一脸茫然 劳拉瞧着这一幕笑成了巴桶 第二天一放学就跑来河里 拿狗狗干饭的盘子来掏金 摇晃了好几次都一无所获 男孩说摇得太快了让我来试试 在男孩的细心摇晃下果然还是一无所获 劳拉说这是金粉而不是金块 所以这狗盘起不了任何作用 男孩想到了办法 随手就把狗盘扔了 跑回家做装备去了 隔天劳拉看到内力在套男孩的秘密 她迅速跑过去解救 要是被内力知道宝藏那还得了 一把推开男孩不准她透露半个字 把内力直接气走了 对男孩说要是被内力知道 他为了独吞宝藏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把男孩吓得够呛 一放学劳拉又跑来河里 男孩把奥利森家的沙门搞来了 充当一个简易的窑床 突然传来了姐弟的声音 两人连忙把门藏起来 伪装在钓鱼 成功将姐弟蒙骗过关 但回到家的内力 却一头扎进了沙门 奥利森看着这道门百思不得其解 晚上劳劳问爸爸最想要什么 每个女儿有独立的房间 还要有一个给你妈干真现活的地方 她又问妈妈最想要什么 妈妈说想要把奥利森商店中的 名贵绸缎清空 劳拉听着爸爸拉的小提琴 又做起了白日梦 一家人从奥利森的商店出来 穿着轻衣色的名贵服饰 连小妹妹也是一样 身后跟着衣衫褴褂的奥利森夫妇 抱着名贵绸缎和一堆名贵物品 还有落魄的两姐弟 一人抱着一罐甜果 恋恋不舍地递给了劳拉 看着奥利森一家羡慕的样子 劳拉高兴不已 之后马车驶向了一栋魔幻城堡 她咬着一颗糖完全飘了 爸妈搞不懂劳拉最近怎么了 整日神神秘秘地跑去钓鱼 却一条鱼也没钓到 而且对数学充满了兴趣 学的都是千倍以上的惩罚 经过多日的辛苦付出 两人收集到了十几包金子 拉着满满一车的财富 第一步就要收购镇上的银行 把行长普斯顿拖了出来 掏出一把金沙放在他手上 问要多少袋金子才能退位让险 普斯顿说恭喜你们 这是黄铁矿分文不值 两人白忙活了一场 把鱼人金全部倒回了河里 男孩问劳拉打算用你的股份做什么 他说不告诉你 不过今晚他一定会做噩梦 爸爸从普斯顿那得到了消息 跑来河边找劳拉 爸爸没有取笑他 因为女儿这么努力地掏金 只是为了给所爱之人一个惊喜 他年纪小小就当了财务主管 虽然资产只有1.6美元 但这可是同学们全部的家当 当这个职务可不是件好差事 搞不好会身败名裂 因为这笔钱 是用来给牧师买生日礼物的 送一般的礼物都不合适 他翻遍了商品目录 决定选一本1.5美元的圣经 妹妹说一点都不好 封面连个金色的字都没有 姐姐觉得还不错叫她赶紧睡觉吧 她不死心在书上一顿肘 却找到了一本有金字的圣经 一看价格却要3美元 姐姐说钱不够赶紧睡觉吧 她仍然不死心继续翻商品目录 发现了一种神药 看到书上的广告吹得天花乱坠 还能包治百病 她觉得一定能让钱翻倍 姐姐抵不住她捧着广告日夜纠缠 也就信了她一回 花光了钱将要买了回来 盒子中有12瓶不同类型的药品 劳拉信心十足 不用一天时间就能全部抛售一空 姐妹拿着药分头行动 有病没病 可每次都是遭到拒绝 而劳拉照着广告吹得天花乱坠 但人家又怎么会相信小孩子的话 然而旁边的小屁孩 拿着她的药直接用来喂猪 劳拉想要问人家要钱 人家一句话怼到她无话可说 两人卖了一天药赚了的鸭蛋 还弄丢了一瓶药 姐姐怪她出的什么馊主意 她反咬一口 是你自己买的药 而且你比我大你不会考虑事情了 争执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他们只有尽快把药卖出去 劳拉又想到了一个损招 一边帮老太提水 一边宣传药品的功效 还把爸妈搬出来做例子 爸妈之前跟老太一样患有风湿病 几乎不能工作 自从吃了这个药 爸妈的病就好了 说得老太深信不疑 一问价格要25美分 老太立马装可怜 说这不是要她的命了 干一年也赚不到这个钱 然后又装病博取劳拉的同情 这两招一打出去 劳拉乖乖地免费送药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劳拉走后老太的病就好了 拿着药一饮而尽 单手提着一桶水回了屋里 姐姐得知这事 说她永远也卖不出任何东西 这句话伤到她幼小的心灵 她要一雪前耻 把自己弄成了这富贵样子 敲响一户人家的门 然后坐在一边装可怜 她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爸爸卧病在床 妈妈在她没出生前就死了 家中两个妹妹也都快饿死了 可怜可怜她买瓶药吧 这要包治百病药到病处 姐姐给她打来了水 她躲在牛棚清洗身上的污垢 明天就是牧师的生日 他们都觉得没有希望了 也不敢把事情告诉父母 第二天两人躺在床上 装病不敢去教堂 爸爸摸着他俩的额头 觉得没有发烧 也不可能两个同事得病 一步步揭开了两人的谎言 玛丽率先顶不住了 哭着把事情告诉了爸爸 爸爸说不管怎样 做错了事就要勇敢去面对 把女儿送到教堂 她就出来了 留下女儿跟牧师解决这件事 他们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牧师 牧师问他们在这个错误中学到了什么 他们说永远不会再干这样的事 牧师收下了药品 接着所有人来到了教堂 牧师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爱的礼物 他首先讲了一个送礼物的故事 表明送什么礼物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中的那份爱 他手上这本起了包疆的圣经 这是父亲用过的 在他十岁那年父亲传给了他 这些年他获得过无数本圣经 但手上这本非常珍贵 虽然有些破旧 但依然不捡其中的灵感 今天收到玛丽代表儿童 送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个木盒子 方便他携带并保管最喜欢的圣经 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 每个周末都没有作业 好让同学们玩个痛快 这个周末还设了一个活动 谁收集的树叶标本种类越多 谁就能获得特殊的奖励 却不知这个活动 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同学 劳拉一听就觉得胜券在握 因为他们家周末去山上露营 要收集什么样的树叶没有 班上的富二代一听就不爽了 还轮不到乡下女孩抢他的风头 回家跟妈妈一顿吐槽 所以哈利特派奥利森去 摸清楚查尔斯家要去哪里露营 本来奥利森不愿意去的 但哈利特让他带孩子们去露营 他自己在家里面守殿 这个难得清静的机会 奥利森骑上马就飙到了查尔斯家 直接跟查尔斯坦白 终于可以撇下家里那只母老虎 好好地跟查尔斯录个营 吊吊鱼 查尔斯知道他的人品 也就同意明天一起出发 可万万没想到 哈利特知道卡罗林也去露营 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安耐不住了 明天一早起来帮奥利森做早餐 无视献殷勤 奥利森顿感大事不妙 果不其然他不在家手电了 明天跟着去露营 就这样轮到查尔斯不高兴了 跟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去露营有什么意思 让妻子去跟他们说解散队伍 卡罗林觉得哈利特没有以前那样刻薄了 应该趁着这次机会化敌为友 妻子都发话了查尔斯只能忍了 把小女儿放在肩膀上踏上绿图 内利和威利紧跟着两姐妹 人家摘什么叶子他们也跟着摘 绝不让姐妹拿到老师的奖励 而体力不支的奥利森夫妇跟在最后面 过一条小水坑都要炸鱼 玛丽很苦恼 怎么也甩不掉威利这只根屁虫 她看到一株有毒的植物 赶紧离开了 没想到威利以为她在撒谎 不听劝摘下叶子装进了包里 玛丽懒地告诉她叶子有毒 而劳拉早就想给他们上一课了 看着有毒的植物笑成了六饼 查尔斯和奥利森去钓鱼 解决一家人的晚饭 卡罗林和哈利特扎帐篷 打造一个舒适的营地 哈利特有点力不从心 坚决不要卡罗林帮忙 却被自己搭的帐篷给埋了 这才接受了卡罗林的好意 帮她建好了牢固的帐篷 还给威利也感受一下 第二天她们欺养男人 卡罗林右面糊涂抹在脸上 帮她们去毒脂养 姐妹看到这一幕暗自窃喜 祝她们早日康复赶紧溜了 劳拉继续采摘树叶标本 内力紧跟不舍 不料却掉进了河里 劳拉闻讯上前解救 然而小树枝称不起两个人的重量 双双掉进了河里 两人死死地抱着树枝 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 劳拉会游泳完全可以脱困 但内力却是个汗鸭子只会喊骂 所以劳拉想方设法 让树枝停靠在岸边 可是湍急的河水 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查尔斯和奥利森找了很久 发现了劳拉装树叶的包 顿感大势不妙言地下游继续寻找 几个小时过去了 卡罗林守在河边忐忑不安 哈利特看到她着急的样子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都怪自己一手安排的露营计划 卡罗林打断她表示已经知道这事 现在什么也没有发生 不要自责 哈利特惭愧不已 觉得自己有点喜欢卡罗林 或许继续相处下去 两人能成为好朋友 而玛丽细心地帮威力上着药 威力感受到了被关爱的温暖 情不自禁说出了心里话 这时查尔斯把孩子们带了回来 可没想到劳拉救了内力的命 却被倒打一耙 内力一见到母亲 就说是劳拉把她推下河 然后把她的头往水里面压 刚积压下来的一点好感 全被内力给搅黄了 哈利特只会对查尔斯一家 更加的讨厌 不过听到威力采摘的叶子 要分内力一半 两姐妹又忍不住偷笑 课堂上老师把奖励 发给了一对姐弟 但姐弟的脸上涂满了面糊 还有老师也在不停地抓养 两人对视一眼继续鼓掌 这个妈妈追出来 凝视着自己的几个孩子 被主人从身边夺走 妈妈的心里难受死了 可没想到男人来到河边 捡起一块石头装进袋子 两个小女孩听到狗叫声 连忙问男人想要干嘛 男人说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打断你们的腿 直接就把袋子扔进了河里 男人走后女孩冲进河里 将袋子捞了上来 从里面掏出三只活着的狗狗 最后一只却没有了动静 女孩们伤心地哭了 姐姐探手进去把他拿出来 结果虚惊一场 从此家里的狗狗杰克 担起了爸爸的责任 照顾三只小狗 但初为狗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劳拉只能尽快 为小狗找到新主人 第二天寡妇 带着三个孩子来家里做客 劳拉抱着狗狗上去迎接 小女儿特别喜欢狗狗 抱在怀里不舍得放手了 劳拉同意送给她 但必须先经过女孩母亲同意才行 哥哥觉得问题不大 妹妹只需跟母亲撒个娇 就能把狗狗留在身边 所以女孩在母亲面前闷闷不乐 母亲问她怎么回事 她撒个娇也就摆平了收养狗狗的事 其实不管孩子们提出什么要求 这位母亲能做到的一定会同意 因为医生说她的病情已经恶化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她看着自己的房子 还有帮着她翻地的查尔斯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三个孩子 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查尔斯身上 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 希望查尔斯帮三个孩子找一个家 这是将死之人最后的请求 查尔斯当然不负重托 晚上她很婉转地把情况告诉孩子们 只有大儿子听懂了是什么意思 让大儿子肩负起重担 照顾好弟弟妹妹 以后听从查尔斯的安排 教堂上趁着人多 她向大家公布一件事情 上帝已经在召唤她 三个孩子非常优秀 各个彬彬有礼 这一点彼得尔老师可以作证 孩子们需要一个新家 这不是仓促做出的决定 希望大家考虑一下这三个孩子 他们走后大家的脸上都很凝重 有人在落泪 有人在惋惜 有人在感叹生命的短暂 但夫人不想因为自己搞得 大家都不开心 提出一起去野餐放松一下心情 查尔斯和爱德华 跟孩子们玩到了一块 这欢乐的气氛 让大家忘却了所有烦恼 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 医生过来接查尔斯夫妇 去见夫人最后一面 夫人交给牧师一封信 让牧师在葬礼上大声宣读 叮嘱查尔斯不要忘记了对他的诺言 这段时间格雷斯会照顾好孩子 直到查尔斯为孩子找到一个家 葬礼上牧师打开了那封信 这是夫人写给大家的信 一对农场夫妇找上了门 提出要收养两个小男孩 却不要那个小女孩 查尔斯要考虑一下打发了他们 卡罗林说这对夫妇臭不要脸 只想要两个免费的农场工人 而不是真的想要孩子 查尔斯当然明白这一点 只有继续寻找合适的家庭 爱德华天天往格雷斯家跑 帮忙应付三个孩子 尤其把小女孩捧在手心 狗狗把女孩的床弄湿了 他没有生气帮女孩重新铺好了床 明天给狗狗打造一个狗窝 虎女孩睡着了 抱着换下来的床单就想回家 格雷斯提醒他这才反应过来 听到爱德华哼着小曲离开 格雷斯笑成了欺比 第二天爱德华不但建好了狗窝 还为男孩们搭建一个树屋 但技术有些不过关 男孩们说门口小了 爱德华这才反应过来 轻轻一般这不搞定了吗 查尔斯找遍了整个小镇 也没有人愿意收养孩子 这是哈利特的表姐从外地专程赶过来 她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放着万贯家才将后继无人 所以想收养小女孩作为继承人 请求查尔斯安排他们见个面 查尔斯答应了她 晚上躲在谷仓抱着狗狗看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搞懂劳拉为狗狗找家的苦楚 她恨自己太穷 无法承担天多三张嘴的能力 她别无选择 野餐中富婆一直在盯着小女孩 爱德华和格雷斯都不开心了 明白了查尔斯要拆散三个孩子 富婆看到爱德华整天摆着一张臭脸 问自己是不是横刀夺爱了 爱德华把气撒在了查尔斯头上 觉得他的做法大错特错 你是一个拥有完整家庭的人 根本不懂孤独是什么感觉 当我失去妻子和女儿时 我就跟死人没啥区别 别看我平时有说有笑 每当晚上躺在床上聆听忌忌 再也听不到心爱的人睡着的声音 那种滋味你永远不懂 查尔斯来到夫人的墓地前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实在没办法为孩子找到更好的家 爱德华吹着口琴 跟孩子们跳着欢快的舞蹈 这气氛像急了一家人 但查尔斯的到来打破了这份美好 把孩子们交到了房间 他答应过夫人已经尽力了 所以明天做完礼拜 两兄弟以后就跟农场主生活 而妹妹跟着富婆回去 两个地方不是很远 以后富婆会经常带妹妹过来一家团圆 玛丽得知这是觉得现实很残酷 拆散了兄妹三人 抱着爸爸大哭了一场 格雷斯加班加点织着毛衣 希望能在离别前送给小女孩 爱德华一直看着她 有些话始终不敢说出口 只几处这句你是个好女人 格雷斯可不惯着她 你天天往我这跑 恐怕人们已经说闲话了 看她优柔寡断 格雷斯又补了一句 可是爱德华这家伙逃避了 但孩子们出来拦住了她 感谢爱德华这段时间 为他们所付出的一切 我们会想念你的 这让爱德华不舍的心更加强烈 教堂里牧师说的什么 爱德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小女孩也跟她一样 她的手指不住地向爱德华靠近 爱德华看着她一脸委屈 想到了曾经女儿那张无助的脸 将手翻了过来紧紧地握着她 除了教堂富婆打算接走女孩 爱德华终于发话了 她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 然后跟查尔斯道了歉 那天自己是在生自己的气 总之现在她不再孤独 这些孩子应该跟她待在一块 这对夫妇重建家庭 只为收养无父无母的三兄妹 大儿子约翰生日这天 母亲亲手为她做了蛋糕 还送她最喜欢的笔墨和书 有母亲的支持约翰很高兴 因为当世人就是她的梦想 总有一天父母会为她感到骄傲 但爱德华是个粗人 花光了积蓄送她一把喷子 并说好后天一起上山打恋 这跟她的梦想背道而驰 她不想伤了爱德华的心也就答应了 深夜妈妈看到约翰房间亮着灯 近来发现儿子还在看书 也就劝她早点休息 儿子看着妈妈慈祥的面孔 把肚子里的苦水倒给了妈妈 她不想伤了爱德华的心 也不想伤害任何动物 更不想浪费时间做不喜欢的事 妈妈说爱德华在森林里长大 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 她只是想把最擅长的视角给你 因为她爱你 奈何儿子不想成为爱德华那样的人 妈妈只好帮她前去当睡客 但爱德华也是一根筋 务必要儿子跟她上山学打猎 只为证明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 就这样两人来到山上 约翰绞尽脑汁给爱德华写了一封信 要求爱德华立刻看完 就能明白她心里的想法 但爱德华根本不识字 也不想被儿子瞧不起 只有假装看信 看完后对信上的问题没有做出回应 反而继续让她上山打猎 约翰大失所望 认为眼前的爱德华根本不爱她 突然一只棕熊从后面偷袭了爸爸 儿子愣在了原地 爸爸不停地向儿子求救 让他赶紧开枪击退棕熊 儿子毫无反应 眼睁睁地看着棕熊用锋利的爪子 往爸爸身上撕开一道道口 疼得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棕熊一掌将他拍晕过去 用锋利的爪子撕开行李包 吃完面包慢悠悠地扬长而去 当看到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爱德华 唤醒了内心的良知 匆忙跑回家搬救兵 医生说爱德华失血过多 如果换成别人可以开洗了 但他身强力壮 也许可以撑得过来 约翰听到这些离开了客厅 躲在牛棚凝视着喷子不停落泪 查尔斯安慰着说这不是他的错 但毫无作用 约翰无比自责觉得自己不是个男人 听到爱德华在求救也不敢开一枪 查尔斯安慰无果离开了 但约翰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耳边爱德华的求救声仍在回旋 他拿上一些弹药和喷子冲出了家门 格雷斯拿着爱德华全是血迹的衣服 出来到客厅他再也绷不住 无意间翻出了那封信 看完后把信交给了查尔斯 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 查尔斯也没有找到约翰 最后在牛棚中发现散落的弹药 而喷子却不见了 立刻骑上马到山上寻找 突然传来几声枪响 他沿着声音找到了约翰 约翰说来这只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猎物就在眼前他根本不敢下手 他跟爱德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回到家他紧紧地抱着妈妈 跟他要回了那封信 征得爸爸的同意将信读给他听 之后两人都以父子相称 而爱德华偷偷在儿子的书屋放着一本书 全心全意支持儿子的梦想 小时候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老师在黑板上出题 下面调皮的同学不安分了 拿黑板擦朝女同学扔了过去 女孩白了他一眼只能忍了 不料男孩越来越过分 竟然用上了独门暗器 这一次女孩真生气了 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可男孩不识好歹 他拿起黑板擦进行还击 不料男孩躲得快 砸中了后面的大块头 引发了一场腥风血雨 刚好被学校董事会的人撞得正着 哈利特早就看老师不顺眼了 借着此次机会小题大做 劳拉健壮站出来道歉 把错全揽在了自己身上 可是毫无作用 被哈利特轻松化解 归根到底还是老师的责任 老师也是很无奈 面对几个比自己还要高大又调皮捣蛋的学生 一时之间也没有应对之策 不过他会尽力而为 但心怀鬼胎的哈利特 说服其他人把老师给解雇了 而这位哈利特找来的新老师 却成了劳拉的噩梦 就在昨晚哈利特设宴讨好新老师 请多多关照他两条画骨龙 最好一个当班长 一个当副班长 还有那个劳拉是个名副其实的麻烦制造者 要好好地质疑之他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老师也就记在了心上 课堂上老师宣布新规则 学生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 否则手上的戒齿可不是吃素的 三个调皮捣蛋的大男还显得不屑一顾 随手写下了一句赞美老师的话 这张纸条传着传着 就被内力丢给了劳拉 刚好被老师逮个正着 叫劳拉带着纸条上来讲台 看到这句赞美的话他火冒三丈 不分青红皂白断定是劳拉干的 让他站好把手伸出来 既然那么喜欢写字 那就罚他在黑板上写个够 同学们放学回家了 他还得留下来继续写 劳拉回到家把一肚子苦水倒给爸爸 姐姐也说老师的做法不公平 爸爸说有没跟老师解释过 但爸妈都不信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 第二天班上最捣蛋的学生迟到了 老师当然不能容忍 把他叫上讲台 他满脸不屑 看老师能把他怎么样 老师不问迟到原因 直接让他把手伸出来 大的打不动只有欺负小的 老师又把劳拉叫上讲台继续流堂 谁叫他笑得最凶 写纸条的同学深胆内疚给劳拉道歉 没想到老师会把他是做眼中钉 劳拉说没关系 提前结束课间活动跑回教室复习去了 万万没想到噩梦又开始了 老师的包被人倒了墨水 毋庸置疑就是劳拉干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回教室的人 他哭着回家找爸爸 啥都没干就被老师开除了 心里面委屈得很 爸爸相信他将他搂在怀里 查尔斯质问老师教室有两个门 你怎么证明就是劳拉干的呢 老师无力反驳 只能让劳拉重返校园 第二天威力又把老师的包扔在地上 将包里的文件撒了一地 老师看到这一幕大发雷霆 一口咬钉就是大男孩干的 大男孩可不吃老师这一套 凭什么说是他干的 就不上讲台又怎么样 把老师气炸了 拿着鞭就要教训他一顿 劳拉说不是大男孩干的 老师正愁没有台阶下 让劳拉说出是谁干的 否则就是自己干的 奇怪的是劳拉始终一言不发 看来又想帮同学挨这鞭子 有些同学受不了摔输抗议 老师说再摔一次就把他开除 然后提起鞭子就要揍劳拉一顿 关键时刻爸爸出现了 把老师叫到了外面 老师说这里他说了算 绝不容忍别人干涉他的课堂 查尔斯不想跟他多说 咱们学校董事会见 会议上查尔斯拿着女老师 对劳拉的评价 之前劳拉的学习成绩处于中上水平 如今的成绩一落千丈 问老师要一个解释 他说女老师故意写这种东西诋毁他 不过是想拿回老师的职位 查尔斯拿出他前雇主的推荐信 还没有读出来老师就顶不住了 责怪所有人都在阻止 他实施强硬纪律的教学方针 众人看清了他的嘴脸 把他给解雇了 决定把女老师请回来 而这个任务落在了查尔斯身上 老师不计前嫌答应回来 因为这些学生 在他眼里比世上任何事情都重要 不过他担心的是 制服不了那个最捣蛋的大男孩 所以查尔斯交给两个女儿 一个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老师在黑板上出题 大男孩顾忌重演把书摔在地上 破坏同学们学习的气氛 但这一次同学们不再害怕 全都投来愤怒的目光 完全把他给孤立了 他意识到自己成了重视之地 主动跟老师道歉 并且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他突然意识到眼前的女人可能是情敌 这个寡妇年轻漂亮 衣着华丽又多精 连自己看了都直咽口水 更值得怀疑的是对方一看到他 就想开溜大吉 显然心里有鬼 他试探着问对丈夫的工作是否满意 没想到他光明正大的说很好 在整个小镇也难找出 第二个像查尔斯这样的人 这个答案揭穿了丈夫的谎言 丈夫说天天在木材厂加班 原来是跑去给寡妇加班去了 就连哈利特这样刻薄的女人 都要拍寡妇的马屁 反观自己人老珠黄失去了魅力 丈夫晚归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看到一匹华丽的布料 不管多少钱也要拼一把 加班加点做好了新衣服 女儿们为妈妈加油打气 拿出香水给妈妈喷得香香的 摆弄好优美的姿势 等着丈夫乖乖到他的碗里来 可没想到这家伙看都不看他一眼 拿着肥皂去河里洗澡去了 他欲哭无泪 竟然会输得一败涂地 大女儿安慰着妈妈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误会 不久前查尔斯带着女儿 帮寡妇托运一件货物 里面装的是中国的瓷器 大大小小做工精美的菜盘子 两人顺便参观寡妇家的房子 难以想象小镇 竟然还有这么豪华的地方 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小宾室 随时可以喝上冰镇的饮料 回到家玛丽跟妈妈一顿吹 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中国菜盘子 搞得妈妈心里痒痒的 问查尔斯要多少钱能买到这些盘子 查尔斯一听被吓得躲到了一边 不过第二天他帮寡妇修好了橱柜 摆上了新的盘子 旧的那些也就被换了下来 那怎么把旧的盘子弄到手呢 他发现寡妇家的门油气有些脱落 于是跟寡妇谈合作 他帮寡妇把家里所有的门翻新 不需要任何报酬 他只要那些旧的盘子 寡妇觉得这对查尔斯来说不公平 所以包下了他的工作餐 这样心里也会好过一些 两人达成了合作 不过查尔斯要求他保密 他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就这样查尔斯提前将木材厂的活干完 尽量挤出多一点时间去寡妇家翻新房门 劳拉放学来到木材厂 想坐爸爸的马车回家 汉森说查尔斯早退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回到家劳拉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查尔斯忙到很晚才回家 不想妻子担心 说这段时间都要在木材厂加班 卡罗林感到有些奇怪 丈夫和女儿说的话不一致 但这点小事也没放在心上 然而第二天一个送燕离的家伙说 本来想送到寡妇家的 为了方便就送来这里了 卡罗林觉得不对劲 燕离可是查尔斯最喜欢吃的东西 为什么要送到寡妇家 他按捺不住了 拖上小女儿去了木材厂 果真没有看到查尔斯 汉森说查尔斯干两份工作 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的 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 他哪有心情管这些 转头去了商店 却碰到了开头的一幕 通过试探确定了查尔斯有问题 晚上他问查尔斯寡妇送的烟里好吃吗 查尔斯说好吃的不得了 如果见到寡妇一定要替我谢谢她 他又问查尔斯 女儿看到咱们家的马车停在了寡妇家 查尔斯没有否认 说是帮汉森送一些木材过去 他继续套查尔斯的话 确定了他在帮寡妇干活 意味着孤男寡女要待一段时间了 这让他更加惶恐不安 但两个女儿比妈妈还要着急 偷偷潜入敌后根据地 从窗户一探内部军情 可是啥也没看到 所以来了的突击检查 假装替裁缝老太过来帮寡妇两尺寸 果真发现了爸爸在这 姥姥问爸爸为什么来这里 爸爸竟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玛丽不死心又问爸爸 通过测试他们也确定爸爸有问题 拿出香水把妈妈喷得香香的 渴望他能赢回爸爸的心 干了一天活的查尔斯又脏又臭 赶紧去河边洗了个澡 回来看到妻子闷闷不乐 第二天哈利特说 查尔斯天天往寡妇家跑 看在朋友的份上不得不提醒你 卡罗林立马说了三个理由来怼他 查尔斯终于完工了 拿着一桶就盘子去装车 而这时卡罗林还是忍不住去寡妇家看看 没想到刚好撞见两人有说有笑 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灭了 查尔斯回来的时候 他把孩子们全都叫了出去 决定要跟查尔斯摊牌 你知道农民有多难吗 收藏好了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大家一样收藏好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麦子 美普什尔的收购价比去年少了五倍 连种子的钱也赚不回来 就更别说化肥农药那些开支了 这两人只能找工作挣钱还债 一打听竟然有一份高薪的运输工作 干十天就有一百美元的报酬 相当于他们一年的收入 这么好的是怎么会轮到他们的头上 都在担心会被嘎腰子 老头说运输的是危险物品 八字不够硬的可能连扎都不省 两人已经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 也就拼一把签了字 两人回家收拾行李跟家人告别 搞得就像交代身后事一样 却始终不敢说出此行的风险 免得家人整日担惊受怕 火车刚刚离开他们才来到车站 这是不是有点出事不利 可他们哪管这些拼命追上火车 在贵宾车厢找了个位置坐下 售票员看过他们的文件 原来是去铁路公司务工的 将他们轰出了贵宾车厢 来到普通车厢刚想放下行李 又被售票员给轰走了 但这里并没有车厢 而是堆放着大大小小的货物 打工人的命就是这么无奈 只能顶着寒风负重前行 就连老天也在欺负他们 下一场轻盘大雨 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 什么叫落井下石 一天一夜的车程 把他们折磨得苦不堪言 不过用人单位倒很人性 亲自派人来接四位工人 此次要运输的就是这瓶爆破油 如果运输途中玻璃停碎了 方圆500米将化成一片火海 还要保证瓶子的温度 温度太高也会发生爆炸 交代完注意事项 愿意干的就签下保险单 有一个家伙被吓尿了 他没房没车没儿女 所以打了退堂鼓 剩下的三人全是家中的顶梁柱 签下了5000美元的意外保险单 另外安排一个 有着十次运输经验的老黑 陪着他们完成这次兼具的任务 查尔斯和爱德华负责一辆马车 而另外一个家伙却要跟老黑搭伙 他对老黑没有半点好感 心里愤恨难平 查尔斯把妻子列为保单继承人 告诉他不要担心 这只是应付一下工作 然后按照爱德华的口述 帮他写了一封信 老黑过来收信件 查尔斯还没有写完 于是爱德华请老黑喝咖啡 老黑想去拿自己的杯子 爱德华直接给他倒了一杯 请老黑坐下来聊天 老黑简直难以置信 竟然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 顿时一阵暖意涌上心头 两人就像朋友一样 喋喋不休地聊了起来 第二天两辆马车出发了 每辆车上装着几十个玻璃瓶 一个拿着铁灸走在前面修路 尽量让马车走得平稳些 稍微有些颠簸都怕得要死 但平稳的大路 却被倒下来的大树拦住了去路 他们又没带其他工具 只能越过崎岖的山坡改走其他路 在四人相互配合下 总算有惊无险穿过了山坡 瓶子的温度高了就用水冷却 稳扎稳打步步为盈 而他们的妻子收到来信高兴不已 读着读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字里行间写的就像是一封遗书 这下他们都担心坏了 女儿想知道爸爸在信上说了什么 妈妈不想他们跟着担心 把好的那一段读完赶紧将信收好了 查尔斯这边遇到了土匪 问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 爱德华一边拿着瓶子摇晃 一边把实情告诉他们 土匪看着他手中的瓶子一惊一扎 生怕他把瓶子摔在了地上 这样一来大家都玩完了 吓得土匪仓皇而逃 爱德华高兴地将瓶子甩向空中 当场秀起了舞蹈 男人赶紧上前阻止他 爱德华说不要紧张里面装的是清水 卡罗琳整日魂不守舍 完全忘记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回来探到一桌子的鸡蛋壳和面粉 心情更是烦透了 一边收拾着桌子 一边在训着女儿们 四人有惊无险完成了任务 拿到了丰厚的报酬踏上归途 这一次他们要做贵宾车厢 要狠狠地打售票员的脸 可没想到售票员说三人可以买票 但这老黑不准待在车厢 面对不公平的对待他早已习惯了 无奈地坐回了熟悉的地方 查尔斯和爱德华也跟着走了出来 陪着老黑享受不一样的待遇 接着讨厌老黑的男人也走了出来 三人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解释着说 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 当然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在昨晚 突然鸡飞狗叫 家畜不宁 男人以为家里来了小偷 没曾想来的却是龙卷风 他赶紧把亲里叫醒 带着家人去小食屋躲避灾难 大风把旁边的鸡窝给端了 他安置好了家人 冒着生命危险回来解救家畜 却被大风刮来的一块木板砸中头部 当场眼貌惊心 他顾不上疼痛 艰难地爬起来 使尽全力打开了大门 将牛马全部赶出牛棚 让他们自寻安全的地方 风力越来越大 他抱起狗狗冲回了食屋 第二天他们从小食屋出来 看到遍地死鸡 牛棚的屋顶不见了 昨晚小牛犊回来找妈妈 也被刮下来的房梁砸死了 更惨的是600亩比人还高的玉米 被连根拔起全部消失不见了 一夜之间不止回到解放前 而且欠了一身债 他恨了 恨龙卷风为什么只针对他 而邻里街坊屁事没有 明明自己干了无数好事 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 想不明白上帝 为什么总是跟他作对 依靠自己的双手努力生活 为什么就这么难 看来这里不欢迎他 他找老板汉森辞掉了工作 请他帮忙找个买家 抛售房子和田地 大概能值80美元 够他还债 以及回老家的费用就行 不管汉森和爱德华怎么劝 他心意已决 将时间全放在了修旅行马车上 女儿劳拉不想离开 这里有他喜爱的老师和同学 还有一帮和蔼可亲的乡村们 他渴望像上次一样 一家人团结一心共度难关 可是爸爸已经被残忍的现实 磨平了所有棱角 他失望地推到一边说 第二天一对老夫妇前来收购田地 40年前这里曾是他们的家 跟查尔斯有着一样的经历 被龙卷风卷走了一切 最后选择离开这个地方 他想买下这里落叶归根 如今他一大把年纪了 房子已经修不动了 请求查尔斯帮忙修好房子 用到的材料他来付钱 完工后付给查尔斯90美元 查尔斯答应了他 孩子们得知了即将要分别 有些话再不说出口就没有机会了 两个学霸级人物早已惺惺相惜 约翰拖上玛丽一起旷课 一气呵成打出了连环招 晚上玛丽毫无保留 将白天和约翰优惠的事告诉了妹妹 这种感觉实在无法形容 劳拉说 课堂上约翰又约玛丽晚上见面 劳拉听得眼睛都快瞪了出来 真是够恶心的 晚上爸爸在拉着小提琴 玛丽急得握拳擦掌 生怕约翰在外面等得太久跑了 好不容易等到爸爸拉完一曲 没想到玛丽还想再听一曲 于是劳拉帮姐姐一把 说不想听了直接上楼休息 姐姐逮着这个机会优惠去了 妈妈以为劳拉在生爸爸的气 想要上去安慰 玛丽阻止她 请求给她这个陌生人一次机会 帮她解开女孩的心结 她问劳拉为什么不开心了 劳拉说这里将会是你的家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我去教堂为爸爸祈祷 希望上帝能赐予她力量度过难关 结果回来就看到你来收购房子了 我不得不怀疑上帝 马修也就搞懂了怎么回事 说劳拉不是为爸爸祈祷 而是为了自己 对吧 劳拉没有否认 马修继续抽丝剥茧化解她对上帝的质疑 同时也解开了劳拉对她的敌意 完成任务马修很高兴 也很有成就感 第二天卡罗林带着女儿们 去见爱德华他们做最后的道别 约翰迫不及待将玛丽拖进了杂物房 他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让玛丽留下来 房子已经修好 意味着明天就要离开 查尔斯想起了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卡罗林给他再点一把火 自己都替女儿们感到悲哀 以后他们就没有输读了 这么好的学校 这么好的老师 女儿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这话击中了查尔斯的软肋 开始反思自己做出的决定 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在做决定前没有问过妻子 天一辆马修就能拿回曾经的土地 却一点也不高兴 一想到孩子们那张失望的面孔 这样残忍的是他怎么干得出来 也不能看着查尔斯重蹈他们当年的覆辙 所以当听到查尔斯要借助几天 在小镇重新找一块地方安家 他干脆毁约成全了查尔斯 修房子所用到的材料前 就当做这次毁约的赔偿 查尔斯眼含热泪 给这对好心的老夫妇致谢 他突然意识到今天要发财了 竟然遇到一辆无人驾驶的宝马 一天八顿小烧烤总算有着落了 可没想到车厢里还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牧师 这下生意越做越大了 将牧师身上的钱和金表洗劫一空 让妻子把牧师照顾好 还能敲一笔丰厚的护理费 妻子劝他赶紧收手吧 这牧师可是上帝的人 但他又怎么会听得进去 恨不得在牧师身上多搞些钱 套出了牧师要急着回去核桃镇 募捐钱款和物资送到灾区 听到这他决定搞一票大的 让牧师在这好好休养身体 给他一张募捐名单 他去核桃镇通知他们准备好物资 牧师有伤在身 牧师的装备 吩咐妻子礼拜天在指定地点会合 倒是一起溜之大吉 可他完全没料到 这一去将会彻底改变人生 因为他的衣着和歌声 吸引了一位小姐姐 一打停正是名单上查尔斯的女儿 对于募捐仪式 玛丽非常积极 主动帮忙带路 在温柔善良的玛丽光环下 人们都没有对这位假牧师产生质疑 银行家非常慷慨捐了30美元 为了募捐到更多的钱 玛丽把哈利特拖到一边 夸他是镇上最有钱的人 从不吝啬出手大方 夸得他心里美滋滋的 然后给他看普斯顿捐了30美元 下一个募捐对象是医生 即便他有30年临床经验 也难以救活女孩心爱的狗狗 他不想女孩伤心也就没有名说 玛丽将女孩搂在怀里安抚着他 医生已经知道募捐的事 他这个乡村医生看病从不收钱 当了一辈子医生还是个穷光蛋 所以只能捐赠一些医疗用品 半天时间这位假牧师就见识到了 这个小镇的人充满了爱心和善良 医生请他帮个忙 有个老太的儿子死了 一直不吃不喝躺在床上等死 镇上没有一个人能解开他的心结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拜托牧师了 老太说要是来传经不道的就赶紧滚 这正合他的心意 就算让他讲 他这个假牧师也不懂啊 他游走江湖多年 吹牛逼就是他的强项 拿捏这么一个老太不是小儿科吗 一会功夫就传来了欢快的歌声 医生说这家伙还真有两把刷子 老太跟着他越唱越欢 什么烦恼早已烟消云散 离开的时候 老太唱着歌谣欢送他 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 做好事竟然会让他心情变好 出来的时候总算松了一口气 医生问他怎么做到的 他说自己也不知道 医生把他夸得神乎其神 他听着很舒服 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玛丽带着他来到爱德华家 爱德华请牧师帮个忙 说服女儿将狗狗拿出去埋了 这是牧师的强项 他找不到理由拒绝 细心倾听女孩遇到的烦恼 女孩觉得狗和人不一样 担心死了不能上天堂 他给女孩讲了一个故事 化解了女孩心中的烦恼 要想狗狗上天堂 现在就得把他给埋了 而牧师的身体康复了 却发现包里的衣服和表不见了 时间已经过去五天 那个家伙还没有回来 也就想到了是怎么回事 女人受不了内心的谴责全盘拖出 牧师说如果男人不回来了 你又该怎么办 晚上男人悄悄进入奥利森的商店 因为牧娟到的物资全在这里 他想带着这批物资远走高飞 却被奥利森发现了 不过白天奥利森给过他一把钥匙 以为他是过来检查物资的 也就没有怀疑他 行动失败 他请奥利森帮个忙 牧娟到的货物已经装好了车 查尔斯请他到教堂 坐完礼拜再走 这是牧师的职责 他无法拒绝 玛丽帮他拿衣服的时候 那块金表掉了出来 上面写着牧师的名字 当时他就明白男人是个冒牌货 不过他没有立刻揭穿他 而是将表还给他 看他在教堂上怎么解释 男人鼓足勇气走上讲台 那位被他救活的老台 重拾对生活的热爱再次走进教堂 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致谢 称他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听到这些他惭愧不已 将目光扫向一旁的玛丽 但玛丽回应他的却是愤怒与谴责 他思考了很久 觉得还是不能负了玛丽的期待 说这周我看到了人们的善良 也看到了大家的付出 满载物资的马车就停在外面 我的工作到此就完成了 这些话都被刚来到的牧师和妻子听到了 看吧 善良是可以传染的 多和善良的人相处 自己也会慢慢变得善良起来 你还每天拿苹果喂别人的马 这样马儿就会听他的话 搞得马的主人忍无可忍 这不明摆着向他挑衅吗 内力当然不服气 想到了一个很招挖墙角 一放学就问杰森约吗 可是明草有主的杰森根本不鸟他 看着他们轻轻我我 礼物来 礼物去的 这一口气内力又怎么咽得下去 所以当着劳拉的面把气发在马的身上 抽完一边又一边 劳拉越心疼他就越解气 自己的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关劳拉屁事 可没想到马被打生气了 失控冲出了栅栏朝着山上狂奔 报复性地钻进森林 给这个坏主人当头一棒 从马上摔下来当场晕举 毕生检查完说问题不大 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劳拉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哈利特将矛头对准了他 内力虽然醒了 但他觉得双脚失去了知觉 医生拿个平头针进行测试 果真一点反应也没有 哈利特绷不住了 他恨劳拉 也恨那匹马 把宝贝女儿害成了残废 今天马儿必须得死 劳拉按耐不住了 他觉得这不是马的错 为了救下心爱的马 来到马棚直接将马骑走了 一天都找不着人爸妈骑坏了 因为找不到地方藏马 这才把马骑回家 妈妈将他搂在怀里 细心倾听他这么做的原因 爸妈没有责怪他 答应帮他将马藏起来 不告诉奥利森他们 因为爸妈担心劳拉会想不开 怕他把内力受伤的事揽在自己身上 所以爸爸找医生打听内力的情况 医生不知道内力的脚什么时候能康复 一切只能交给时间 听到这劳拉心里非常难受 觉得是自己把内力给害了 哈利特看见他就火冒三丈 奈何自己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内力没有责怪劳拉 只是以后他不能去学校了 看在朋友的份上 希望劳拉每天放学帮他补习功课 好让他跟上进度 面对这么好的弥补机会 劳拉当然不会拒绝 开开心心上学去了 没想到内力的脚屁是没有 一切都是他的诡计 要怪就怪劳拉不是好歹 抢走了马的主人位置也就算了 还抢走他一直喜欢的杰米 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所以将喜欢杰米的事告诉劳拉 希望他能成全自己 劳拉一心只想弥补过错 一咬牙对杰米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 直接叫他滚 以后都不要来找他了 医生找查尔斯帮个忙 修好就轮椅给内力使用 劳拉得知这一消息 意味着内力真的残废了 心里更加难受 往后对内力的命令摆一摆从 补习功课 做作业 干家务 忙得劳拉上气不接下气 经常连晚饭也顾不上吃 爸妈心疼不已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轮椅坐好了 内力迫不及待将妈妈轰出去 替她好好感谢查尔斯 这样她就不用在家里装得这么辛苦 哈利特刚到查尔斯家 就撞见劳拉和那匹马 原来是劳拉偷走了马 她要把马牵回去 劳拉不同意 担心哈利特把马给杀了 不管不顾骑上马就走 一路狂奔来找内力帮忙 朋友一场 相信内力一定会说服 哈利特给马一条活路 可没想到在窗边看见内力 正抱着一个洋娃娃跳舞 这一刻才恍然大悟 她没有立刻揭穿它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带她出去散心 把她推到了山坡上 要给哈利特一个天大的惊喜 直接就把内力推了下去 奥利森觉得女儿太卑鄙了 想出这样的诡计折磨劳拉 为了补偿劳拉将马送给了她 劳拉抱着奥利森致血 刚想回家却遇到了杰米 一句话就修复了两人的感情 内力看着大获全胜的劳拉 怎能善罢甘休 女孩出门溜马 却发现地上有一件宝物 原来是自己的马掉下来的马掌 为了能参加骑马比赛 跑回家问爸爸要前修马掌 爸爸一听要两美元 无奈地低下了头 连孩子买鞋的钱都拿不出来 又怎么有钱给她修马掌呢 打算来商店设三双鞋子 可是老板娘死活不同意 不过她是个爱做好事的人 女儿有两双就鞋子 可以免费送给他们 卡罗琳知道她不怀好意当场拒绝 没想到哈利特说 为了能参加比赛劳拉只能靠自己 她找多夫勒先生 搞到了一份清理马举的工作 两个讨厌的家伙捏着鼻子 说她闻起来就像一坨奥利给 劳拉劝他们赶紧离开 不要打扰她赚钱参加比赛 内力不高兴了饭都吃不下 责怪爸爸不应该把马送给劳拉 应该把他给毙了 说起这件事爸爸就来火 内力只有出绝招 只要她一哭要什么没有 妈妈心疼的又是送衣服 又是送玩具 可是全都不起作用 内力只要一匹最好的马打败劳拉 妈妈觉得是时候给劳拉上一课了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帮助女儿击败劳拉 有了这句话内力暗自窃喜 当晚哈利特变得特别温柔 提出明天跟丈夫来一次浪漫之旅 奥利森惶恐不安 总感觉是出反常必有妖 果不其然一到城里 哈利特让他自己浪漫去吧 老娘还有事要办 给女儿挑了一匹名叫闪电的马 在士奇的时候根本驾驭不了 一会功夫被马甩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扬起漫天尘土 见识到了闪电的厉害就选定他了 这时奥利森赶来 终于明白了此行的目的 不准他送马给不爱戏动物的女儿 可是哈利特又怎么会听他的 老娘的钱爱干嘛干嘛 你管得着吗 奥利森只能灰溜溜地跑了 有了这批闪电 内力就能轻松碾压劳拉的小黑马 哈利特拿出了祖传银杯 捐赠给这次的赛马冠军 并且把马送来多夫勒这里照顾 要求劳拉每天用大量的水冲刷干净 劳拉觉得这不公平 内力拿一台法拉利跟他的武林宏光参赛 觉得输定了要放弃比赛 爸爸说放弃没有任何好处 再说了咱们家族从来没出过半途而废的人 这句话又燃起了劳拉的信心 第二天多夫勒给劳拉的马盯上了马掌 他觉得要战胜闪电 必须抓紧时间训练 不能让小黑马像闪电一样待在马棚 习惯了风衣足时的生活变得发胖和懒惰 另外送给劳拉一个比较轻的马鞍 这段时间劳拉要减肥 尽量减轻马的负担 就能赢下这场比赛 劳拉深信不疑每天驯马 啃胡萝卜减肥 这些都被医生看在眼里 跟奥利森打赌劳拉会赢 却被哈利特偷听到了 他要改变战略 不让女儿内力去参赛 而是让儿子威力应战 因为威力比内力轻了三十斤 所以一直到比赛结束 威力不能吃任何甜食 到了比赛当天威力突然肚子疼 奥利森急坏了来找医生 劳拉告诉他医生回老家了 问奥利森什么事 劳拉得知威力的情况 快马家便一口气跑了五英里 告诉医生回去救威力 原来威力这个吃货 一下子干了好几个蜜剑苹果 吃坏了肚子 比赛即将开始 劳拉牵着疲惫不堪的马回来了 觉得这样不公平 请求汉森将比赛推到下周进行 汉森说其他人知道跟闪电比赛都放弃了 现在只剩下你跟内力 只要他同意就行 哈利特当然不同意 这个机会实在难得 汉森也没有办法 所以劳拉只能放弃比赛 打算跟爸爸回家 没想到小黑马竟然冲着闪电发起挑战 多夫勒说小黑恢复过来了 他就是天生的竞争者 还有内力没有减肥 一定可以战胜闪电 听完劳拉信心直接拉满 决定跟内力一决高下 一声令下劳拉一马当仙 将内力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威力健壮直呼姐姐加油 说完赶紧冲进了小木屋 继续炸鱼去了 内力的闪电也不是吃素的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搞得劳拉都有些慌了 不过小黑马有着超强的耐力 稳扎稳打 始终没有留给闪电任何超越的机会 一举拿下了本次比赛的冠军 爸爸高兴不已将劳拉抱了起来 这时炸鱼的家伙出来了 赶紧问姐姐赢了没有 内力直接叫他滚 奥利森逮着满脸不甘心的妻子 将传家宝颁发给了劳拉 劳拉知道这个奖杯非常贵重 也明白哈利特是想通过比赛 把奖杯送给内力 为了给哈利特一个台阶下 拿奖杯换了三双鞋子 你有多久没见父母了 这个男人已经五年没回老家了 今天突然收到爸爸的担心 读着读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的妈妈病死了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不写信告诉他妈妈病了 这样就算不能将病治好 最起码也能见妈妈最后一面 妻子说可能爸爸不想你担心 查尔斯不敢苟同 当初叫爸爸一起离开大森林死活不同意 妻子说那是他的根 也是他一生的骄傲 纵然心里有些恨爸爸 但他始终是自己的父亲 如今大森林一无所有 他一个独居老人往后该怎样生活 妻子当然明白丈夫的意思 但有些话必须自己先说出口 就这样查尔斯告别家人 坐上长途火车回老家 他看到对面坐着一个老人 情不自禁想起了往事 那年11岁他离家出走 爸爸仅用一招就把他骗了回来 首先给他一笔钱支持他离家出走 跟儿子建立了信任 一边送他去坐车 一边问他为什么要离开 他说讨厌上学 也讨厌哥哥就像爸爸一样 吩咐他干这干那的 爸爸表现得感同身受 就像爸爸要忍受妈妈一样 说着说着爸爸受不了了 立马回家收拾行李 跟儿子一起出走 这下轮到儿子劝爸爸了 说妈妈这么爱你 他会心碎而死的 爸爸说妈妈也一样爱你 儿子说兄弟姐妹以后该怎么办 爸爸说你刚才不是说哥哥像我吗 他可以照顾他们的 儿子说哥哥不喜欢你 他一点都不像你 爸爸说你刚才说像我的 儿子实在没辙了 跟爸爸达成一致 两人都不走了 而这一招不久将会重现 时隔五年查尔斯再次见到大嫂 两人久别重逢 压在心底的思念和喜悦 都表现在这深情的拥抱中 酒足饭饱之后 大哥把孩子叫了出去 首先提醒弟弟 已经五年没回家了 爸爸一辈子干啥啥不成 妈妈死了更加一举不振 整日把自己困在房间等死 总之一句话 他不想在这里见到爸爸 查尔斯解释这次回来 就是接走爸爸 查尔斯当然不会丢下爸爸不管 但无论聊什么 爸爸始终一声不吭 想要解开爸爸的心结 看来只有从妈妈这个话题入手 妈妈都已经走了一个月 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爸爸却叫他回家 让他在这里安静地死去 儿子当然不会放弃 但越劝爸爸就越恼火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来 查尔斯跪在妈妈的墓地前 该说的说了 该做也做了 却始终无法解开爸爸的心结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料屋里却燃起了熊熊大火 他赶紧跳进火海 而爸爸一心躺在床上等死 急得他直接拖上爸爸就走 趁火不注意 总算有惊无险逃了出来 经过这次事件 不管愿不愿意 查尔斯也要带他离开 爸爸也没有反对 只是离开的时候 一直盯着妻子的墓地 始终念念不忘 两个孙女远远地看到了爷爷 赶紧跑来迎接 送来暖暖的拥抱 还有久别重逢的儿媳妇也飞了过来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晚上再歌再舞搞得热闹非凡 劳拉跳着欢快的舞蹈 爷爷感觉劳拉就像奶奶一样 没有人能跟上他的舞步 卡罗林说希望奶奶能再见他一次 这句话又让爷爷打回了原形 不过劳拉可不会让他得逞 天刚亮就跑到小石屋找爷爷 让他帮个忙 说服妹妹将他的宠物火鸡送到养殖场 好让火鸡回到家人身边 完全了这个使命劳拉给他道谢 爷爷终于干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他觉得很开心 甚至晚上想起来也会偷笑 但温馨的事还不止这些 劳拉陪着他一起改造小石屋 爷爷加装小阳台 劳拉弄来花草摆在阳台上面 看着两人完成的成果 像极了当初爷爷爷跟奶奶布置的家 劳拉给爷爷展示高超的骑马术 没想到原来一马平川的地方 突然加装了铁丝网 连人带马被甩飞出去 把爷爷吓个半死 好在劳拉没有什么大碍 但劳拉心爱的马就没那么幸运了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爷爷向他保证马会没事的 让他赶紧回家叫爸爸过来 爸爸得知了马的情况 带上喷子赶了过去 经过查尔斯检查马已经没救了 让爸爸先带劳拉回家 劳拉不同意 因为爷爷向他保证过马会没事的 爷爷不想劳拉失望反对儿子 为此父子争吵了起来 最后查尔斯说服了爸爸 无奈的爷爷只能劳劳拉回家 劳拉非常失望 跑着跑着传来了一声枪响 他知道爸爸将马给毙了 为此劳拉把错怪在了爷爷头上 这件事搞得爷爷心里很难受 饭都没吃就回了小食屋 却发现阳台上的花草 全部被砸个戏巴烂 不用想也知道是劳拉干的 野餐的时候 查尔斯一直盯着劳拉 不知道该怎样安慰 而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爱德华身上 爱德华搞清楚了 他是在生爷爷的气 说爷爷不想看到你伤心 才对你许下善意的诺言 因为他爱你 劳拉终于想明白了 迫不及待跑回家找爷爷道歉 可没想到爷爷留下一封书信走了 看完信劳拉追回莫及 赶紧出去把爷爷追回来 爷爷想爬火车回家 因为体力不知没能成功 爸爸刚回来 玛丽说他攒的五美元不见了 爷爷和劳拉也不见了 爸爸立马想明白了怎么回事 调转码头直奔火车站 劳拉问售票员打听爷爷的消息 售票员带他到里面见到了爷爷 即便劳拉给爷爷道了钱 爷爷也不愿再回去 觉得那是儿子的家 并不是自己的家 让劳拉回家去 劳拉思来想去觉得不能半途而飞 找售票员订一张去波士顿的车票 他要离家出走 既然爷爷和马杜不在了 回家已经没有意义 劳拉不负所望把爷爷爷给弄了回来 而且还化解了爸爸和爷爷之间的隔阂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度过了一次完美的圣诞节 来年春天身心早已痊愈的爷爷 决定回去大森林 落叶归根 希望劳拉能给他一个微笑 女孩找出两只玻璃瓶 跟妈妈说要去抓昆虫 这是老实不知的家庭作业 没想到被小女儿听到了 她也要跟着去 大女儿不同意 自己根本没时间照顾妹妹 妈妈却说 没办法姐姐捉一只乍蒙给妹妹玩 让她好好待着不要到处乱跑 也给狗狗下了一道命令看住妹妹 双管旗下姐妹这才放心去抓昆虫 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妹妹看到一只漂亮的蝴蝶 伸手去抓飞走了 她追了上去 狗狗见状立马开启奶爸模式 边追边叫 警醒小主人不要乱跑 可是小女孩跟蝴蝶玩得正欢 根本不当一回事 眼看着小主人越跑越远 狗狗的心都要操碎了 突然小女孩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这把狗狗吓死了 冲到洞口大声狂叫 却没有任何回应 她心急如焚去搬救兵 好不容易找到了姐妹 通知他们赶紧过去救援 然而姐姐叫她闭嘴 狗狗急得上窜下跳 只能发疯般的狂叫 细心的劳拉这才发现狗狗不对劲 觉得可能是妹妹出事了 在狗狗的带领下姐妹一路狂奔 来到洞口大声呼唤妹妹 劳拉失望火急远远地喊听爸妈 妈妈觉得要出事了 赶紧问劳拉发生了什么 得知小女儿掉进了洞里 爸爸立马让她上车 一阵烟赶来了事发地 爸妈在洞口不停地呼喊女儿 好在洞里传来了一声妈妈 却无法估算洞的深浅 爸爸想要把洞挖开救出女儿 一个工程师阻止了她 周围全是沙子 每一产掉下去的沙子 会把女孩给埋了 只能在旁边挖一个树井进行救援 需要用到大量的人力和工具 还有风箱往洞里输送氧气 爸爸骑上马车飙到商店 采购所需要的物比 奥利森得知情况危急 赶紧让儿子跑去教堂 拉响了紧急集合的钟声 村民陆陆续续赶来帮忙救援 有的在挖树井 有的在铺设氧气管道 而妈妈待在了洞口 已经一个小时没有听到女儿的回应了 架设好了氧气管道 工程师让她继续呼喊女儿 希望通过管道能听到女孩的声音 可是喊了很久 声音从清脆变成了哽咽 也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大家都以为胸多吉少了 这是管道才传来女孩的哭声 工程师让她告诉女孩不要乱动 否则越陷越深 还要用风箱通过管道 持续往洞里输送氧气 其他人抓紧时间挖树井 天黑完了仍然在挑灯救援 好心的奥利森 无论是用到的救援工具 还是吃喝拉撒 他管够 男人们轮流挖树井 马上就能挖到十米深度 可以实施救援了 但爸爸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女儿已经两个小时没有回应了 妈妈更惨 开始变得胡言乱语 两个人安慰都毫无作用 最后丈夫把她拉到一边休息 拜托牧师帮忙看住她 不料她看到了老师顿式火冒三丈 怪老师给女儿布置抓昆虫的作业 毕心想要害死她的女儿 老师眼含泪水随便她骂 希望这样能让她的心里舒服些 但骂着骂着想起了是自己的主意 紧紧地抱住老师道歉 恢复了理智喝了一杯咖啡补充能量 这时传来了喜讯 医生挖通了女孩那边的井 可是太黑啥也看不到 爱德华赶紧送油灯下去 所有人屏住呼吸 都在等着医生传来的消息 然而医生没有找到女孩 也许掉下了更深的地方 下面黑漆漆的一片看不到底 爱德华扔了一捆绳子给医生示身前 结果十米长的绳子还没见底 也就是说小女孩凶多吉少了 所有人的眼泪再也绷不住 就在大家失去救援动力前 妈妈走向了风箱 继续往洞里输送氧气 这一幕让大家重拾信心 继续往下挖救原树井 然而工程师发现了一块煤炭 突然想到底下可能是个就煤矿 赶紧让大家停止开挖 否则会发生坍塌 可是汉森对工程师有意见 根本不听他的话 让大家继续往下挖 工程师只能跟查尔斯分析原因 却被爱德华的儿子听到了 他知道附近有一个煤矿入口 四人立马赶了过去 果真在洞中发现了女孩的鞋子 查尔斯沿着上面的洞找到了女儿 争分夺秒的解救 不料上面的人却把洞给挖坍塌了 医生赶紧爬了上来 把坍塌的事告诉大家 这下彻底没有希望了 以为被埋的只是小女孩 却不知还有几个人在下面 妈妈悲痛欲绝 趴在地上 用身体紧紧贴住地面 仿佛在拥抱着小女儿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在低头抹眼泪 男人忍无可忍 一剑就把妻子给刀了 这一幕刚好被女孩尽收眼底 男人听到动静立马追了出来 女孩盯着她手里的剑 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没想到奥利森让她保守秘密 竟然放了她一条活路 女孩惊慌失措叫姐姐赶紧逃命 玛丽一脸懵圈 追上去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她把刚才惊悚的一幕告诉了姐姐 玛丽说怎么可能 奥利森是个好人 平时连蚂蚁都不会伤害一只 是不是趁着万圣节想吓唬姐姐 回到家劳拉把这件事告诉爸妈 爸妈也不信 怪她听太多鬼故事了 让她赶紧去睡觉 当晚她就梦见奥利森打开杀戒 把家人一个接一个给刀了 最后连她也被刀了 她被噩梦惊醒 思来想去 觉得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事实的真相是 昨晚奥利森跟妻子演的一出话剧 恰巧今天哈利特要回娘家晚几天 这个误会就变得有意思了 因为姐姐不相信她 话不投羁绊巨多 上学也不愿意跟姐姐为伍 她把昨晚看到的告诉了好朋友 卡尔当然不能光听她的一面之词 断定结果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说谎 带着卡尔来商店求证 买一只哈利特推荐的铅笔 奥利森说妻子回娘家了 劳拉认为奥利森在说谎 明明昨晚把妻子给刀了 所以这个试探结果成功把卡尔带偏了 卡尔问她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好不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她先把一肚子苦水倒给卡尔 说家人全都不相信她 心里面委屈得很 然后洋洋得意找到奥利森的儿女 将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他们 奥利森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把番茄酱弄在了围裙上 干脆用围裙将地上的番茄酱擦干净 内利放学回来却看到了这条围裙 上面就像一大片血字 立马想到了一个主意 联合弟弟好好地给劳拉上一课 劳拉被这件事折磨得苦不堪言 这一晚又做噩梦了 梦见奥利森端上了一道好菜 吓得他连厕所都不赶上 用被子盖过全身 天刚亮就十万火急冲到了小木屋 奥利森买了一个笨重的人形模特 这两个家伙又跑来取证 刚好撞见这一幕 被吓得够呛 跌跌撞撞逃出了商店 而威力拿出妈妈那件带血的微裙 加入阵营找出罪证 有天晚上他听到地窖有砍柴的声音 想必妈妈就藏在地窖 约好了晚上一起揭开真相 当晚内利做好了准备 待在地窖伴鬼吓唬他们 可没想到下士吓到了 他们冲出地窖直接把门给关了 搬来几个大箱子将鬼困在地窖 做完这些赶紧跑回家 然而毫无作用 哈利特突然现身在门口 这把他们吓得不轻 转身找个地方躲起来 卡尔却摸到了一个人的手 想不到这么快又出现在身后 吓得他背着这货溜了 反应过来立即将模特甩飞出去 正好砸中哈利特当场晕厥 这时奥利森赶来看到这么大阵仗 问劳拉怎么回事 搞明白了他告诉劳拉刀的是个模特 劳拉这才知道是自己搞错了 但内利却把他们当猴耍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打开了地窖的门 将模特无比圣人的头扔了下去 两人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不料遇到了传说中的无头骑士 这只山羊快成精了 突然意识到眼前的主人在挑衅他 就别怪他顶主人都废了 气得男人想把这货给毙了 女孩善心大发替山羊求情 男人干脆把山羊卖给女孩 抵掉女孩工作了四天 共计四十美分的工钱 女孩想了一会同意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女孩到底赚了还是亏了 他给杨启明叫弗雷德 不得不说他的宠物还真多 从狗狗 浣熊 马儿到山羊 而姐姐除了一副眼镜还有什么 不过养宠物还要经过爸爸的同意 这时的爸爸正在河里割草挣钱 文丁虫摇搞得他苦不堪言 突然一个女人路过 而自己震光着膀子 吓得他一头扎进了水里 好在女人并没有看到他 要不然就亏大了 家里的妻子早已架好了火炉 为他备好了洗澡水 开开心心地跑去迎接他 嘘寒问暖后让他先去洗个热水澡 泄货的事就交给他了 这一幕是不是让你羡慕不已 不过也有些看了会生气的 比如说他 然而扎心的事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辛辛苦苦割回来卖钱的草 却被羊干了一大半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而且放在骨仓一大袋燕麦 也被他干完了 查尔斯忍无可忍 再也不想看到这只讨厌的家伙 让劳拉今天必须处理掉 所以他把羊牵来学校 骗威力说这是一只会生蛋的神羊 低价把这个麻烦精甩给了威力 牵回家告诉妈妈捡了的大便宜 以后有大把的蛋吃了 妈妈听到羊叫声这才反应过来 可是儿子早已经上学去了 这只吃货啥都吃 看到衣服也要啃上几口 哈利特气愤不已 解开绳子让他滚一边去 哈利特忍无可忍 直接来学校找劳拉 要求他把恶毒的山羊牵回去 并且将钱归还给儿子 这下劳拉烦死了 该怎样安置这只麻烦精 卡尔也帮着出谋划策 觉得老爸爱德华一定会收养山羊的 可没想到爱德华正在劈柴 山羊见状马上冲了回去 卡尔想到了爸爸提炼松节油的地方 可以把山羊安置在这里 其实桶里装的是爱德华酿的葡萄酒 为了不被妻子发现 才骗卡尔说是松节油 却被这吃货全干完了 商人过来收草 原来说好8美元的报酬 却以市场下跌为由 只能付给查尔斯5美元 要卖就卖不卖算了 查尔斯气炸了 这可是干了好几天割来的草 但又无可奈何 没想到不久商人将会来求他 劳拉过来看山羊 却发现这家伙不停打嗝 连站都站不稳 以为山羊喝下松节油中毒了 赶紧带他来看医生 医生闻到浓浓的酒味 让他们把这家火拉出去 打开门却发现地上有个快递 爱德华问医生怎么回事 医生说山羊喝醉了 把他推了下去 格雷斯上前确认 果真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 问孩子们怎么回事 爱德华示意孩子们不要说出来 可是毫无作用 劳拉一口气把前因后果全抖了出来 格雷斯也就知道爱德华喝酒了 而且瞒着他开了个小酒厂 立马回家找搓衣板去了 劳拉问爱德华山羊怎么办 小镇的人都不愿意收下山羊 劳拉想到了上帝 把羊签来教堂 希望牧师帮他解决这个难题 不料又把牧师给得罪了 最后的希望也失去了 看来他与山羊无缘 含泪把他放回了大自然 当晚上人被车厢传来的动静惊醒 原来是山羊在吃他的火 天刚亮商人折返回来找查尔斯 可恶的山羊把他收的草权干完了 他又急着要交火 请查尔斯帮个忙赶紧去割草回来 他马上付8美元现金 这一次主动权落在了查尔斯手里 没有收到12美元他就不干 商人被气炸了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还不是乖乖掏钱 眼看着爸爸要拒绝 姐姐赶紧帮劳拉说好话 妹妹见状也帮着他 甚至妈妈也发出了灵魂拷问 全家都站在了劳拉这一边 爸爸也只能同意 劳拉到晚些立马找山羊去了 劳拉漫山遍野地找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山羊 可是山羊不愿意跟他回去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同类 看着这一大帮吃货 劳拉情不自禁就笑了 不久前三个恶霸搬来小镇 依靠骗术和横行霸道来这当大爷 首先来商店采购大量生活用品 才搬来第一天就想赦账 老板当然不同意 另外一个家伙拿起贵重的玻璃杯 假装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说一周后收到银行汇票一起结账 搞得老板只能赌一把 同意赦给了他们 要不然就亏大了 两个恶棍来到木材厂 又是利用银行汇票一事 想要白调一批木材 然后转手低价出调换钱 汉森觉得吝啬的哈利特都赦给他们了 也没啥好顾虑的 也就同意赦给了他们 而另一个恶棍在学校当校把 同桌嘲笑他的名字 直接就被推飞出去 女生们在玩球 他一把将球夺过来 朝着女孩狠狠地砸了过去 劳拉看着这一幕心里愤恨难平 要为同学打抱不平 可笑爸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姐姐闻讯跑来拦住妹妹 然后上前跟笑爸理问 可没想到笑爸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玛丽被打成了熊猫眼 不过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爸妈 谎称在打球的时候伤到的 她不想同学说她是个爱告密的人 可笑爸总是来找茬 玛丽只好把妹妹叫到一边 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但内力为了报复劳拉 以长期供应糖果收卖了笑爸 内力狠起来连亲弟弟也坑 让笑爸没收了他俩的弹珠 劳拉气不过 哪怕打不过也要打 却被笑爸一掌机倒在地 他爬起来继续跟笑爸死磕到底 却被姐姐给拦住了 两人的弹珠也就成了笑爸的 汉森碰到了客户 问他为什么退掉木材订单 客户说有人卖给他更便宜的木材 汉森继续追问 这才知道那两个家伙是空手套白狼的骗子 牧师认为谁都有善良的一面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 所以牧师代表大家登门拜访询问原因 男人说都怪银行迟迟没有将汇票寄过来 他也不想欠任何人的钱 牧师问倒卖汉森的木材又是怎么回事 男人先把笑爸叫了出去 谎称笑爸是他的儿子 因为儿子的母亲病得很严重 银行汇票又没有收到 所以就欺欣欠 迫不得以低价抛售木材换钱治病 等汇票一道马上结清所有人的欠款 他们可是虔诚的信徒 下周一定会去教堂 两人一唱一和说得牧师深信不疑 女人去卖鸡蛋 不料两个流氓拦住了她 上来就是左右夹攻 对她动手动脚 女人大声呼救 拼命挣脱了束缚 两个老流氓洋洋得意 全然不知大难临头 女人惊慌失措 一路哭着跑回家 而这些都被身后的丈夫看到了 马车刚停好迅速跳下来 连帽子也顾不上减费回家去 赶紧问妻子发生了什么 她本想着隐瞒实情 但丈夫从没见过妻子像今天这么委屈 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查尔斯立马去找恶棍算账 两个家伙也不怕 口出狂言继续羞辱她的妻子 查尔斯忍无可忍 抄起椅子砸中后面的家伙 迅速将门关起来 对着里面的家伙就是一拳 两拳 三拳 从屋外打到了屋内 将他扑倒在地 又是一顿揍 打到他口吐鲜血 然而外面的恶棍手拿家伙 一脚踢开门闯了进来 结果查尔斯被揍得满身是伤 可没想到牧师竟然为恶棍辩护 说他们面对暴力 以暴力回应这很正常 还说卡罗林的遭遇一定存在着误会 为此查尔斯跟牧师大吵了一架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牧师来找恶棍了解情况 却先碰到了孝爸 出于关心问起了他母亲的事 孝爸说自己没有母亲 一出生就被人抛弃了 这一刻牧师才知道被他们给骗了 让孝爸通知他们周末去教堂 孝爸又想欺负玛丽 故意拿了她的作业本 而这一次玛丽不再忍让 一饭盆就砸了过去 妹妹健壮立马过去 可是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一会功夫就被甩飞出去 姐姐继续跟她死磕到底 但实力悬殊 就算两姐妹轮流上也不是她的对手 围观的女生再也按耐不住 除了内力以外全都一拥而上 将孝爸放倒在第一顿猛嘴 礼拜天牧师直接进入主题 本以为人都会有善良的一面 但她错了 有些人在撒谎 虐待周围的人 这是披着皮囊的魔鬼 你还将长长的袜子往鞋子里面塞 这样一双增高鞋就做好了 然后抓着帽顶往上一提 问姐姐有什么变化 她来找爸爸说自己已经长大了 请求爸爸明天带上她一起去打猎 爸爸竟然同意了 可没想到刚到山上 一不小心碰倒了一旁的枪 随着一声巨响 爸爸中当停下了声音 看着倒在血泊中痛苦呻吟的爸爸 她无比自责 爸爸说这不是她的错 都怪自己把枪上膛了 让女儿去把马牵过来 带她到猎人小屋 那样就有救了 但马儿可不是她的宠物 见到她鬼鬼祟祟的赶紧跑了 她死死地抓住绳子 不停地安抚着马儿 就算被磨烂了裙子也不舍得放手 因为这是拯救爸爸的希望 她的真诚打动了马儿 停下来任她差遣 她走在前面牵马引路 在越过陡峭的山坡时 马儿踢到了石头 重心不稳 连人带马从坡上滚了下去 她心急如焚冲到爸爸身边 爸爸被这一摔 伤口在不断地流血 而马儿摔到了谷底已经命丧黄泉 爸爸告诉女儿 只有靠她找回去的路了 记住路上看到的东西 一定能做到的 她穿梭在山上到处找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猎人的家 可是只有爷爷在家 十年前爷爷的眼睛得病看不见了 从那起就不敢踏出家门半步 儿子已经出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女孩就负心切 可不管那么多 生拉硬拽把爷爷弄出门 齐心协力把爸爸带回了屋里 但爸爸越来越虚弱 发着高烧全身都在飙冷汗 再不把医生找来 恐怕就真的没有爸爸了 爷爷熟悉大山里的路 眼睛却看不到 爸爸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尝试 让女儿充当爷爷的眼睛 爷爷一听心声胆怯 大山里到处都是野兽 一个瞎子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 这不是找死吗 但女孩又怎么能放弃 握着爷爷的手说 我愿意陪着你一起死 这句话让爷爷感到羞愧难当 人家一个小孩子 为了救爸爸连命都豁出去了 他一个黄土即将埋到头的人 还怕个锤子 他把水放在爸爸旁边 跟爸爸打包票一定会把医生带回来 然后牵着爷爷的手 穿梭在险象还生的丛林中 不断地给爷爷爷提供路况 让爷爷指引正确的方向 而爸爸的伤口仍然在流血 他口渴男人想要喝水 不料碰倒了桶 水洒了一地 他爬起来到处找水喝 但高烧已经把他稍迷糊了 水就在旁边都没有看见 他魂不守舍来到了一条小河 滑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女孩和爷爷一路跨过高山 越过草地 有过找对路的喜悦 也有过走错路的绝望 有过生气要撇下对方 也有过相互治愈着彼此 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走 他们都会克服种种困难 众人快马加鞭赶回小屋 发现床上有一滩血字 人却不见了 大家立马分散去找 最后爱德华在一条小河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查尔斯 医生一直忙到深夜还在抢救 生死未卜女儿担心坏了 爷爷看到这一幕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人出来对上天祈祷 希望上帝能帮帮小女孩 让女孩的父亲尽快好起来 要不然罪恶感将会伴随女孩一生 他愿意放弃重建光明的希望作为代价 第二天查尔斯奇迹般的醒了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休养了几天他们踏上了归途 分别前女孩紧紧抱着爷爷 给爷爷致谢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爷爷的大恩 同样爷爷也不会忘记女孩 因为他治好了爷爷的心病 往后都可以勇敢地提筒走出家门了 窗外下起了雪 老师竟然提前放雪 可他万万没想到 小雪突然变成了暴风雪 孩子们顶着风雪回家 风力越来越大 天气越来越冷 能见度越来越低 回家的路变得愈加艰难 看来老天这是要团灭啊 前来接孩子的家长都在庆幸没有放雪 看到教室里空空如也 只剩两个被留堂的姐弟 脸上的笑容全都消失不见了 老师的心里无比自责 根本没料到会是暴风雪 孩子做好了圣诞礼物就提前放雪了 大家吐槽了两句也不再说什么 赶紧组织镇上所有男人 穿上厚厚的装备 一人拿一盏油灯出去营救孩子 而妇女和医生把教室改成临时医院 做足准备抢救被冻伤的孩子 三姐妹双脚已经被冻麻了 尤其是年幼的妹妹跌倒了无数次 两个姐姐一次又一次把她扶起来 相互搀扶着继续往家里面走 他们的爸爸顶着风雪到处找 喊破了喉咙也没有回应 这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该怎样跟妻子交代 学校这边陆陆续续有孩子回来 大家赶紧把孩子带进来抢救 妈妈看着被冻伤的孩子 怕得要死 眼泪止不住地飙了出来 好在医生经验丰富 孩子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但孩子的爸爸 并不知道儿子已经回来学校 继续在冰天雪地找儿子 撑不住倒在地上睡着了 三个女孩这边 姐姐玛丽扛起了重任 经过理智分析 反对劳拉继续回家的主意 应该往家相反的方向去救农场避寒 爸爸在雪地中翻出了女儿的作业本 终于找到了女儿的去向 女儿也找到了那处旧房子 点燃了蜡烛 用地上干燥的麦干生火取暖 不久爸爸沿着火光找了过来 看到三个宝贝平安无事 冲过来将他们紧紧抱在怀里 但爱德华的儿女仍然不知所踪 两人到这只能分开 爱德华继续找孩子 查尔斯护送女儿回学校 路上查尔斯见到那个孩子的爸爸 已经快被冻成冰棍 他实在无能为力 带着女儿继续赶回学校 除了这两个女人 其他人的家人都已返回学校 担惊受怕的格雷斯终于坐不住了 要出去寻找家人 卡罗林和医生拦了好久 都没能让他安静下来 直到查尔斯把女儿安全带回来 他立马冲过去询问爱德华的消息 查尔斯把实情告诉他 格雷斯更加绝望了 变得神情呆滞 精神接近崩溃 爱德华仍然没有找到孩子 他早已疲惫不堪 像是要马上坚持不住了 就这样过去了一夜 查尔斯打开窗户发现暴风雪停了 赶紧叫醒大家一起去找爱德华 这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但有对母子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像是在责怪大家为什么不救他的亲人 查尔斯看到这一幕 拿起牧师那本残破的圣经 大声地读了出来 将大家从喜悦的气氛 拉回到沉重的悼念当中 大家听着听着都在抹眼泪 最后这对母子也释怀了 男孩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而且大学四年的吃住 学费全部免费 妈妈听到这高兴坏了 激动地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 但爸爸不高兴了 希望儿子能留下来 跟他一样踏踏实实当个农民 儿子怎么也想不明白 爸爸为什么不支持他 妈妈说 约翰迫不及待把这喜讯告诉女朋友 不料玛丽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芝加哥大学跟这里相隔万里 而且一年只能见两次面 他不舍得跟约翰分开 不过约翰把选择全交给他 约翰搞懂了玛丽心里的想法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 觉得不能伤了两个最爱的人 决定放弃上大学 留下来陪爸爸一起种田 既然梦想一灭 约翰直接找玛丽求婚 两人已经想到了建婚房 建股仓 养家处 而这些都离不开钱 所以从现在开始玛丽要攒钱 爸爸听的是一头雾水 而约翰也跟爸妈坦白了求婚的事 爸妈听的是一脸错愕 不过爱德华这家伙 早就想跟查尔斯结为亲家了 第二天就帮儿子选了一块地方安家 这里有着八十英亩的土地 水源充足 不愁耕种 建新房 建股仓的位置都帮他们选好了 他跟汉森已经打过招呼 建房子所用到的木材 明天就可以拉过来 三人都高兴坏了紧紧抱在一起 当晚约翰两手空空上门提亲 把查尔斯叫了出来 玛丽又惊又喜 生怕爸爸不同意 约翰滋滋无无 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约翰就忙着建房子 玛丽来给他送餐 带来一本老师送的书 约翰却让玛丽把书还给老师 玛丽非常不解 这可是约翰最喜欢的书 约翰解释要建房子 根本没时间看书 再说了越早忘掉梦想 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好 听完玛丽心里很不适自卫 她不忍心看着约翰抹杀了梦想 还是把书留了下来 当晚她变得很焦虑 问起妈妈结婚前的感受 妈妈不堪回首 曾经她想做的事 想去的地方 还有想成为的人 在结婚面前 这些梦想不得不画上句号 去迎接一地鸡毛的婚后生活 照顾丈夫 建房子 种地 做衣服 带娃 更可怕的是 还有还不清的债 经过一夜深思 玛丽终于想通了 眼前的田地 房子 骨仓 就像是做了一场美梦 醒来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是错的 陌生人喝过的酒你敢喝吗 她接过酒瓶 擦了一下瓶口 就往嘴里灌了下去 可她万万没想到 男人手上长着红红的斑块 这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 爱德华刚回到家门口 家人全都跑出来迎接 却不知死神已经盯上了他们 因为疫情形势紧张 学校迫不得已停课 工厂也全部停工 这一家人被关了八天 也没见小镇有一个病例 所以妈妈带孩子去爱德华家玩 不料格雷斯远远地喊他们 不要靠近 女儿已经发高烧 身上长着斑点 爱德华带她去了以前的房子隔离 卡罗林只能为他们家祈祷 放下礼物打道回府 妈妈要去把这件事告诉爸爸 让女儿去采一些野果回来做馅饼 不料野果太好吃了 劳拉想起了得病的小女孩 要去送一篮野果给她吃 姐姐说 爱德华刚好出门打水 劳拉就来到了小木屋 听到女孩痛苦的呼唤声 又没有人在里面照顾她 所以不管不顾推开了门 刚想替女孩擦汗 爱德华就回来了 赶紧把劳拉轰了出去 生怕她染上传染病 深夜劳拉起痒男人 醒来发现手上长出了红斑 拿镜子一照身上到处都是 看来自己已经中招 留下一封书信离开了家人 三更半夜敲响了爱德华的门 哭着说不能传染给家人 爱德华说她做得对 第二天查尔斯来找劳拉 爱德华不让她过来 告诉她劳拉发烧了 症状全部吻合传染病 劳拉让爸爸不用担心 有爱德华在她会没事的 爸爸不担心才怪 立马赶去一去把医生请回来 半徒手拿喷子的男人将她拦了下来 外人一律不能经过他们村 无奈她只能另想办法 连日来爱德华为了照顾女儿 都没有合过眼 她终于撑不住倒了下来 劳拉把她扶到床上休息 扛起了重任照顾这两妇女 查尔斯划着小船来到义区 不料三杆喷子立马怼了上来 让她从哪来回哪去 为了救心爱的女儿 她一定要把医生弄回去 趁其不备把一个男人推下了河 想要利用主角光环快速冲过关卡 却被男人一枪头敲晕过去 像拖死狗一样被扔回了小船 然后将船推了出去 难道她就这样被送回家了吗 并没有 她又想到了一个招 明的不行那就来岸的 一口汽油到了对面 可是刚上岸就碰倒了箱子 又被他们给发现了 真是够倒霉的 她可管不了那么多 到处乱窜总算找到了医生 得知情况危急两人立刻返程 劳拉像没事一样继续照顾着他们 女孩已经恢复了意识 问劳拉爸爸的情况 劳拉说不知道 也不见她有任何斑点 可能是太累了吧 第二天爱德华被一块湿不惊喜 看到女儿站在身旁 身上的斑点全都消失不见了 也没有发烧的迹象 竟然奇迹般的好了 这时查尔斯带着医生赶来 爱德华抱着女儿出来迎接 劳拉却把自己锁在屋里 生怕传染了别人 医生哄了好久她才打开门 经过医生检查 原来一切都是自己吓自己 这一家人做着蛋糕 打算给爸爸一个生日惊喜 不料蛋糕还没做好爸爸就回来了 女儿冲出来拖住爸爸 帮爸爸牵马回棚 请爸爸先去河里洗个澡 没想到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一匹刚买回来的马 狗狗一见到她就狂飞不止 把马吓得够呛 玛丽根本拦不住狗狗 不料狗狗冲了上去 爸爸赶来扶起女儿 看到表面上没有伤痕 以为没什么大碍 玛丽也表现得跟没事一样 陪着家人开开心心地过生日 然而第二天在学校跳绳 才跳几下就腹痛难忍 这才送去给乡村医生检查 但那个年代医术比较落后 根本看不到内部情况 询问了几句 看到玛丽精神也还好 就说是会有些不舒服 休息一两天就会好的 当晚玛丽再次腹痛难忍 全身都在飙冷汗 艰难地爬起来去喝水 妈妈一摸额头发着高烧 吓得爸爸连夜把医生请了过来 医生检查完眼睛却泛着泪化 把查尔斯叫到了外面 断定玛丽得的是肠道感染 抓紧时间送去大医院动手术 查尔斯只能去银行带一笔救命钱 可是银行关着门 以为银行家去了教堂做礼拜 所以去了教堂找 没想到人没找到 他就阻止了他 医生已经把玛丽的情况告诉了大家 查尔斯把孩子托给爱德华照顾 夫妻带着玛丽去罗切斯特看病 两天两夜的漫长车程 爸爸变成了烧炉工 因为女儿一直在发冷 好在并没有耽误病情 但必须马上动手术切除感染 坚强的女儿却反过来安慰爸妈 护士说过这里是最好的医院 也是最好的医生 让爸妈不要担心 可是爸妈刚离开 她的眼睛就变红了 眼泪一点一点打湿了眼眶 就这样她被推进了手术室 三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 说手术很顺利 休息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爸妈赶紧进去看女儿 刚从鬼门关回来的玛丽 虚弱的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爸爸说不久就可以回家了 让女儿好好休息 回到旅馆两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妻子想要写信回家报平安 查尔斯说还剩一些钱 直接发电报得了 还要去餐馆大宝一顿 好好地庆祝一下 可没想到回到医院才发现 女儿发高烧又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说病变组织没有完全切除 现在玛丽非常虚弱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再二次手术 查尔斯一算这笔医疗费 手上的钱根本撑不了几天 得马上回去把农场给卖了 冒着大雨连夜赶到火车站 在后车厅看到一张招工信息 把她撕了下来 回到小镇直接把农场卖给汉森 可是汉森只有一堆收不到钱的单据 木材厂都停工一个星期了 哪有钱买她的农场 大家的经济都不好 连开银行的普斯顿都回老家了 查尔斯实在没办法了 跟汉森要了一点路费去打工 收拾行李来跟女儿们告别 然而好机友爱德华也收拾好了行李 不料那张招工信息早就过时了 白跑了一趟 还把路费花光了 不过男人说10英里外有人在开隧道 可能那里会招工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不行找了过去 卡罗林天天守着女儿也不是办法 他需要一份工作 一份既可以照顾女儿又可以挣钱的工作 护士见他可怜 脱关系帮他找了一份洗衣服的工作 查尔斯也找到了开隧道的地方 刚好监工和工头在闹矛盾 老头顶着老板的压力 要求工头加大炸药威力 来提升工作效率 工头不干 因为这样做危险系数也会大大增加 他不想同胞再有人负伤 查尔斯就是钻这空子 直接找老板当了爆破人 提出爆破一次就有一次补贴 每周的薪水直接打到医院 老板只为加快工程进度 全都答应了他 为了救女儿 查尔斯已经不管一切 每天不停地凿洞填充炸药 一天要爆破好几次 而卡罗林也是一样 退掉了旅馆的房间 吃住都在洗衣房 一有空就过来看女儿 读着爸爸寄来的信 虽然内容经过妈妈筛选 但女儿心里清楚得很 妈妈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实在不忍心看着爸妈操碎了心 老板为了尽快完工 让查尔斯用双倍炸药 工钱同样也双倍 查尔斯当然同意了 爱德华怕他撑不住 劝他好好休息一下 他不愿意 女儿马上要二次手术 需要挣更多的钱 给女儿治病和休养身体 甚至有工友被石头砸死了 他也不舍得花时间去参加葬礼 爱德华再也受不了他 爱德华不陪他去买炸药 他就跟监工去 结果发生了坍塌 两人都被困在了洞里 爱德华赶紧组织人员抢救 被困的两人氧气逐渐不足 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玛丽正在经历二次手术 坚强地他再次撑了过来 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完全康复 爱德华在紧急关头挖开了他方 又救了查尔斯一命 查尔斯欠他的恩情 恐怕将两个女儿嫁过去也还不清 艰难的日子总算熬了过去 查尔斯特意买了一束花 去医院接家人回家 却发现病床空空如影 难道又被推进了手术室 问护士才知道 原来他们去了花园散步 女孩听着音乐盒喜欢得不得了 可惜这是别人的玩具 但她胆大包天 趁着内力不再悄悄把音乐盒偷走了 一回到家就来到骨仓 锁紧房门 爬上二楼 从十几层的衣服里掏出音乐盒 上井发条 听着美妙的旋律笑成了七饼 把音乐盒放在木板上 聊起一群 跟着旋律翩翩起舞 然而突然传来开门声 生怕被爸妈发现 手忙脚乱收好音乐盒 不料把音乐盒碰倒在地 她顾不了那么多 先去打探情况 结果虚惊一场 原来是风吹开了门 总算松了一口气 继续把玩音乐盒 没想到音乐盒摔坏了 发出的声音慢了半拍 这下完了 想完毕归照已经不可能了 当晚她就被噩梦缠身 梦到自己被带上枷锁 因偷窃罪 法官判了世上最残忍的惩罚 第二天上学 内力把她叫住 心里惶恐不安 不会是被发现了吧 原来是请她吃糖 邀请她加入自己创建的女生社团 旁边的安娜想申请加入 内力嘲讽她是个小结巴 当场拒绝 面对好朋友被欺负劳拉不服气 把糖还给内力 直接拒绝加入社团 内力气炸了继续嘲讽安娜 说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 却被身后的爸爸听得一清二楚 命令女儿立刻回家领罚 内力赶紧跑来找妈妈庇护 没想到这一次爸爸硬气了 连母老虎的话也敢不从 必须让女儿去给安娜道歉 否则揍她三天三夜 女儿只能认怂 说不知道安奈家在哪里 爸爸说劳拉是安娜的好朋友 问劳拉不就知道了吗 训完了女儿 当然还要训儿子 让她滚上楼去打扫房间卫生 甚至把母老虎也不放在眼里 劳拉想要修好音乐盒 不料刚好被内力逮个正招 她撒谎说是爸爸送的生日礼物 内力不想跟她废话要找她爸妈 劳拉描怂 承认偷了她的音乐盒 只要不告诉爸妈 可以为她做任何事 有了这句话内力总算可以报仇了 劳拉问爸爸犯什么罪会被判入狱 当晚劳拉又做噩梦了 梦见自己被打入死牢 七天七夜没有一厘米下赌 哈利特提着一桶饭来广施扇行 他爬向人群 捡起地上的食物就往嘴里面塞 他们抢得越欢 哈利特就笑得越鬼魅 更可怕的是内力当着他的面啃鸡腿 嘴里的饭瞬间索然无味 他一路跪着爬到上面 求内力施舍个鸡腿吃 内力只会给他一鸡腿 转身出去把门给关了 他不死心对着门一顿敲 第二天内力展开了抱负 像奴隶一样使唤他 姐姐怎么也想不明白 平时两人水火不容 今天怎么就成了内力的狗 而且连威力的话也是唯命是从 问劳拉为什么冷落安娜 劳拉说自己高兴 爱干嘛干嘛 你管不着 所以吵的姐妹都快做不成了 爸爸得知争吵原因 让劳拉找内力谈一下 要么同意安娜加入女生社团 要么劳拉退出社团 还要给姐姐道歉 劳拉自知理亏不敢不从 跟姐姐道了歉 姐姐也跟她道歉 姐妹的关系 这才稍有缓解 但找内力谈话 这不是在违抗内力的命令吗 一想到偷窃的事即将带路 劳拉又做噩梦了 梦到自己被押上刑场 蒙面的哈利特把她带上脚架 她跟家人拥抱告别 一步一步走上脚架 内力给她套上圈圈 开关一推又被惊醒 姐姐被她折磨得苦不堪言 恨不得一脚把她踹到床底 Goodbye Mary 没想到内力竟然同意安娜加入社团 让劳拉去把安娜叫过来 安娜本来就有结巴的毛病 内力还拿出一本绕口令给她读 安娜吞吞吐吐地读着 不料同学们都在嘲笑她 内力继续煽风点火 安娜受不了跑了出去 而劳拉非常气愤 不想再跟这群家伙为伍 她出来找到安娜 告诉她自己已经退出社团 以后每天放学 都会帮助她改掉结巴这个毛病 回到家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衣服也顾不上换 跟爸妈坦白了音乐盒一事 爸爸觉得她已经自视苦果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送她一句话以后都要讲实话 明天带她去见奥利森 而姐姐得知真相也原谅了她 第二天奥利森得知情况 虽然她不能容忍偷窃 但内力却把劳拉当吼耍 觉得劳拉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 也没空再追究 她急着要教训内力 劳拉出来碰到了威力 而威力还想用音乐盒一事 来威胁劳拉帮她提水 劳拉当然答应了她 靠天吃饭的农民 却遇上百年难见的连日暴雨 地里无法耕种 导致生活都成了问题 粮仓几乎见底 家畜的甘草也快没了 想要出去打工挣钱 找工作的人多到数不胜数 就在查尔斯迷惘的时候 好朋友爱德华 却找到了一页暴富的方法 报纸上刊登这一篇新闻 距离他们400英里外的地方 挖出了大量像豌豆大小的沙金 一颗就能换100美元 这是多么诱惑的广告 两家人一合计 以其在这里等着被水淹死 何不放手一搏 或许真的就能实现财富自由呢 说干就干立马卖掉家畜 带上一家大小 开着百公里只需一捆草的宝马 一路跋山涉水 来到了全市小姐姐的地方 而且人手一把盆子 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还有随处可见的小姐姐 当妻子的不得不提心吊胆 越靠近目的地 物价也在不停地往上涨 买一袋面粉的价钱 在核桃镇可以买四袋 爱德华一看到赌场就收养 想进去玩两把 打听到目的地还有五十英里 天也快黑了 他们在郊外找一块地方休息 半夜醒来发现爱德华不见了 格雷斯担心坏了 不用想查尔斯也知道这家伙去哪里了 爱德华运气还不错 在赌场赢了不少钱 但想要带着钱离开 这绝对不可能 几个家伙把他拖进小黑屋 先揍一顿 再把身上的钱洗劫一空 查尔斯找到他已经鼻青脸肿 爱德华后悔莫及 早知道就该听查尔斯的话了 搞得都没脸面对格雷斯了 使尽了毕生所学 又是贵榴莲 又是贵错一板 脸哄带片才摆平格雷斯 第二天路上遇到两个意大利人 矮个子非常好心 听到查尔斯的马车轮子有一响 主动帮忙修车轮 至于高个子 这家伙城府深得很 四个家庭四辆马车来到了牛顿小镇 买好了生活用品 迫不及待去河边站位置 男人做淘金工具 女人洗衣做饭 忙得不可开交 两个意大利人打到了一头路 有酒有肉有乐器 淘金先放到一边 有什么比娱乐更重要的 淘金工具做好了 能不能实现财富自由 就看今天的成果了 劳拉拿着熟悉的狗盘淘金 经过上次的教训 压根提不起兴趣 拖上卡尔到处找乐子 却发现一处破旧的屋子 地上放着一栏红苹果 显然这里有人住 这怪老头把他们吓得够呛 劳拉不服气 哪有这样吓唬人的 拿起苹果就砸 都被怪老头一一接住 把苹果全都骗了回来 因此大家都乐坏了 不过老头一听他们是来淘金的 变得急躁不安 二十年前这里掀起淘金热 人们的贪婪永远也无法满足 留下了无数尸体和老矿井 看来悲剧又要重演了 劳拉说他们都是好人 老头说人是会变的 这时姐姐在找劳拉 原来是爸爸挖到了黄金 所有人都高兴坏了 唯有高个子没有一丝笑容 经过鉴定金子纯度达到98 两个人三个小时搞到的杀金 就可以换130美元 想不发财都难 矮个子替他们感到高兴 出来门口大声宣扬 人们打听到了淘金的地方 所有人一拥而上 不久矮个子也搞到了金子 到处分享这份喜悦 可他不知道即将大难临头 劳拉带着这份喜悦分享给老人 希望他去河里挖金子 有了钱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老人把他们带到河边 石头上刻着妻子的名字 二十年前他也是一名淘金者 挖到了大量的金子 贪婪的人们却盯上了他 他侥幸逃过一劫保住了黄金 但最爱的妻子永远倒在了河里 他把所有的黄金埋在下面 让妻子躺在金床上 所以他的一切都在这里 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故事很感人 劳拉听着眼泪都飙了出来 迫不及待跟众人分享这个故事 卡罗林在故事中看到了悲剧 想劝查尔斯收手回家 但查尔斯认为故事都是编的 那老头根本就没有挖到黄金 再说了发财的机遇就在眼前 又怎么能放弃 他只能顺从丈夫的意思 所以来找牧师商量 利用教堂开办学校 重操就业当老师 这样孩子们的学业也不至于荒废 刚回到营地就传来一声枪响 查尔斯赶紧过去查看 原来是矮个子被喷子所伤 大面积受损已经无力回天 凶手是奔着金子来的 他没有告诉他们 让儿子带着金子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经过这件事 查尔斯让妻子收拾行李 可没想到房租贵的要命 一百美元一个月 要租就租不租滚蛋 房东根本不愁租客 查尔斯也不在乎这点小钱 都不用一天他就搞回来了 就这样卡罗林在教堂当老师 教孩子们学习 门外的人拿着喷子当烟花放 每天都胆颤心惊 而查尔斯也是一样 爱德华喷子从不离手 时不时又会出现几个来抢货的家伙 一不小心可能小命都没了 高个子来学校接走女儿 因为她已经发大财了 劳拉盯着她手上的石头似曾相识 上前拦住她 问她是不是动了怪老头妻子的幕 高个子没有回应扭头就走 劳拉伤心不已 一口气跑来找怪老头 老人气愤不已 都怪她把秘密泄露出去 害得妻子死了都不得安宁 所有的黄金都被洗劫一空 查尔斯帮女儿前去赔礼道歉 可没想到老人已经身无可恋 一把火离开了肮脏的世界 查尔斯来到教堂告诉劳拉 查尔斯走上讲台告诉大家 每个人来这里的初衷都是为了家人 希望挖到黄金给予家人更好的生活 但慢慢就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在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财富 而真正的财富越来越少 变得冷漠家人和朋友 甚至忘记了上帝 女孩收到未婚夫来信 提到大学要举行一年一次的舞会 显得非常失落 她以为未婚夫没有舞伴才会如此伤情 这时爸爸宣布一个好消息 她将代表核桃镇去芝加哥参加农民大会 带上妈妈来一次免费的旅行 这样的蜜月之旅谁不渴望呢 但当妈妈的就不能去 因为女儿的未婚夫就在芝加哥 她把机会让给了女儿 翻出了压箱底的宝贝 当年妈妈就是穿着她 把爸爸迷得神魂颠倒 就这样妇女踏上了火车 万万没想到 售票员领着他们来到豪华包厢 去参加农民大会竟然还有这般待遇 而且一日三餐都是丰盛的食物 实在有点受宠若惊 甚至来到芝加哥还有专车接去酒店 早已为他们备好了总统套房 玛丽彻底被惊呆了 不敢想象还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和浴室 而且还那么豪华 爸爸的房间就在对面 比女儿的更加豪华 但他们不是来享受的 爸爸带着女儿来约翰工作的报社 约翰一见到玛丽飞快地跑了过来 把玛丽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时报社老板出来了 夸赞约翰这小子眼光不错 提出请他们吃晚饭 时去地跟查尔斯逛街去了 给这对小情侣疼空间 查尔斯来到农民大会 现场汇集了五湖四海的代表人 主持人问大家对这次大会的安排是否满意 现场一片欢呼拍手称号 尤其查尔斯叫得最凶 不过他没有留下来吃饭 来陪家人和报社老板一块吃 他问约翰为什么不回家看望家人 约翰解释工作太忙离不开 老板也劝他应该回家看看 甚至玛丽长高了一大姐 他也没有注意到 不过玛丽也没有多想 能跟他一起逛街已经很幸福了 但还不够一个小时就有人来找约翰 说有个女人在找他 约翰生怕玛丽误会 连忙解释是教授在找他 而且很急 麻烦死党帮忙送玛丽回去酒店 玛丽也没有办法 约翰乖乖来见又老又丑又多金的教授 因为他买了一件礼服送给约翰 在明晚的舞会上跟他摇啊摇 而查尔斯的待遇再次升级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收了别人的钱来搞卫生 见到玛丽大吃一惊 查尔斯说这是他的女儿 赶紧把这伙轰走了 他再次来到大会 可没想到这里变成了酒会 一个男人把他拉到一边 让他在议会上投反对票 不要挡了别人的发财路 那样对你没好处 查尔斯看到这帮醉酒的农民 还有浓妆艳抹的女人 这光明正大的行贿 气得他直接离开了现场 玛丽穿上了礼服 美得就像你心中的公主 爸爸拿出约翰送来的花 帮女儿戴上 领着他来参加舞会 把女儿交给约翰 可约翰让他早点过来接玛丽 因为他一会就要回去工作 有一篇文章急着要发表 查尔斯也明白 男人应当以工作为主 抓紧时间跟女儿去摇两曲 看到两人如此的般配 幸福的眼泪都要忍不住飙出来 可是查尔斯刚走 约翰的死党就过来了 结果玛丽摇了起来给他腾时间 而约翰牵着教授摇啊摇 教授时不时地扫向玛丽 看到长得那么漂亮 心里越想越气 务必让约翰在两人之间做出选择 避讳上一帮家伙在狼狈为奸 查尔斯再也听不下去 不管结果怎样他也要投赞成票 赞成监管部门接管铁路 而不是让他继续吸农民的血 他只有价值100美元的农场 要杀药寡吸听尊便 而教授还是放不下约翰 主动给他道了歉 说自己有些口渴在阳台等他 这时查尔斯回到了舞会 看到约翰端着一杯水就跟了上去 刚好撞见两人亲力的举动 在一会上受气也就算了 没想到在这里直接被气到吐血 不管约翰在玩什么游戏 我只问你一句 既然不爱就爽快点 查尔斯务必让他跟女儿做个了断 玛丽躺在床上生无可恋 关键时刻就得看爸爸的 男人要打通这面强健厨房 可他没看日子就动工 刚装好门框 意想不到的事就来了 他收到了老板的来信 让他立刻拉木材去城里 不得延误 否则老板的裤衩都得陪进去 就这样厨房工程被搁置了 没想到这一走家都没了 妻子正在洗菜 突然传来女儿的惨叫声 赶紧冲过去查看 原来女儿掉进河里 好在没有摔伤 可是推开家门才发现 牛魔王的妹妹奶牛 嚼着刚洗好的小白菜 别提有多香了 玛丽赶紧把这货牵回牛棚 还没回过神来 一场大雨说下就下 三人哪与不封门口忙得不可开交 被雨林成了落汤鸡 以为门口封住了 就不会再出幺蛾子 但真正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 一个自称奥利森介绍过来的男人 要帮他建厨房 他们家本来就穷得要死 哪有钱请人 克里斯说管饭就行 如果不信任他 可以去找奥利森了解情况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卡罗林也不好拒绝 来商店核实身份 奥利森说 克里斯来这里上了几天班 干活是一把能手 帮了他不少忙 只是这里喵小 才叫他到你那边问一下 打听到的情况全都属实 而且这家伙干活还真利索 厨房框架都搭好了 卡罗林也就放下戒备 跟他谈工钱 克里斯说钱不钱无所谓 自己光棍一条又没家人 有饭吃有地方睡就行 听到这卡罗林有些内疚 安排他在小食屋住下 以后就跟他们一块吃 所以克里斯有了 跟他们相处的机会 做个玩具逗得小女儿乐坏了 把卡罗林的目光牢牢吸住 然后拿出查尔斯的小提琴 调了一下琴弦 拉出了美妙的旋律 比查尔斯拉得毫不逊色 两个女儿跟着欢快的节奏 跳着舞蹈 这气氛仿佛就像一家人 克里斯也喜欢挑灯工作 就像查尔斯一样埋头苦干 搞得卡罗林看他的眼神 显得都有些不一样了 而且孩子们也喜欢他 经常缠着他要听故事 他也不厌其烦分享 对待孩子也非常好 甚至礼拜天照样开工 卡罗林劝他休息 他坐在查尔斯的位置开着车 一路上就像一家人一样 有说有笑 而这些都被哈利特看在眼里 忍不住巴拉巴拉两句 因为这是他来给卡罗林道歉 卡罗林说哈利特就是这样的人 让他别放在心上 两人的对话都被玛丽听到了 第二天在学校 内力嘲讽他们的妈妈在乱狗 克里斯在封顶的时候 不小心从上面掉了下来 手受伤了 衣服也划破了 他还想继续工作 卡罗林下了死命令 他才停下来休息 卡罗林帮他清理着伤口 他继续撩他 夸他很美 喜欢他头发松散的样子 卡罗林听着似乎也很享受 而且拿出了查尔斯的衣服 无论如何也要他穿上 玛丽放学回来 看到他穿着自己亲手 为爸爸做的衣服 立马跑来质问妈妈 查尔斯终于回来了 一家人都跑来迎接 克里斯看到这一幕 丢下手上的火躲了起来 查尔斯想好好感谢他 却怎么也找不到人 玛丽想把发生的事告诉爸爸 但又不知如何开口 希望爸爸能留下来 爸爸说要工作赚钱 拿到食物 骑上马又走了 厨房也传来了忙碌声 卡罗林问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冷静过后他来给卡罗林道歉 甚至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照这样发展下去那还得了 当晚玛丽偷偷来找克里斯 直接开门见山 第二天卡罗林到处找不到克里斯 看到玛丽淡定自若 一定是他搞的鬼 孩子们长大了 当爸妈的总算可以放心去旅游了 却不知最近来了一群凶猛的狗 猎杀了不知多少牛羊 尤其喜欢追杀小孩子 因为他们都是被主人抛弃的流浪狗 农场主以为是群狼袭击了牛羊 买下了多个陷阱 漫山遍野的射圈套 有一只狼踩中陷阱 发出凄惨的嚎叫声 却被两个小孩子发现 搬开圈套救了他 一路跟着受伤的狼来到茂密的丛林中 才发现原来是一只狼妈妈 负伤的妈妈根本照顾不了孩子 男孩索性把他们带回家照顾 回到家 劳拉想把这件事分享给姐姐 可玛丽烦透了 一个人包揽了家务活 劳拉不帮忙也就算了 连个鬼影都没看到 要是出了什么事 她该怎样跟爸妈交代 劳拉被数了一顿 心里一万个不服气 摔门又走了 三更半夜才想起做作业 姐姐忙了一天累得要死 灯光影响到她无法入睡 叫劳拉早点休息 她满脸不服气灭了灯 利用月光继续读书 叫姐姐有本事去把月光给灭了 玛丽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二天劳拉建树屋 要躲开姐姐 有多远躲多远 玛丽就像个小妈妈一样 用犀利的语气叫她下来 把她踢回了家里 劳拉越来越不服气 不是过来找狼仔玩 就是待在树屋上 姐姐做好了饭 还要烧香请劳拉才会现身 I'm right here Master 玛丽收拾好了床铺 劳拉还没回来吃饭 连小妹妹都受不了了 出去把劳拉叫回来 这时一群狗向她发起进攻 玛丽听到狗叫声 顿感大事不妙 出来看到一群来势汹汹的狗 迅速做出决定 拖上小妹直奔骨仓 而不是躲进更安全的家里 因为劳拉在骨仓 立马锁上房门 关上窗户 外面的狗才没有得逞 转身去了鸡窝 跳上围栏 杀进鸡群 把他们全部撕成碎片 听着外面传来的鸡叫声 还有家处发出的惨叫声 他们明白这一次又损失惨重 大家都很害怕 围在一起唱歌壮胆 可外面的狗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到处寻找房子的漏洞 双方一直僵持到天黑 外面的狗却想到了办法 要刨洞钻进来 却被细心的玛丽发现了 赶紧让大家上二楼 可是梯子却被劳拉拿去搭书屋了 玛丽扫向一张桌子 好在自己够高爬上了二楼 伸手去把他们逐个拉上来 狼妈妈看到不对劲 赶紧正开嘴上的圈套 两个妹妹已经拉上来 男孩把两只狼仔递给玛丽 然后就是劳拉的新宠土匪 这家伙实在太重了 浪费了不少时间 这时外面的狗钻了进来 而狼妈妈也正开了束缚 扑过去与群狗周旋 为男孩争取更多时间 可是独牢难敌群狗 加上有伤在身 一会就被撕成了碎片 但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得想办法脱困 能救他们的也只有男孩的爸爸 那怎样才能让他过来呢 玛丽身兼重任当然想到了办法 就这样土匪带着使命 去把男孩的爸爸叫过来 而群狗的老大看到了他 立马追了上去 想要杀狗灭口 土匪的名字可不是乱起的 这家伙惊得很 眼看着跑不过 钻进树洞摆脱了老大的追杀 却被咬了一口 一路流着血来到了男孩家 男人看到他流着血 当场明白查尔斯家有麻烦 拿上喷子叫上几个人赶了过去 而群狗又想到了办法 先跳上桌子 然后纵身一跃再爬上二楼 玛丽见状抄起一袋甘草 就往狗的身上砸 把他击倒下去 接着就是第二只 第三只 打不完 根本打不完 把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其他人只会在一旁掉眼泪 袋子被狗扯掉了 他迅速拿起二师兄的兵器 准备要大开杀戒 家人总算得救了 玛丽再也绷不住 这个老大还真不好当 男孩的爸爸告诉他们 不要把野生动物当宠物养 那样比群狗带来的危害更大 让狼仔回归自然 自生自灭 男人修着屋顶 一高兴从上面掉了下来 怀孕的妻子赶紧过来查看 男人咳嗽几声就说完好无损 医生要给他检查 男人说自己好得很 徒手都可以打死一只熊 不需要检查 医生不放心又按了按 问他有没感到疼痛 男人说没有 医生还是不放心 要拿听诊器仔细检查 男人阻止他 不想浪费时间 他还要急着给为出生的孩子盖房子 看到他如此固执 医生也就不再勉强 帮他妻子做孕检 毕竟女人已经流产过两次 不能再有任何差池 检查完孩子一切正常 注意饮食和休息 孩子就会顺利降生 女人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孕检这么多次 医生从没收过一分钱 想送他一些苹果 医生说收到的农产品多到放不下 自己车上还有一袋 叮嘱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玛丽 把车上那袋苹果送给他 当晚男人突然深感不适 倒在地上痛苦呻吟 女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来找邻居帮忙 查尔斯得知情况赶紧去找医生 原来男人腹腔出血 医生刚想操家伙抢救 男人就没了呼吸 为此医生难受得要死 明明自己可以救男人一命 因为没有坚持检查 导致女人成了寡妇 而且还怀着神韵 医生不敢面对女人 让查尔斯转达男人的死讯 第二天医生就卸任归农 写信给其他医生接替重任 当医生这么多年 赚了满满一柜子农产品 他要把这些留给新医生 当作见面礼 不管查尔斯怎么劝 他一已决 新医生一到就忙着挂他的资质 对他交代的病例毫无兴趣 玩着喷子听到不耐烦了 让他别在这逼逼 你已经退休了 出来门口他把自己的招牌给拆了 女人赶了过来 希望医生能坚持到他生下孩子 医生一声叹息 有什么事就去找新医生吧 女人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果不其然新医生鸟都不鸟他 让他明天再过来做产检 他要忙着收拾前医生的垃圾 女人只好无奈地离开 哈利特肚子不舒服来看病 其实就是吃坏了肚子 医生夸大病情 推销自己做的保健品 狠狠地宰了哈利特一笔 实际上就是要酒 哈利特干完一瓶又一瓶 别人代仪倒了下去 醉到不行人是 有村民提着一个鸡来看病 但医生不吃这一套 没有钱一切免谈 而退休的医生 根本就不是当农夫的料 爬田走的都是S型 怎么也控制不了走直线 累得他满头大汗 还得靠一个小女孩教他爬田 不过玛丽可不想他成了农夫 到了女人生产那天 玛丽失望火急飙到了诊所 但医生不在 跑来隔壁邮局问医生在哪 老太说医生拿喷子去打猎了 没办法玛丽只好失望而归 情况紧急查尔斯来找退休的医生 可是医生就不活女人的丈夫 质疑自己的医术选择了逃避 查尔斯说女人不需要最好的医生 她需要的是你 只有你关心她和孩子的情况 女人在医生的指导下直接满血复活 一口气崩出了一个男婴 小家伙的啼哭声 让医生重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女孩放学回来 请妈妈批准她去游泳 本来妈妈不同意的 这时却跳出一个劳拉 说艾伦考了100分 妈妈一高兴就同意了 没想到这一曲 女儿再也回不来 三条小船从白天持续到三更半夜 才把艾伦打捞上来 葬礼上妈妈悲痛欲绝 哭到精神几乎崩溃 而劳拉也就成了她的眼中钉 劳拉心里难受得很 用可怜的目光扫向牧师 搞得牧师一下子就心软了 拿着一本圣经 想要化解女人心中的仇恨 可女人再也不信上帝 牧师捡起圣经灰溜溜地跑了 而劳拉一回到家就躲进骨仓 等着爸爸来安慰她 一如既往地想听到 那句让她闯了无数次祸的话 爸爸没有指出错误 也没有一个字的责罚 只有无穷无尽的纵容和溺爱 第二天劳拉就满血复活 拿着一束花来自投罗网 门没有上锁 她毫无顾忌走了进去 女人说好几天没吃饭了 饿到四肢无力 麻烦劳拉去地窖拿一些苹果 这么好的赎罪机会 劳拉断然不会拒绝 刚到地窖女人就把梯子收了上去 反手把地窖门关了 把劳拉的东西拿出去丢了 玛丽一放学就来找爸爸 说劳拉没来学校 去给女人送花之后就不见了 爸爸赶紧过来找人 根本不知道有人过来 查尔斯转念一想 以为是性情古怪的大鼻子干的 劳拉的物品散落在地 大鼻子捡起一本书 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传来马车声 她不想被人误会 干脆找地方躲了起来 查尔斯也就没有找到她 却找到了劳拉的物品 大鼻子也就成了重点嫌疑犯 赶紧回去叫人 查尔斯留下来继续找劳拉 但一直找到天快黑了 也没有任何发现 乔南森劝她回家休息 明天一早再继续搜寻 一想到劳拉可能遭到不测 查尔斯心情跌入了谷底 刚经历丧女之痛的卡尔 却反过来安慰她 第二天女人来商店 买十二根生日蜡烛和一个洋娃娃 把哈利特整懵圈了 不过开门做生意 她也不敢多问 男人们继续搜寻大鼻子 敏锐的乔南森听到了动静 大声呼喊大鼻子 吓得她从树上跳下来逃了 大家立马去追 手拿喷子的卡尔 对准大鼻子一枪爆头 好在被医生救了过来 查尔斯问她劳拉在哪里 大鼻子一声不吭 换乔南森来问 她才说不知道 这个结果难以服众 只有继续追问 大鼻子直接被吓晕了 这时哈利特赶了过来 把女人来买生日蜡烛的事 说了出来 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立马过去一探究竟 女人给劳拉穿上女儿的裙子 解开长长的辫子 完全把劳拉当成了艾伦 点亮了十二根蜡烛 让女儿许个愿 劳拉心生一计 让两人都闭上眼睛许愿 这样两人的愿望都会实现 女人看到的是女儿在恳求她 也就答应了 劳拉趁着女人闭眼的时候 迅速沿着梯子爬了出去 女人紧追不舍 追到艾伦的目的前 把劳拉按倒在地 嘴里一直喊着艾伦 劳拉说自己不是她 精神混乱的女人不相信 这时查尔斯来了 劳拉冲过去紧紧抱住爸爸 对爸爸说又立了一件大功 爸爸心疼地抱得更紧了 只留下这对夫妻跪在女儿的坟前 显得如此凄凉 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没有父母的陪同下 千万不要下水游泳 尤其是怂恿别人去游泳的 出了什么事 害别人一家陷入永恒的痛苦中 同时也害了自己 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不久前两个男人来到小镇 其中一个男人很奇怪 全身都在飙冷汗 善良的人们想帮他叫医生 却被同伴阻止 说他只是得了感冒 找个地方休息几天就会好 为此汉森把闲置的房子租给他们 查尔斯见男人走路不便 自己刚好有马车 便把他们送到住处 帮忙把行李搬进去 男人看查尔斯这么好心 于是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 自己要照顾同伙走不开 要顾他的女儿来当跑腿 玛丽高兴坏了请示爸爸的意思 但妈妈不赞同 那可是两个陌生男人 再说了那男人得的是什么病也不清楚 万一是传染病呢 可玛丽不想失去这个挣钱机会 爸爸说这个好办 明天带医生过去检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第二天查尔斯带上医生来一探究竟 男人却找了一大堆理由 把医生拒之门外 不过医生可以断定这不是传染病 要是传染病的话 那同伙早就中招了 查尔斯干脆让医生说服妻子 让女儿过来当跑腿 实际上男人不是得病 而是腿部中了胆 至于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 肯定有人在追杀他们 就这样玛丽白天上学 放学后就来男人这边当跑腿 甚至帮他们洗衣服 男人也给他加工钱 但有一天一帮手拿喷子的家伙 突然来到小镇 自称是赏金猎人来逮捕那两个男人 有知情者重重有赏 大家对这些家伙没有半点好感 也就隐瞒实情把他们骗走了 所以玛丽不能再去当跑腿 却没有告诉他原因 玛丽的心里很不爽 但也不得不听爸妈的话 第二天赏金猎人折返回小镇 据他们收到的消息 两个男人就藏在这里 警告大家窝藏罪犯是死罪 要把小镇为个水泄补通 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拾去的话趁早交出他们 牧师站了出来 说要召开一次城镇会议 把所有人聚在一起 帮助他找出那两个男人 乔纳森说学校放学才能召开会议 请求不要为难孩子们 赏金猎人答应了 乔纳森来到学校 把实情告诉老师让他提前放学 确保了孩子们的安全 没想到不知情的玛丽 要去找那两个男人说声感谢和告别 劳拉竟然拦住他 劳拉望拿作业本折返回学校 被爸爸看到了 问他玛丽在哪里 劳拉把实情告诉了爸爸 查尔斯担心坏了 让劳拉赶紧回家 而玛丽已经来到男人这边 为了活命男人把他当成了人质 玛丽不敢相信 自己把他们当朋友 而男人却想要他命 把他关进了房间 查尔斯想要去救女儿 首先得过了赏金猎人这关 等了很久查尔斯也没有机会 乔纳森见状帮查尔斯一把 以回家的理由缠住守卫 为查尔斯争取时间 好不容易赶到男人这边 请求男人放了玛丽 他来当人质 没想到男人说傻子才做交易 他全都要 直接把查尔斯压了进去 会议上赏金猎人说 谁供出那两个男人的行踪 就有2500美元的奖励 大家都知道玛丽成了人质 说出来玛丽必然凶多吉少 但有一个村民见钱眼开 想要告诉赏金猎人 乔纳森赶紧给了他一拳 对赏金猎人说 领赏的人非自己莫属 主动带路去逮捕他们 指着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子说 他们就藏在那里 这里也就没有乔纳森什么事了 赏金猎人立刻包围房子 三声过后仍然没人出来 对着房子就是一顿乱喷 乔纳森趁着混乱之际 放走了赏金猎人的马 骑着马又牵着两匹 一口气赶来救查尔斯 有了马两个男人就可以逃跑 临走前男人给查尔斯妇女道歉 可两人的心已经被伤透了 一个字也不想跟他们说 乔纳森叫他们赶紧滚 因此查尔斯欠了乔纳森一个天大的人情 但危险还没有解除 刚回来一把喷子就对准了乔纳森 他该怎样自救 乔纳森反倒责怪赏金猎人 那两个男人趁乱骑走了你们的马 你们都还不知道 他跟查尔斯去追他们 差点连命都丢了 查尔斯帮着乔纳森 两人一唱一鹤蒙骗过关 乔纳森再送赏金猎人一句话 搞得赏金猎人又气又无可奈何 这一家人去赶集 却遇到了火车上的男孩 帕特赚了一点小钱 想邀请玛丽去玩 希望当父母的能同意 查尔斯明白帕特是想撩他的女儿 于是给了姐妹一人50美分 让他们自由活动 玛丽跑来约定地点 却没看到帕特 温热气球的老板打听帕特的消息 这家伙看到玛丽长得如花似玉 一大堆甜言蜜语随口而出 而且故意说帕特的坏话 离见他们之间的感情 这样就能趁虚而入 帕特垂头丧气回来了 他的钱被人偷了 不能给他买任何东西 真诚地给玛丽道歉 玛丽说没关系自己有一些钱 但帕特又怎么能花他的钱 这些话被老板听到了 拿一碟传单交给他 派完就有20美分 至于玛丽他会好好照顾的 眼看着光明正大的挖墙角 没钱的帕特也只能忍了 这家伙一看就是个渣男 情话一波接一波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玛丽撩得欲罢不能 劳拉来玩胎瓜子游戏 一会功夫50美分就被骗光了 要是被爸妈知道那还得了 于是来参加一个游戏 在水桶上坐满一个小时 不被球击中掉入水中 就有一美元的报酬 刚好被内力撞减 让劳拉出球这是他最喜欢干的事 拿着球一顿砸 不把劳拉弄下来他就不信内 劳拉乐坏了 嘲笑他是个菜鸡 内力越砸越起 钱都花光了 也没办法把他砸下来 对劳拉说这东西骗人的 劳拉看到两个投球高手过来了 干脆说这就是骗人的 要不你来把钱挣回来 一肚子气得内力也就上当了 劳拉跟老板要了50美分的报酬 把位置让给了内力 站在一边等着看好戏 内力坐在水桶上傲视群雄 帕特派完传单找到了他们 以为可以跟玛丽培养感情了 没想到老板支付他薪水 拉着玛丽扭头就走 帕特拦住了玛丽 想要用球砸个娃娃送给他 玛丽满怀期待 帕特拿出了看家本领 可惜没有砸中 玛丽看向男人 两人都在偷笑 第二球击中了娃娃 却没有把他打下来 玛丽又看向男人 表情直接变成了轻蔑 帕特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适滋味 第三球更离谱 直接砸天花板 玛丽对他失望透顶 这时到老板大显身手 三球三娃 让玛丽佩服的五体投地 换到一个最大的娃娃送给他 彻底俘获了玛丽的芳心 帕特输得一败涂地 老板让他去给热气球生火 不要在这里爱手爱脚 看到玛丽也没有挽留的意思 帕特转头走了 劳拉带着妹妹排队 买旋转木马的票 看到自己的狗跟小姐姐跑了 立马追了上去 留下妹妹不知如何是好 玛丽做的真秀没有得奖 男人说要补偿她 带她去吃午饭 玛丽感动的眼泪都飙了出来 这些都被帕特看在了眼里 最爱的女人被朋友抢走了 换作谁也吞不下这口气 拿起一把斧子 把绳子全部砍断 放飞热气球以泄心头之恨 可没想到一个小女孩站了起来 笑着给大家招手 帕特抢了一匹马赶紧去追 这时查尔斯看到是自己的女儿 坐上消防车也追了上去 帕特一骑当先 抓住绳子想让她停下 但强大的胜利会把她直接撕碎 只能松开手 采取第二种方法 气马抓住绳子拼命往下拽 生怕热气球上升 错过了解救女孩的机会 消防车一到她再也支撑不住 消防员对准燃烧气一顿乱喷 终于把火扑灭了 热气球失去了上升的动力 缓缓地降了下来 女孩也就得救了 玛丽直接跑来问帕特有没事 别人来学校是为了读书 而这对父子是来相亲的 第一天报到父亲就跟老师卖惨 说儿子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 甚至从小到大还没穿过鞋子 不是买不起鞋 而是已经习惯了 老师听完满脸震惊 显然男孩脑袋从小长歪了 搞得老师母爱泛滥 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而且恋恋不舍地目送这位父亲离开 出乎意料的是 这位新同学很受同学们欢迎 尤其是内力 因为卢克没有位置足 直接就把亲弟弟推到一边 或许卢克长得高大威猛 内力第一眼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明目张胆地越坐越近 这一幕搞得身后的弟弟恨不得递刀子 认识还不到半天 内力就请卢克回家吃饭 卢克竟然答应了 与其说请吃饭 不如说是相亲 内力来来回回换了十几套衣服 才选出满意的裙子 全家都要盛装打扮 迎接这位成龙快婿 哈利特万万没想到 女儿说的一条龙竟然是一条穷 衣着朴素也就算了 还是个赤脚大仙 哈利特大失所望 不过有钱能遮白丑 问卢克的父亲是做什么大生意的 卢克说养猪的 晚餐过后 哈利特说到了睡觉时间 早早就把卢克给轰走了 往往父母不同意 女儿就会跟他死磕到底 白天在一起还不够 晚上还偷偷默默搞地下恋情 被哈利特撞见 顿时火冒三丈去抓现行 吓得做贼心虚的两人仓皇而逃 第二天怒气冲天来学校 务必要老师拆散他们 人家自由恋爱老师根本管不着 哈利特说影响到了女儿的学习 当老师的就有责任 怼到老师无话可说 只能去找卢克父亲谈谈 阿当认为只要他们真心相爱 就不应该去干涉 这个观点和老师不谋而合 他单身了一万多天 对待爱情非常向往 两人不知不觉聊到了爱情 阿当送他一只火腿 而老师也有点饭花吃了 让阿当以后叫他伊瓦 可是第二天放学 卢克这家伙抛下了内利 选择跟玛丽待在一块 看到内利生气走 转头跟玛丽来到商店 买下了一个戒指 哈利特勒坏了 以为是自己的计策奏效了 内利过来问母亲 他们来买了什么 母亲说卢克买了订婚戒指 让女儿忘了赤脚大仙 他坐在鞦韆上生无可恋 老师问怎么回事 他哭着说卢克变心了 给玛丽买了戒指 老师替他感到不公 火速过来质问卢克在搞什么飞机 卢克说一场误会 玛丽只是帮他挑选戒指 打算在内利生日送给他 明白真相老师非常惭愧 觉得自己不应该怀疑他 不过阿当总有办法 让他开心起来 晚上卢克手拿鲜花 跟内利说生日快乐 把内利整蒙圈了 卢克拿出戒指递给他 这一刻才恍然大悟 两人手牵手在小树林游荡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生日 从此去到哪里都是手牵着手 而阿当和伊娃这一对 感情也在迅速升温 外出露营的他们 仿佛就像是一家四口 时机成熟 阿当向伊娃求婚 幸福来得太突然 伊娃一时没有做出回应 不过两人已经抱在了一起 这些都被他们看到了 卢克干脆也向内利求婚 内利觉得自己还小 要考虑一下 卢克说不要去问哈利特 他绝对不会同意的 所以内利来问老师 年龄对爱情有没有影响 老师以为他说的是自己这一对 非常坚定地说 内利跑来找卢克接受了求婚 既然两人一条心 卢克制定了私奔计划 等生米煮成粥了 哈利特拿他们就没办法了 威力很仗义 姐姐打包走了几个小时 才告诉爸妈 两人骑上马带上喷子 赶去阿当家心事问罪 刚到家门口就摔了一跤 显然这是出事不利 找上门才发现 老师和阿当待在了一块 哈利特才知道弄巧成桌 当了一回媒婆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私奔一事 四人赶紧去追 可是没有户口本的年代 他们已经找法官结婚了 懵懂的卢克 却把戒指带在了法官手上 当爸妈的十万伙计赶到法官家 却被盗知他们已经结婚 去找住宿去了 镇上有两间酒店 四人赶紧分头去找 他们换好了睡衣 打算休息了 吓得尼克屁滚尿流 连老婆都不要就跑了 却被父亲逮个正着 结婚还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哈利特强迫离了婚 这可能是世上最短暂的婚姻 却成全了阿当和伊娃 干脆请法官主持婚礼 儿子为伴郎 内力为伴娘 奥利森夫妇为见证人 三更半夜完成了婚礼 他想抓青蛙 不料掉进了河里 同伴赶紧伸手拉他上来 但力气小也被拖下了水 男孩爬上岸扶女孩一把 一不小心来了的亲密接触 没想到女孩又犯了花痴 把男孩看成了白马王子 情不自禁 越靠越近 男孩赶紧问他怎么回事 他才回过神来羞怯离去 当晚女孩又做梦了 梦到和男孩穿着华丽的衣服 手牵手往山上狂奔 在山顶上共舞一曲 累得两人倒在了草坪上 醒来发现自己从床上掉了下来 姐姐说 第二天仍然回味无穷 拿起一面镜子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毫不犹豫怼上去找感觉 一次不够还要多来几次 不料被姐姐撞个正着 他故意不扎辫子来上学 问男孩他今天有什么不同 没想到男孩毫无感觉 劝他把长发给剪了 这样就不会妨碍打棒球 更意想不到的是 横空出现一个强大的情敌 半天时间男孩就送他红苹果 照这样发展下去那还得了 他该怎么办吗 于是来找内力取经 毕竟内力是离过婚的人 拿捏小白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内力说男生不喜欢男人婆 尤其是像他这样喜欢运动和钓鱼 全身散发着汗臭味和鱼腥味的女孩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使用香水就能将男孩吸引过来 但要锁住男孩的心 就要做到像他这样性格甜美 衣着精致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天他用妈妈的香水 把自己涂得香香的 在上学的必经之路突然杀出 给男孩一个焕然异香的惊喜 但汗水味加鱼腥味加香水 三种气味混合是怎样的效果 你猜男孩怎么说的 他并没有气馁 盯着一个苹果又想到了主意 等所有同学回到了教室 他突然释放终极杀手锏 要给男孩一个天大的惊喜 令他难堪的是 老师竟然叫他上黑板打提 无奈的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却让老师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是苹果掉了 这下球大了 一口气跑回家 再也不想去上学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当妈妈的应该怎样做呢 答案就是让女儿做自己 如果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还怎么指望别人来爱你 他扎起辫子重返校园 接过男孩手中的球棒 要给对手狠狠地上一课 一击击中将球击飞五百米 迅速沿着阵地环绕一圈 不但击败了对手 还赢回了男孩的心 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抱着厚厚的一叠书 给同龄园打招呼 你以为他是新来的学生吗 错了 他是新来的老师 第一堂课他就发现很多问题 这里的学生无论男女 轻易色光着脚丫 而且每个人目光呆滞 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贫穷买不起鞋 他能理解 但也不至于因为穷 导致每个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呀 这就有点难以理解了 直到这个女人的出现 他才有了一点眉目 听说皮尔是个女传教士 可是一出现就让孩子们闻风丧胆 看上去倒像是个女巫 竟然指责他穿的衣服过于华丽 还讨厌他带来的这些书 他就奇了怪了 不带书怎么教孩子们 但更奇怪的是 皮尔让他只教算术 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不能教 否则他有办法让他滚回老家去 玛丽就有点纳闷了 这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更奇怪的是他跟学生回家 走着走着女孩竟然跑了起来 像见到鬼一样怕得要死 玛丽看到一旁的房子才明白 原来是路过了皮尔的家 他被安排在女孩家住下 到了吃饭时间 出于礼他换了一套裙子 可是老头很生气 第一件裙子他已经忍了 还整出第二件奇装衣服 玛丽不服气地说 说明这里的人思想老旧 而且他想帮忙洗碗 女人一口拒绝 这是当家庭主妇的工作 可玛丽坚决要帮忙 顺便抛出几道人尽皆知的问题 果不其然他们一无所知 不懂也就算了 还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碰到这帮硬茶 玛丽有的是苦吃了 毕竟自己出出茅庐 也只能在学校教算术 有个迟到的家伙 自迟比他年长会一些算数 就敢在全省数学竞赛亚军面前 班门弄斧 直接把这讨厌的家伙轰回家去 让他长点记性 下次不要再迟到 却不知这家伙将要实施报复 一回到家老头非常生气地说 被碾回家那家伙的父亲非常不满 如有下次 就要找皮尔送他回家 玛丽毫不畏惧 如果那家伙再迟到 扰乱课堂 依然会被赶出教室 有一天他看到一只被绑着的公鸡 想要解开绳子 女孩看到立刻阻止 他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就放了公鸡 没想到老头知道大发雷霆 这只绑着的公鸡 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在老头眼里 玛丽成了扫把心 找皮尔告状去了 第二天放学 这家伙故意缠着玛丽 说有一道题请教他 玛丽在地上教他算数 这家伙夸他长得漂亮 开始动手动脚 玛丽一巴掌伤了过去 没想到皮尔说他是个恶魔 受到七尺大辱还被倒打一耙 为了当老师他也忍了 可没想到那家伙的父亲找上了门 说他就是个恶魔 用巫术谋害他的儿子 一回到家儿子就病倒了 眼睛肿得睁不开 好在皮尔用药水救了他一命 如果再敢伤害他的儿子 就把他绑去烧了 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 但教室里一个学生都没来 愚蠢的村民全被皮尔蛊惑 深信他就是个恶魔 玛丽心里清楚得很 却又无法扭转乾坤 一肚子委屈无处安放 一回到家就钻进妈妈的怀抱 痛哭一场 这件事折磨得他寝室难安 第一次当老师竟然这么失败 爸爸站在一旁默默倾听 时不时又给他煽风点火 玛丽越说越气 越气越不服 爸爸总算等到了这句话 不但支持女儿回去 还要挑个人多的礼拜天 陪着女儿一起舌战群魔 手拿圣经的皮尔 正在给大家读着十条诫命 才读三条玛丽已经找到了破绽 问他是私了还是在这里谈 洋洋得意的皮尔不屑与魔鬼谈话 玛丽也不跟他争执 接着给大家普及剩下的七条诫命 每一条村民们听的是一脸懵圈 读到第七条皮尔终于忍不住了 玛丽说这不是十诫之一 这句话来自于中国的论语 还给他分析了这句成语的意思 皮尔仍然坚持自己才是对的 玛丽不再跟他客气 让他打开圣经读剩下的诫命 玛丽不想跟他扯告诉大家真相 皮尔根本不识字 他讨厌学校 盼望学校早日倒闭 怕大家读书学到了知识 就会推翻他的掌控 他谣言惑众说我是魔鬼 这违反了第九条诫命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气得皮尔当场施展巫术 把众人吓得半死 男人不敢违反诫命 只能把实情告诉大家 他眼睛的伤势进了沙子 并不是皮尔的药水治好的 而是母亲用水清洗了二十多遍才治好的 皮尔的谎言被当众揭穿 他羞愧难当 玛丽对他说 上帝的世界不是恐惧和仇恨 只有爱和理解 他马上要生孩子了 却忍着疼痛给父亲作反 他不敢告诉父亲 那样只会一失两命 终于他憋不住了 提个水桶说去河里打水 可老天也跟他作对 竟然刮起了狂风暴雨 他钻进一处简陋的棚子 一咬牙把孩子崩了出来 不久全身湿透的他 提着一桶水回来了 父亲不会关心他 而是质问他为什么出去那么久 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外面下着狂风暴雨 不得已找了个地方避雨 父亲说这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他淡淡地说风雨已经停了 似乎在说隐瞒了几个月的怀胎之苦 终于结束了 可孩子该怎么办呢 他偷偷写了一句话放进瓶子 沿着河水漂到了劳拉面前 他打开瓶带拿出纸条 上面写着 这句话引起了劳拉的兴趣 沿着上游找了过去 但找了很长一段路 也没有任何发现 只能放弃回家 女人没有放弃剪下一缕头发 再写一张纸条塞进漂流瓶 不出意外的话又被劳拉捡到了 上面写着 劳拉一直找到天黑 也没见人回家 全家都担心坏了 刚进家门爸爸就把他叫上阁楼 狠狠地训了一顿 他说不是故意的 因为发现了第二个漂流瓶 总感觉对方很悲伤很孤单 所以沿着上游继续找 爸爸接过瓶子看过之后 劝他放弃大海捞针的幻想 他也同意了 可第二天又跑到河边去了 又发现了第三个漂流瓶 上面写着这就是我 做我的朋友吧 有了这张照片 寻找的难度缩小了一半 一口气跑来找爸爸 把爸爸也拖下了水 沿着上游一路寻找 躲在暗处的女人看到了他们 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久他们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沿着哭声找了过去 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婴儿 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请成为我的朋友 请爱我 我很孤独 看完爸爸立刻去找抛弃孩子的女人 而劳拉给婴儿换着尿片 一无所获的爸爸回来了 却看到婴儿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就这样他们收获一个女婴回家了 而女人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但父亲不高兴了 再也不准他踏出家门半步 女儿竟然答应了 劳拉负责照顾婴儿 不准妈妈干涉 给孩子取名叫格雷斯 所以去到哪里都抱着孩子 哈利特一直盯着婴儿看 不由自主地问查尔斯是谁的孩子 医生给婴儿做了全面检查 婴儿很健康 随后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小镇 可能婴儿的亲妈就在那里 查尔斯赶了过去 找当地的牧师打听情况 牧师一看照片就认出是安娜 他们父女经常去教堂 半年前就已经搬走了 原因是安娜交了一个男友 在父亲眼里这是罪恶 因为他的妻子抛家弃女 所以不同意这门婚事 甚至千方百计阻止他们 查尔斯把婴儿的事告诉牧师 牧师领着他来见安娜的男友 鲍比得知情况 恳求查尔斯带他去找安娜 两人沿着小河找了五天五夜 也没有任何发现 却被安娜父亲看到了鲍比 一回到家就冲女儿发火 原来一直瞒着他和鲍比约会 女儿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 拿起一盏油灯点燃了房子 要和罪恶的女儿同归于尽 女儿把他推到一边 不料头部砸中炉边当场晕剧 女儿使尽了所有力气 才把他拖出房子 这时查尔斯和鲍比 沿着浓烟赶了过来 女人一看到鲍比 赶紧冲上去抱在了一块 查尔斯去查看男人的伤势 好在并无大碍 查尔斯让他们先走 自己留在这等男人醒来 想要化解他心中的执念 可是男人中毒太深 认为女儿跟母亲一样 到后来都会抛家弃子 查尔斯也没有办法 丢下他在这自生自灭 这些日子都是劳拉照顾着格雷斯 自然对孩子产生了感情 奈何不是自己的孩子 恋恋不舍地还给了安娜 叮嘱安娜要记得给他天衣饱满 这一家人要发大财了 这男人带来了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 查尔斯的叔叔死了 第二个消息 叔叔将查尔斯列为继承人 查尔斯高兴坏了 小时候在叔叔家玩 那可是一栋豪华庄园 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但更高兴的是 律师齐来的作家 都是叔叔家的公司生产的 这家公司也不大 产业遍布全国而已 签完字办完手续 这些产业就全归查尔斯了 天降横财 这两夫妻高兴地睡不着觉 却不知烦心事将会接踵而至 天刚亮一位旗客登门拜访 一进门就扑向卡罗林 又是祝贺又是套近乎 哈利特的墓地查尔斯清楚得很 果不其然祝贺此一停 就请他们去清空商店 查尔斯懒得理他 拿个帽子上班去了 本以为可以安心上班了 但老板汉森也说他发财了 必然会辞工 丢下这个烂摊子自己该怎么办 不如把工厂卖给他算了 查尔斯劝他不要那么悲观 可汉森执意要这么干 他说以后再弹转头上班去了 甚至欠了一身债的工友乔纳森 也觉得查尔斯会变 不敢跟他借钱度日 一天下来钱还没到手 朋友的关系已经凉了一大半 这时连牧师也来了 查尔斯让他开门见山 牧师也就不装了 让查尔斯送教堂一个管风琴 查尔斯答应了 等钱一到马上去买 劳拉在学校当了图书负责人 请父亲包揽所有学生的教材 查尔斯也答应了 随后跟妻子来商店 哈利特热情似火 帮他们引荐一位媒体朋友 把他们一夜报复的事迹登上报纸 礼拜六到查尔斯家拍照 两人一听有照拍也就答应了 哈利特已经把包摩得贼亮 拍照当然要给全家整一套像样的衣服 今时已经不同往日了 直接把查尔斯的信用卡 升级为钻石王老五 爱怎么刷就怎么刷 查尔斯干脆将管风琴 还有学校需要的教材也一并订购 反正已经发财了 钱一道还他便是 查尔斯送妻子一个精致的怀表 卡罗林却送他一个工具箱 即便你再有钱 往后都要给我挣钱去 礼拜六那天 一人一套名牌穿在身上 欢迎记者的到来 但记者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眼睛到处扫描屋里的一切 最后摇摇头觉得没得搞了 查尔斯非常疑惑 记者说穿得像城里人一样还怎么拍 人们就喜欢看那种穷到接不开锅 历经生活种种摧残 然后变富的爽文 一边说一边对孩子们动手动脚 让他们把衣服扯烂 往脸上抹灰再拍 气得查尔斯直接拎着这家伙扔出家门 但一周时间过去了 哈利特仍然没有收到钱 他开始慌了 务必让查尔斯签下合约 如果一个星期后再不来还债 就把他家的财产当众拍卖 无奈的查尔斯只能签字 当晚律师扛着一个箱子来了 通过何时财产都被叔叔挥霍光了 庄园和公司赔进去都不够还债 只剩下这个不知保管了多少年的箱子 查尔斯拿着钥匙开着锁 心里忐忑不安 这可是拯救这个家最后的希望 尤其是卡罗林紧张地要死 查尔斯把实情告诉哈利特 奥利森不准他拍卖查尔斯的家产 但哈利特的为人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让丈夫一边凉快去 找来一个代理人公开拍卖 第一件是查尔斯的工具箱 起拍价10美元起 汉森给出了一口价 代理人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规则 乔纳森忍不住了再次出价 代理人继续嗶嗶 可是在这个小镇不是规则说的算 而是人间自有真情在 再也没有人出价 无奈的代理人只能敲响锤子 哈利特很生气 但也不敢多说 嘴巴扁得像鸭子 希望在下一件拍卖品中狂赚一笔 价值为100美元的两匹马 乔纳森仍然出价一美分 但牧师比他多出了一分 又拿下两匹马 下一件就是价值400美元的房子和田地 医生依然给两美分 看哈利特的表情 想把在场所有人吃了 可是旧由自取又无可奈何 查尔斯觉得卖光所有家产 也不够赔欠下的债 这一次真的一无所有了 众人走进来把拍卖结果告诉他 男孩被学校开除 却理直气壮告诉爸爸 自己犯的是作弊和偷窃 爸爸看完开除性非常气愤 不问缘由让他回房间等着 但男孩要的不是这句话 可能你已经发现问题 他们家有的是钱 为什么男孩还要偷窃呢 因为男孩自小没了母亲 而爸爸是个工作狂 从来不关心儿子 更不会跟他沟通 认为儿子到了叛逆期 索性放他到乡下老表家好好历练 男孩以为来到小镇会有所改变 于是送他们一人一条名贵丝巾 可是两个老表拿到礼物立马炫耀去了 丢下他孤单一人 无人问津 没人作伴也就算了 还被一帮同龄人欺负 他坐在门前闷闷不乐 却又听到表嫂说 父亲不要他回家了 他越想越起 竟然连父亲也抛弃他了 他要宣泄 抄起一张椅子把窗户砸个稀巴烂 查尔斯看到赶紧上前阻止 表伯赶来只会对他大声呵斥 他一声不吭把自己封闭起来 查尔斯问奥利森搞懂了男孩的情况 于是跟奥利森打包票 把男孩交给他 不但可以交好男孩 还能把修窗户的钱挣回来 奥利森自然感激涕零 下午奥利森就把男孩送了过来 查尔斯一家出来欢迎他 男孩顿时感到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但查尔斯把他安排在骨仓 下面住的是家处 棚顶就是男孩住的地方 如果不听话就会揍他一顿 第二天带他去巨木取柴 好好体验一下农民的生活 一直忙到吃午饭才让他停下来 累得他双手起泡饭都不想吃 查尔斯啃着鸡腿说 财蛋一天活 双手不知磨破了多少水泡 深深体会到了当农民的苦 查尔斯要给他抹一些药 顺便吃晚饭 他生气地说不吃 查尔斯说不管你饿不饿 都要坐在餐桌前一起祈祷 实际上查尔斯借着祈祷对男孩一顿夸 感谢上帝给他带来这么好的工人 一天就砍了两车柴火 男孩说自己竟然这么厉害 查尔斯趁机端给他一盆兔肉 干了一天活他早就饿扁了 再也顾不了那么多 一口气干了一杯牛奶 就这样他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而且还有两个小姐姐 陪着他一起干农活 再怎么说自己也不能输给他们呀 干完活查尔斯还带他们去游泳 可是他不敢下水 查尔斯询问才知道他不会游泳 显然父亲没有教他 查尔斯抱起他就往水里面扔 现场教他狗巴士 通过反复指导 他不但学会了游泳 还在查尔斯身上找到了那份缺失的父爱 查尔斯带男孩来商店 哈利特一看到他双手起了老姐 心疼得要死 而且这才过去几天时间 就称呼查尔斯为叔叔 哈利特简直难以置信 叫得比他还要亲切 更惊讶的是 查尔斯竟然给男孩发工资 赔完了砸碎的玻璃还有余钱 可男孩不想跟他们待一块 又跟着查尔斯回去了 往后他更努力了 搬货物 挤牛奶 巨大树 帮查尔斯分担了不少农货 查尔斯带他也情同父子 男孩写信把父亲叫了过来 一看到父亲就冲进河里 炫耀自己学会了游泳 可父亲只是感到惊讶 并没有反省自己 反而让男孩收拾东西回家 男孩很失望 但也不能不听父亲的话 查尔斯实在看不下去了 说当父亲的一点都不了解儿子 听完查尔斯的一戏话 父亲恍然大悟 擦了擦冷汗跟儿子说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也找不到任何理由辩解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他操持着家务 突然深感不适 查尔斯劝他去看医生 他却不舍地花这个钱 查尔斯坚决让他去检查 他只能乖乖照做 但不查不知道 一查了坏了 原来怀上了第五胎 直接飞出诊所 把这消息告诉丈夫 可是往往有喜也有忧 看到安迪帮丈夫 分担了不少活 多么渴望肚子怀的是个男孩 当晚问丈夫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这个问题查尔斯 已经不在乎了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就行 他又问查尔斯 不想延续家族的姓氏吗 查尔斯说得了吧 除了小镇 没人知道他这个姓氏 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务必在男女之间选一个 不得已查尔斯选了男孩 但再次生名生男生女 都无所谓 他却耿耿于怀 不生一个男孩 总觉得对不起查尔斯 有一天提鸡蛋去卖 却碰到一个预言家 他可以预测孩子性别 虽然听起来很扯 但卡罗林还是花钱预测 结果真的如他所愿 预言道是个男孩 这样预言家就可以多收点钱 还指点迷津地说 他深信不疑 挑一些长的鸡蛋出来不卖了 把哈利特整懵圈了 不久乔纳森太太飞马前来报喜 伊娃在一个小时前 生下一个男婴 听完他感到压力山大 甚至有些怀疑人生 晚上家人都在说伊娃的事 真替他们家感到高兴 他越听越想哭 让他们不要再说了 扭头冲出了家门 两个女儿一脸懵圈 问爸爸怎么回事 查尔斯让他们先吃饭 出来问卡罗林怎么了 第二天他跪在儿子的墓地前 恳求儿子再给他一次机会 保佑他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 这对家族来说意义重大 尤其是查尔斯 他无法接受让查尔斯失望 如果儿子要惩罚 他愿意一个人扛下所有 请不要让查尔斯断子绝孙 做礼拜那天大家都围着伊娃转 给他们家说声恭喜 卡罗林躲在一旁愁眉苦脸 不敢去见伊娃 伊娃看到他闷闷不乐 抱着孩子来给他打招呼 一看到男婴他的心融化了 直接抱过来说男婴是他的 有人叫他们进教堂做礼拜 他才反应过来说了句恭喜 把孩子还给了伊娃 晚上他翻出儿子的婴儿床仔细擦拭 查尔斯看到这一幕 越看越不对劲 他竟然盯着空床越摇越开心 查尔斯问他为什么变成了偏执狂 查尔斯的话把他拉回了正轨 到了生产那天 他不允许查尔斯去找医生过来 两人一起等着宝宝的降临 不出意外的话 他顺利生下一个女婴 因为有人早已为婴儿取好了名字 那么你知道给孩子取了什么名字吗 女孩去河边钓鱼 却遇到一个小伙 没想到小伙夸他两句 他又犯了花痴 直接把塞斯带回家见爸妈 不料塞斯一见到他的姐姐 两人相逢恨晚 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 再也没有他说话的份 而且约好了明天去他亲 搞得他怀疑人生 晚餐的时候 玛丽对爸妈说认识了一个新男孩塞斯 他立马回敬 但玛丽的眼睛却出现了问题 不过他没有在意 照常和塞斯去约会 劳拉很不服气 想要横刀夺爱 可是塞斯根本不鸟他 气得他只能剃木桩 更可恶的是才几天时间 他们已经发展到这一步 看到这一幕他的肺都要气炸了 从此不再跟玛丽说一个字 干完家务立马躲到阁楼 但玛丽的眼睛越来越严重 爸爸再也不能等了 带他去城里检查 医生说有些糟糕 问他过往的病例 玛丽说做过两次大手术 曾经还得过心红热 医生有了结论 叫他到外面请爸爸进来 医生问玛丽是不是得过心红热 查尔斯说是的 医生说那就不好了 发烧损害了是神经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查尔斯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玛丽读了那么多的书 当老师的梦想都还没有实现 她不相信医生 她拿着医生给的老花镜 跟玛丽说啥事没有就回家了 一直到了深夜 才把玛丽将要失明的事告诉妻子 当妈妈的又怎么接受得了 哭的那叫一个惨 查尔斯说医生绝对是个庸医 她的心里才没有那么难受 但女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打翻了油灯差点把家烧了 查尔斯及时发现扑灭了火 玛丽解释着说眼睛很疼 看不清东西 真诚地给爸爸道歉 听到这爸爸心里一阵酸楚 强忍着说没关系 让他赶紧上阁楼休息 不知情的劳拉很不服 凭什么玛丽闯下的火 要让他来收拾这烂摊子 爸爸吼了他一句 他心里委屈得很 直接冲出了家门 却不知爸爸的心里比他还要难受 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失去了 玛丽正如医生所说的那样 快要失明了 他不知道该不该把真相告诉玛丽 来教堂找牧师定夺 牧师说应该告诉他 上帝让玛丽失明肯定是有特殊使命 不过现在他也不知道使命是什么 查尔斯鼓足勇气告诉女儿 可话到嘴边却哽咽了 塞斯知道玛丽即将失明 再也不去见玛丽 真是患难见真情 不久的一个早上 楼上传来玛丽的求救声 查尔斯赶紧冲上去查看 查尔斯找医生寻求帮助 医生建议送去盲人学校 只有在那里玛丽才能摆脱恐惧和怨恨 通过培训她一定会成为不一样的人 劳拉绞尽脑汁哄姐姐开心 可是都不起作用 她来找塞斯 不管她是嫌弃姐姐还是逃避 只求她去见姐姐一面 所以塞斯竖着手来了 玛丽很开心 但双手到处摸不着她 一听声音隔着十米远 也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想再跟她废话直接叫她滚出去 一气之下接受了父母的安排 去了千里之外的盲人学校 校长说为了玛丽能尽快适应生活 三个月内不准书信来往 查尔斯虽然不舍 但为了玛丽也只能照做 甚至跟女儿告别也要速战速决 时间长了只会增加双方的痛苦 查尔斯一进来抱着女儿 说了一句我爱你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来门口啥也不想跟校长说扭头就走 校长安排同为盲人的阿当 负责教导玛丽 第一堂课就是熟悉自己的房间 将包里的行李放好 等会再过来教他用餐 他在房间到处搜寻 找了很久才找到行李包 提着包摸到一张梳妆台 伸手摸向镜子中的自己 一想到再也看不见 心里充满了埋怨 晚餐的时候 阿当一步一步指导他用餐 想到吃饭都还要人叫 他直接上手抓来吃 阿当跟他讲理 他叫阿当滚出去 阿当跟他讲道理 他先饭盆不吃了 阿当说没有人会可怜你 毛巾就在架子上 你自己的房间弄脏了 就得自己收拾干净 通过这次教训他不再自讨苦吃 对阿当的教导言听计从 不久他就掌握了铺备单 用餐礼仪 甚至可以走出房间 跟大家做一张桌子吃饭 生活上基本可以自理 阿当手把手叫他独盲文 从最基本的英文字母开始 凭着他学霸的天赋 很快他就领悟了 而查尔斯终于等到了来信 可以接玛丽回家了 两人高兴地撇下家里的孩子 托付给乔纳森照顾 一起去接玛丽回家 经过几个月的朝晚相处 阿当和玛丽已经放心暗许 得知阿当要离开这里 去开办一所盲人学校 玛丽更是主动捅破这层关系 双手放在阿当的脸上 把他的样貌刻在了心里 阿当也不能吃亏 把手放在他迷人的脸上 仔细扫描每一寸肌肤 爸妈一到玛丽就迫不及待 引荐这位恩师给他们认识 还大展身手煮咖啡 做蛋糕给爸妈吃 看到玛丽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爸妈非常欣慰 玛丽说阿当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他不能忘了这份大恩 阿当要开办一所盲人学校 邀请他去当老师 这是他此生的梦想 所以回到家收拾好行李 就去助阿当一臂之力 妈妈听完嘴就扁了 当老师也是自己的梦想 可现在忘得一干二净 如今女儿帮他实现了愿望 他感动得老泪纵横 当晚查尔斯斯来想去 把卡罗林叫醒商量一个重大决定 现在铁路公司专门对付农民 搞得核桃镇工厂 银行全都关门 甚至奥利森的商店都顶不住 不如举家离开核桃镇 跟着女儿一起去大城市闯荡 一家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 卡罗林说这太疯狂了 一时冲动就这样定了吧 他们连夜把这个决定告诉女儿 第二天托阿当在大城市 帮查尔斯找一份工作 分别前两人恋恋不舍 不知不觉就被掀下巴 三人回家收拾东西 到时在大城市间 一回到核桃镇 查尔斯想把家畜卖给奥利森 可奥利森自身难保 很多货物亏本卖给了批发商 这时老师来找玛丽 因为学校关闭 老师一家要离开核桃镇令谋生计 听说玛丽要当老师 所以老师送她一份珍贵的礼物 玛丽说去教堂做完礼拜再出发 查尔斯答应了 教堂里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很多人看不到希望多走了 这一幕让牧师很悲伤 还有愤怒和困惑 他质问过上帝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小绵羊 为什么有权人就是有钱人 为什么贪婪的人要这样做 他找不到答案 这是小镇的商店 可现在空空如也 村民走得走 逃得逃 奥利森顶不住了 也变卖了所有商品 打算去其他地方谋生计 而查尔斯也是来跟他告别的 尤其是这对斗了四年的冤家 到了分别的时刻 想起往日的点点滴滴 还真的有点恋恋不舍 如今能做的 只有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可谁能想到 冤家就是冤家 不久他们将会再次相遇 跟村民们打完招呼 查尔斯带着一家大小离开了小镇 经过无数次风雨的洗礼 总算到了烟尘滚滚 遍地马粪 随时能听到枪声的城市 这种地方他们真的待得下去吗 查尔斯带着女儿来找阿当 阿当已经帮他物色到两份工作 前面不远的酒店在招经理和厨师 查尔斯带着妻子去酒店面试 女儿劳拉负责看管两个妹妹 她责任重大 但一看到男孩就会傻笑 男孩的目光扫了过来 立马收起大嘴巴故装害羞 把男孩逗乐了 又用三角眼回应他 男孩时去地给他打招呼 查尔斯面试的经理工作 其实就是打杂 每天要把玻璃擦得贼亮 而卡罗林的厨艺征服了老头 也拿下了厨娘的工作 两人每月工资50美元 而且包吃包主 住的是酒店的客房 工作就在一楼餐厅 爸妈去上班 劳拉就负责带两个妹妹 格雷斯哭个不停 还没来得及换尿片 就传来了这个声音 卡罗林也不好过 一个人包揽了餐厅的活 忙得冒烟 查尔斯尽量挤出时间帮忙 两个流氓来吃饭 看他是新来的 还有几分姿色 对他动手动脚 查尔斯让他回去厨房 他来应付这两个讨厌的家伙 虽然心里面很气 但为了保住工作只能忍了 按正常的点餐程序走完 两个家伙也就记住了查尔斯 从白天一直干到天黑完了 卡罗林还在厨房忙碌 查尔斯心疼不已 这样下去吃不消的 他说习惯就好 查尔斯也没有办法 甚至跟玛丽他们聊着家常 卡罗林直接睡着了 查尔斯赶紧带他回去休息 可是隔壁的酒吧吵得无法入睡 查尔斯再也无法忍受 直接过来找酒吧老板 却又遇到这讨厌的家伙 原来他是这里的保安 不让查尔斯上去 两人差点打了起来 这时老板出现问查尔斯想干嘛 查尔斯说我是隔壁酒店的经理 你们在这里大吵大闹 这让房客怎么睡觉 老板一看时间才十点钟 这么早哪有人睡得着 查尔斯说那只能找警长了 老板说警长就在那里 戴白帽子的男人就是 查尔斯不服气还真的去找警长 把整件事告诉他 警长笑着说他才是你的老板 这整条街都是他家的产业 要想睡个安稳觉 你应该找他解决才对 查尔斯被老板当猴耍了一回 无奈地离开了 但两人的对决这才刚刚开始 不过查尔斯并不是孤军奋战 因为乔纳森一家也来了 这个强壮的男人可以一笛十 卡罗林在厨房忙到破口大骂 推开门才发现 原来是乔纳森一家 他相遇故知 他的心都要被融化了 晚上搞了个团圆大餐 乔纳森在这里扎下了根 继续跟查尔斯当邻居 第二天奥利森和一身灰的哈利特 也来到了这座城市 刚好来找到查尔斯工作的酒店 却碰到了卡罗林 得知乔纳森也在这里 想必这里的房价很优惠 查尔斯说酒店没有空房 哈利特立马打回原形 这么垃圾的酒店他才不想住 扭头就走 奥利森看到酒吧在招会计 为了生计只能面试这份工作 周末做完礼拜 好心的卡罗林叫住了哈利特 说艾利斯利用骨仓开办了学校 他那两条画骨龙可以去那里上学 就不用花昂贵的学费去斯利学校 哈利特死要面子 他才不让孩子去牛栏读书 奥利森说他疯了 哪有那么多钱供孩子上斯利学校 哈利特先让孩子回酒店 好家伙果然是好妻子 为了争一口气竟然让丈夫去死 奥利森不再跟他客气 要想送孩子去斯利学校就自己挣钱去 哈利特不服气 不就是挣钱吗 那还不是小事一桩 他扫到那张招工广告 正缺酒吧服务员 妥了 他在镜子前精心打扮 决心要咽压群芳 奥利森不准他去 他说关你屁事 卡罗林都能当服务员 凭什么他不可以 怼得奥利森无话可说 刚到酒吧 他就撩起裙摆 展眉书颜 保安带他来跟同事学习经验 看到人家衣着艳丽 又比他年轻漂亮立马慌了 同事说干这行事靠小费吃饭 瞧你这样满脸蜘蛛网 不刷三尺厚的粉怎么见人 有天老板和保安来吃饭 保安跟老板说 这就是那位漂亮的女士 显然是冲着卡罗林来的 查尔斯赶紧过来解围 老板说这是女人的工作 命令他马上出去擦窗户 查尔斯很生气 但还是听妻子的话忍了 到了玛丽生日那天 查尔斯找老板预支几块钱 给女儿过生日 老板说干完今天才满一个星期 明天再发工资 显然老板故意为难他 无奈的查尔斯只能把心爱的小提琴 以5美元的价格当了 可是钱还没到手 一个男孩偷走了老板的油灯 查尔斯赶紧去追 一直追到楼梯底下 男孩没有了退路 恳求查尔斯不要带他去见治安官 查尔斯说那就去见他父母 男孩说这里就是他的家 他需要一盏油灯 查尔斯说不行 提着油灯回到了当铺 拿到了小提琴的钱 花了一块钱买下油灯 又送来给男孩 并且邀请他晚上过来参加女儿的生日 查尔斯把剩下的钱交给卡罗林 致办生日礼物 他路过当铺 一把小提琴引起了他的注意 走进了才发现是丈夫那一把 心里面一阵心酸 阿当和玛丽去餐厅参加生日 酒吧保安看到玛丽长得那么漂亮 又起了色心 查尔斯及时出现 让女儿先走 这一次他再也不能忍 对着这家伙则是一拳 可他们却有两个人 玛丽一到餐厅赶紧叫人 乔纳森得知情况立马赶了过去 却发现查尔斯被他们揍得鼻青脸肿 乔纳森咽不下这一口气 单枪匹马冲进酒吧 找到那两个家伙 一拳把他打得找不着 另一个家伙冲上来又是一拳 像鳞鸭子一样把他推飞出去 转身把那家伙踢起来 一招索妖几乎几乎他的五脏六腑 吓得他连连求饶再也不敢了 乔纳森把他丢到一边 老板目睹全程 觉得乔纳森一个能顶俩 让他来当酒吧保安 又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工资 乔纳森答应了 查尔斯忍着疼痛继续为女儿庆祝生日 玛丽却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他 这帮学生放学回家 却看到马路对面有个胖子 劳拉说从未见过这么胖的玩意 来吧大家把这肥猪写进作文 这些话刺伤了女孩的心 因为对面的男人正是他的爸爸 约翰拿着一个棒棒糖 刚回到家门口就听到女儿跟妈妈说 为什么要搬来这里 她讨厌这个地方 妈妈说爸爸要工作挣钱 没有钱我们都会饿死的 女儿说在老家多好 那样同学们就不会看到她 妈妈说不准你这样说爸爸 她很爱你 为了这个家她已经尽力了 女儿说我不想让同学看到她 更不想让他们知道她是我的爸爸 听到这约翰五味杂陈 助理在窗前苦四两酒 擦干眼泪敲响家门 说要给女儿一个惊喜 妈妈让她擦干眼泪 一起去迎接爸爸 经过深思熟虑 觉得在盲人学校 干你瓦匠挣不到什么钱 所以她要离开这里 去铁路公司上班 每个月准时寄钱回来 妻子不舍得一家人分开 但约翰去意已决 求着妻子成全 纵有万般不舍 无奈的妻子也只能答应 听到这女儿总算松了一口气 当晚约翰提着行李 跟妻子挥手告别 走出没多远回头 看到妻子回家了 提着包来到盲人学校 从此瞒着家人 在工作的地方住下了 第二天牢拉来盲人学校 无意间得知约翰的姓氏 立马跑来跟女孩道歉 昨天不应该这样说她的爸爸 女孩说搞错了 那胖子根本不是她父亲 她的爸爸去了铁路公司上班 老拉总算松了一口气 约翰多日不见女儿心里无比牵挂 她做了两条项链 一条送给了玛丽 另一条拜托玛丽送给女儿 约翰有空的时候 就游走在盲人课堂 看有哪些孩子需要帮忙的 还做了一批纺织工孩子们学习 有个女生说她很善良 对待我们这些盲人实在太好了 听到这她很感动 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劳拉去女孩家玩 发现了那条项链 一问得知是爸爸送的 回到酒店刚好玛丽也在 她正戴着那条项链 不停地夸约翰是个大好人 劳拉问约翰的家人在哪 玛丽说她没有家人 只有一些抚养她长大的亲戚 为了省钱她睡在工作的地方 只为给他们寄更多的钱 晚上劳拉怎么也睡不着 总感觉约翰就是女孩的父亲 把这件事告诉爸妈 妈妈说这不可能 玛丽说过约翰没有家人 爸爸问有什么证据 她说玛丽和女孩都有一条项链 都是约翰纯手工作的 爸爸说可能是他们家闹矛盾了 劳拉问是不是离婚了 第二天约翰托阿当帮忙寄信 阿当劝他应该出门走走 窝在这里都快发霉了 他无奈地说很忙 走不开 阿当明白他有心病 但也没有办法 这时劳拉把阿当拦了下来 说玛丽吃了火药 这些信他帮忙拿去邮局寄出去 你赶紧去应付玛丽 工作人员看到约翰的信 让他拿到对面就能省下游地费 劳拉说不管他 晚上约翰修着屋顶 一不小心从上面砸了下来 他捂着肚子口吐鲜血 看来非常严重 医生说动手术可能会抢救过来 但约翰不同意 他不想活了 生死关头查尔斯来找约翰妻子 女人以为查尔斯在说谎 他刚收到约翰的来信 说他在一千公里外上班 还给家里寄了钱 查尔斯说你看一下心上的油戳 他这才带着女儿赶了过来 劝约翰接受手术 但心病没有解除 他一心求死 那样女儿就没有了累赘 妻子不管一切 先让医生动手术 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就算手术很成功 约翰也一直晕迷不醒 玛丽发现有一个同学的作文写得很好 有请同学为大家读一下 作文题目是 我看到的爱 原来父亲是那么的伟大 原来父亲有那么多人喜欢 原来父亲是那么的爱自己 可是没有原来 老头买彩票 不料中了大奖 天降横财 第一时间就是一雪前耻 拿着一叠钱甩在桌上还债 老板奇了怪了 穷到底酷买不起的人 从哪里搞来那么多钱 老头更得意了 又拿出厚厚一叠钱 中了五千美元大奖 你说气不气人 老板当然不会生气 还会拍他的马屁 因为在他眼里 老头的钱那就是自己的钱 看他怎样把钱弄到手的 在劳拉张贴的告示中 得知老头订购了一批烟花庆祝 邀请查尔斯帮忙放烟花 而查尔斯正好是自己的员工 所以不允许他去帮忙 否则给我卷铺盖走人 无奈的查尔斯只能赵佐 老头得知便跑来兴师问罪 他说有话慢慢说 献完两把什么都好办 老头不能输了气势也就答应了 他让服务员好酒好肉 招待这位贵宾 几杯下肚老头把把吻赢 以为老天把好运气都给了他 开始飘了 再也停不下来 可是等他最到说话 模糊不清的时候 杀猪盘开始收网了 就算再大的牌也毫无胜算 一旁观战的乔纳森 乔纳森老头已经鬼迷心窍 又怎么会听他的话 老板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 说乔纳森算什么东西 竟然吃里扒外 再有下次直接解雇 乔纳森看透了老板丑陋的嘴脸 再也不想再城里婚 他要回去核桃镇继续当农场主 靠自己双手也不至于饿死 起码挣的钱不脏 这些话让奥利森羞愧难当 跟妻子说乔纳森要回家了有什么想法 哈利特管你个鬼 老头给了他五美元小费 挣的钱比你这扫地森墙多了 气得奥利森怀疑人生 不得不整几杯贫富心情 查尔斯得知乔纳森要回家 那里已经是一座死镇 说他真傻 卡罗林说他起码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田地就不至于饿死 不像我们寄人篱下 受尽屈辱 总是期待明天会更好 渴望赚更多的钱买更好的东西 但那天永远不会到来 老头的钱已经输光了 老板还不满足 让他拿价值一百美元的烟花 作为赌注 见有翻盘机会老头答应了 不出所料老头又输得一无所有 就算天降横财 烂赌的人永远都是家徒四壁 老板让奥利森去把烟花搬进来 喝到烂醉的奥利森发飙了 要搬你去搬 老子不干了 气得老板当场给他结工资 他拿着钱跟妻子说回家 哈利特说他疯了 要回你自己回 老娘和孩子留在这里 他在妻子额头上留下印记 就算是两清了 钱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 干脆一把梭哈 而玛丽过来劝爸爸回家 说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 现在她是一个女人 这里有自己喜欢的人 有自己喜欢的生活 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就是他留在这里的原因 奥利森把把梭哈 却赚到盘满钵满 他仍然对钱没有兴趣继续梭哈 这时老板的儿子偷偷来玩烟花 点燃小火箭吓得把油灯给扔了 眼看着烧到了旁边的烟花 赶紧跑来告诉爸爸 还没反应过来 差那件烟花在房间里炸开了锅 吓得大家赶紧逃命 唯有奥利森生无可恋 坐在椅子上等死 第二天所有人收拾好了行李 玛丽和阿当领的学生 唱着歌给他们送行 就这样来这座城市几个月 收获了一个名叫艾伯特的孤儿回家了 家里已经长满了杂草 却阻挡不了回家的喜悦 房间里到处布满了蜘蛛网 这下有活干了 无论大小全家出洞 男的负责铲除外面的杂草 女的负责打扫房子的卫生 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查尔斯给阁楼装上窗帘 劳拉和艾伯特一人一边 第二天查尔斯迫不及带过来乔纳森家 带上他去镇上了解情况 镇上到处长满了杂草 教堂里灰尘都有三尺厚 显然很久没人来过了 这时奥利森来了 说医生没有离开小镇 一直照顾着汉森 自从大家离开了这里 汉森就中风了 每天躺在床上等死 查尔斯和乔纳森来看望汉森 只见他面容憔悴 毕绝不振 无论两人怎么劝 汉森都提不起精神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汉森振作起来 那就是让小镇恢复往日的生机 查尔斯和乔纳森缤纷两路 到处寻找没有搬走的村民 告诉他们礼拜四到镇上集合 给小镇来一次大扫除 可是等了很久村民都没来 以为没有希望了 这是一车接一车的村民 带着儿女们纷纷赶来 查尔斯立马抄家伙 一人分一把刀子 大家齐心协力清理杂草 铲掉水车的淤泥 让木材厂重建光明 甚至奥利森拿刀子逼着哈利特 带着两条画骨龙去教堂搞卫生 奥利森又硬气了一回 礼拜天牧师拉响了教堂的钟声 汉森被久违的声音惊醒 艰难地来到窗边 看到木材厂恢复了正常 人们纷纷赶来教堂做礼拜 真是不可思议 小镇竟然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就算病得在严重 也要出去见大家一面 他一蹶一拐走向教堂 大家看到这一幕背喜交集 背的是镇长将要与世长辞 洗的是治愈了镇长的心病 四个月后汉森在梦中离世 他走得很安详 他知道 他创建的小镇和他的名字 将会一直传承下去 我相信很多80后 都知道牛是有脾气的 他不想干的事就会跟你死磕到底 但今天他碰到一个硬茶 并是要拉他去河里洗澡 结果就是这样的下场 查尔斯想把收养的男孩 培养成继承人 所以送艾伯特一头小牛 传授他养牛的经验 盼望他能在养牛展会上夺得冠军 艾伯特很喜欢小牛 特意给他取名叫费金 坚信自己一定能拿下冠军 所以两人的心思全放在这件事上 但劳拉的臭毛病又犯了 觉得艾伯特不跟他玩了 连爸爸也不爱他了 他背诵惩罚口诀 试图抢回爸爸的重视 可爸爸的目光始终盯着艾伯特傻笑 对他的学习成绩 没有以前那么在意了 晚上他说很久没有一起去钓鱼了 爸爸说那好明天让艾伯特挖虫子 他的心凉了一半 说希望像以前一样只有你我两个人 爸爸说没问题 有了这句话他乐坏了 带了一大堆亲手做的食物 要牢牢拴住爸爸的心 还说 艾伯特跑来说费金病得很严重 爸爸跟他道歉 跟着艾伯特回去拯救小牛 劳拉的心里又哼又起 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医生检查完说 小牛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只能注射药物杀死蠕虫 但药物也会伤了小牛 如果给他吃最好的饲料 成功的几率提高到一半 24小时就知道结果 为了不让艾伯特前功尽弃 查尔斯只能拼一把 艾伯特一直守着费金 连饭也不回来吃 查尔斯装好两人的饭 端过去跟艾伯特一起吃 劳拉的心又被捅了一刀 搞得他没有了胃口 妈妈不懂他的心 说别担心小牛会好起来的 查尔斯一直陪着艾伯特 等待着奇迹降临 艾伯特感受到了缺失的父爱 忍不住问可以叫他爸爸吗 第二天费金度过了难关 全家都很开心 唯有劳拉闷闷不乐 因为艾伯特竟然叫他的爸爸为爸爸 饭都吃不下躺在床上装病 等着爸爸来看他 爸爸一摸额头说没有发烧 问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 他说没有 爸爸说那就开马车送他去上学 他生气地坐在后面 接近艾伯特一米都算他输 内利却听到艾伯特叫查尔斯爸爸 看到劳拉很不开心 于是来开导他 因为打架劳拉被老师撵回了家 妈妈问什么原因 他一声不吭 只好带他上门赔礼道歉 哈利特没有责怪劳拉 只需跟女儿道歉这件事就算了 他委屈得很 谁叫内利乱说话 把他揍成熊猫眼都算是轻的 想道歉没门 扭头冲了出去 妈妈说明天提三只鸡过来当作赔偿 出来问劳拉到底怎么回事 回到家卡罗林责怪查尔斯 不应该冷落劳拉 却被艾伯特听到了 查尔斯跟劳拉解释 他希望艾伯特觉得自己是家庭中的一员 所以才花那么多时间陪他 但我爱你胜过一切 艾伯特收拾好行李 留下一封书信 跟费金道完别走了 查尔斯找遍了小镇 也没有找到艾伯特 凯莉问艾伯特什么时候回来 他答应过明天带他去摘野果的 听到这劳拉扁着嘴滴下了头 展会那天劳拉代替艾伯特 牵着费金参加养牛比赛 第一轮还选中 费金有着健康的肤色 轻松进入下一轮决赛 躲在暗处的艾伯特 想要看到自己辛苦养大的费金 拿到第一名再走 不料查尔斯看到了他 艾伯特把腿就跑 查尔斯立马追上去 把他拦了下来 问他为什么要走 他说我跟你格格不入 很多人会说闲话的 查尔斯说那就让他们说吧 他说不是这样的 我挡了劳拉的刀 查尔斯说你错了 劳拉关心的是你 艾伯特说我又不是傻子 如果我有亲人 我也不喜欢陌生人来分享父爱 我不能这样对劳拉 查尔斯请他一起去看比赛 之后走不走由他自己选择 比赛正如艾伯特预料的那样 费金拍出最高的价钱 轻松拿下了第一名 把奖牌发给了劳拉 问他有什么想说的 这是一个盲人男孩 正在向一个盲人女孩求婚 他们已经相爱了一年 女孩也渴望着这一天 迫不及待给爸妈发去电报 邀请他们来参加婚礼 可爸妈穷得要死 又要买嫁妆 又要买火车票 为了省钱只能留孩子们在家 劳拉负责照顾弟弟妹妹 爸妈过去参加婚礼 纵然妈妈有些担心 但也是无奈之举 坐了一个新妻的火车 总算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 辛辛苦苦养养大的女儿 马上就要结婚了 妈妈忍不住说 玛丽小时候最调皮 眨眼功夫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爸妈找了一天一夜才找到她 玛丽想到了未来满脸愁容 越听越悲伤 跟爸妈说有点不舒服 回房间休息了 爸妈一脸懵圈 怎么也想不明白女儿怎么了 妈妈拿出亲手做的婚纱 送给女儿 玛丽很感动 但没一会她就嚎啕大哭 妈妈问她怎么了 她说很担心 妈妈说不要紧张 大多数人结婚前都这样 她说很难解释 妈妈说不管是什么 都要找阿当说清楚 所以她对待阿当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阿当不明白她的意思 玛丽说以后有了孩子 万一走丢了或者惹伤了麻烦 我们两个瞎子该怎么办 无论阿当怎么说 怎么劝 怎么发火 都不起作用 玛丽始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她敲响查尔斯的门 抱着她大哭一场 希望查尔斯能帮她 但身为父母也不能强迫女儿 看着相爱的两个人满脸忧愁 却不能相守 妈妈无法忍受躲到一边 真希望有办法能帮到他们 可玛丽就像是刚失明的时候 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突然有人赶着一群牛仓皇而逃 疑问才知沙尘暴来了 查尔斯赶紧带着这帮盲人学生回去 回到学校一个一个点名 才发现少了一名学生 阿当毫不犹豫转身去找 玛丽也跟着出去 妈妈陪着她一起 不料一块飞来的木板砸中头部 当场音声倒在地上 阿当大声呼喊却没有回应 赶紧把校长叫出来 把卡罗林服进学校 顺便叫玛丽也回去学校待着 可玛丽就算是死也不回去 丢失学生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没办法阿当只有挽着她 顶着风沙摸着前行 到处寻找丢失的学生 大量的沙子吹进了玛丽的嘴巴 她咳嗽不止 阿当递给她手帕捂住嘴巴 玛丽才没那么痛过 说这样的天气永远也找不到她 阿当说一定能找到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她绝不会放弃 听到这玛丽重拾信心 两人继续寻找 查尔斯停好马回来 才知道卡罗琳受了伤 不过没有大碍 得知玛丽跟阿当出去了 担心坏地转头出去寻找 玛丽已经听到女孩的呼救声 沿着声音找到了她 女孩被吓坏了 玛丽把她搂在怀里安慰 可是怎么劝女孩就是哭个不停 最后请她在婚礼上当花童 女孩立马不哭了 所以满脸沙子也不管了 迫不及待给对方灌了下去 查尔斯钻进来看到这一幕 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笑着问他们有没有事 被撞见了他们也不觉得尴尬 还当着爸爸的面秀了起来 妈妈帮玛丽穿上婚纱 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查尔斯挽着她 一步一步走进教室 从此把她交给了阿当 牧师刚想主持婚礼 一个风尘仆仆的人出现了 他是核桃镇的牧师 他见证了玛丽的成长 也看到了玛丽的付出 这个婚礼必须由她来主持 南海考试拿到个地 身为老师的妈妈又恨又起 前面的同学威力比他更惨 考到一个鸭蛋 但这并不能让安迪消气 一放学就将考到第一名的 艾伯特推倒在地 如果再考那么好 以后朋友都没得做了 老师来商店买东西 哈利特冷嘲热讽 说教出这么一个拿地分的儿子 真是教育界的耻辱 爱丽丝说总比你拿鸭蛋的儿子好 哈利特笑着说无所谓 反正继承的是父亲的基因 不像女儿内力跟他一样冰雪聪明 在一旁默默倾听的内力说 愿意帮助安迪提高学习成绩 艾丽丝说有心了 先教好你拿鸭蛋的弟弟再说吧 内力说威力已经无可救药 艾丽丝赶紧到完戏 灰溜溜地跑了 内力帮妈妈羞辱了艾丽丝一顿 哈利特高兴坏了 但内力的目的可不止这些 不久艾伯特领着安迪来到黑板前 说自己考了54分 安迪很开心 两人又重新做回了朋友 安迪不爱学习 爱丽丝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索性随了内力的意思 让儿子跟着他学习 哈利特又扳回一局 想想都觉得好笑 内力问安迪 知道他为什么考得好吗 安迪说你学习成绩好 内力说不是 因为自己作弊了 安迪说你这不是骗人吗 内力说你不是让我帮助你吗 我掏心掏肺带你 你竟然质疑我 安迪也就信了他的鬼话 对内力的话言听计从 就这样两人都在作弊 艾丽丝发现安迪竟然考了100分 觉得内力还真有两把刷子 儿子跟他学习一天就考到了满分 却不知儿子听从内力的吩咐 趁着爸妈出去 偷偷把试卷答案抄下来 跟内力一起分享 有一次被劳拉碰到他俩作弊 他没有当场告诉老师 放学后来到老师家 却看到安迪正在抄试卷答案 也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安迪求他不要告诉妈妈 那样内力会弄死他的 劳拉答应了 一回到家就把这件事告诉爸爸 还有艾伯特故意考杂 只为跟安迪做朋友 所以查尔斯约安迪去钓鱼 说起他小时候作弊的事 心里面一直惶恐不安 后来鼓起勇气告诉爸妈 虽然挨了一顿打 但从那以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听到这安迪醒悟了 哈利特来学校献上奖品 哪个学生考得好 就得到黑板上的奖牌 实际上他是为内力准备的 老师也觉得奖牌非内力和安迪莫属 明天的考试中就能一决高低 但安迪站起来承认自己是作弊的 听到这妈妈呆住了 再也没心思上课直接放学 哈利特胜券在握又嘲讽爱丽丝 爱丽丝问儿子是怎么作弊的 他不敢说 这事劳拉跳出来 把内力威胁安迪 以及怎样作弊全部告诉了老师 乔纳森得知了整件事 儿子能主动说出作弊他很高兴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虽然他很爱儿子 但绝不容忍撒谎和欺骗 无论如何也要拖出去打一顿 安迪没有了忧虑 心甘情愿领罚 查尔斯把艾伯特叫到了外面 艾伯特当场明白自己犯错了 问爸爸自己犯了什么错 爸爸说你对安迪作弊有什么看法 安迪告诉他 无论如何也不要干作弊这种喘事 爸爸说是的 那么一个家伙为了成为别人的朋友 而故意降低考试成绩 你觉得这可能吗 第二天考试前 老师把内力作弊的外套脱了 留着他给哈利特一个惊喜 考完师内力闷闷不乐 男孩们问他怎么了 连午饭都没动一下 哈利特满心欢喜 拖着内力进教室等着领奖 不料获奖的是艾伯特 哈利特一脸蒙圈 拿起内力的成绩单看了看 怒气冲天走向讲台 把成绩单往桌上一拍 问老师是不是搞错了 老师说每次考试内力都穿同一件外套 你要的答案就藏在衣服里 哈利特拿起衣服一看 顿时怒不可遏 立马把女儿揪出学校 一路打着回家 像极了小时候犯错的女人 这个盲人学院 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教堂资金紧张把房子卖了 一个月内他们必须搬走 玛丽是这里的老师 他给爸爸发电报求助 牧师得知这一消息 让他们搬来核桃镇 利用镇长的房子开办学校 但房子破旧 也没有家具 需要大家慷慨解囊 老乔带头捐一头猪 接着有人捐一头牛 也有人捐时代麦子 哈利特一名惊人 他捐装修所需的材料还有家具 所有人大吃一惊 平时抠得要死 今天怎么就变了的人 果不其然他有个小小请求 加送学校一块招牌 上面当然是他的名字 牧师说他捐的太多了 但也没办法谁叫他有钱呢 原著的消息很快传回盲人学校 师生一片欢呼 玛丽不禁慷慨 千好万好真不如家好 核桃镇的人无论大小 全都忙着给房子翻新 有修屋顶的 有刷油漆的 也有擦玻璃的 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查尔斯收到了玛丽的回信 他们不止一个学校的人搬过来 还有特胡恩经营的学校 有几个学生要过来 哈利特听到这名字如雷罐 因为特胡恩可是顶层的贵族 八戒贵族是他最喜欢干的事 他将会给查尔斯一个惊喜 此外信中提到有一辆马车 需要一名司机 所以查尔斯带上老乔即刻启程 去接他们过来 玛丽一听声音就知道是爸爸 久别重逢妇女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老乔去看他们准备的马车 没想到是两匹不一样的马 而且受到皮包股 这怎么适合跑长途 回去把他们全都叫来 原来麦家欺负阿当是个盲人 说好给最好的马匹 却给了没人要的活 查尔斯咽不下这一口气 跟老乔直接把马牵进酒吧 老板出来看到又是查尔斯 顿时火冒三丈 可旁边站着老乔这个拳皇 他也不敢怎样 只能耍赖说这马不是跟他买的 查尔斯提供证据 老乔搭话说经营酒吧言而无信 往后谁还敢来打牌 逗得众人哄堂大笑 查尔斯继续补刀 说老板连忙人的钱都坑 在座的各位不就是妥妥的韭菜吗 搞得老板无地自容 答应查尔斯换最好的马 尽快甩掉这两个凡人的家伙 一切准备就绪 下一站去接应特胡恩的几个学生 没想到哈利特出现了 提出跟查尔斯一起回去 他想见一下特胡恩夫人 查尔斯叫他去坐火车 跟着自己只有吃不完的苦 哈利特说 看来是甩不掉了 查尔斯安排他去坐老乔的车 他一看是老黑打死也不坐 查尔斯说要坐就坐 不坐你就走路 哈利特又扫了老乔一眼说 就这样查尔斯走在前面 后面跟着一帮盲人 踏上了漫长的回家路 哈利特穿着高跟鞋 走路非常不便 更要命的是鞋跟掉了 不过老乔帮了他一个大忙 徒手扳开另外一只鞋跟 一双适合走长途的鞋做好了 人家忙人过河都不怕 到了哈利特过河 捏手捏脚怕得要死 老乔想帮忙他不接受 直接四脚朝天睡在了河里 全身湿透的他死死抓住老乔 一刻也不敢松手 经过两天跋山涉水 他们来到了火车站 哈利特打扮成贵族 拿着一把没啥用的小雨伞 火车一停下就跑去迎接特胡恩 可是喊破了喉咙也没见人 问售票员特胡恩在哪里 他说在前面的货车厢 哈利特嘴就扁了 跑来跟查尔斯一顿吐槽 一个贵族怎么跟家畜 待一节车厢 查尔斯懒得理他 过来帮特胡恩把孩子接下来 哈利特过来问特胡恩在哪 特胡恩说就是本人 哈利特呆住了 你不是贵族的特胡恩吗 他说不是 哈利特差点被气到吐血 但老乔很开心 总算在核桃镇有个女伴 千方百计跟他是好 特胡恩可不是恋爱闹 像房贼一样防着他 甚至晚上老乔来打招呼 他直接就是上喷子 吓得老乔打了退堂鼓 有个男孩睡不着 老乔问他怎么了 男孩搞不懂 哈利特总是说是他的恩人 老乔说他的确是你的恩人 他花了很多钱帮助你们修学校 男孩说可是他对我和你都不好 老乔说他只是喜欢白色而已 我们只管做好自己要懂得感恩 这些话都被哈利特听到了 第二天他竟然坐上了马车 对老乔没有了往日的偏见 而且在遇到湍急的河流 为了过河架设了滑绳 哈利特以身涉险 利用200斤的体重测试绳索的安全 闹出了不少笑话 给这趟艰难的旅程增添了不少欢乐 历经大半个月 他们总算来到了核桃镇 村民大百宴席庆祝凯旋 有人看到哈利特跟老乔混到了一块 立马跑来质问他 带回一车小黑想干嘛 哈利特立马反击 说男人是个心胸狭窄的偏执狂 黑白只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仅此而已 你们尸骨不化才让一切变得不同 把男人怼得无话可说 男孩放下一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指鞋 哈利特总算干了一件大好事 脸上露出了从没有过的喜悦 这一幕让丈夫非常欣慰 从此这座学校命名为哈利特学院 用爱心为盲人照亮双眼 这是他第十次初恋 没想到又失败了 不是男孩不喜欢他 而是回答这个问题有些难懂 如果直接回答喜欢 他突然回一句开玩笑的 那就糗大了 可兄弟说他就是个白痴 失恋的劳拉饭都吃不下 但来家里做客的托比饭量相当惊人 把查尔斯那份猪排抢来吃还不够 满满的一盘纸杯蛋糕 他一口一个连纸都咽了下去 摊上这么一个白吃白喝的煮 查尔斯要勒紧裤腰带了 可托比来这除了混吃 最重要的还是泡妞 他在叫唐弹的不是圣哥 而是欢快的歌曲 搞得牧师被这老胎臭骂了一顿 托比看他如此可爱 这正是自己喜欢的菜 问牧师这寡妇是谁 牧师说乱讲 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 托比更来劲了 赶紧冲过去找劳拉带路拜访 艾伯特劝他不要自讨苦吃 阿曼达尖酸刻薄 脾气又爆 你根本驾驭不了 托比说就喜欢挑战这道硬菜 他扣向阿曼达家的门 为在教堂谈不合适的歌曲 而深表歉意 能否赏光于你在这阳台之上 喝杯咖啡 我发现你很有魅力 他咬着牙说 果然是倒硬菜 不过他没有放弃 既然甜言蜜语不起作用 那就用老掉牙的方法 请劳拉帮忙送上鲜花 在他之前 并询问周四是否能共进晚餐 他收拾着地上的鲜花 骂骂咧咧扔进垃圾桶 但又想起了什么 捡起其中一朵 放在书上小心翼翼珍藏起来 劳拉拿着一把韭菜回去复命 两人都劝他放弃 他说为什么要放弃 根本不可能放弃 查尔斯好几天没吃到肉了 尖块牛排压压惊 托比来找他借马车 向阿曼达求爱 查尔斯说去吧 祝你好运 这吃货插着牛排就走 查尔斯拿着吃饭的家伙 往锅里一看 托比在屋外大声唱着情歌 吵得他无法入睡 出来赶这家伙走 托比越唱越大声 想让全镇的人都听到 无奈的阿曼达只能让他明天来喝茶 查尔斯受够了白吃白喝的煮 刚准备睡觉 托比冲进来说阿曼达请他喝茶了 查尔斯说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呢 他说高兴得睡不着 一开心就会肚子饿 卡罗林说家里的肉都被你造光了 他说没关系 早在鸡窝里摸到了两个鸡蛋 不打扰你们我自己做饭去 第二天阿曼达问他从事什么工作 他说退休了 阿曼达问从什么公司退休的 他说这边退一点 那边退一点 就退休了 不过他可是个音乐家 坐在钢琴上当场秀了起来 一切发展得还不错 但劳拉带来的狗 却看到了阿曼达家的猫 跳进去跟猫打在了一块 这猫可是阿曼达唯一的亲人 听到托比呼唤狗的名字 勃然大怒连人带狗轰出了家门 永远不要过来打扰他 托比屡战屡败 觉得还是离开小镇为好 托比要走了 查尔斯就不用担心粮食的问题 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 不料托比又满血复活 饿到手脚发软来要吃的 查尔斯说没有了 只剩牛奶和洋葱 他说也行 搞砸了托比的计划 两个家伙愁坏了 该怎样挽救他们的感情 于是想到一个馊主意 让阿曼达产生嫉妒 把计划告诉托比 安排好一切之后 让他提着一篮食物跟寡妇野餐 但劳拉自己都搞不懂复杂的情感 男孩鼓起勇气想表白 他说没空 等玩玩弹珠再说 男孩说很重要 他说哪有弹珠重要 本来表白就难以启齿 又连续遭到拒绝 男孩一气之下说 托比领着寡妇 故意在阿曼达窗边野餐 阿曼达在屋里按着钢琴 有些后悔把托比轰走了 来窗边透透气 却看到老太将托比推倒了 他大吃一惊 这发展速度和变心速度一样快 跟动物完全没有区别 被气得直发抖 托比请卡罗林帮忙解释 他说年轻时被一个男人伤透了心 哭了整整两年 不想再重蹈覆辙 卡罗林回来交差 让托比去找份工作 第二锅当的哪个女人能放心 第二天他就整上了新衣服 查尔斯很好奇哪里来的钱买呢 他说奥利森商店寄你的账 查尔斯差点被气到吐血 拖着他去木材厂上班挣钱还债 不得不说卡罗林的招还真有效 有了稳定的工作 阿曼达看他的神情都不一样了 提出送他回家也没有拒绝 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 甚至邀请他参加周六舞会 他不但不会拒绝 而且反过来约他晚上过来吃饭 眼下大事已成纸茶东风 来商店买一个凶针给他一个惊喜 不料那个比他猴急的老太挤进来了 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正好老太是过来买衣服的 发现了他 晚餐的时候他拿出凶针送给他 阿曼达收下礼物却叫他回家 托比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说习惯了一个人 而你大半辈子都是流浪汉 我们不可能的 托比说这不是理由 现在自己有了稳定的工作 也做好了安定下来的准备 他说你长得又老又丑我不喜欢 心目中的人不是你 就这样吧 但经过一夜的思考 托比又找上了门 他说你比我大 而且长得也比你好看 显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你害怕感情 害怕生活 而选择逃避我 话尽到此 希望在舞会上能看到你 舞会上劳拉和托比都没有舞伴 两人一脸的苦瓜相 直到阿曼达带着凶针出现 托比这才满血复活 拭去的人们全都退到一点 让两颗孤独的灵魂 成为了舞会上的主角 这一幕让男孩羡慕不已 来给劳拉道歉说不应该叫她缠出脸 劳拉原谅了她 两人也就摇了起来 当了十几年的妈 六个月后就升级为外婆了 她迫不及待把这喜讯分享给丈夫 两人高兴地紧紧抱在了一块 她翻出一堆女儿穿过的婴儿服 虽然是十几年前的古董 但每一件都保存得像新的一样 玛丽说现在就准备婴儿服 是不是有点早了 妈妈说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话 玛丽一笑而过 觉得应该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孩子的爷爷 妈妈说他是你的父亲 就算没见过面 也应该写信告诉他 很快这封信就到了父亲手上 看得出来他很有钱 身边还配有一个秘书 但儿子穷得要死 不过阿当不计前嫌 带着玛丽前来接他 父亲没有了往日的冷漠 抱着儿子倾土思念 一大家人总算聚在了一起 他特意带来一瓶名贵红酒 跟大家有说有笑庆主 阿当很感激玛丽 帮他修复了父子的感情 能娶到他真是三生有幸 第二天父亲找儿子商量一件事 希望阿当和玛丽跟他回去纽约 那里有一间法学院 凭儿子的聪明才智 毕业就能当一名律师 这个职业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阿当听完就懵了 不知道该怎样做 父亲说你跟玛丽好好商量一下 晚点再给我答复 他来木材厂找查尔斯 说要送儿子去纽约上法学院 希望查尔斯帮忙说服阿当 查尔斯当然不想一家人分开 说他们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不能干涉 他说不为玛丽考虑一下吗 他怀的可是你的外孙 在大城市有着最好的医院 外孙可不是盲人 需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查尔斯还是那句话 他们会自己做出绝点 他很生气贬着嘴走了 继续从儿子和儿媳这边入手 有个很出名的律师就是盲人 相信儿子也会跟他一样出色 至于盲人学校有特护恩在 你们两个完全可以抽身出来 说到他俩有些心动的时候 又拿出一枚珍贵的胸针送给玛丽 感谢他延续了家族的根 让玛丽小心身体 他去厨房把饭菜端出来 有这样一个疼爱自己的父亲 他们都很感动 查尔斯坐好了婴儿床 在边上装上一串铃铛 这样孩子想爬出来碰到了铃铛 玛丽和阿当就会被惊醒 卡罗林说你不想他们走吧 玛丽劝阿当回去纽约 这个机会实在难得 至于核桃镇已经刻在脑海 永远也无法抹去 只要和你在一起 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 马上就要离开小镇 玛丽放心不下这个孤儿 不管去到哪里都会一样的爱她 每当闻到花香就是想她的时刻 说着说着肚子奇痛男人 来找特胡恩帮忙请医生过来 医生一直抢救到晚上 逼着头从楼梯走下来 告诉大家玛丽没事了 失去孩子玛丽很痛苦 她想不明白 上帝为什么老是折磨她 到底还要承受多少苦难 让妈妈出去别管她 自己要一个人疗伤 男孩得知她几天没吃饭了 很担心过来安慰她 我知道你很想要一个孩子 自从搬到这里 我就一直希望你是我的妈妈 虽然我不是婴儿了 但你看不到我 既然我们都非常需要一个人 所以你可以假装像我一样 失去了孙子 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收拾行李打算回家 阿当经过考虑同意跟她回纽约 她说公司出现了问题 没钱供她上法学院 儿子说不要紧她可以工作赚钱 她说纽约是个孤独的地方 不合适玛丽 儿子说玛丽可以结识新朋友 她说玛丽离不开家人 儿子说玛丽同样离不开你 父亲找个是各样的理由拒绝 儿子是个盲人 但不是傻子 父亲只想要健康的孙子 并不需要他们这两个盲人 你仍然能看着我看着我 我的父亲 玛丽穿上鞋子 打算去上最后一节课 阿当没把父亲的事告诉她 而是说父亲走了 因为这对她来说不公平 玛丽得知可以留下来很感动 她舍不得这里的一切 更舍不得这群孩子的声音 却不知阿当掉着心碎的眼泪 她是个盲人 眼前突然出现一道光 她难以置信来到窗边 那道光竟然一直不灭 难道这是重见光明的讯号 她笑了 笑得如此灿烂 连医生也说希望很大 建议去城里做个检查 但同为盲人的丈夫 却一点也不高兴 甚至坐在床边彻夜难眠 第二天父亲带上女儿去城里检查 找了间旅馆住下 给女儿讲了一遍房间的布局 玛丽就掌握了房间的一切 父亲预约好医生 回来路过一个店铺 买下一个玻璃球 给女儿一个惊喜 这是玛丽小时候玩过的玻璃球 想起往事她很感动 卡罗林来学校找阿当 特胡恩说阿当去了教堂 看上去很不开心 所以她来到了教堂 看到阿当在偷偷抽气 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很害怕 如果玛丽重建光明 她可以去任何地方 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而我却成了她的负担 我应该为她感到高兴 但我不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丈母娘说 医生做完一系列小检查 玛丽的眼睛都没有问题 可是用到反射光测试 就算光束没有对准她 玛丽仍然看到那道光 医生有了结论 玛丽感受到阳光的热量大脑产生了幻觉 所以才看到光 听到这个结果玛丽难以接受 她明明看到了光 医生一定搞错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回到家里 卡罗林把玛丽的眼睛擦得贼亮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抱着爱丽丝大哭一场 回到半途玛丽不敢回去了 她无法面对失望的阿当 爸爸说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不是为了阿当感到难过 而是为了你自己难过 如果你和阿当有一个能重建光明 你会选择谁 马丽终于想明白了 自己一直抱着重建光明的希望 却害了身边的人跟着一起受罪 所以往后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回归以前的生活 那样就挺好 这个家庭主妇有多空虚 一个陌生男人只是夸她的手很美 她当场乐坏了 因为很久没有人这样夸她了 第二天她就焕然一新 出现在男人面前 把查尔斯都给惊呆了 女人说 碰到这样的女人 查尔斯算是完了 不久前查尔斯来找女人的丈夫买马 哈珀说娱乐时间不谈生意 让查尔斯在外面等着 这一等就到了晚上 喝到烂醉的哈珀 跟女人恋恋不舍道别 看来生意谈不了了 让查尔斯送她回家 刚进家门就摔倒在地 妻子站在楼梯口一声不吭 哈珀显得很生气 直接上楼回房间休息 吩咐妻子给查尔斯准备房间 查尔斯以为她是个庸人 替雇主说声对不起 给她带来了麻烦 女人说没关系已经习惯了 此外哈珀是她的丈夫 查尔斯没有感到尴尬 而是替女人感到不公 第二天一早查尔斯跟女人道歉 她说不需要 昨晚也没有什么新鲜事 丈夫还没起床 吃完早餐可以到处走走 查尔斯刚到外面 女人的一对儿女跟她打招呼 应付小孩子她有的是办法 三言两语就跟他们混熟了 而且还知道了哈珀对他们并不好 哈珀终于起床了 总算可以谈生意了 但哈珀说要等几天才有好马 让查尔斯多住几天 这时妻子说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 哈珀说准备好什么 妻子说不是说好了下午去野餐吗 哈珀当场就恼火了 她管理一个农场忙得要死 哪有时间跟孩子去野餐 妻子很失望 查尔斯见不得小孩子伤心 所以代替哈珀去野餐 跟孩子们玩到了一块 女人看到他们玩得这么开心 这是她做梦都在想的事 一想到孩子那个连陌生人都不如的父亲 她很失望 其实哈珀之前不是这样的 她很溺爱大儿子 经常带着儿子骑马 有一次马摔了一跤大儿子没了 从那起哈破就变了 查尔斯说五年前也失去了一个儿子 女人问她是怎样撑过来的 她说心中有信仰 晚上女人绞尽脑汁 也没能让孩子去睡觉 查尔斯说喝完牛奶 我带你们上楼给你盖被子 并且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 听到这孩子们端起牛奶一口干了 故事只讲到一半孩子就睡着了 但女人站在窗前 不得不怀疑人生 没想到第二天查尔斯竟然夸她的手很美 她三千年没听到赞美的话了 哪里受得了 来到镜子前立马抽掉了发夹 换了一件裙子和发型 一下子年轻了三十岁 把查尔斯竟的目瞪口袋 这时丈夫回来了 她迫不及待出来迎接 没想到丈夫把她当成了空气 她不服气继续追上去 可丈夫还是没注意到她的改变 她彻底失望了 丈夫根本就不爱她 非常生气跑了出去 哈破若无奇事继续埋头苦干 查尔斯追出来安慰 女人说没救了 这时男孩来找妈妈告妹妹的状 查尔斯带男孩去骑马 好让女人安静的疗伤 没想到回来后 哈破知道儿子骑马了 根本不听查尔斯解释 直接一巴掌杀了儿子 男孩很委屈 扑进了查尔斯的怀抱 查尔斯让男孩先回房间 哈破责怪查尔斯带儿子去骑马 拿起一瓶酒又想卖嘴 女人终于受不了了 夺过酒瓶直接就砸了 人家一个陌生人到这几天 给孩子的关爱和理解 比你四年来给予的还要多 孩子们不想家庭破碎 希望查尔斯能帮这个忙 哈破说想了几个小时 也没有想出挽留妻子的方法 查尔斯说你没有去尝试 他说不是 自从大儿子死了就提不起精神 虽然过去了四年 但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 哈破这边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只有靠他自己领悟了 要想挽救这个家庭 必须从女人这边开导 查尔斯不会送他进城 因为你们仍然爱着彼此 两位村花聊着家常 突然传来敲门声 原来男人来推销羊肉 平时卖六十一斤 现在直接腰斩 村花一听这么优惠 没有多想 每人买了一大袋 然而第二天出问题了 两个孩子躺在床上瑟瑟发抖 症状一模一样 卡罗琳很担心 让凯莉照顾幼小的妹妹 她去请医生过来 这时医生在盲人学校忙得不可开交 除了玛丽和特胡恩 其他师生全部中招 医生立刻将学校改造成医院 接受病患统一照顾 查尔斯和乔纳森出差回来 大门上留有一张纸 才知道家人去了盲人学校 还有爱丽丝也得了碳居病 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走廊 过道 房间 大厅 全都住满了病人 有些抵抗力差地盖着布台了出来 有些潜伏气久的才刚刚发作 奥利森一家除了哈利特 其他人全部中招 医生已经查到病毒源头 为了不让更多人得病 让查尔斯和乔纳森前去解决 他们来到养殖场发现遍地死羊 那两个卖病羊的家伙 已经得了碳居病晕倒在地 查尔斯不计前嫌 把他们送到了盲人学校 医生用仅剩不多的药物救治 一旁的村民把药抢了过来 这两个家伙死有余辜 应该把药留给其他人 但特胡恩和医生反对 男人很气但也没有办法 医生交给查尔斯一张货单 让他们去火车站提药回来 病人能不能渡过难关 就看他们的了 玛丽寸步不离照顾着阿当和学生 有些体弱的孩子 根本撑不到药物的到来 就已经撒手人寰 哈利特醒来发现丈夫满头大汗 喊了几声也没有动静 把他吓个半死 查尔斯总算等来了火车 拿到了药品 可没想到回到半途 一个手拿喷子的男人拦路打劫 查尔斯趁男人不备想制服他 却被一枪头敲晕过去 乔纳森想帮忙 男人立马将枪口对准他 叫他赶紧滚 手无寸铁的乔纳森只能照做 眼睁睁看着男人 骑着查尔斯的马车带着药品走了 医生几天几夜没合过眼 男人闯进来说儿子脸色发青 他赶紧过来检查男孩的情况 但男孩已经没救了 男人悲痛欲绝 一想到妻儿都已经死了 再也顾不了那么多 冲过来死死掐住 麦炳羊那个家伙的脖子 医生说他已经领了盒饭 男人这才回过神来 这一幕把另一个同伙吓得半死 估计他这辈子都不能心安 乔纳森扶着查尔斯 沿着车轮痕迹追了一天一夜 医生说药物已经用光了 还没见查尔斯回来 想必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 卡罗林很担心 出来门口看到刮起了大风 心里忐忑不安 查尔斯找到了马车 但药物不在车上 两人来到男人屋外 透过玻璃看到了药物 不料男人突然出现在身后 用喷子威胁他们进屋 让妻子用绳子把他们绑了起来 这下彻底没了希望 得病的人们没有药物支撑 病情越来越严重 而查尔斯迟迟没有回来 病人就只能等死 但事情有了转机 查尔斯得知男人的孩子 吃了马肉之后得病了 告诉他孩子得的是碳拘病 如果放了他们 就帮他治好男孩 这个大聪明不相信 以为查尔斯骗他 可是妻子就而心切 拿起喷子对准了他 让他放了查尔斯 否则不要怪他当寡妇了 男人只能放了查尔斯 第二天又有几个人 盖着布被抬出来 医生心里难受得很 好在这时查尔斯回来了 所有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卡罗林一见到查尔斯 就哭进怀里 查尔斯急着问孩子有没事 卡罗林说还活着 两人抱得更紧了 有了药物病人恢复得很快 哈利特很贴心 为着家人吃药 阿当恢复了过来 饿了好几天 他想要大饱一顿 玛丽这才挤出了笑容 所有的病人逐渐康复 累到筋疲力尽的医生 坐在楼梯口 情不自禁掉着眼泪 总算熬到疫情结束了 特胡恩特意为他唱一首歌 歌颂他救死扶伤 无私奉献 以患者为中心的敬业精神 别人养女儿死科读书 而他养女儿 小学刚毕业就送女儿一份大礼 邀请全体师生一起参观 当白布降下来那一刻 一间以女儿命名的餐厅成立了 但他却被白布盖住了 越挣扎缠得越紧 倒在地上喊救命 搞得失声哄堂大笑 尤其是劳拉笑的最凶 哈利特站起来对大家说 欢迎转告父母一起过来用餐 开业期间一律五折 大家一听是打广告的全散了 虽然餐厅装修得很漂亮 厨房用具也一应俱全 但内力一针见血 问妈妈谁来当厨师 所以当天贴出了招工启事 哈利特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在厨房里忙得冒黑烟 本以为送女儿一个餐厅 内力就会一展才华 吸引到更多年轻人的注意 尽早把这二婚的货嫁出去 男人暂时没有出现 却求来一个厨师 卡罗林曾经在大城市当过厨娘 应付这个小餐厅游刃有余 哈利特有点纳闷了 平时两人水火不容 他怎能拉下面子来这当厨师 卡罗林说生活所迫 昨天乔纳森卸一个石墨 棍子承受不住重量发生断裂 沉重的石墨直接朝丈夫飞去 查尔斯迅速躲开 却没能逃过一劫 一只手被压在了下面 好在只是骨折了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 因此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听完哈利特眼睛红了 开出每天1.5美元的报酬 卡罗林说 但查尔斯得知妻子要为内力打工 接待的自然是邻里接房 他拉不下这个面子 再说了他讨厌那个内力 卡罗林说曾经有人说过 对待工作尽力而为 就不会感到羞耻 查尔斯问哪个白痴说的 卡罗林说是你 查尔斯瞬间呆住了 反复思量觉得自己错了 没有妻子他不敢想象往后的生活 第二天哈利特看到 劳拉和一个男人聊天 跑过来问男人是谁 劳拉说老师的弟弟曼妮 哈利特觉得男人长得挺好 这不就是老天赐点女儿的对象吗 赶紧把女儿拖过来 替他做主邀请曼妮明天共进晚餐 曼妮对内力毫无兴趣一口拒绝 可是经不住哈利特死缠烂打 也就答应了 而这一幕都被劳拉尽收眼底 她很生气 几天前她一眼相中了曼妮 短短两句问候 就把曼妮列为第十一次初恋 甚至走火入魔道 在树上刻下了心心相应 前十次的恋情全以失败告终 而这一次她要主动出击 上学路上看到曼妮送姐姐来学校 她立马折返回去 在曼妮回家的必经之路等着被搭讪 不出所料曼妮问她怎么不去学校 她说忘记带小黑板了 曼妮也就送她一程 路上曼妮夸她很可爱 给她取了一个贝斯的名字 劳拉却误会了曼妮的意思 以为曼妮把她当成女人看待 她乐坏了 曼妮送她到家走了 劳拉看她走远了赶紧跑去学校 为了追求爱情累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可如今内力要横刀夺爱 哪怕是姐姐抢她的一中人 她也绝不服软 更何况是死对头内力 没想到明天刚好是礼拜六 卡罗林要休息不愿意做饭 劳拉报复的机会来了 向哈利特申请做饭 哈利特很感激 一个是负心汉 一个是死对头 劳拉在食物上撒了无数辣椒粉 辣得两人面红耳赤 一口气干了一大杯水 仍然没有缓解 跑来厨房又喝了无数井水 内力怒气冲天到处找劳拉 可劳拉早就离开了厨房 气得内力暴跳如雷 把厨房掀了个底朝天 破坏了两人的晚餐 劳拉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妈妈的工作怕是保不住了 逮着劳拉来跟内力道歉 她半天才挤出一句对不起 内力问她是故意的吧 劳拉说 卡罗林不服气 自己的孩子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说完带着劳拉走吗 这件事还没有完 卡罗林还要带她去跟曼妮道歉 劳拉很生气 就算打死她也不去 躲在骨仓一整天饭也不吃 卡罗林拿她没有半点办法 关键时刻又是查尔斯出场 真的很想揍她一顿 她说不怕惩罚 就怕妈妈带她去跟曼妮道歉 把她当小孩子看待 你知道吗 曼妮叫她贝斯 这是一个女人的称呼 而你只会叫我半顶托 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傻名字 又不见你给玛丽起一个 爸爸说玛丽比你大 而且结婚了还当了老师 如果你当了老师 人家也会把你当大人看待 有了这句话她铁了心要当老师 只为证明自己是一个女人 卡罗林觉得劳拉恋爱了 查尔斯认为这是过眼云烟的早恋 根本不值一提 但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为什么曼妮叫劳拉为贝斯 搞得她彻夜难眠 第二天劳拉问老师 怎样可以当一名老师 老师说要参加考试 才能拿到教师资格证 她问有年龄限制吗 老师说没有 那好她要参加考试 老师给她一年时间准备 然后出一份模拟试卷 通过了帮她申请正式考试 劳拉说不用一年 给她两周时间就行 老师看她这么有信心便答应了 告诉她要复习所有的科目 为了借书复习 她真诚地给内利道歉 内利原谅了她 交给她语文和数学 她说还需要一本历史书 内利说根本不考历史 老师为了保住职位骗你的 聪明的劳拉竟然信以为真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抱着这些书在路上看 干家务活时也在看 甚至睡着了还在看 终于熬过了艰难的两周 考试前特意找曼妮分享这件事 但愿能得到她的祝福 没想到曼妮直接在她额头上 留下了幸运之吻 她高兴坏了 信心满满回去教室 而这一幕刚好被内利看到了 没想到试卷发下来当场就懵了 竟然有历史的尸体 才知道被内利给耍了 不用说也知道自己烤杂了 非常伤心冲出教室 跑到河边偷偷抽气 刚好碰到了内利 直接把她甩进河里 咬着牙匠内利压在下面 决心要送她一个盒饭 内利拼命挣扎 头又被她按在了淤泥里 好在这时曼妮路过 才把劳拉拖了上来 要不然劳拉就得去采缝一车了 哈利特带着内利来厨房 问卡罗林还想保住饭碗吗 你看看劳拉蛋的好事 卡罗林一脸懵圈 内利说劳拉要杀她 卡罗林问原因 内利说撞见曼妮和劳拉接吻 怕我告诉你们 听到这查尔斯很生气 终于明白曼妮为什么叫劳拉为贝斯了 立马去找曼妮算账 而曼妮知道劳拉考杂了 说这只是一次模拟考试 没什么好伤心的 再说了你的老师考了三次才拿到资格证 你看起来也不像轻易放弃的人 给我一点微笑好吗 劳拉终于挤出了笑容 这时查尔斯来了 傻也没问直接就给了曼妮一拳 撞到桌子狠狠地摔在地上 查尔斯让劳拉闭嘴 对着曼妮又是一拳 质问她对女儿做了什么 为什么劳拉穿着睡衣 劳拉说跟内利打架了 全身湿透才换了衣服 至于那个吻湿柱她考试成功的 只是亲在额头上 曼妮也跟着解释 贝斯只是一个小女孩 这句话却伤透了劳拉的心 回到家哭湿了好几个枕头 只记得三件可怕的事 首先考试不及格 第二爸爸打了曼妮 第三他们两个都叫她小女孩 妈妈说你的确是小女孩不是吗 考试就更不用说了 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测试 相信到了正式考试 你一定会考好的 至于爸爸打了曼妮 因为你爸要证明是个男人 就像你要证明是个女人一样 你们两个性格很像 听了妈妈的话她舒服多了 来跟爸爸道歉 爸爸也跟她道歉 两人互不相让 既然大家都没错 两人一致认定就是内利的错 但真的是内利的错吗 她可是差点连命都没了 小女孩捡起一个巨大的松果 没想到一棵大树向她砸来 爸爸赶紧冲过来解救 不料被树半倒在地 失去了逃跑的机 大树压断她一条腿成了瘸子 她很爱妻子 不想成为她的累赘 变得自暴自弃 妻子担心她会想不开 于是写信把好基友查尔斯叫过来 爱德华很生气 夺过拐杖放到一边 扶着桌子把身体支撑起来 让她看看废物是怎样走路的 亮呛地走了几步 桶子一划失去平稳直接倒在地上 查尔斯想扶她起来 她甩掉查尔斯的手 咬着牙说还可以爬 让查尔斯滚回家去 告诉村民们她爬得有多好 看着昔日的好友变成这个样子 查尔斯难受得很 把爱德华最喜欢的劳拉叫过来 看看能否化解她心中的烦恼 对待劳拉她好生好气 仿佛啥是没有 劳拉故意聊起往事 但愿能唤醒她对生活的热爱 可是爱德华说要休息了 劳拉也没有办法 希望她尽快好起来 晚餐的时候 爱德华竟然走出房间 跟大家有说有笑一起用餐 还提出明天跟查尔斯一起去打猎 完全没有了消极情绪 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却不知爱德华真正的意图 查尔斯给她一把喷子 分头追寻猎物 她坐在地上弄好一根树叉 放到嘴边咬住 伸手把喷子拿过来对准自己 取出嘴里的树枝底在扳机上 试图制造一场意外 关键时刻查尔斯一脚踢飞喷子 问她为什么要干啥事 她说自己已经是个废物 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 查尔斯拿走喷子和拐杖 去营地牵马过来带她回家 不料折返回来爱德华不见了 找了很久在河边找到了她 要带她回去 她不愿意 把查尔斯扑倒在地 两人抱在一起滚了下去 劳拉赶来被吓个半死 以为他们两个打了起来 爱德华一心求死 让查尔斯带着劳拉离开这里 查尔斯劝不动也生气了 丢下她在这里冷静冷静 带上劳拉回营地 劳拉不想走 查尔斯坐在石头上苦思对策 这时来了一只猎物 查尔斯放她一条生路 抄起一块石子扔了过去 她竟然不走 查尔斯朝天上开了一枪 她还是决心赴死 这奇怪的举动 却给了查尔斯启发 爱德华听到两声枪响 觉得大事不妙 立马站起来找查尔斯 却发现他倒在地上 捂着血淋淋的伤口 查尔斯说擦枪走火 赶紧去找劳拉请医生过来 爱德华哪里还顾得上死 抓紧时间就朋友要紧 被树绊倒了 他抓紧棍子 迅速将身体支撑起来 继续赶路 虽然是瘸子 但越过石山丝毫不输正常人 劳拉远远看到了他 冲过去问他怎么回事 这时查尔斯背着猎物 累到上气不接下气 才追上他 爱德华一顿吐槽 为了救你老子 差点连命都没了 你竟然在这装死 查尔斯说 这不是你的主意吗 让你也好好体会一下 这种滋味 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查尔斯继续补刀 爱德华终于想明白了 活着才是给家人 和朋友最好的关爱 他一路哼着那首熟悉的歌 回到离家不远的地方 要从这里步行回家 要向家人和朋友证明 曾经那个热爱生活的 爱德华回来了 女孩要离开家乡 去几万公里外的纽约生活 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 就等于再也见不到家人 爸妈虽有不舍 但不能阻止女婿一家团聚 相信恢复势力的阿当 一定会照顾好盲人的女儿 同样哈利特 跟他们家情况一样 女儿内力永久定居 纽约不回来了 拿着女儿的照片 两周没下过床 查尔斯带着女儿前来问候 他一看到卡桑德拉 对这个收养的女孩 非常感兴趣 两人喋喋不休聊了起来 查尔斯也就留下女儿 去木材厂上班 一会功夫奥利森 牵着卡桑德拉来报喜 哈利特竟然要下床洗澡 他已经没事了 说完转头回去帮妻子烧热水 查尔斯很好奇 问女儿怎么做到的 女儿说 哈利特来孤儿园 想收养一个女孩 可是这些孤儿太安静了 一点都不像他的内力 本打算放弃 却听到房间里传来打杂声 哈利特问怎么回事 院长说里面 关着一个无可救药的女孩 窗户不知被她打烂了多少扇 甚至连床也被她烧了 孤儿院其他孩子 对她闻风丧打 院长刚打开门 南希就把她推到一边逃了 就这短暂的一瞬间 哈利特就选定了南希 无论性格还是长相 都跟内力很像 就算追十条街 也要丈夫把她逮回来 在一个死胡同 奥利森把女孩逮住 哈利特欣喜若狂 却不知南希比内力更狠更毒 大帅哥威利 这吃货做巨大的三明治 还要用锅底压的紧紧的 突然传来老妈的声音 赶紧把食物藏起来 但来不及又被老妈臭骂一顿 刚训完却要送她一个惊喜 威利很高兴 完全没想到是一个妹妹 第二天哈利特带她来上学 跟老师劳拉说这是她的女儿 你看她像不像内力 劳拉当场就懵了 看来又来了一个硬茶 叹了一口气欢迎她 南希继承了内力的基因 对劳拉没有半点好感 劳拉在给同学们介绍南希的时候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艾伯特 刚介绍完她说要去喝水 劳拉让妹妹卡桑德拉带她到外面 一到外面她就问卡桑德拉 你同桌叫什么名字 卡桑德拉说是哥哥艾伯特 那好这个座位她要了 让卡桑德拉滚一边去 卡桑德拉不同意 她就蹲在地上抓起一把泥巴 往自己身上涂抹 将裙子撕掉一块 然后 劳拉把妹妹叫到一边 她知道妹妹没有错 觉得南希是个孤儿挺可怜的 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是情有可原 所以我们要帮助她 如果她能信任我 往后就可以交好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卡桑德拉扛下所有 真诚地给南希道歉 哈利特人为解气必须罚战 劳拉认为没那个必要 哈利特说如果是我的威力 你早就把她丢到角落里罚战了 劳拉很生气想反驳 卡桑德拉赶紧说愿意罚战 说完回去教室接受惩罚 劳拉却不知这次宽容 将会使南希变本加厉 差点酿成大错 客堂上男生扫了一眼女生 同桌就知道他俩有故事 他很生气 因为男生是他相中的菜 一放学就想横刀夺爱 邀请艾伯特回家吃饭 艾伯特婉言拒绝 他要陪贝琳达练习唱歌 他更生气了 要送贝琳达一个盒饭 他跟着哥哥来到冰库 问他这里能不能把人冻死 威力说曾经他被关在着 好在爸爸发现得早 要不然就领了盒饭 确认能冻死人他一脸尖笑 第二天放学叫住了贝琳达 邀请他去家里学弹钢琴 贝琳达没有多想答应了 他说先去拿点冰座杯奶茶 贝琳达跟着他去了冰库 他突然想起忘拿袋子装冰了 让贝琳达在这里等一下 出来门口刚想关门 却看到哥哥路过 想出了一个一花接木的阴招 跑来跟哥哥说冰库的门被人打开了 冰不会融化吗 威力也就听从他的鬼话 过去把门给关了 阴谋得逞他无比开心 就这样过去了一夜 奥利森来冰库取冰 才发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贝琳达 爱伯特得知情况赶紧跑来诊所 医生还在里面抢救 母亲想不明白女儿去冰库做什么 爱伯特也是一头雾水 这时医生出来了 说贝琳达已经没事了 母亲问他为什么在冰库 他说南希把他锁在里面 得知这是父亲很生气 来找南希要个说法 南希一脸正惊地说 他没有关冰库的门 回家拿到装冰的袋子 折返回去看到冰库锁着门 以为贝琳达回家了 所以他就回家做作业 大家很好奇到底谁关的门 他想了一下说不好了 回家拿袋子的时候看到了威力 而自己对冰一无所知 所以问他开着门兵会不会融化 应该是威力关的门 奥利森把威力叫下来 一问还真是他关的 一桩谋杀案也就变成了一场意外 加上南希假惺惺的一哭 轻而易举躲过了一劫 爱伯特觉得南希是故意的 威力这才告诉他 南希亲眼看着他关的门 这下总算真相大白 可是却想不明白南希的动机 这件事也就埋在两人的心里 不过老师说参加选美的女孩们 明天是最后一天报名 南希说的话让爱伯特找到了原因 晚上威力想把真相告诉父亲 话到嘴边母亲刚好出现 他不想跟只会疼爱女儿的母亲产生争执 索性不说了回房睡觉 但南希又抄他的作业 他气愤不宜跑来质问 南希死不承认 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父母 母亲一如既往相信女儿没抄作业 只有父亲细心倾听儿子的话 在桌上到处找儿子的作业 南希慌了撒娇向母亲求救 哈利特刚想喷 奥利森找出了儿子的作业 在铁证如山面前南希仍然狡辩 说威力恨他 故意把作业藏在下面 哈利特对着丈夫继续喷 奥利森说两人的作业都是一加一等于三 让南希给哥哥道歉 有母亲这尊大佛罩着他怕个屁 就不道歉又怎么了 奥利森要揍他三天三夜 他直接释放眼泪 把母亲心疼得不停向父亲求情 可是毫无作用 犯错了就得罚 哈利特说他会跑的 丈夫说你不能一辈子怕他 南希是在利用你没张眼睛吗 哈利特当场就哭了 说已经失去了内力不能再失去他 奥利森总算是服了 不打他也行 罚他去内力餐厅帮忙 南希当然不愿意 哈利特每天给他发一美元的报酬 千万不要告诉父亲 有钱挣南希就同意了 母亲刚走他的笑容消失了 气得他把娃娃的脖子拧了好几圈 第二天艾伯特跟全班同学打了招呼 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选美 只有南希报了名 大家完全把他给孤立了 他以一己之力 试图力挽狂澜 对哈利特说他亲生母亲虐他千万遍 他仍然对母亲如初恋 把哈利特搞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将这个潸然泪下的故事分享给老师 第二天劳拉当着全体同学的面 也分享了南希的遭遇 搞得同学们惭愧不已 纷纷参加了选美大赛 他迫不及待回家跟母亲分享这事 跑出门口扭过头去说了一句 没想到查尔斯在城里碰到了院长 说起南希被母亲抛弃的可怜故事 院长一听就懵了 南希刚出生母亲就难产而死 哪里来的抛弃 原来所有人都被南希玩得团团转 而南希来餐厅帮忙 一看到比他还要高的盘子 当场又释放终极大招 特胡恩听到哭声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跟你在厨房一起做饭 洗碗 情不自禁想起了曾经那个可怕的妈妈 把特胡恩都给整心软了 这些碗也就不用他洗了 并且不会告诉任何人 晚上查尔斯把南希的身世告诉哈利特 他非常生气 要给南希一个天大的惩罚 劳拉却想到一个治他的方法 跟同学们说选美比赛升级了 改为举办集市 只选一位漂亮的女孩当美人鱼 同学们纷纷举荐南希来当 她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漂亮的 当然开心地接受了 集市开办那天 艾伯特领着她进入展位 里面很黑她什么也看不见 一切准备就绪 哥哥威力大意灭亲 拿着喇叭给众人一个惊喜 当帷幕降下来的那一刻 南希很开心 当她看到脚下 才发现下面全是冰水 她成了众矢之地 贝林达成了游戏第一人 可惜连砸两球都没有砸中开关 但第三球中了 这个女生第一次约会 看得出来她已经等了很久 显得很不耐烦了 可没想到男生是等来了 却带来一个跟屁虫 女孩很生气地说 艾伯特让弟弟先回家 看他低着头不吭声 懒得理他跟着女孩约会去了 詹姆斯很无奈 回家拿出哥哥的剃须刀 学着他的样子刮胡子 就在甩干剃须刀上面的水分时 一不小心把刀扔在地上 刚好被一只大笨脚踩在上面 把刀柄踩断了 要是被哥哥知道 绝对会被家人臭骂一顿 他该如何是好 晚饭时哥哥问他有没拿剃须刀 他撒谎说没有 哥哥说一定有人偷了 不可能凭空消失的 干了坏事他心里难受得很 第二天一家人去镇上 爸妈给五个孩子一人买一双皮鞋 可是钱不够 爸爸跟艾伯特说明了原因 过几天再给他买 艾伯特虽有不爽 但也同意了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他偷走了商店的剃须刀 晚上假装在乡底找到了剃须刀 哥哥很开心 不过仔细一看刀刃上没有缺口 并不是自己的那一把 爸爸接过来一看竟然是全新的 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看来无法隐瞒只能道出事情 说自己不小心弄坏了 怕哥哥不喜欢他 忍不住在商店偷了一把 爸爸很生气 问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这样就不会发生偷窃的事 他目光呆滞说不敢 爸爸说先给哥哥道歉 明天带他去商店再决定惩罚 查尔斯出来门口还有一个要应付 孩子多真是头痛 艾伯特很恼火 早就料到詹姆斯拿了剃须刀 而且像跟屁虫一样缠着他 受不了这样的弟弟 爸爸说 可是并没能让他消气 弟弟真诚地给他道歉 他气在心头不想理他 弟弟又说挣钱给他买一个新的 他说 显然艾伯特说的是气话 但弟弟信以为真 第二天上学 劳劳问艾伯特 怎么没看到詹姆斯 这时卡桑德拉匆匆跑来 才知道詹姆斯留下一封信走了 艾伯特赶紧去木材厂找爸爸 曼妮说他去送木材了 转身又去找妈妈 卡罗林读着信 艾伯特一路跑回家 在家里找了一圈 却发现桌上放着一双新鞋 转身出去继续找 在一条小道上找到了他 追上去将他扑倒在地 问他为什么要离开 他说这个家太拥挤了 而且还干了坏事 艾伯特说你走了你妹妹怎么办 他说卡桑德拉跟凯莉相处得很好 他会没事的 艾伯特很惭愧 艾伯特说自己冷落了臂底 所以提出跟他一起离家出走 骗他去钓鱼先填饱肚子再说 趁机弥补兄弟之间的感情 没想到一场大雨说来就来 他们赶紧找地方避雨 而妈妈凝视着窗外下起的大雨 脸上挂满愁容 丈夫刚出差回来 就把这件事告诉他 查尔斯饭都步不上吃转身出去找 雨一直下到天黑也没有停下 两人全身湿透又冷又饿 决定离开树洞 看到一处老庄园跑进去躲雨 大门没有上锁 索性进去找柴生活 搬开箱子却看到老人拿着喷子 质问他们来这干什么 两人胆战心惊地说来这避雨的 老人看他们全身湿透 给他们一人一件衣服换上 煮了一锅老火晾汤给他们去寒 味道非常鲜美 问老人是用什么煮的 老人说老鼠 两人瞬间没了胃口 趁老人不住一拳道回了锅里 老人问詹姆斯为什么离家出走 他说家里太拥挤了 于是老人拿出一张全家符 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这栋房子之前住了14个人 够拥挤了吧 却有三个不到一岁就死了 几年前妻子也死了 而你们全都各奔前程 偌大的房子再也不拥挤 留下他一人在这被挡估计 詹姆斯问为什么不去看望他们呢 老人说 说完老人带他们去休息 一人一个房间反正多的是 他从来没试过一个人睡 老人刚走他就钻进被窝 盖过被子吓得瑟瑟发抖 查尔斯一觉醒来 发现妻子不在身边 问他怎么不去睡觉 他说有一件事不解决睡不着 孩子们正在长大需要自己的空间 打通后面多建一个房 这样男孩可以住房间 女孩住阁楼 查尔斯答应了 詹姆斯怎么也睡不着 看到头顶上的动物标本 把他吓得半死 赶紧跑过来跟哥哥一起睡 哥哥问他在家里怕不怕 他说不会 哥哥又提起老人说过的话 当你觉得不用几时 已经错过了美好时光 他反复思量终于想通了 决定明天一起回家吃早餐 第二天查尔斯刚想去找他们 却看到他们回来了 小镇来了一位新医生 听到这他眼前一亮 立马拖着200斤的体重 装病跑来诊所一堵尊容 没想到是个老黑 他被金的嘴巴喝不上了 乐度问他哪里不舒服 他说很奇怪一见到你就好了 就不劳烦你了 显然他不信任乐度 不过乐度也没放在心上 因为牧师邀请他们夫妇加入会中 并且让雇主备课医生 在教堂上介绍他给大家认识 这样一来大家就不会因为肤色问题 不愿意给他看病 贝克医生答应了 乐度很开心 这时电话响了 原来牧场有一个急诊 乐度主动请站 不久他就发着火回来了 质问贝克怎么是给马看病 自己学了17年的医术 并不是给畜生看病的 乐度搞懂了当乡村医生的职责 很诚恳地给贝克道了歉 本以为没什么事了 没想到礼拜天贝克没去教堂 而是牧师代替贝克介绍他 连贝克医生都不推荐 谁敢相信他的医术 因为这是他彻夜难眠 搞不懂贝克的意思 妻子说明天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可是第二天到诊所 发现贝克留下一张纸条 外出问诊要两天才回来 正在他摆思布的解的时候 查尔斯带着女儿来给他看病 忍不住吐槽这是他第一个病人 以后家人病了希望来找他看病 查尔斯满脸不快地说 他这才反应过来说错话了 真诚地给查尔斯道歉 因为没收钱 查尔斯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席间大家有说有笑 尤其是艾伯特对医术很感兴趣 决心要考上大学当一名医生 这时奥利森赶来 因为贝克医生不在诊所 来请卡罗林去帮村民接生 乐度一听就觉得不对劲 那个女人的病例他看过 按时间推算属于早产 跟着他们一起去 没想到男人一见到他就发火 质问他来这里干什么 不需要他的帮助 带着卡罗林进去帮妻子接生 即便男人这样对他 但为了救人他就是不走 不得不说姐妹们 嫁给这样的男人 九条命也不够丢 不久卡罗林出来说 女人情况很糟 叫医生赶紧进来 男人说 他赶紧进去救人 检查完孩子几乎没了心跳 让妻子立马进来 吩咐卡罗林准备好 做破妇手术所需要的物品 有条不紊地给他们安排好工作 不久被科医生匆匆赶来 刚搞懂情况 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他走进去一看婴儿很健康 而乐度正在给女人做着缝合手术 问他想接管手术吗 他羞愧难当地说不 你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 出来跟男人说妻子没事了 如果不是乐度医生 这对母女将会命丧黄泉 他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 男人这才给乐度道歉 乐度走过来很生气地说 乐度决定离开小镇 去找一个能容纳他们的地方 妻子劝他做完礼拜再走 教堂里牧师说的什么 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直到请贝克医生上来讲话 他才提起一点精神 贝克说两周前来了一位医生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本来是我给大家引荐的 但我选择了逃避 自从上次来了一个作风不良的医生 自己变得愈加谨慎 所以对乐度有偏见 爱上一个人需要多久 对他来说一秒钟就够了 但怎样才能把男人搞到手呢 他请劳拉帮忙约威廉吃饭 劳拉很无奈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满脸期待盯着两人紧张地要死 一回来就问劳拉什么情况 没想到来到餐厅场面 看比三国还要乱 同样一个对他一见钟情的莫特 缠着他喋喋不休 他根本就没时间搭理威廉 而威廉忙着跟劳拉聊天 聊着共同喜欢的话题 提出邀请他周五去参加艺术展 劳拉是来当店灯泡的 当然要问简的意思 简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威廉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莫特厚着脸皮也要跟着去 简看着他很不开心 唯有劳拉笑着说太棒了 却不知人心险恶 第二天下面坐满了静修的老师 威廉抛出一大堆问题给劳拉作答 他答不上来就只能留堂辅导 威廉开门见山 先是邀请自己吃饭 然后又同意去艺术展 他赶紧解释是在凑合你跟俭 威廉说我只想跟你一个人去 劳拉说我已经结婚了 威廉说我也结婚了 这样不就扯平了吗 邀请他去吃一顿烛光晚餐 然后开个房间辅导功课 劳拉说做不到 威廉说你的思想太落后了 如果不同意你的静修成绩将会不及格 这将是当老师的耻辱 诗魂落魄走在路上 莫特叫住他送他两本静修的书 问他简喜欢什么花 他说菊花是简的最爱 不久菊花送到了旅馆 简收到花很开心 卡片上没有写名字以为是威廉送的 劳拉说不可能 应该是莫特送的 他不相信 威廉喜欢艺术才懂得浪漫 劳拉不想他沉迷下去 告诉他威廉把他留堂 不是为了辅导功课 而是约他烛光晚餐 简接受不了 不相信劳拉说的话 很生气地跑了出去 劳拉追出来 眨眼功夫就不见人了 这时莫特跑来问他收到花没有 听到这他直接就哭了 莫特一头雾水 以为自己没给他送花锥上去 不停道歉 劳拉说为了考核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现如今学习学不好 还惹简生气了再也不跟他说话 城市套路太深他想回家 但回家又怕别人说他是个失败者 莫特劝了好久他才恢复过来 熬过了艰难的三周总算拿到了工钱 老板娘却不想放他走 留下他在这里继续刷盘子 完全没料到今天碰到了硬卡了 简面对现实来找威廉 何时菊花到底是不是他送的 他对简毫无兴趣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挽着妻子的手走了 这才明白自己自作多情了 他不敢面对劳拉 打算坐火车回去 莫特突然出现在身后说 一回到旅馆 他不停地跟劳拉道歉 请求他原谅自己 希望还可以继续做好朋友 劳拉当然没有生他的气 两人重新做回了好朋友 考核成绩发下来了 不出所料劳拉不及格 他很不服气当众质问威廉原因 威廉说他一点也不了解尸体 这时莫特站起来说 劳拉的答案很完美 威廉说一句他就顶一句 怼到他颜面尽失 他怒了 看来只有决斗才能平息怒火 莫特说谁怕谁 学生们一听有好戏看 全都走了出去 两人不打也得打了 莫特低头一闪 迅速一个上勾拳将他击倒在地 一个回合不到结束了决斗 威廉站起来留着鼻血说 你别想在教室结婚了 莫特说我很乐意 气得他捂着鼻子走了 这时简说他的学校正缺一名老师 如果不介意可以跟他一起走 莫特说 男人读着信 表情瞬间凝固了 马上大学毕业的约翰意外身亡 爱德华叫他去芝加哥一趟 帮忙接约翰回来 时间紧迫 第二天踏上旅程 到了芝加哥下着轻弹大雨 仿佛老天在为约翰的遭遇痛哭喊冤 戒酒多年的爱德华一杯接一杯的喝 眼泪早已哭到甘哭 据他收到的电报说 约翰死于一场街头事故 发信人报社老板卡拉罕 约翰刻后在他那里工作 第二天他们来找卡拉罕对接 却发现他对员工非常苛刻 觉得约翰的死没那么简单 来都来了 不查清真相还约翰一个公道 枉为人父 卡拉罕说约翰是个好孩子 为人正派 吃苦耐劳 是他雇佣过最好的员工 好不容易将约翰培养成一名记者 可惜天度英才 爱德华不想听他废话 只想知道儿子的死因 他说事发当晚下着大雨 漆黑的街道车水马龙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爱德华难以接受这个真相 问他要了事发地点 还有撞死儿子的司机联系方式 然后来到殡葬公司办理一体托运手续 奇怪的是所有费用卡拉罕都已付清 爱德华瞬间懵了 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男人说不要误会卡拉罕 他可是个大好人 不幸你可以在大街上找人问问 爱德华仍然心存怀疑 他们去了事发地点 这里到处在修路 不过他们没有留意 直接来找司机了解过程 司机的说辞跟卡拉罕一模一样 但说到这起事故中 自己受了最重的伤 他的老板立马喝止他 说他只是得了重病 他才改口说送约翰到医院 已经为时已晚 说完还怼了老板一顿 似乎在倾诉心中的不快 面对种种疑点 他们却一筹莫展 这时爱德华却看到一块手表 这是自己送给儿子的礼物 立马敲门把当铺老板叫出来 这家伙以为打劫地叫他们走 爱德华急了一拳干破玻璃打开了门 吓得他赶紧去拿喷子 爱德华拿起手表 质问他从哪来的 他怕夜长梦多 用喷子威胁他们走了 卡拉罕得知这事 第一时间问他们 这块表是买来的吗 爱德华说买个屁不揍 他就算好了 卡拉罕领着他们来到当铺 赔偿了老板的损失 在进货记录中翻到了 是一个名叫杰克逊的人 卖给他的 找到这个人真相将会揭晓 可没想到当晚卡拉罕 就被人揍了一顿 第二天他们来医院看望他 鼻青脸肿的卡拉罕还在晕迷中 查尔斯觉得无缘无故被揍 一定是找到了什么消息 果真在他的衣服里 翻出了杰克逊的住址 两人赶过去喊了一声杰克逊 男孩以为是警察 丢下手中的篮子赶紧跑 两人迅速追上去 分头将杰克逊拦了下来 爱德华掏出手表问他哪来的 得知他们不是警察 而是一位父亲在追查儿子的死因 他才全盘拖出 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外 而是一帮人追杀约翰 在约翰死后他才拿了手表 爱德华带着男孩来找卡拉罕 他顾不上身上的伤 准备回去彻查这件事 可是小姐姐担心他吃不消 不准他出院 他直接抛出约会时间 然后站起来穿裤子 把小姐姐搞得又爱又恨 回到报社他雇佣男孩 以后都要听从他的话 不准再干偷鸡摸狗的事 有了固定收入男孩很感激 卡拉罕已经推测到约翰的死亡真相 虽然板上钉钉 但对方有权有势 想要推倒谈何容易 三人废寝望时到处收集信息 还真的找到了应对之策 卡拉罕拦住建筑公司老板 有几个问题需要他解答 首先自己被人揍了 是不是他的手下干的 还有好端端的一条路 毕年要反复挖好几次 而且不需要修复的路也要挖 每次一百万天价合约 就用来干这毫无意义的事吗 他不想解释 有什么问题就去问市议员 卡拉罕让他放心 一定会将市议员绳之以法 贪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杀了约翰这个孩子 他问有什么证据 卡拉罕把男孩叫过来当场指认 穿着一样的外套一样的身高 这地中海就是凶手 他得意地笑了 这证据根本上不了法庭 卡拉罕迅速抓着他的手问男孩 是不是这枚尸头戒指 这临时加台词把男孩都给搞懵了 不过他也不傻说是的 此言一出死最难逃 吓得地中海赶紧逃命 大家立刻分头去追 左右加工拦住了去路 眼看着无路可走 他想越过自己挖的大坑 没想到掉了下去 大家上前一看 老黑说他的脖子已经断了 看来作孽的人 老天迟早会把他给收了 总算为含冤而死的儿子报了仇 爱德华给他们致谢告别 卡拉罕再送他一份惊喜 可是他根本不识字 但卖爆的男孩不停地吆喝着 这间餐厅生意非常火爆 忙得员工歇斯底里 老板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却听信光头哥的鬼话 加盟他的品牌就能提高效率 从而节约成本和时间 丈夫本想阻拦 可是毫无作用 自己开的餐厅关你屁事 情不自禁跟光头哥签下合约 不久餐厅的大圆桌 全被换成了快餐桌 原本舒适的椅子也换成了四脚梦 统一餐部 统一菜式 统一工作服 甚至连招牌也换成了品牌名字 而这些费用自然是哈利特买单 可没想到生意比之前更加火爆 卡罗林在厨房里忙到飞起 而传菜的特胡恩根本传不完 哈利特夫妇只能关了商店 全心投入到餐厅帮忙 才勉强运转过来 一天下来净赚了30美元 哈利特乐坏了 可丈夫不乐意了 显然这违背了初衷 不但没有给两位员工减轻负担 还增加了两倍的工作量 赚到盆满钵满的哈利特 又怎么会管员工的死活 最辛苦的当然是厨娘卡罗林 天天上班再也没有了休息时间 躺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查尔斯心疼不宜帮他按碗脚 做好饭菜端过来给他 卡罗林早已沉沉入睡 然而光头哥拿到了三成丰厚的分红 继续压榨他们 从早餐持续经营到晚上 中途不能有任何休息时间 奥利森一听就不干了 累死累活不过是为他打工 光头哥直接拿出合约说 无条件要服从公司的安排 否则将起诉他 这家餐厅将会归公司所有 哈利特立马慌了 只能按要求继续经营 连哄带骗叫丈夫去餐厅帮忙 可奥利森说这是你的餐厅 我才懒得管了 没办法他妈妈咧咧过去餐厅 自己惹得活在苦也得咽下去 没想到忙到发火的卡罗林说 整天待在厨房半夜才能回家 连家人的面都没见过 不想干了 哈利特当场就哭了 求他留下来 自己根本搞不定厨房 卡罗林心软的同意留下来 哈利特眼含热泪 给他一个感恩的拥抱 然而光头哥贪得无厌 开始进入第三阶段 让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加入公司 使家蒙遍遍地开花 作为顶层代理做收渔翁之力 哈利特自己都脱不了坑 又怎么能昧着良心坑亲朋好友 光头哥直接亮出合约 他瞬间闭嘴了 查尔斯一下班就回家做饭 天天如此 已经厌倦了这种无奈的生活 而奥利森也一样 查尔斯想到了一个办法 跟他联手干一件大事 查尔斯做好了早餐 过来把妻子叫醒 以后他要加班照顾不了孩子 所以孩子要在餐厅跟他待一块 卡罗林问他在忙什么 他说一个惊喜 就这样孩子们在餐厅追逐打闹 搞得客人没有兴趣吃饭 哈利特咬着牙齿问卡罗林 但也不敢多说什么 要是气走了卡罗林 可没有好果子吃 这是一对老夫妇来吃家常饭 哈利特说不做了 现在只有更美味的快餐 老头说那就只能去对面餐厅吃了 此言一出哈利特瞬间懵逼 小镇只有他一家餐厅 什么时候又冒出了一家 赶紧跑出来一看 才知道自己的家变成了奥利森餐厅 查尔斯拉着小提琴 浪漫的琴声充斥着客厅每个角落 让人忘却了所有烦恼 哈利特跑来心事问罪 他的家具和丈夫哪里去了 查尔斯说二楼还有厨房 哈利特很生气 质问丈夫为什么跟自己对着干 他说像你一样赚钱才是硬道理 哈利特坚持自己是对的 丢下一句等着乔愤然离去 他开始降价打击到处发放优惠券 平时吃一顿的钱现在可以吃两顿 可是男人直接把优惠券丢了 因为有一帮熊孩子在餐厅 有的在打篮球 有的在下象棋 鬼才愿意来着吃饭 相反奥利森这边 孩子彬彬有礼的点餐传菜 还有一把亲人肺腑的小提琴 吃的又是家常菜生意越做越火爆 光头哥来到餐厅瞬间脸色大变 平时做无空席现在惨不忍睹 但哭着说被对面餐馆抢走了生意 光头哥气愤不已责怪他无能 不应该相信女人能干大事 哈利特奇了怪了 招牌上明明写着女人的名字 他不是品牌的创始人吗 光头哥说随便在大街上拉个女人拍个照 就成了形象大使 你竟然深信不疑真的傻得可爱 实际上是他操控着公司 说完当面撕毁合约 将哈利特踢出了游戏 他一路哭着来找奥利森 告诉他自己被骗了 奥利森说太棒了 一切都在意料当中 家常饭才适合核桃镇的人 就跟以前一样 远嫁的女儿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 可把他乐坏了 迫不及待把这份惊喜分享给妻子 当母亲见到女儿的一刹那 眼泪止不住飙出来 总算在平安夜一家人大团圆 大鱼大肉过后 查尔斯拉着小提琴 曼妮弹着吉他 特胡恩唱着歌 相互配合共同演绎幸福的乐章 曲弊 玛丽听到外面大雪呼啸 要抓紧时间回去旅馆 查尔斯和曼妮出去背马 推开门才发现大雪已经一尺后 看来大家都走不了了 查尔斯反而很开心 特胡恩看到卡罗林的吊牌很感兴趣 他说每年的圣诞节都会带着他 玛丽说再讲一次吊牌的故事 阿当还没有听过 盛情难却卡罗林说起了小时候的事 母亲在婚时的第一个圣诞节 他质问母亲既然深爱父亲 为什么刚死不久就要另嫁他人 他讨厌继父 根本不听母亲的解释跑回了房间 继父说你的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去世使我哭了 曾经他送给我一样东西 一直以来我很欣赏的东西 现在是你打开他的时候了 里面是一块像牙色吊牌 上面刻着母亲和孩子 他们称之为耶稣诞生的场景 他拆开包装终于想明白了 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 出来抱着继父说圣诞快乐 他激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 往后继父就像失去的父亲一样 给予他无限的爱和理解 所以每年圣诞节都会带着他 这样继父就会知道没有忘记他 这时大风刮起一块木板 静止朝窗户飞去击碎了玻璃 零下50度的寒风不停往里面灌 查尔斯赶紧关上窗户 看来这场大雪要将古仓淹没了 跟曼妮去古仓取更多的柴火 来保持室内的温度 回来的时候两人差点被冻成冰棍 此情此景让劳拉想到了爱德华 八年前住在草原小屋 方圆百里只有爱德华一个邻居 他提着圣诞礼物 越过寒冷刺骨的小河时 脚上一划整个人被水淹没 但他的手高高举起 生怕孩子们收不到完整的礼物 当他来到家门口已经被冻成了 他坐在火炉边瑟瑟发抖 被炙烤出阵阵白烟 爸爸端来咖啡给他去寒 之后从袋子掏出两只不锈钢杯子 他跟玛丽一人一个 这可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神器 接着掏出三根糖果棒 三姐妹一人一根 接下来就是压咒好货 这几个番薯珍贵得很 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妈妈受宠若惊 本来她对爱德华心存偏见 此时此刻早已烟消云散 这一刻劳拉永远也不会忘记 时间过得很快大家都休息了 凯莉一觉醒来迫不及待叫醒爸爸 今天是圣诞节急着要收到礼物 爸爸打开门才发现 雪已经覆盖到楼上 只有从阁楼的窗户爬出去 去古仓把圣诞老人的礼物拿过来 所有人开心地拆着礼物 这一幕让查尔斯不禁感慨 祝你祝你祝他 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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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you 男孩是个结巴 刚来学校报名同学们就嘲笑他 老师想喝止但毫无作用 男孩扭头冲出教室 詹姆斯赶紧去追 男孩以为换了一个地方就没有人嘲笑他 没想到去到哪里都一样 詹姆斯说因为你是新来的 跟大家混熟了就不会被嘲笑了 男孩相信他跟他一起回了教室 没想到放学的时候 刚好撞见詹姆斯学着他说话 很伤心直接就跑了 詹姆斯想追上去解释 可是没有追上 因为这是搞得他饭都吃不下 爸爸问怎么回事 艾伯特把放学发生的事告诉他 爸爸出来问有没有给男孩道歉 他说找不到男孩 更糟糕的是男孩信任他 于是我们做了好朋友 爸爸说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道歉 但首先要把炸鸡吃了否则凉了 第二天詹姆斯跑来男孩家 才知道男孩的爸爸找了一天一夜 也没有找到儿子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詹姆斯心里难受得很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男孩 查尔斯见不得儿子伤心 要带他去城里散散心 他说没找到男孩不能离开 爸爸说男孩是故意躲起来的 要不然你早就找到他了 你走了或许他就回家了 就这样他跟着爸爸去城里 爸爸看他有了笑容 说我不是为了你才带上你的 而是路上自己一个人很孤独 儿子笑着说骗鬼去吧 晚餐时从林中突然传来一响 儿子问是什么野兽 爸爸不知道赶紧拿起喷子 原来是一只流浪狗 儿子把自己的食物端过去 他猜对了流浪狗饿坏了 把盘子舔得一干二净 爸爸走过去想到食物给他吃 他却呲牙裂嘴直接跑了 看来对他并不友好 儿子不敢狗通 没想到第二天刚想赶路 流浪狗又出现了 儿子认为他想交朋友 走过去还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 不过爸爸可不喜欢他 带上儿子继续赶路 狗狗看着男孩离去 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不舍 他思考一会还是跟在他们的身后 爸爸不管他 以为跟一段路就会放弃 到了城里把手工打造的椅子 卖给了家具店老板 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两个家伙却盯上了这笔钱 一路跟着他们来到酒吧 得知住在六号房 刚想打开门 狗狗突然冲上来 跟两个家伙打了起来 打闹声惊醒了他们 赶紧出来一探究竟 有个倒霉的家伙被狗甩下一楼 把桌子砸个粉碎 吓得另一个家伙赶紧逃了 负伤的家伙站起来也跑了 查尔斯问老板怎么回事 他说流浪狗敢走了两个坏蛋 想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 儿子也搞不懂 回去房间继续睡觉 而卡罗琳找了两天 总算找到了男孩 用一个红苹果换来男孩的信任 问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他说爸爸妈妈骗他 搬来这里就会不一样 结果每个人都在笑他 卡罗琳说这世上什么人都有 有些人就喜欢嘲笑别人 爸妈不可能永远在身边保护你 所以你必须勇敢去面对他们 只有这样才有一个安稳的家 听到这他跟卡罗琳回去了 不过不是去学校而是回家 回到半途的查尔斯 打算收拾东西回家 狗狗突然冲他发起挑衅 原来狗狗是在保护他们 冲上去跟完偷袭的熊打了起来 查尔斯赶紧去拿喷子 对准他们又怕伤到了狗狗 直接朝天上开了一枪 把熊给吓跑了 但狗狗已经遍体抓痕 赶紧把他送去给贝克医生处理伤口 然后带着他回了家 家人全都跑出来迎接 孩子们以为老爸买了好吃的 赶紧跑去马车后面 狗狗立马站起来对着他呲牙裂嘴 把卡桑德拉下懵了 抱着格雷斯的卡罗林问怎么回事 查尔斯说这只狗是詹姆斯的朋友 詹姆斯赶紧说狗狗救了他们一命 但卡罗林还是不喜欢狗狗 所以查尔斯不准詹姆斯收养 无奈的他带着狗狗来给男孩道歉 没想到男孩一看到狗狗就很喜欢 相反狗狗也是一样 而且对家人也没有恶意 正好詹姆斯把狗送给了男孩 两人的关系冰势前嫌 再次做回了好朋友 小两口韬光继续买回几百颗果苗 决心打造全镇最大的果园 希望能赚到人生中第一桶金 来购买一百英亩的土地 养上无数畜牧当上萌场主 这时老丈人带来了好消息 他接了一份托运采矿设备工作 历时两个月报酬有300美元 美元可以分到150美元 虽然价钱很诱人 但曼妮不想去 因为妻子怀孕了五个月 果园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干 可是妻子和老丈人都叫他去 而且艾伯特会过来帮妻子的忙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曼妮经不住劝跟着老丈人出发了 老拉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眉宇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炎炎夏日热的人全身冒汗 他除了在学校教书 其他时间全放在果园上 好几个月老天滴水没降 果树都快要哭死了 他只能挑紧水去浇水 这是他提出来的制服方法 再苦再累也要咬牙挺住 妈妈劝他怀孕就不要干太累的活 身体健康比一切都重要 他口头上答应妈妈 一回到家就忙着挑水灌溉 他知道艾伯特根本没时间过来帮忙 因为他有一百英亩的庄稼要照顾 长期打紧水 双手被绳子磨破了无数血泡 有一次放学涂药 却被妈妈撞见了 才知道他根本不听自己的话 把自己搞成这富贵样子 看来不叫艾伯特和詹姆斯过去帮忙 你是不会对自己好一点了 劳拉说 妈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了拯救果树 为了共同的目标 为了不让丈夫失望 他顾不了那么多 井水被他打到干枯了 就去更远的河里挑水回来 他怀着运顶着烈日 长期干着杯水车薪的体力活 终于顶不住倒了 而妈妈带着艾伯特过来没看到他 想必又是去了果园 当妈妈看到倒在地上的劳拉 赶紧喊艾伯特过来帮忙 威力觉得上课时老师很疲惫 想着过来帮劳拉灌盖果树 不料却碰到了劳拉被抬着回来 卡罗林叫他赶紧去找医生过来 他一口气跑到诊所 但医生不在 又跑到隔壁邮局问医生在哪 就在这时医生回来了 他赶紧叫医生过去救劳拉 医生得知情况想必是中暑了 也叫威力快去冰室待一回 跑了这么长的路避免中暑 同时通知奥利森将冰送到劳拉家 奥利森带着冰飞马过来 医生给他敷上一堆冰块 总算把体温降了下来 休息几天就会没事了 他说明天要去浇书 还要给果树浇水 医生很无奈 只有叫卡罗琳开导女儿 然后问奥利森威力怎么样了 他说情况很好 正在冰库里降温 医生不放心 还是要过去看一下 第二天卡罗琳代替女儿 又当了一回老师 给同学们讲了一个石头汤的故事 看看你们从故事中悟到了什么 有一个鸡肠碌碌的士兵 来到一个小村庄 他敲遍每家每户的门 请求食物和住宿 大家都说自己都在挨了 啪的医生就把门给关了 显然都不愿意接激他 快要饿死了怎么办吧 他找到一口大铁锅 在村中央支起来 在锅里面装满了血 升起熊熊烈火来融化血 然后将三块石头放进废水中 几分钟后用勺子试了一下汤水 大声说这是此生喝过最美味的汤 目睹全城的村民们很好奇 终于走出家门全都围了上来 讲完故事卡罗琳一直在等待 果不其然学生们全都领悟了 杏刀采烈提着桶走过来 要帮老师灌盖果树 劳拉一头雾水问妈妈怎么回事 妈妈说等一会你就知道了 同学们忙得不可开交 唯有南希是来欣赏风景的 威力看着就不爽 问他想不想凉快一点 哥哥都这样说了 他只能拿起干饭桶去装水 人多力量大不再是杯水车薪 半天时间浇完了几百棵果树 挺过一周完全没问题 到那时曼妮就回来了 老师很感激 早已为他们备好了柠檬水 而艾伯特和威力一合计 提出再次组织力量 明天去给其他村民灌溉庄稼 同学们纷纷同意 都在感谢卡罗林说的石头汤故事 这一刻劳拉才明白 妈妈的一时多鸟之计 孩子们不但领悟了故事的精髓 而且还运用到了极致 将力量凝成一团拯救了小镇 一周后下起了大雨 整天担惊受怕的曼妮回来了 看到劳拉没事赶紧抱成了一团 她是一名出色的木工 随便坐一张桌子 就卖出了13美元的高价 家具店老板发现她是个人才 劝她联手开办一个家具厂 你负责生产 我负责销售 不需要投资一分钱 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甚至你会因此而出名 面对这么诱人的前程 查尔斯心动了 回到家对妻子说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妻子觉得她太鲁莽了 不舍得放弃这里的一切 以三个月时间为限 如果她真的成功了 就全家人搬到城里去住 就这样查尔斯去了城里 与亲人天各一方 她带着几名工人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每张出厂的桌子 都要落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生意越做越火 订单量越来越大 有个贼没鼠眼的老木 为了抢到一张桌子 竟然给出双倍价钱订购 搭档见有钱赚 便把订单安排在第一位 却不知人心险恶 查尔斯赚到钱就寄回家 而且给家里请了一名工人 替家人分担农货 没想到这可是个大吃货 把孩子们的饭都干完了 连水果也全部拿走了 至于工作的事情只字不提 艾伯特实在无法忍受 爸爸这么辛苦赚到的钱 却给了一个啥都不干的大吃货 请求妈妈解雇他 自己和弟弟完全可以扛起农货 妈妈很感动地说 爸爸不在你就是一家之主 所以第二天艾伯特去了地里 却看到马在晒着太阳 而吃货躺在树下睡大觉 质问他就是这样离地的吗 他说马需要休息 艾伯特不想跟他废话 当场将他解雇了 然后自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 然而老奸巨华的老莫 把桌子提回到家具厂 立马让工程师拆解模仿 上流水线生产 务必将价格打下来 不久查尔斯这边 就有好几个客户退单 搭档觉得不对劲 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为了节省开支 只好把上夜班的工人解雇了 有一天查尔斯收到家人的来信 读完信件却看到别人卖着 除了没有烙印完全跟他一样的桌子 而且是大批量生产的 价格才卖五美元一张 查尔斯按老头说的找到了源头工厂 才知道自己的设计被老莫给抄了 很生气要起诉老莫 老莫得意洋洋地说去告把 相信你一定会赢 但上诉后你就有得等了 而且法庭费用非常昂贵 我是没有问题 但你负担得起吗 现在是工业时代 纯手工打造完全跟不上产量 生意就是生意 毕竟你这只是一个设计 查尔斯又恨又气 抄起斧子就劈 工人立刻上前阻拦 他直接就是一拳 又上来一个大壮将他牢牢锁住 工人生气了像打沙包一样 直接把他打到晕绝 老莫说把他扔到街上喂狗 两人的美梦就此破碎 搭档不由感叹机器是人类的祸害 看来又要找另一种制服方法了 查尔斯反而很高兴 之前天真的以为 在每件家具留下烙印陌生人就能记住他 现在才发现这是多么的愚蠢 按照这样没日没夜工作下去 别说陌生人 恐怕家人和孩子都记不住他 一年前大学即将毕业的儿子被坏蛋所害 从那起他就变得嗜酒如命 二儿子卡尔好端端的生日 被喝到烂醉的他全搞砸了 卡尔很生气 甚至讨厌这个父亲 格雷斯给了丈夫无数次机会 可是往日那个疼爱家人的爱德华 再也不复存在 为了大家好 求他离开这个家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他只好去了核桃镇 好基友查尔斯一见到他 来了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迫不及待给他介绍女婿曼妮 还有劳拉刚生下一个女孩罗斯 他们刚好在内里餐厅 当问起他的家人怎么没来核桃镇 他说自己先过来找到工作和住处 再把家人接过来 说完先去给劳拉一个惊喜 他就像没事一样唱着歌出现在劳拉面前 劳拉跟着唱完一句直接钻进他的怀抱 卡罗林问他的家人在哪里 他说查尔斯会告诉你的 转头去看罗斯 避免卡罗林追问 不想让他们知道事情 随后套一件礼物送给劳拉 这是当年追格雷斯用的香水 那时劳拉擦着香水才促成两人的好事 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晚餐时劳拉很感激爱德华 在成长过程中教会了自己很多东西 希望罗斯也能够分享到这些 所以请爱德华当女儿的教父 他虽有惭愧 但无法拒绝只能答应了劳拉 之后白天在木材厂上班 晚上依然喝到烂醉 酒瘾越来越大 把奥利森的药酒全买光了 只要没人看到白天也在喝 而一心学医的艾伯特 拿着钱数了又数 还差两美元买一台显微镜 当父母的不会给予帮助 而是叫他去镇上看看 有什么工作可以赚钱 他说拿到工资优惠活动都结束了 爸爸说可以跟爱德华去城里送货 那样就有足够的钱买显微镜了 有钱证艾伯特很感激爸爸 没想到送完货爱德华故意把他支开 跑去酒吧又喝到烂醉 艾伯特等了很久也没见人回来 去酒吧把他找回来 这个大胡子又喝到烂醉 却不让男孩开车 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技术 马车穿梭在街道越跑越快 男孩惶恐不安 一个急转弯车轮压到了人行道 男孩当场被甩飞出去 还没来得及爬起来 迎面而来的马车就从他身上碾过 艾德华后悔莫及看向身后 一大帮人将男孩团团围住 生死未卜 由于艾德华喝醉了 没有及时将艾伯特送去救治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卡罗林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查尔斯得知实情 怒气冲天跑来找艾德华 拿起酒瓶直接砸得粉碎 问他到底怎么了 一无所有的艾德华打包离开了核桃镇 劳拉得知情况赶来将他拦下 要帮助他找回曾经的自己 他问劳拉为什么要这么做 劳拉说 艾德华决心悔改跟劳拉回了家 从此每天去田里忙碌 用大量的工作麻痹酒瓶 已经两个星期滴酒不沾 劳拉顶着父亲的责骂 总算看到了希望 然而一封来信让艾德华更加绝望 格雷斯说遇到了一个 对他和孩子都非常好的男人 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就这样没了 他来到商店想要喝死自己 不料今天是礼拜六不开门 他很迷惘不知如何是好 却扫到了远处的教堂 走进去扶着讲台不停地惭悔 自己嗜酒伤害了很多人 失去了最爱的家人 连好机友也失去了 请求上帝给他一点帮助 给他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求你了 这些话都被牧师听到了 告诉他三十年前自己失去了一切 处境跟他一模一样 后来相信上帝才走出困境 当晚查尔斯过来找艾德华 说牧师已经找他聊过了 现在才明白艾德华的痛苦 牧师给罗斯做完了洗礼 在享受美味佳肴之前 顺便也给艾德华洗一洗 男孩生日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 叔叔寄来的十五美元 不料噩梦开始了 隔天爸爸带他去城里 大人要谢木材 两兄弟去银行存钱 路过一个卖喷子的店 男孩很喜欢想要买下他 哥哥说没经过爸爸同意不能买 所以他们转身去了银行 没想到有人正在打劫 刚推门进来 弟弟就被劫匪一枪击倒在地 哥哥当场懵了 劫匪拿到前骑上马扬长而去 老板拿着小喷锥出来 朝着五人连开竖枪 击中了其中一个劫匪 返回银行 男孩哭着叫他帮忙请医生过来 医生检查完说情况很严重 子弹卡在脊椎上 要恢复几天才能做手术 现在抓紧时间送去医院输血 查尔斯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没把孩子带来城里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是没有如果 务必让警长严惩劫匪 可警长说对方是五个 全副武装的亡命之徒 而他们只有三名警力 送死的是谁愿意干 在酒吧斗地主他不香吗 无奈的查尔斯只能自己去替儿子报仇 爱德华劝不动也跟着去 卖喷子的老板 愿意给他们免费提供家伙 爱博特认得劫匪也想跟着去 查尔斯不同意 让他去开个房间等他们回来 两人沿着脚印一路追到荒山野里 发现了刚熄灭不久的火堆 还有新鲜的血迹残留在枯树上 看来距离他们已经不远了 但找到天黑也没有找到他们 这时传来马叫声 两人赶紧躲起来 没想到来的是爱博特 查尔斯质问他来这里干什么 他说弟弟中枪全是自己的错 如果没有拦着弟弟买喷子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显然他和老爸性格一样 查尔斯也就同意留下他 三人追到一处小木屋 然而劫匪早已离去 只留下一床带有血迹的被子 还有屋外一个新坟墓 看来中枪的家伙已经领了盒饭 刚来不久就被挖出来 在衣服里找到一个火柴盒 上面写着酒吧的名字 三人立即赶了过去 刚进门爱博特一眼就认出 其中一个喝到烂醉的劫匪 查尔斯揪起他的头发 质问他其他人在哪里 他滋滋呜呜说不知道 没想到这时另一名劫匪出现 命令他们丢掉手中的喷子 追了那么长的路 竟然是来送盒饭的 换做谁也不甘心 然而喝到烂醉的家伙 却跟另一个家伙起了争执 爱德华见机添了一嘴 两人吵得更凶了 拿枪的家伙直接给了他一枪 爱德华趁机掏出小小喷环机 劫匪阴声倒下 临死前男人说出了 其他同伙的踪迹 三人赶了过去 想找当地的警长帮忙 可是警长喝到烂醉 告诉他们去酒吧找 然后继续睡大觉 看来警长是指望不上啊 只好去酒吧守住带兔 没想到前脚刚走警长就爬起来 直接把这消息告诉劫匪 只为换一瓶酒喝 足以见得当时的警察 要么置之不理 要么就跟坏蛋串通一气 三人等了很久也没见人 查尔斯让儿子回去马就休息 不想他参与危险当中 在回去的路上 却看到一名劫匪在射服 立马跑回去把这事告诉爸爸 爱德华赶紧在门口射服 劫匪一进来揪住他 一拳干翻在角落 追问他另一名同伙在哪里 这时同伙持着喷子出现 局面又变成了被动 爱伯特说就是他射杀了弟弟 男人这才明白 原来他们是来给男孩复仇的 爱伯特抄起杯子向男人砸去 两人见机形势把他们制服了 带他们去采缝医车 儿子的手术很顺利 但一直处于晕迷状态 医生给出的结论是等死 查尔斯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每天去教堂为儿子祈祷 相信上帝一定会听到他的诉求 牧师说人们祈祷只是为了获得力量 度过人生中的悲惨时刻 有些事情上帝也做不到 查尔斯不敢苟同 始终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 为了寻找奇迹已经入了魔 什么活也不干 整天就是到处找奇迹的新闻 家人的伤口被他无时无刻揭开 搞得苦不堪言 查尔斯来商店把祖传的表当给奥利森 给家人留下一笔生活费 他带着儿子去寻找奇迹 奥利森劝不动 只好说这块表值50美元 晚上查尔斯做了一张靠背 打算明天带儿子离开这里 医生以为他脑子有问题 把另一名医生请来 当查尔斯知道他是精神病医生 将他们给轰走了 第二天带着儿子 找了一块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从此在这里等待奇迹出现 每天除了用管子给儿子喂食 其他时间全放在搭建祭坛上 但建好了祭坛 儿子也快要饿死了 却仍然没等来奇迹 然而突然出现一位虚发皆白的老人 跟他讨一碗肉汤喝 尝了一口之后 老人转身去给男孩喂食 奇怪的是老人不用管子 就把一大碗汤水给男孩喝了下去 查尔斯很好奇 想要追上去问个明白 没想到躲在祭坛后面的老人 竟然凭空消失了 这时找了几个月的爱德华 终于找到了查尔斯 当然是想劝他回家 查尔斯把刚才老人的事告诉爱德华 这就是奇迹的出现 爱德华只有失望而归 回来跟卡罗林说 查尔斯建了一座祭坛 遇到了一位奇怪的老人 说是上帝派来的 卡罗林听完低下了头 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看来病得真不清 回家准备一下 就跟爱德华去把他们接回家 晚上刮起了大风 电闪雷鸣 爱德华正在屋外等着卡罗林 这时老人出现 大风和雷声瞬间停止 叫他们今晚不要去找查尔斯 明天再去接他们回家 说完转身就走 天气又变回了刮风打雷 爱德华还没反应过来 老人却不见了 瞬间出现在查尔斯这边 让他抱着儿子走向祭坛 突然一道闪电 劈向十字架 电光沿着祭坛击中了两人 查尔斯还没苏醒 一只小手抚摸着他的脸蛋 呼喊几声爸爸 他恍然间醒来 看到了吊着眼泪的儿子 第二天卡罗林和爱德华赶来 他解下围巾走过去 他在农村实在混不下去了 卖掉了100英亩的田地和房子 临走前朋友们送他一件外套 去大城市南庄店打工 怎能没有一件像样的装备 有这帮这么贴心的好朋友 他很感动 留下了恋恋不舍的眼泪 他无以为报 只有跟大家尽情地标舞 放纵 彻底释放生活的压力和烦恼 给大家留下一段快乐的回忆 他的女儿劳拉也辞掉了老师一职 退隐将胡一新当好家庭主妇 丈夫却收到一封奇怪的来信 十年不见的亲哥突然要来家里做客 当见到哥哥的一刹那瞬间就懵了 只见他脸色憔悴一副病泱泱的样子 上个马车都力不从心 总感觉他不是来做客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他想在这里常住 托劳拉帮忙为女儿珍妮办理入学手续 兄弟一场当然所有请求都会答应他 只是不知道他的身体到底怎么了 但也不敢多问 第二天劳拉带着珍妮去办理入学 南希看珍妮比她长得漂亮 心里恼火得很 而且刚坐下来就吸引了男生的注意 甚至老师连叫几次捷步 男孩都没有反应过来 两人都在放着高压垫 一放学珍妮就约捷步去游泳 可是捷步压根不会 只好找借口说要回家为信哥 珍妮第一次邀请男生就被拒 心里难受得很跑了 却不知不会游泳的捷步 偷偷抽气了一晚 弟弟怎么劝都毫无作用 早上珍妮的父亲倒在地上 上气不接下气 弟弟赶紧去把医生请来 检查过后医生把曼妮叫到一边 说情况很糟糕 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 尽量让她多休息 可是不用弟弟说 她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希望不要告诉珍妮 在她仅剩不多的日子里 不想看到女儿一见到她就哭 之后不知情的珍妮结交了很多朋友 补回了一个完整的童年 弟弟这才明白哥哥的良苦用心 有一天父女去野餐 爸爸告诉女儿叔叔阿姨都很好 以后一定要听他们的话 女儿却说我只想听你的话 然后紧紧地抱着父亲 这时晴天却下起了大雨 女儿赶紧跑回家 父亲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在后面追 终于撑不住倒下了 叔叔把实情告诉珍妮 叫她进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爸爸说很快要去见妈妈了 爸爸说你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家 还有爱你的人和一帮好朋友 他死而无憾了 就这样化作一泡黄土 给世间留下一根毒苗 珍妮绑着父母的照片不似茶饭 说自己害死了父亲 质问劳拉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她 如果知道父亲病了就不会跑 那样父亲就不会死 叫劳拉滚出去 劳拉劝不了也很无奈 只好尊重她的意思 隔天她突然走出房间 要跟他们去教堂做礼拜 两人很开心以为她想通了 一阵烟把她拉到教堂 做完礼拜出来 她一直盯着牧师看 让他们先回家 她要找牧师聊两句 她问牧师现在我的父母在一起吗 牧师握住她的手 说他们永远在一起 当我们的时刻到来时 我们也会再次见到他们 有了这句话 她给叔叔阿姨留下一封书信 这时杰布扛着信哥送给她 以证明自己之前不是说谎 她收下信哥摆在桌子上 然后走出了家门 杰布突然发现忘了把圆筒给珍妮 折返回去没见到珍妮 却看到她留下的遗书 赶紧冲出去到处寻找 却在一条小河找到了她 不会游泳的杰布奋不顾身跳进河里 激发了潜能一秒钟学会了游泳 沉下去将珍妮捞了起来 把她救到岸边 但自己也喝了不少河水 珍妮醒来还想继续寻死 劳拉说父母这么爱你 他们希望你拥有一切 你怎么忍心伤害他们 父母制造了健康的你 你应该跪下来感恩 再说了 经常捡到钱的朋友都知道 像他这样打扫镇长的房子 不出意外的话 就会踩到一块松动的木板 里面藏着几十年前的文件 有一张债券上面写着 小镇的居民每年要支付给持票人10%的费用 掐指一算刚好过去了52年 哈利特算出了这笔账 共计14000美元 也就是说他买下了镇长的房子 这张债券也就是他的了 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欠了他的钱 不过村民穷得揭不开锅 他对钱也毫无兴趣 但往后大家要对他客气一点 劳拉回到家跟丈夫一顿吐槽 显然哈利特想拿债券当令件 来管理这个小镇 看来只有搬出核桃镇了 把丈夫下了一大条 不出所料小镇的名字 被哈利特改为奥利森维尔 也就是他和前镇长的姓氏 大家十分不情愿 却也不敢当场叫板 有个老头恋恋不舍 把换下来的核桃镇排扁抱回家 不忍心看到好朋友汉森的名字 变成废品给烧了 睡觉前哈利特涂着防晒霜 屋外不停有马车经过 吵得他破口大骂 如果有一条法律 十点后不准马车经过就好了 他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将目光扫向一旁的丈夫 劳拉又开始破口大骂 说哈利特要举荐丈夫来当镇长 劳拉坚决反对 希望丈夫跟奥利森竞争镇长 曼妮瞬间就懵了 自己不过是个农民 哪有能力当镇长 老头得知曼妮不想参加竞选 却有人支持他 竟然想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计划 故意对爱德华说曼妮要参加选举 爱德华看在劳拉的份上 到处给曼妮拉票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 曼妮来商店买东西 看到哈利特摆着一副臭脸 索性告诉他不想竞争镇长 而且会支持奥利森 哈利特松了一口气 赶紧给他带上支持丈夫的牌子 一激动说错话了 一个农民就不应该争镇长 曼妮很生气拍桌子不干了 农民当镇长没有任何问题 务必跟奥利森竞争到底 稳赢的哈利特却弄巧成桌 搞得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之后老头带着曼妮到处去拉票 曼妮负责帮村民干农活 挤牛奶 喂猪 老头负责说服村民 每天如此曼妮也不是傻子 脏活累活自己全干了 而老头跟村民到底说了什么 自己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决定放弃竞选镇长 竞选当天所有人都来了现场 正如曼妮所料那样老头参加了选举 跟奥利森力争镇长 老头说着怀旧煽情的演讲 取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比奥利森多三票当上了镇长 哈利特很生气 既然当上了镇长 那么麻烦你先把债券给结了 这是一个年长的老头站了出来 商店来了一位神秘的顾客 老板娘找了半天才看到人 原来是 难听的话一句接一句 什么长得像外星人 从没见过这么老的小屁孩 嘲笑完还不够 还要拉丈夫出来一起看怪物 小卢始终没有反驳 对他来说已经习惯了 但愿嘲笑完可以给他一份工作 奥利森问他会算数吗 他拿起小本本写了一堆公事 奥利森看完很满意打算雇佣小卢 哈利特不同意 直接把小卢轰走了 几天前小卢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 男产的妻子最后的请求是 为了孩子能健康成长 让小卢放弃当小丑去找一份工作 所以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这时约翰飞马过来 帮他找到一份银行贵员的工作 小卢很感激 却不知有个硬茶在等着他 而住在小木屋的约翰 能帮助到小卢也很开心 跟家人分享着这件事 结不问爸爸为什么不去当柜员 爸爸笑着说助人为乐 但莎拉有些担心 第二天小卢来银行面试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 没想到刚好被哈利特撞见 于是把行长叫出去 如果要雇佣那个矮人 那么他这个核桃镇首付 就会把钱取出来存到其他银行 无奈的行长只能听从哈利特的意思 没有雇佣小卢 约翰过来找行长 才知道是哈利特搞的鬼 跑来餐厅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反问约翰为什么要帮他 约翰说小卢要挣钱养家糊口 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他说不想小卢的同类出现在核桃镇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小卢就是个怪物 他的一生就该去当小丑 更不相信他能照顾好小孩子 没有工作的小卢 不敢把事情告诉母亲 更不能让家人饿着肚子 生活已经将他逼上了绝路 迫不得已去餐厅偷了食物 奥利森断定只有小孩子 才能从窗口爬进去 所以哈利特跑来心事问罪 小卢没有否认 于是被哈利特关在冰库 等着警察过来把他带走 然而哈利特的儿女在井边追逐 威利踩到一块木板井口露了出来 南希一时没注意掉了下去 妹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母亲一定会扒了她的皮 她赶紧跑来冰库找父亲 奥利森吓坏了喊人来解救 可是井口太小大人根本下不去 约翰来请小卢下井救出哈利特的女儿 小卢二话没说 就被绳子绑得严严实实 头部朝下被塞入井口 逐渐降到井底看到了南希 让他抓住自己双手 上面的人齐心合力把两人拉了上来 南希总算平安无事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尤其是哈利特眼泪都快哭干了 小卢走过来擦了擦南希的眼泪 这里已经没他什么事了 戴罪之身的他 步履蹒跚地朝着冰库走去 经常跑江湖的都知道 要想要酒卖得多 必须要有一个托 这老头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掏钱买下了一瓶 当着大家的面喝下一口 所有症状奇迹般的好了 围观的人们看到这一幕纷纷上当 割完第一轮韭菜还有第二轮 只需一块钱就可以到帐篷观看未知生物 大家觉得也不会纷纷掏钱进场 没想到哪里是什么未知生物 明明就是一个小孩子 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偏偏说是个凶猛无比的野人 大家都是虔诚的信徒 觉得不可能有人会撒谎 对此深信不疑 直到这天骗子来到了核桃镇 故技重演又割了一波韭菜 晚上南海使尽所有力气逃出去 第二天骗子发现后悬赏20美元 谁能将野人抓回来就能获得这笔赏金 大家都怕野人伤害父女和孩子 分头行动去抓野人 珍妮放学回家 刚想喂马却传来一声一响 原来野人躲在了马厩 把他逼到角落 用手轻轻划过脸蛋安抚着他 看来没有恶意 于是问听得懂他说话吗 南海点了点头 他又问南海会说话吗 南海示意着不会说话 珍妮这才知道他不是野人 而是个哑巴 问他叫什么名字 南海在地上写着马修 这时曼妮看到了南海 赶紧去拿绳子 珍妮上前阻止说南海不是野人 他是个哑巴 可即便如此 老拉还是不敢留下南海 怕他会伤害到女儿 爱德华说自己一个人住 无聊得要死 要把南海带回家好好管教 珍妮很感激 而麦奎因给哈利特留下了联系地址 如果有野人的消息立马通知他 将会有50美元的报酬 有钱赚哈利特和乐而不为 爱德华帮南海洗完澡 又给他剪头发 教他吃饭的礼仪 让他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 可是一到夜里就会做噩梦 梦到骗子打他 用冷水泼他 一大帮人把他当怪物对待 他像发了风势的歇斯底里 爱德华赶来将他紧紧抱住 他才没那么害怕 医生检查完说 马修长期被药物控制 以及遭到暴力导致情绪失常 开了一些要暗示服用 几周后就会好的 但马修不会说话就无法交流 所以劳拉带来几本手语书 三人陪着马修一起学 很快他们就掌握了手语 爱德华带他轻如父子 马修无以为报 尽量替爱德华分担家务 爱德华带他去教堂做礼拜 牧师当着大家的面介绍他 从此马修成了核桃镇的一员 贪财的哈利特 却把马修的消息告诉麦奎因 不久麦奎因来带走马修 爱德华不同意 他就拿出一份文件 说是马修的监护人 爱德华仍然叫他滚 他也不怕说明天法庭上见 法庭上爱德华说 麦奎因使用暴力把男孩关在笼子里 当野生动物一样对待 麦奎因问他有什么证据 哪只眼睛看到他打马修了 爱德华答不上来 于是把问题扯到了马修精神失常上 换医生上来跟法官陈述病情 麦奎因的药酒中含有一种致幻剂 表演前马修喝下大量的药酒 这样看起来就像脾气暴躁的野人 麦奎因立即拿出50份宣誓书 声明他的药酒治好了他们的病 显然乡村医生在诬陷他 又被他轻松化解 劳拉说马修学会了手语 他是一个聪明又善良的男孩 而不是麦奎因所说的野人 麦奎因说一条狗也可以通过时间驯服 你说他是个善良的男孩 那你为什么不敢收留他 是不是害怕他 劳拉无力反驳 证词变得一文不值 麦奎因请托上来替自己说好话 然后打着忘恩负义的旗号咆哮马修 把男孩吓得魂飞魄散 发了风势地冲出教堂 法官准备结案 打算将马修判给麦奎因带走 这时良心不安的托阻止了法官 直接把钱扔在桌子上 推翻了之前的证词 改口说麦奎因就是个恶棍 不但做假要欺骗消费者 还用暴力把马修弄成野人 来获取最大利益 所以法官撤销了麦奎因的监护权 大家一片欢呼 都以为马修没事了 没想到法官说要将马修送去精神病院 直到恢复正常为止 明天做完礼拜他就会带走马修 当时的精神病院就是人间地狱 人尽皆知谁进去谁疯 所以爱德华想带男孩远走高飞 马修不愿意 不想爱德华为了他干违法的事 也许精神病院是他最好的归宿 他一定会没事的 爱德华没有办法 第二天他帮马修翻译跟大家做完了告别 觉得这整件事太荒唐了 希望有人能够解释一下 课堂上女孩朝男生扔纸团 老师罚他到角落罚站 他死不承认跟老师叫板 一旁的哥哥实在看不下去了 做错事了就得接受惩罚 谁也不能例外 他拿起墨水倒在哥哥的额头上 哥哥很生气追出来要灭了他 从来他就没怕过 一路哭着回家找妈妈 一见到爸爸就说哥哥要弄死他 爸爸看到儿子满脸墨水 不用说也知道谁对谁错 叫他上楼接受惩罚 妈妈拿着信刚回到家 就听到楼上传来的打杂声 问丈夫怎么回事 丈夫说你宠坏的好女儿泼老儿子一脸墨水 你看是单打还是双打 他说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咱们远家的女儿回来了 听到这丈夫高兴坏了 什么惩罚早已烟消云散 全家人都出来迎接内力 久别重逢一家人别提有多开心了 唯有南希一脸不屑 内力跟他打完招呼说 长得跟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 南希说我看过你小时候的照片 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 而且我比你漂亮多了 当场泼了内力一脸冷水 如果换做以前 南希不死也得拖一层皮 不过现在她学会了宽容 家人的焦点全放在了内力身上 被冷落的南希愤恨难平 明明轮到她收拾餐桌 她就是不干 非得哥哥去收拾 爸妈干涉都毫无作用 哥哥不想破坏姐姐回家的美好时光 忍气吞声把餐桌收了 妈妈让南希去换新床单 今晚跟内力一起睡 她不乐意了 自己的房间凭什么让给她睡 妈妈说不可能让内力睡地板吧 她说我不在乎 内力睡在熟悉的床上喋喋不休 可是一旁的南希早就打呼噜了 捏着她的鼻子想要聊两句 增进一下姐妹的感情 南希直接跑去爸妈房间 睡在中间继续打呼噜 吵得爸妈苦不堪言 彻夜未免搞得两人满脸疲惫 儿子得知这一情况 主动让出房间给姐姐睡 自己去客厅睡沙发 不得不说父婆回乡很受大家的欢迎 牧师 医生 爱德华 一一对她续寒温暖 抱了又抱 不过她最想见的人是 逗了一整个童年的劳拉 两个死对头都已成家立业 压在心底童年时的仇恨 却成了两人美好的回忆 连开报社的老板娘都想采访内力 做一篇专题报道 一个在核桃镇长大的女孩 是怎样嫁给一个成功认识 并且生下双胞胎 住在一县大城市纽约生活 令人羡慕妒忌恨的故事 面对这样的好事 哈利特迫不及待去劳拉家把内力给找回来 而南希心里难受得很 觉得这么优秀的内力 自己永远也无法替代 更可恶的是爸妈为内力举办了隆重的生日派对 妈妈送内力一件从巴黎远道而来的名贵裙子 家人的爱权放在了内力身上 她已经不香了 心里面在滴着血 没想到更要命的是 生日蛋糕比一只羊还要大 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着内力转 没有一个人在意她 她很绝望 很伤心 离开了派对 回家捡了几件衣服 留下一篇作文 看了一眼派对里面的家人 失望地走了 第二天家人才发现她离家出走 那篇作文题目是 为什么我讨厌自己的生活 妈妈心都要碎了 爸爸赶紧找爱德华帮忙找 父女找了一天都没见人 天也快黑了打算回家去 内力却看到一处破房子 里面有南希的行李包 被动物咬了一个破洞 不过周围没有血迹 南希应该没事 两人赶紧分头去找 最后被内力找到了 毫无野外生存能力的南希 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而且差点被狼给吃了 再也不敢离家出走 家里的母亲担心坏了 见到蓬头垢面的女儿 心疼得要死 南希说完一句 我爱你头一歪晕了过去 吓得母亲赶紧请医生 醒来的南希一直哭个不停 不过当母亲的 总有办法让她安静下来 时间飞逝又到了 内力离开的时刻 在家人面前 南希表现得难舍难分 让母亲感动不已 送走了内力 她又原形毕露 继续当她的正宫娘娘 小镇来了一个盲人少女 有个老男人盯上了她 得知都是劳拉的好朋友 彼此的好感瞬间拉满 舞会上她不会跳舞 想学又没办尴尬的要死 没想到老男人 直接拉着她 窜入人群 跳着狂野的舞蹈 把一旁的哈利特 都给惊呆了 跳了一会她就上气不接下气 爱德华又带她到外面 呼吸新鲜空气 聊星星 聊月亮 聊人生 纯真的她从没遇到过 这么贴心的好男人 所以当抒情的音乐响起 又请爱德华教她跳舞 跳着跳着就跳出了火花 第二天拿着亲手做的苹果 派给她尝尝 爱德华乐坏了 顺势而上邀请她去城里玩 没想到她笑得比谁都要开心 一到城里就买下一条项链送给她 本来简就小鹿乱撞 再被项链这么一挂 这一下彻底沦陷 回来的路上还搞个野餐 简就忍不住抚摸她的脸蛋 扫描出她的样子刻在了心里 爱德华知道她心动了 但也良心发现自己老了 不想被人说老牛吃嫩草 所以说赶紧回去吧 不然村民要说闲话了 简明白她的意思 但动了真情就腹水难收 哪怕收到医生的来信 有机会重见光明 她也不想去做手术 觉得瞎子配老男人 就不会有人说闲话 两个人劝都毫无作用 关键时刻还得爱德华来劝 为了以后的幸福希望她能去做手术 就算是我求你了 她摸着大胡子说 爱德华明白得很 但也没办法 就这样剪去了芝加哥洞手术 而爱德华无比担心 如果手术不成功 剪一定会心碎的 奥利森搞不懂她到底怎么了 哈利特说大猪蹄 这都看不出来 不久劳拉收到电报 说剪的手术很顺利 十天后就知道结果 意味着重见光明的机会很大 爱德华很开心 一把抱起劳拉甩到了外面 但还有一封剪写给她的信 虽然都在意料之中 但到了真正要面对的时候 她还是不知所措 劳拉不懂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剪向她表白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认为我太老了 劳拉想说爱情没有年龄界限 但爱德华就是听不进去 认为人们只会嘲笑她 而且觉得自己又老又丑 根本配不上年轻美丽的剪 两人吵得不欢而散 不久剪拆开了纱布 果不其然势力恢复了正常 爱德华心乱如麻般也不去上 帮着邻居老头劈柴 老头发动机已经报废了 不经胆慨年轻二十年就是好 爱德华终于想通了 为了剪决定咬牙放弃这段感情 恢复势力的剪回到核桃镇 却没看到爱德华来接 问劳拉怎么回事 劳拉说你得亲自问她 然后开着宝马带她来爱德华家 简一看到她就闭上眼睛 扫描确认是她爱的那个男人 爱德华带她进屋做个了断 简问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她说你已经恢复了势力 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年轻人 陪你慢慢变老 而不是选择一个老到不能动了 要像婴儿一样照顾的丈夫 再说了爱不是战友 而是成全 小镇来了一位大帅哥 瞬间就迷倒了两位村花 搞得两个男人出差都不放心 爱德华说有他盯着 你们就放心去参加农庄大会吧 完全没料到这个任务非常的检举 大帅哥也是一名牧师 来核桃镇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却对老牧师说来着视察工作 过几天就会走 说完去找酒店住下 但奇怪的是 第二天他就找爱德华帮忙 买下了一栋房子 爱德华觉得不对劲赶紧通知老牧师 男人不是说过只待几天吗 为什么要买房子修门窗 还在商店订了一大批家具 为了查清楚男人的目的 两人在暗处偷偷观察 却发现他跟两个村花有说有笑 才一天时间就混得那么熟了 这里头一定大有文章 爱德华让牧师放心 自己一定会彻查清楚 他躲在大树下 看到劳拉来给男人送食物 却听到了这些对话 这还得了赶紧跑来窗边偷听 没想到听到这些更加失望 他很生气 在劳拉回家的路上等着 务必要问个清楚 劳拉说不能告诉你 我还有事开车就走 留下满是疑惑的他 不知该怎样向他丈夫交代 去芝加哥参加农庄大会的曼妮和约翰 可没有查尔斯那样的待遇 所有的酒店早就住满了人 找了很久才找到一间小日子开的旅馆 两个农民从没来过这种地方 一进门就被女人拦住了 说的是日语压根就听不懂 不过旅馆老板会说英文 两人脱下鞋子交给他 女人指着一旁的鞋架 让他们放到上面去 弄完这些女人一边弯腰鞠躬 一边说着以拉西加以马赛 两人又是一脸蒙圈 来到客房瞬间又蒙了 竟然是睡地板 还没来得及吐槽 老板拿起浴巾带他们去洗澡 不就是游泳池吗 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然而突然进来两个搓澡人 把两人吓个半死 赶紧把他们轰走了 这下总算可以安心洗个澡了吧 没想到又来了一家人洗澡 两人草草了事开溜了 吃饭也是很别致 左右开工捞半天也吃不到一款 恼火了干脆变成了手抓饭 关键这一点食物还吃不饱 却遇到一个贼没熟眼的老太 请他们帮忙扶他过马路 两人不知城市套路深 刚到对面钱包就被老太偷走了 还好他们发现得早赶紧去追 没曾想老太恶人先告状 一边晒可怜 一边喊抢劫 就这样两人被警察逮进了笼子 幸运的是农庄门票和返程的火车票 都放在了钱包里 所以没有门票的他们既进不了农庄 也买不了回家的火车票 用仅剩一点零钱买了一袋苹果 两个倒霉的家伙只能不行回家 而爱德华继续暗中调查 却看到沙拉跟男人在房子里待了一整天 再也按耐不住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男人买的房子 是教会送给老牧师的礼物 至于为什么不提前说 是想给老牧师一个惊喜 而村花是来帮忙打扫卫生的 还有那些爱情话题 是男人读的一首诗 得知真相爱德华羞愧难当 可是沙拉无法原谅他 被气得扭头就走 第二天男人夸完了老牧师 掏出了新家的钥匙交给他 这一刻牧师才知道真相 将目光扫向躲在后面的爱德华 爱德华就像犯了错的孩子 心里难受得很 搞得牧师不知该怎样收场 人们都在庆祝牧师新家入伙 而爱德华坐在外面闷闷不乐 男人说隐瞒了秘密 自己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 听到这爱德华才没那么难受 两个女人也跟着说原谅了他 连老牧师也出来请他参观新家 爱德华如是重负 这才进去一起庆祝 但两个女人却不知此时的丈夫有多狼狈 曾经他是个尖字生 可如今连基本的术式家法都做不出来 被同学嘲笑是个废柴 此言一出其他人跟着起哄 他无法接受 拎起同学就是一拳 倒在地上继续第二拳 第三拳 老师冲过来阻止 没想到 他自己都没料到打了老师 闯下大货不知怎样收场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变得如此暴躁 背后的故事值得家长们重视 自从搬来大城市 爸妈为了生计经常忙到三更半夜 没有时间管他 就把他丢到学校 这天警察找上门 说他儿子第三次偷窃被店家逮住 要送进去采风刃机 查尔斯哭着找店家求情 倒进了低层人的苦逼人生 店家也就被他哭心软了 再给他儿子一次机会 查尔斯以为儿子不习惯城市生活 带他回去核桃镇住一段时间 但儿子心事重重一点也不开心 甚至见到久别的姐姐也是闷闷不乐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直到医生来给马看病 其他人都去了马厅 他悄悄地从医生的包里翻到了马飞 为了不被发现只拿了两包 有了这东西他不再愁眉苦脸 这一晚笑得比谁都要开心 查尔斯以为核桃镇治愈了他 也跟着傻笑 却不知儿子染上了毒瘾 很快两包粉被他造光了 毒瘾上来急得满头大汗 他该如何是好 没想到去商店 刚好碰到奥利森让儿子去给医生送药 他觉得箱子里面一定有货 主动提出帮忙送货 却把箱子扛回了旅馆 果真发现里面有货 立即跑到楼下餐厅 拿了一罐白糖偷粮换煮 很快医生觉得不对劲 怎么给病人开的药毫无作用 尝了一口竟然是白糖 立马跑来商店质问奥利森 奥利森说不可能 这批药从没离开过视线 难道是艾伯特掉了包 这就难怪艾伯特心情是好是坏了 来木材厂找查尔斯告诉他实情 查尔斯不相信 虽然儿子调皮了点 但绝不可能是个瘾君子 没办法医生要检查艾伯特的行李 查尔斯很生气带医生回到旅馆 儿子的东西就在上面这层柜子 都翻了个便啥都没有 真不是他拿的 医生说有没可能藏在衣柜里 查尔斯不耐烦地关回抽屉 在衣柜里翻了个便 你看嘛只找到一些糖果 都说不是他干的 医生说鞋子里面呢 查尔斯觉得多此一举 继续为儿子洗刷冤屈 没想到鞋子里真的藏有东西 医生拿过来试了一下 果真是他丢失的那批货 艾伯特放学回来 就去衣柜的鞋子找货 可是不翼而飞 这时查尔斯出现在身后 质问他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查尔斯低估了毒瘾的危害 以为没什么事了 来跟医生赔礼道歉 没想到艾伯特控制不了脾气 在学校打完学生打老师 犯了错的他冲出教室不知所踪 老师红着半边脸跑来找查尔斯 说他儿子疯了打了他跟一名学生 然后跑去了森林 查尔斯赶紧叫艾德华帮忙去找 可是找了一天都没见人 医生说 果不其然晚上艾伯特回来诊所 他们前后加工将他逮住了 第二天查尔斯借艾德华的房子 帮助儿子戒毒 过程相当的痛苦 儿子神志不清发疯般的呐喊 每一生都犹如一把利剑 穿透了父亲的心 说服不了父亲 他就骗父亲说喘不上气 带他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一到外面就把父亲推倒在地跑去找货 父亲赶紧去追 追了很远才追上他 挺过几天的毒瘾发作 接下来就是不受控制的全身抽搐 更可怕的是上吐下血 随时都可能会被噎死 如此反反复复地循环着 父亲怕得要死一秒钟都不敢离开 不分日夜地照顾着他 一段时间后 艾伯特终于挺过了至暗时刻 可是跟着遭罪的父亲已经白发苍苍 一切恢复了正常 又到了他们回城的时刻 但艾伯特还有一件事没有处理 他走进教室真诚地给老师道歉 然后跟同学们分享隐君子带来的种种危害 劳拉生下一男婴 却整日担惊受怕 一周要请医生检查三次 确保孩子健康成长 因为他的弟弟出生不久夭折了 很怕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过医生说 有了这句话他减少了检查次数 没想到孩子无缘无故就凉了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他悲痛欲绝 不让医生出席孩子的葬礼 丈夫说这不关医生的事 他说医生害死了我们的儿子 永远也无法原谅他 将医生轰走了 因为这件事 小镇的人都不相信医生 全都去了其他地方看病 哪怕二十年来 医生不求回报治好了无数病人 因为一句话被上用医的骂名 爱德华替医生感到不公 却又无能为力 从医这么多年他滴酒不沾 如今闲下来了 却喝到烂醉 想不明白为别人 默默付出了大半辈子 到底图个啥 这里已经不欢迎他 决定要离开这个小镇 教堂上牧师开导大家 希望能挽留一个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好医生 可下面一片寂静 劳拉更是不屑一顾 晚上他的女儿哭个不停 吵得两人无法入睡 曼妮觉得不对劲 去找医生过来给女儿看病 劳拉坚决反对 绝不让医生碰孩子 曼妮和医生忙着给孩子退烧 劳拉坐在一旁发脾气 这一次医生首先声明 她的女儿得的是天花 这种病治死率极高 自己只能尽力而为 劳拉说 意思是不管能不能救活罗斯 他都无法原谅医生 如果换成别人早就扭头就走 但医生不会 救死扶伤是他的使命 而且让爱德华帮忙拿行李过来 从此住在了马厩 没日没夜地守在罗斯身旁 绝不容许有任何差池 罗斯退烧了身上长出了水泡 之后就会长满全身 等到水泡痊愈就会没事了 但危险还没有解除 他不敢松懈 仍然寸步不离地照顾着罗斯 十天后满脸疲惫地说结束了 罗斯恢复了健康 听到这句话劳拉才放下心来 一个字也不跟医生说 直接回了房间睡觉 医生出来门口忍不住痛哭一场 收拾好行李回到诊所 把自己的招牌拆了 想跟邻里街坊告别 却发现每家每户关着门 看来没有人要挽留他 失望地把包扔上了公交车 正打算要走 这时牧师领着大家从教堂走出来 你言我一语劝他留下来 医生直摇头说没必要了 曼妮代表大家真诚地给他道歉 希望他能给大家一次机会 但医生要的不是这些 眼看着医生要走了 劳拉这才站出来说 他有能力考上大学 却偏偏考个不及格 把老妈气得蹊跷冒烟 务必请个老子回来给他辅导功课 等到明年再站 他读了十年小学才刚刚毕业 早就厌倦了读书 在家继承餐厅当老板他不香吗 最重要的一点是 听到这母亲脑瓜子嗡嗡的 难以置信孩子是故意考杂的 更接受不了的是 儿子的前程被恋爱给毁了 但父亲支持儿子 恭喜他选了一位优秀的女人 成家立业比考大学重要多了 有了父亲的支持 第二天他就两手空空上门提亲 早已想好的千言万语 可见到了老丈人描损 滋滋无无半天也说不清楚 只好老丈人帮他说了 他兴奋地跑回家报喜 没想到母亲很生气 一个字也不说直接摔门而去 看来这桩婚事要黄了 不过父亲鼎力支持 一定会说服母亲的 而劳拉运气好到爆 有个无儿无女的老太 临死前送了他一栋房子 他利用这栋房子开了一间旅馆 威力带着雷切尔来这订婚房 做了他的第一位客户 并且告诉他婚礼在内利餐厅举行 到时候准时来参加婚礼 说完两人准备去了 雷切尔写了很多封信 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婚礼 来到邮局却听到哈利特说 都怪他毁了儿子的前程 如果没有他 儿子就能上大学 未来绝不可估量 他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女人 绝不会关心威力的未来 还没过门就针锋相对了 他很伤心将信洒了一地 纵然彼此相爱 无奈咬牙对威力说取消婚礼 威力打破砂固问到底 得知是母亲搞的鬼 拖着女朋友怒气冲天来质问母亲 婚礼即将举行 哈利特咽不下这一口气 躺平在床上装可怜 可丈夫压根不管他扭头去了教堂 他又呼唤宝贝女儿 没想到南希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要去当雷切尔的伴娘 没有人站在他这边 丢下他在家黯然神伤 雷切尔穿上了漂亮的婚纱 父亲对他说了一句很暖心的话 牧师给他们主持着婚礼 每说一句相濡以沫的话 后面有一个蒙面的女人 就会发出一声哭泣 哪怕盖着头 大家一听声音就知道她是谁 婚礼顺利举行完毕 奥利森走过去对他说 可即便如此 哈利特仍然没有出席宴会 奥利森等了很久也不见人 折返回家试图解开她的心结 别看他人到中年熬成了满头白发 可他刚收到两件天大的好事 第一件公司派他回老家出差 800年没回去见父老相亲 如今带心回家玩一个月 谁不可望呢 第二件儿子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一科大学 这是儿子的梦想 也是当父亲的愿望 但俗话说的好 能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上大学的学费比想象中贵了两倍 就算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不过校长看他一脸苦瓜相 念在他儿子是个优秀的学生 力争帮他申请奖学金 他无眼感激挤出了一丝笑容 但麻绳专挑戏处断 儿子流鼻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以为是干燥的天气造成的 他没放在心上 带着儿子回了核桃镇 迫不及待拥抱好朋友爱德华 还有越混越好的女儿劳辣 如今已经是旅馆的老板娘 儿子不舒服一直坐在马车 扶他下来问怎么回事 爱伯特说长途跋涉晕车了 所以他又放松了警惕 没注意到马车上有一张带有血迹的白补 席间得知村民也不好过 种出来的农作物根本卖不出去 也没有人来收 大家干脆都不种了 不过他们还好 木材厂接到了军队的合同 也不至于倒闭 查尔斯也跟大家分享喜悦 儿子考上了一科大学 正在等奖学金的消息 这是核桃镇的骄傲 瞬间这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 可第二天日晒三单了 爱伯特还没有起床 大家觉得他累了也没有多想 查尔斯把儿子留在这里 去跟奥利森打个招呼 然后去城里工作 完全没料到威利取了个洗衣机回家 不禁感慨人生苦短 爱伯特从没有过这么累 睡到大中午才起床 姐姐也没发现异常 拉上他去河边钓鱼 聊起了童年时的点点滴滴 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一高兴爱伯特又流鼻血了 姐姐赶紧帮他擦拭 也经常流鼻血 没什么大不了的 却不知越拖后果越严重 查尔斯去城里 替公司采购生鲜果蔬 发现质量还没有核桃镇的好 问老板为什么不在核桃镇进货 老板有心无力 山卡拉的核桃镇 种类太灵散量少不划算 查尔斯想了个办法 让核桃镇的村民 将土地联合起来种农产品 这样就能干过大农场 老板觉得太儿戏了 想将农民凝成一团比登天还难 查尔斯两头打包票 回去一定会说服村民 而且还会说服自己的老板 以后都会来他这订货 老板又没有损失 答应他以后会去核桃镇收购农产品 查尔斯返回核桃镇 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商议这事 儿子就倒在了地上 乡村医生查不出原因 建议送去城里的大医院检查 艾伯特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说只是流鼻血而已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一次父亲坚决要去检查 儿子还想反驳 突然又流出大量鼻血 把父亲吓得半死 赶紧叫爱德华帮忙送去城里检查 医生抽血 化验 折腾了大半天才有结果 查尔斯没有联系上妻子卡罗琳 只好把这件事告诉了劳拉 艾伯特得知末日将至显得很平静 斯兰想去决定不回家 求着父亲要回去核桃镇 劳拉出来迎接他们 一见到父亲就扑进怀抱偷偷抽气 父亲说要坚强起来 不要让艾伯特看到 他会很不开心的 但一见到将死的弟弟 他就忍不住落泪 查尔斯明白儿子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了无遗憾地走完一生 第二天召集村民提出成立合作社 就能解决大家的困境 有些搬来不久的村民 根本就不清楚他的为人 有人质疑他无视献殷勤 飞奸即到 也有人让他献花钱购买种子 等有了收成之后再说 总之都不信任他 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 在一旁默默倾听的艾伯特 忍不住站起来喊听 村民说你算老几 赶紧带着你那位老人家 滚回大城市去 十年后再回来教我做事 医生赶紧叫他闭嘴 听到这艾伯特 伤心地离开了教堂 查尔斯很生气 丢下这帮不知所谓的家伙 出去安慰儿子 爱德华终于按耐不住了 之后大家将力量凝成一团 又变回了相亲相爱的小镇 一起搬货 一起耕地 一起播种 有病再生的艾伯特 也出一份力 游走在乡间各处 为人们侦查地水 之前骂过他的男人 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其余时间就跑到学校 想在余生多看 及也没修成正果的初恋 南希却问他将死之人 是什么感觉 老师说这不关你的事 艾伯特说没关系 不介意分享这种感受 一开始他很愤怒 但是想起美好的往事 跟一帮好人 待在这个世外桃源的小镇 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他在初恋家吃完了晚饭 米歇尔说做了一个愚蠢的梦 梦到俩人在星空下接吻 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他怎能不懂 再无顾忌帮他实现了梦境 优惠回来已经是深夜了 老父亲坐在客厅等他回来 问他在初恋家玩得开心吗 你们两个做了什么 儿子笑着说你懂的 父亲交给他一封信 他获得了奖学金 大学四年的学费全部免费 要是放在平时他一定很高兴 可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二天劳拉就冲父亲发火 说艾伯特不是去田里工作 就是去找初恋 三冬半夜才回来 他需要的是休息 为什么你就不能让他消停下来 父亲说他快要死了 用仅剩不多的时间干喜欢的事 这有什么不好的 你叫他躺在床上等死吗 还是你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大声地说出来弟弟快要死了 学校组织一个传统爬山活动 谁第一个爬到山顶找出箱子 就能将纪念品放到箱子里 这样人们就不会忘记他 艾伯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走在最前面 一众师生远远地跟在身后 都不想跟他争第一 艾德华拿着望远镜时刻关注 生怕他撑不到山顶 全身湿透的他跌倒了无数次 为了人们能记住他 依然咬着牙站起来 终于来到了山顶 看到这么拼命的儿子 父亲劳累纵横 艾伯特跪在地上 将物品放进箱子里 师生立刻手牵手围成了一个圈 看上去像是一种祈祷仪式 他握着劳拉的手高高举起 像是在向老天再借五百年 这位父亲胆子够肥 竟然撇下两岁的女儿 独自去买水果 一旁的女人早已盯上了他的女儿 用一个洋娃娃把女孩拐跑了 买水果的父亲 却看到好友艾德华 跟别人打了起来 顾不上看女儿一眼跑过去帮忙 我以为他很厉害 没想到是个菜鸡 使尽了所有招式给人家挠痒痒 挠够了大壮掐住他的脖子 轻轻一推就倒在了地上 另一个男人又逮住他 对着脑袋就是一拳 逼着艾德华出绝招 男人说谁让你装十三的 没想到艾德华惊得很 一低头打到了大壮 趁机开溜了 大壮很生气 自己人都干了起来 随手把一个扔了出去 吓得打他的男人瑟瑟发抖 此情此景不溜才怪 大壮赶紧去追 劳拉买完东西出来 才知道他们打了一架 得知没什么事才松了一口气 问丈夫女儿在哪里 曼妮说在那边 却不知女儿早已被人拐跑了 大街小巷全都找遍了也没见人 只好来找警长帮忙 警长建议到孤儿院看看 走失的孩子一般会送去那里 在孤儿院等待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很想要一个家 让他们考虑一下自己 家务活他全包了 而且吃的还少 比养一只狗好太多了 可他们只是来找女儿的 并不考虑收养孩子 女孩竟然不哭不闹 两人就像母女一样上了火车 连火车站混迹多年的流浪汉 都看不出半点破绽 不久他们来火车站寻找 流浪汉看过女孩的照片 说三个小时前坐车离开了 问售票员得知火车失望的目的地 开着马车连夜赶了过去 但接到电报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在火车上找到女孩 显然两人在中途下了火车 爱德华在马车上发现一男孩 原来她跑出了孤儿院 相信自己的一片真心 一定会打动曼妮收养她 可曼妮却要送她回孤儿院 沿着火车站一路找回去 女人一回到家 拉着丈夫要给她一个惊喜 男人很好奇女孩从哪来的 她说女孩被人遗弃在医院 护士要将她送去孤儿院 所以失去生育能力的她 非常想要一个女儿 干脆就把女孩领养回家 男人听完很感动 也很喜欢女孩罗斯 折腾了半辈子 终于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女人热泪盈眶 女孩的爸妈找了多个小镇 都没有女儿的消息 当妈的心都快碎了 而男孩也没有获得认可 打包离开了他们 去找一处接纳她的人家 没想到刚好撞见女人 喊罗斯的名字 女孩的样貌特征 跟他们说的一模一样 赶紧折返回去告诉他们 却碰到劳拉爆发了 责怪丈夫没有看好女儿 男孩说看到了罗斯 两人这才停了下来 带着他们来到商店 把照片给老板确认 果真白天来的是女儿 得知住在伤塔拉的地方 两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连夜赶过去 劳拉一见到女儿赶紧抱起来 可男人以为他们是坏人 抄起喷子让他们放下罗斯 眼看着越吵越烈 马上要开枪了 女人这才把真相告诉丈夫 当他们准备回家时 才发现男孩又跑了 因为他不想被送回孤儿院 两家人在黑夜中找了很久 才找到在荒郊野外 睡着的男孩 第二天女人做了一些食物 给他们在路上吃 男孩看着女人说告别 看来又没戏了 失望地低下了头 就这样被送回了孤儿院 女人回来心事重重 没想到两人一口同声地 要收养男孩 大家的意见竟然一致 赶紧开着马车把爱德华拦了下来 时隔三年回到家乡 难以想象女儿住上了豪华别墅 她折腾了大半辈子 还在大城市租房子中 真替女儿感到高兴 一见到久别的女婿 迫不及带来的热情的拥抱 诉说着心底的牵挂 女儿正在梳妆打扮 突然从镜子中看到了母亲 一头扎进了母亲的怀抱 压在心底的千言万语 却汇成了这一句话 当晚这座孤寂的别墅 发出了小提琴的声音 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 这时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 约翰说要和妻子出去送一批火 一周后才能回来 希望查尔斯帮他看一下房子 顺便照顾两个孩子 所以两人又住在了草原小屋 躺在熟悉的床上睡得特别香 杰布叫了好几声 他这才从美梦中惊醒 原来杰布的弟弟不在床上 有些担心 叫查尔斯帮忙找找 他在骨仓找到了杰森 问他为什么不睡觉 杰森说当哥哥的都是恶霸 啥事都吼他干 查尔斯说因为你哥哥害怕了 你没到来之前 他拥有着父母所有的爱 但你来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大部分的父母都会把爱给了弟弟 至少也会分走一半 这足以让他产生嫉妒 不过哥哥还是关心你的 叫我出来跟你谈谈 杰森也就想通了 回来把哥哥叫醒告诉他不要嫉妒 一定会告诉父母把爱多分点给你 哥哥却扭过头去说神经病 第二天教堂汇集了所有人 牧师分享完镇上的喜讯之后 有请一位刚来小镇的资本家发表讲话 拉希特说很荣幸能带领大家致富 他的公司拥有着这座城镇的财产 也就是说你们脚下的宅基地 都是他的财产 不需要大家搬走 只求相互配合共见未来 村民一听就不服了 住了几十年的地盘 竟然成了陌生人的了 当场叫板跟他死磕到底 拉希特留下地图和契约给他们仔细研究 过两天再过来商议发展大计 大家围着这些文件看了又看 没有找出半点问题 虽然不合理 但一切都是合法的 辛苦了一辈子的田地 不能就这样攻守让给了拉希特 只有找律师为民请愿 但拉希特做足了功课 连律师也无可奈何 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眼看着豪宅成了别人的了 曼妮擦亮喷子捍卫自己的地盘 第二天拉希特带了几个人过来 他抄起喷子对准了拉希特 可是拉希特毫无畏惧 让手下交给他一份文件 48小时内搬出房子 要不然送去踩十年的缝纫机 还警告他这一切都是合法的 曼妮甩掉喷子冲上去 将拉希特扑倒在地 旁边的手下立刻围了上来 白猪他无法动担 拉希特很生气 像打沙包一样揍他 一个住客赶来解救 却被手下甩倒在地 朝着他的肚子不停地踢 一旁的女孩都被吓哭了 卡罗林闻讯冲出来 捡起地上的喷子鸣枪警告 听到枪声他们停了下来 卡罗林瞄准这群家伙 让他们赶紧滚 拉希特这才扬长而去 经过这一件事 大家团结一致 决定使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家园 卡罗林很担心丈夫 希望他不要参与 查尔斯说这里仍然是我们的家 哪怕是死也不能被其亲朋好友 第二天拉希特带着几个人过来 没想到小镇的人已经团结一致 手拿喷子从四面八方赶来 看这架势要跟他打正面战 问牧师怎么也参与其中 牧师说没办法 连上帝都看不过去吧 拉希特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了 把一帮军队拉了上来 所有人当场慌了 平邻百姓怎么干得过正规军 上校说被指派到这里 协助拉希特驱逐百姓实属无奈 希望大家能理解 牧师不想看到血流成河 劝大家放下枪 请求上校给两天时间 给大家安静地过完复活节 上校答应了牧师 不顾拉希特的命令带着军队走了 大家也就全散了 唯有爱德华憋着一肚子气 无处安放 查尔斯平安无事回到家 担惊受怕的卡罗林 赶紧跑出来紧紧地抱着他 得知了大家都要搬走的消息 虽然有些失落 但女儿一家决定 跟他们回去大城市重新开始 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劳拉又恨又气 那么好的别墅就要送人了 抄起扫帚把所有的窗户砸得稀巴烂 不能就这样便宜了拉希特 在教堂上煽动大家一起把家砸了 不能给拉希特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大家觉得有道理 分分各书几件怎样才能玩得彻底 而拉希特正在庆祝 村民一定会留下来替他卖命 到时候就可以任其余肉 完全没料到村民会留给他一座空城 每家每户都布置好了炸药 拉好了影线 看了房子最后一眼 含泪按下了引爆器 而哈利特病了几个月 还在城里的医院躺着 却不知苦心经营的商店 餐厅 旅馆 还有家 即将化成一片废墟 卡罗林打着最后一通电话 告诉凯利和格雷斯他们 下个星期四准时到家 然后牵着丈夫的手 拉着影线 走过来跟大家聚在一起 看了小镇最后一眼 刻在了脑海深处 大家取掉了帽子 牧师含泪发表着道言 Wherever we go in this world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won't it grow every shower every shower every shower still shine every shower every shower just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every shower every shower still shine every shower